第七十六集 正好,庸人推开门,轻声道 奶粉泡好了 鹿眼接过,微微弯腰 言语温柔地对小猩猩道 别怕,是妈妈抱你 小猩猩听到妈妈的声音 松开了紧紧攥着鹿眼的小手 乖乖投入言语的怀抱之中 言语试了试奶瓶的温度 小猩猩闭着眼睛,睫毛很长 但一碰到奶嘴,粉唇动了动,就开始喝奶 卷翘浓密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 鹿眼低头笑了,薄唇染笑 小沉默 言语仍旧沉默,没有说话 两人哄到小猩猩重新熟睡之后 才回到了卧室 鹿眼入睡前,揽了下言语的腰 让他陷入自己的怀抱之中 又确保不会弄疼他的脚 他淡薄地吻落在他额头上 但这样的夜晚,注定不会平静 临近四点多的时候,小猩猩又哭了 言语睁开眼,就听到鹿眼低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我去吧 鹿眼去把小猩猩抱了过来 言语说 他今晚可能吓到了,所以一直睡不安稳 还是让他和我们一起休息吧 鹿眼薄唇动了动 嗯 过了一会儿,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有些突兀 言语下意识看过去 他微微敏唇 这个时间点,会有谁给鹿眼打电话 鹿眼却仿佛知道谁的电话一般 他哄小猩猩的动作忽然顿住 把小猩猩递给言语 男人走到桌子旁,看了眼屏幕 握着手机的手指缓缓收紧 因为用力,肢骨微微泛起白色 他的侧脸轻力而冷峻 线条微微紧绷 看也没看言语,接起电话,就往外面走 房门打开了,又缓缓关上 他走向书房 房门关上的一瞬间 言语隐约听到男人清淡平和的嗓音 笑笑 言语低眸,垂了下眼瞼 琥珀色的童人很平静 他哄着小猩猩,轻轻安抚他的背 乖,妈妈在呢 一直悬着的心脏忽然慢慢落地了 他的背靠着床头,抿唇 嘴唇的弧度很浅 小猩猩睡着之后,言语下床 落到地面的那一瞬间,脚有些疼 他的睫毛颤抖了一下 仍然走到窗边 拉开一点点窗帘,往外看去 外面下着瓢泼大雨 隐隐有哗啦啦的雨声 雨点如水柱 霹雳啪啦打在窗户玻璃上 别墅楼下,传来大门打开的声音 还有不轻不重的汽车引擎声 言语垂眸,睫毛轻轻地吸动了下 下一秒,两束刺目的车灯就亮了起来 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 毫不停滞地开出别墅院子 绕着山道,直直奔向了 徐颖夏所在的地方 言语在一旁的手机屏幕也亮了下 是陆岩打来了电话 言语都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接起这个电话 陆岩声音一如既往的淡漠 因为夜晚,他压低了嗓音 显得有些沙哑 从喉间溢出 言语,我临时有事情出去一趟 你先休息 如果小星星还哭 你就让佣人进来帮你 别太累了 嗯 言语手指松软了力气 大雨瓢泡越来越大 雨水冲刷过后 位于山区的别墅风景 格外干净好看 言语推开窗户 抱着小星星 站在了二楼的窗口处 周运正在花园里浇花 二楼高的树上有雨滴悬着 清脆雨滴 电线上停着一排小鸟 叽叽喳喳地叫着 小星星黑漆漆的眼眸好奇地看着 慢慢地露出笑 眼睛似是小月牙 言语下了楼 周运也从花园里进来了 他问道 阿眼昨晚怎么半夜跑出去了 陆成国推了推老花镜 拧着唇 不想让周运问这些 走了就走了 他从小到大每天听话了 你自己都没办法让阿眼听你的话 你怎么能强求言语 周运的胸膛起伏了下 快到吃早饭的时候 家里的电话忽然响了 周运去接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周运眼睛里的笑意 一点点绽放 好好好 回来了就好 这孩子 真是不听话 等我见到他 非得好好批评批评他 周运挂断了电话 笑了下说 昨晚是夏夏突然回来了 阿眼是去接他了 严谊早就认清了这个事实 可是当周运讲出这些话的时候 那些字眼就像是一把剑 直直击中柔软的心 陆成国看了下严谊 道 阿眼这孩子就是重视朋友感情 他就是把夏夏当做妹妹的 他有分寸的 这句话是说给严谊听的 他想给严谊解围 却只让严谊更加难堪 周运给陆成国插了块水果 清了清嗓子道 对 你别想太多了 阿眼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 他跟夏夏 就是普通青梅竹马的关系 周运这人 虽然刻薄 但他记得小时候的夏夏救过阿眼 还因此失踪过 而许家却不曾要求过什么 越是这样 周运越是愧疚 越是想对夏夏好 更何况 夏夏甜美 聪明又乖巧 招人疼爱得很 早饭快结束的时候 周运问陆成国 夏夏现在去医院了 他爸爸状态还不错 我们也去看看他吧 陆成国恩了一声 太眸看了眼严谊 温和道 严谊 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一家人去看看许家的 他不希望因为夏夏这孩子的归来 而破坏了陆眼的婚姻 严谊笑了笑 牙齿却在咬着自己的唇肉 彭义在四肢百骸流窜着 口腔里充斥了血腥气 心脏被无形的手紧紧地捏着 有些呼吸困难 徐颖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他穿着白色的裙子 急怀 皮肤干净 五官清秀 笑起来的样子很甜 偶尔唇瓣还能看到他小小的梨窝 离开了将近一年 他看到大家的时候有些紧张 但还是弯着眼睛笑 骨子里依旧透着小公主式的甜美 没有其他原因 因为有陆眼站在他身后 他和以前一样 会永远做他的后盾 让他永远有众星捧月的资本 不论他有多么无理的要求 他都会尽可能地满足他 比他所有的亲人 对他都好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七十七集 徐母看到徐影夏的那一瞬间 眼眶就湿了 他红着眼睛跑过去 抱住了徐影夏 你这孩子 怎么偷偷跑了这么久 妈妈真是太宠你了 我以后不会这么纵容你了 徐影夏的眼睛也落了泪 他睫毛上沾了晶莹的泪珠 咬着下唇 压抑着乌液 妈妈 我好想你 走廊的尽头 徐影冬站着 背脊挺直 他的手指用力地攥着 心脏被怨气积累的快要爆炸了 胸口沉沉起伏 呼吸声都有些重 他死死盯着不远处的三人 眼神很陌生 很陌生 到底凭什么 都是徐家的孩子 为什么 为什么他徐影夏就这么好命 为什么露影之虫 徐影夏 从小到大 他徐影夏就是公主 就是人群的焦点 重遇路远之后 每一年 他的生日眼都有路远承包 他想要什么东西 不管是限量的 还是绝版的 隔几天 一定会出现在他的手里 为什么妈妈也偏心徐影夏 他不过就是小时候丢失过而已 就因为丢失了 他就变得金贵了吗 徐影夏不在的时候 家里人谁也不敢刺激妈妈 就怕妈妈再一次崩溃 徐影冬越想 越是怒火熊熊 所有一切的回忆 都是划在他胸口的刀刃 让他血肉模糊 徐影夏和妈妈抱头哭完 就看到徐影冬 他笑了起来 眉眼温暖 冬儿 徐影冬的指甲掐入掌心里 艰难地扯出笑容 走过去 姐 徐影夏仰了仰头 看着路眼 阿眼 我不在的时候 你有没有帮我照看着我妹妹 路眼漆黑的眼里 闪过星点笑意 他勾了勾菲薄的唇 有 那就好 你不能称我不再欺负冬儿 路眼笑了 不会的 几个人正说着 病房的门打开 医生们鱼灌而出 医生们戴着口罩 在本子上写了些什么 说道 你们可以进去了 不要太久 二十分钟左右 就得让病人休息了 许志刚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着管子 但精神很好 黑眸异异 透着几分灵力 他沉沉的目光 落在徐影夏身上 徐影夏咬着下唇 睫毛颤抖 下意识就抓住路眼的手臂 他有些害怕爸爸 他眼圈红红 轻轻地叫了声 爸爸 许志刚黑眸冷静 他动了动唇 因为不舒服 嗓音很低 你还知道回来 对不起 路眼闽唇道 伯父 夏夏知道错了 许志刚目光落到徐影夏 抓着路眼的手臂上 说道 松开 他结婚了 徐影夏在他灵力的眸光下 不得不松开 路眼手指全曲了下 想到了言狱 闭下唇 垂下眼眸 没有说什么 几人说了好一会儿 医生来提醒他们 得让病人休息了 徐母 徐影夏 徐影东都出去了 路眼在快出病房的时候 忽然转过身 盯着病床上的许志刚 淡淡道 伯父 那天是伯母给你书写的 许志刚静静地看着路眼 路眼猴杰无声地上下滚动了下 吓吓她的血型 他话没有说完 视线一顺不顺地 落在许志刚的脸上 不放过许志刚每一寸表情变化 许志刚眼里眸光大盛 抿着唇 诞声道 你想说什么 路眼拧眉 漠黑的眼眸极尽深沉 继续审视了许志刚一番 指尖发紧 又慢慢松开 为什么 病房的门缓缓合上 路眼高大的身影 消失在视线里 许志刚收回视线 望向了窗外 眸光深邃 下下长大了呀 有些事情 也瞒不住了 但她自认为 对下下也是当做 亲生女儿一样疼爱的 她闭上眼睛 眼角似是有些湿润 眼前出现了 女婴模糊的笑脸 眼睛弯弯 粉粉嫩嫩 然后 笑脸缓缓消失了 再也找不到 她也感谢下下的出现 在那个时间点 让她太太重新振作 开心了起来 路眼站在走廊里 看了下时间 她问徐颖夏 要不要去吃饭 徐颖夏走了过去 勾住她的手臂 好啊 阿燕 她的声音很轻 路眼垂眸 瞥了眼她的手 敏唇没说什么 两人往电梯走去 电梯在这一层楼停下了 冰的一声 电梯门缓缓地拉开了 路眼的眸光微微定住 电梯里站着周运 陆成国 还有盐玉和小星星 路眼抿紧了唇角 唇线有些直 下额线条微微崩着 盐玉坐在轮椅上 她背脊挺直 琥珀色的铜人很冷淡 深邃 平静 没有感情 小星星就在周运的怀里抱着 路眼猴杰上下滚动 飞薄地唇动了动 你们来了 紧跟着几人的保姆 把盐玉从电梯里推出来 徐颖夏看到盐玉的一瞬间 瞳孔色缩了下 她紧紧地抿着红唇 长睫毛轻轻颤动 漆黑的眼里阴晕了水气 闪过一丝慌乱 她还没有做好 见盐玉的准备 她下意识地抓紧了 路眼的手臂 慢慢用力 路眼感觉到她的紧张 她侧眸 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虚影夏的视线游移 笼罩在周运怀里的 小星星身上 她睁大了眼睛 似是害怕 又似是有其他复杂情绪 胸口起伏 眼圈微红 咬紧了牙根 怎么也不敢对上 小星星的眼睛 睫毛不受控制地颤抖了下 无形间 透着楚楚 可怜 严玉虽然坐着 腿上还绑着石膏 但她的气势 一点也不弱 琥珀色的铜人里 清晰 倒映着 许颖夏的脸 许颖夏在 严玉的眸光下 莫名其妙 开始害怕 但她还强迫 自己压下情绪 对严玉 笑了笑 严玉 你来了 这句话 和陆远说的一模一样 严玉轻轻地 N了一声 抿着唇 精致的脸上 没有几分表情 她淡淡地 瞥了眼陆远 又继续看了眼 须影夏 陆远 飞薄的唇 没有什么弧度 她忽然想起一年前 严玉和夏夏 在医院那一次 见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七十八集 然后 夏夏就离开了 不知怎么的 她修长的身形 下意识地挡在 徐颖夏的身前 时间很短 也就那么一瞬间 她就移开了 但就是在那一瞬间 她摆出了一副 保护徐颖夏的姿态 周困 漆黑的眼底 一瞬眼飞薄的 唇动了动 不喜欢 她仍旧温柔地抱着 小星星 嗓音还是一贯淡淡 但小星星出吻 什么 徐颖颖夏 须颖下 须颖着唇沉默了下 不知在想什么 周困 他们来得不凑巧 许只刚休息了 也不好再打扰 正好叫上 徐母 徐颖东 几个人一起去 餐厅吃饭 徐颖夏笑容甜美 她对所有人都很好 因为从小到大 被人甜宠着长大 笑起来眉眼弯弯 唇角的梨窝浅浅 让人忍不住 想捏捏她的脸颊 同她一起微笑 她看起来也没有心计 眉眼间透着的 都是单纯 任谁都会喜欢 这样单纯的女孩子 鹿颖黑眸 瞥了她一眼 也觉得徐颖夏看起来 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徐颖夏自然地 缠上鹿颖的手臂 阿爷 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 鹿颖笑 沉这么多 吃火锅很不方便 周运不赞同 怕称怪 哎 没事的 夏夏在国外待了这么久 肯定想念我们自己的东西啊 我知道有一家老火锅不错 每个人一个小锅 吃起来也方便 鹿眼唇现淡淡 倒也没再说什么 徐颖东脸颊娇俏 鹿伯母 你也太疼姐姐了 我不要 我也要你疼 会撒娇的女孩 自然是惹人疼爱的 即便她说出了内心最真实的话 也不过被其余人当作了玩笑话 周运笑着看着她 就你这丫头爱撒娇 伯母哪里不爱你了 还不是一样的疼爱 保姆推着鹿玉的轮椅 跟在众人的后面 鹿玉盯着几个人的背影 脑海里什么都没想 一片空白 只是 她突然想起了小星星 眸光落在小星星的身上 她一震 然后笑了起来 在所有人都开开心心 沉溺在虚影下重逢的喜悦中 只有她的小星星 还记得妈妈 小星星趴在周运的肩膀上 漆黑圆润的眼眸一直盯着鹿玉看 她脸颊肉嘟嘟的 小嘴巴粉嫩 小手蜷缩着 对上鹿玉的眼睛 她就弯弯地笑 她头上戴着粉嫩的花边太阳帽 更衬得一双眼睛 如黑珍珠一般 徐母一直笑着 盯着徐影下看 怎么看都不知道满足 她想着想着 眼眶又有些热了 忍不住红了眼圈 徐影下是她第一个孩子 她怀孕的时候特别辛苦 生产的时候也很艰难 几乎在鬼门关绕了一圈 或许是来之不易 所以她对下下的感情格外的深 更何况 下下是个招人疼爱的孩子 从出生开始就很少哭 喂饱了换好尿布 睡饱了 只会乖乖挽着自己的手指 安静乖巧 从不给大人们添麻烦 连经验丰富的保姆 都夸下下和其他小孩不同 特别惹人疼爱 许家的生意 也是从逊下出生之后 突然疼飞的 做生意的人 或多或少都在乎运势 也导致了许志刚和许母 都偏爱下下 当然 许家生意疼飞在最开始的时候 离不开陆家的帮助 至于陆家为什么帮助 原因很简单 小时候陆远喜欢下下 陆远又是陆家的独子 多的是人讨好她 却没想到 最后的突破口 居然是个刚出生 没多久的小女孩 许母忽然摸了摸 许下的头发 心里生出一片柔软 她的下下命里天生富贵 幸好 后来又找回了她的下下 那段下下丢失的记忆 须母早已模糊了 第一次为人母 第一次感到撕心裂肺 她所有的怨气无处发泄 明明就是陆远的错 她却因为陆家的权势 不敢得罪陆远 甚至还要依赖陆家的势力 要讨好陆家 才能让陆家帮忙 找回她的下下 那段时间 她昏昏沉沉病倒在床上 在医院昏天黑地地住了一个月 她好几次作恶梦 梦到她的下下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几乎以为 自己撑不过那个冬天 一个月之后 许志刚抱回一个安静乖巧的女婴 红着眼睛告诉她 下下回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她却觉得有些陌生 从心里深处生出了抗拒 医生说是因为她病了 许志刚说 因为她很久没有见到下下了 所以才会生疏 她原本是不信的 但后来发现 他们说的都对 她大病了一场 仿佛心生 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但当她看到小女婴 对她微笑的那一瞬间 心里跟着生出 如湖水漫潮一般 无尽的温柔 那是圆满和母爱 虚影下感觉到许母的目光 甜甜地朝许母 弯了弯眼睛 妈妈 你又在看我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变得更漂亮了呀 虚母无奈 是啊 我的下下最好看了 虚影下的声音很轻很柔 那妈妈 我今晚和你睡觉 好不好 虚母回应着 忽然想起鹿眼的太太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七十九集 阿妍娶 阿妍娶了 阿妍娶了 阿妍现在不再是 下下一个人的了 而是属于那个 突然闯入下下 和阿妍世界的陌生女孩子的 下下离开的时候 虚母因为担忧 身体又一下垮了 精神不济 在医院的病榻上 缠绵了许久 让她根本分不出心情 去看路眼的新太太 但现在 她必须为下下打算了 下下单纯可爱天真 但那个女孩 并不是这样的 徐母有意无意地 回头瞥了眼 坐在轮椅上的岩玉 不经意间 却和岩玉琥珀色的 同仁对上了 她心脏莫名地微微一颤 有些疼 如同密密麻麻的针 埋在了柔软的心脏中 徐母缓过那阵疼痛之后 心里生出了不喜 她将心脏的震颤 归结于岩玉眼神的灵力 她听说 岩玉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成长在你争我抢的孤儿院里 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 居然又能留学 还能多才多艺 现在也活得很优秀 甚至当初用不正当的手段 嫁入路家 说她单纯没心机 都不会有人相信的 徐母抿住了唇 眸光伸了几分 岩玉垂下眼瞼 睫毛在眼窝下 落下了深深浅浅的阴影 映衬着那张精致的脸 有些苍白 她也当了妈妈了 她自然知道 当一个母亲露出那样的眼神 是什么意思了 徐母想为徐影霞出头 言喻的鼻尖有些酸 她不讨厌徐母这样的心态 只是有些羡慕 徐影霞从小到大 都能在父母的疼爱之中长大 而她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温情 小时候 她在泥闹之中 努力挣扎的时候 还会想 如果有一天 她爸爸妈妈来找她了 她要先问他们 为什么不要她了 然后再告诉他们 她一直期待他们的到来 只要他们以后好好爱她 她还是很爱很爱他们的 再大一点 这样的念头就消失不见了 因为她知道 她的父母不要她了 永远不会出现了 她就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没有期望 就不会失望 到了酒店 经理恭敬地过来 引他们去包厢 路眼一路上都注意言语 言语的脚受伤了 言语是她的太太 言语和她在一起了 言语是小猩猩的妈妈 这些都是她对言语 尽必要关心的理由 走廊的地毯柔软 落地无声 设计却有些不太方便 轮椅的推动 周运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保姆 推着言语前进的时候 差点就把言语摔倒在地上 保姆一脸慌张 因为怕周运责骂 连道歉都压低了声音 说奶奶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 她道歉的话没说完 就被男人低沉优雅的嗓音打断了 让我来吧 以后小心点 语气里有责怪 但并不打算追责 保姆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路远身影齐长 酒店郎灯下 倾泻下来柔和的光线 朦胧地笼罩着 路远深邃英俊的五官 她飞薄地唇微微抿着 不嫌不淡倒 你脚怎么样了 言语没回答 路远蹲在她的面前 言语躲闪不及 原本低垂的眸光 迫不得已地对上路远的黑眸 她眼眸干净纯粹 清晰地倒映着她的缩影 她勾了勾菲薄的唇 仿佛看透了一切 但却不会说破 心情不合 她喉结无声滚动了下 嗓音低哑 带着唇后 腿还疼吗 言语没有理她 下一秒 路远忽然背对她蹲下来 男人的背脊宽大 肩膀挺阔 脊柱鼻挺 透着安全感 她嗓音低沉平淡 我陪你 不用 言语倒 声音有些冷淡 她看着保姆 帮我推吧 路远 你让开 路远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她微微拧着眉 也不再坚持 站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逆着言语 许久 似笑非笑 挑了挑硬朗的眉 飞薄的唇动了动 声音滴滴沉沉 我帮你进去 这一句是陈数句 是命令 而不是商量的语气 言语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被路远横抱在怀里 从她的角度看过去 只能看到 路远略略冷硬的下颗线条 她性感的后劫 微微突起 上下滚动了下 言语挣扎了两下 只换来路远更加有力的楼紧 她鼻子撞上了她冷硬的胸膛 呼吸间 都是她身上独有的干裂气息 充斥着鼻息 别闹 男人的嗓音里 似乎含了淡淡的无奈 但又似乎什么情绪都没有 进了包厢里 众人都抬起眼皮 有些愣正的 看着路远抱着言语进来 路远生现淡然 眼眸漆黑 她诞生 言语脚不舒服 她把言语放在自己旁边的位置上 她坐中间 而她另一边 是徐颖夏 菜很快就上齐了 言语吃饭不太方便 因为很多菜她都夹不到 她就随便吃了点面前的菜 小星星知道妈妈不舒服 她乖乖地坐在周运的怀中 路远漆黑的眼眸扫了下言语 诞生吩咐 没过一会儿 保姆就进来了 她尽职尽责地为言语夹菜 言语方才吃不到的菜色 全都能吃到了 餐桌上的众人都在讨论 虚影夏和路远的往事 路成国皱着眉 想阻止 但她一个大男人 真的不太懂要怎么打断这种女人之间的谈话 一顿饭吃下来 言语知道了 路远曾经为徐颖夏买下过一个游乐场 取名叫夏夏游乐园 路远还为徐颖夏资助了好几个艺术团 甚至恶意收购了一个娱乐公司 只因为那个公司骂了徐颖夏 路远最喜欢的是徐颖夏漂亮的手 言语觉得自己的胸口疼得快要不能呼吸了 路远会为言语叫来保姆帮她夹菜 但她会亲手 为徐颖夏拨虾 爱和不爱的界限 永远那么分明 周远抱着小猩猩 吃饭都吃不饱 路远就过去 抱了抱小猩猩 小猩猩因为困 已经闭上眼睛 睡得香甜 她睫毛浓密 粉唇微张 路远侧脸的弧度柔软下来 生命就是这样神奇 这是她生命的延续 却又是另一个生命体 她的眉眼 她的鼻子 她的脸型 都像极了她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集 她第一次喊人的时候 却是软着声音 对她喊爸爸 当初和言语结婚 她以为这是 她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后来 当她得知小猩猩 是她女儿的时候 又忽然心软了一片 如果是错误 那也是个美丽的错误 只是 当年 她毕竟和言语上床了 做了对不起夏夏的事情 夏夏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就曾问 阿爷 你会不会一辈子对我好啊 她是怎么说的呢 会 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因为我爱惨了你啊 那你不能背叛我 如果我背叛了你呢 我要抢回来的 我承着不动 让你抢 好不好 她不知道 这次夏夏回来 会想办法抢回来吗 那她又怎么选择 小猩猩又该怎么办 路眼眸光漆黑 目光沉静冷淡 她瞥了眼言语 纯线是一条毫无弧度的直线 很快就收回了视线 吃完饭 保姆推着炎玉去洗手间 炎玉上完了厕所 在保姆的帮助下 坐在轮椅上 一抬眸 就看到须影夏 炎玉的神色很冷淡 甚至渗透出寒意 她似是没有看到须影夏一般 慢条丝里地洗了手 须影夏的眸光 一直笼罩在炎玉的身上 她微微蹙着眉 水光闪动 似犹豫着想问什么 却不敢碰触 炎玉看她的样子倒是笑了 只是眼底没有丝毫笑意 浮冰沉沉 她说 夏夏 你想问小星星对吗 须影夏咬了下唇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可以直接地告诉你 鹿炎喜欢小星星 并不是因为她认为 小星星是你的女儿 只是因为小星星招人疼爱 须影夏正正的 她迟疑了下 声音很轻 可是 那也是因为我的基因 她才可爱的呀 她说着 瞥了眼保姆 不知道炎玉 为什么那么有恃无恐 连保姆都不敢走 炎玉闻言 眸色彻底冷下 声音也很冷 小星星不是你的女儿 是我的 从始至终 她都是我的女儿 炎玉懒得遮掩 当初那个手术 用的一直都是我的卵子 小星星和你 一点血缘上的关系都没有 须影夏瞳孔猛地色缩 她抿住唇 脸色一煞地苍白起来 她怎么也没想到 炎玉会这样做 你撒谎 她震震地道 眼圈疏然就红了 炎玉没说话 唇半得弧度浅浅 保姆听了一耳朵 心惊胆战 慢慢推着少奶奶 往厕所的外面走去 你想用小星星 留住阿姨吗 炎玉 须影夏的声音是颤抖的 带着隐约的哭腔 炎玉沉默了一会儿 淡淡问道 须影夏 你是打算重新回路眼的怀抱吗 她声音有点讽刺 你还记得 是你先抛弃了她吗 须影夏咬着下船不放 炎玉的声音 钻入她的耳窝里 须影夏 你应该学着长大 不是所有事情 都会一直如你的意 你想让我代孕就代 你想让我帮着生孩子 我就生 你想让我帮忙照顾路远 我就照顾 前面这么多事情 我的确做了 但我所有的目的 都是为了我自己 她笑了下 所以 你现在想让我离开 做梦 让我想想 你回国之前 设想的是不是 你一回国 亲情爱情友情都在等着你 最好我乖乖地和路眼离婚 捧出路夫人的位置 孩子也给你生好了 你就是人生赢家 是不是 而我就是个丧家犬 她每一个字眼 都是锋锐的刀剑 直直割破了须影夏的伪装 须影夏瞳孔色索 言喻继续补充道 或许你还想着 要给我多少钱打发我 对不对 路夫人的位置 我不会让出去的 就算让了 下下 我也不会让你开开心心 成为新的路夫人的 她断了断 如果你打算 对小星星下手 我会让你彻底 失去路眼 须影夏似乎还沉浸在打击之中 她沉默了许久 眼泪一滴滴往下落 咬着唇 不知所措 她做错了吗 她错在哪里呢 她只是需要爱情啊 阿眼一直说爱她 却让她患得患失 她只是希望 自己不要爱得太敏感 太自卑 所以才离开了呀 她现在意识到 自己对阿眼的爱了 她想重新挽回 这一段感情而已 言喻又不喜欢阿眼 她为什么要缠着阿眼 保姆小心翼翼地 推着言喻 她忽然觉得 她一直以为 太过瘦气包的少奶奶 或许没有那么软弱 言喻轻声道 忘掉刚刚在洗手间 听到的一切吧 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保姆连连点头 言喻面无表情 但最先行动开炮的人 却是徐颖夏 他闹着跟陆眼回老宅住 言喻和陆眼快要睡着的时候 陆眼床头的手机震动了下 言喻轻轻拧下眉头 但没有醒 过了一会儿 他感觉到陆眼轻轻下了床 房门打开又合上 言喻继续闭着眼睛 过了一会儿 他还是睁开眼睛 在黑暗之中 盯着天花板 怕口有些渴 拄着拐杖 想去倒水喝 沉默了半天 他还是站在门口 一点点拉开房门 徐颖夏就住在 他们卧室的对面 他的卧室门紧紧地关上 但门旁边站着两个身影 男人高大 女人柔美 徐颖夏正踮起脚尖 吻在陆眼的唇上 言喻看不见陆眼的表情 看不到陆眼的神情 看不清陆眼的动作 以前陆眼和徐颖夏 在伦敦恋爱的时候 他见多了这样的吻 见多了他们之间的亲密 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难受 言喻慢慢地关上了房门 他的背紧紧地贴着房门 徐颖夏是故意的 他刚刚分明看到了他 言喻慢慢地冷静下来 言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迫切地锻炼走路 他希望脚上的伤快点好 他请了康复师 按小时付费 每次锻炼完 言喻全身上下都是冷汗 但幸好 成效卓越 一周之后 他已经能够不靠拐杖走了 只是脚步还有些疼 他必须慢慢地走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一集 言喻再一次查收邮箱的邮件 这一次 邮箱里渐渐躺着一封全英文的邮件 来自高伟深律师所 他之前投的简历 又回音了 律所让他下午就去面试 言喻笑了起来 眉眼弯弯 他好几天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他俯下身 在小猩猩脸上落下了一尾 说道 亲爱的 妈妈好开心啊 妈妈要有工作了 小猩猩蹭了蹭香喷喷的妈妈 呱唧一声 吻在了言喻的脸颊上 对于面试 言喻准备得很充分了 他中午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在林怡的帮助下 洗了个澡 林怡快速地帮他吹干头发 言喻对着镜子拍拍水乳 上防晒 开始化妆 小猩猩在地毯上坐着 时不时朝着言喻笑 言喻挑选了较为正式的衣服 浅蓝色的衬衫 黑色裙子 腰窝身线 臀部弧度优美 两条长腿又白又直 正式又不是优雅 因为脚受伤了 只能穿平底鞋 幸好言喻白 个子也不矮 穿平底鞋也显得有气质 他全身上下 选择的都是英国人会喜欢的类型 还特意背了英国牌子的链条包 因为这一次准备收拾牺牲的律师 是英国华裔 姓秦 言喻在办公室外等着 过了许久 才有秘书出来 让言喻进去面试 言喻走路的姿态很慢 就怕弄伤了脚 办公室里 男人坐在办公桌后 眉眼冷冽 抬眸 看到言喻的那一瞬间 挑了挑眉 再注意到他走路的速度 有些不耐 男人开口 说的是中文 却带了一点拗口 有些声疏 言 于 他对着简历道 言喻抬起头 没想到 居然是那天救了他的那个律师 男人淡淡 我叫秦让 言喻有些愣政 呆呆地站在原地 回看着秦让 秦让被挤靠在椅背上 他伸长了腿 骨节分明的手指 在办公桌上轻轻敲了敲 显出了他的不耐 他身上穿着唇黑的西装 抬眸 眼神里很淡漠 言喻 坐下 言喻反应过来 微微笑了一下 他回过神 都不知道 他刚刚为什么要愣正住 他慢慢地走到 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 坐了下来 秦让的脸色很淡 但看不出什么情绪 他直接开口道 严小姐 自我介绍一下吧 他顿了下 补充 用英文 言喻咽了咽嗓子 才开始说话 他声音轻柔 很干净 如同山间的青泉一般 我是言喻 毕业LSE 曾在英国 皮特律所 还有地检署实习过 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 多次获得校级 国家级奖学金 兴趣爱好广泛 一年多前回国 回国后 曾入职陆氏集团 法务组 任职过陆氏集团 在英国地产收购的 项目法务组组长 今年九月份 刚刚参加了司法考试 秦让低垂着眼眸 夏合线条冷硬 他在认真的 听言语回答 他的英语还不错 虽然只是简单的自我介绍 但他说话流畅 发音标准 并没有因为回国一年多 而将英语抛弃了 至于他的经历 他早在简历里看过了 秦让眸光定在简历某一行 抬起眼皮 他看向言语 外面阳光灿烂 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言语眉眼干净 皮肤白皙 背脊挺直 坐姿优雅 看起来充满自信 但又不至于太过张扬 他说话的时候 咬字很准 嗓音软糯 语速始终 这样的人 脾气不容易急躁 等他结束自我介绍 请让懒洋洋地盯着他 目光浅淡平静 博传清奇 问他 你是第三十六届雷特模拟法庭大赛的冠军队伍的组员 雷特模拟法庭大赛是全球性法学生赛事 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国际空间法赛事 言语点点头 他大学有段时间 对国际空间法很感兴趣 便加入了学校参赛队伍 参加了那一次模拟法庭大赛 他说 你可以翻下我简历的最后 请让的眉间似乎有些笑意 不再像刚刚那样冷记 他唇脚微钩 虽然雷特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空间法赛事 但每年参加的人并不是很多 一般都是爱好者参加 你也是爱好者 言语点点头 请让眼眸漆黑 垂眸 骨节分明的手指 翻到了那篇 阅读起来 他昨晚没有看得那么详细 现在却发现 这篇文章中 有许多有意思的观点 他在阅读的时候 言语就安静静地坐着 好一会儿 请让才抬眸 他声线低沉 带了干净的笑意 我也很喜欢国际空间法 但很无奈 没能一直作为学者研究下去 而是进入了律所 当起了律师 我也参加过雷特模拟法庭大赛 言语忽然发现 他对秦让的第一印象 在慢慢地发生偏离 他原本以为 秦让是个冷静毒舌的人 现在发现 秦让似乎有些可爱 带了英国人 绅士风度的幽默 严小姐 现在我需要你完成一份笔试 等你完成之后 再等我批阅过后 就恭喜你 成为秦大宿棍的实习律师 言语失效 他眼眸弯弯 还是第一次听到 律师自称宋棍 秦让的秘书走了进来 在言语的面前小桌子上 放了一杯咖啡 和一张试卷 秦让动了动博唇 半个小时 他说完 就不打扰言语了 他继续查阅卷宗 过几天还要开庭 言语再写最后一道题 这一道题 跟法学知识点毫无关系 大概是秦让想了解一下 言语的法学思维 问题是 你怎么看待 很多人骂律师 替罪犯洗脱罪名 至于律师 为什么要替坏人辩护 你认为一个律师 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样矛盾尖锐的问题 很多人都会疑惑 言语也曾疑惑过 他抿着唇 睫毛颤抖了下 还没落笔 耳畔忽然传来 男人淡淡的声音 他嗓音低沉 带了点笑意 尾音拉长了 透着散漫 怎么不写了 他说着 修长的手指 直接抽出言语的卷子 他眸光漆黑 大致浏览过去 脸上的表情 看不出什么情绪 他直接道 恭喜你 法律知识稳扎稳打 基础题 完成得很不错 他说着 头微偏 鼻梁高挺 薄唇微微密 不过 我现在要你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 他眼眸深邃 收敛了笑意 微微绷着下河 视线锐利如出窍的剑 几乎让人不敢直视 言语握着笔的手 缓缓收拢 又缓缓松开 阳光下 他眉眼精致 神情淡淡 天鹅景白皙修长 他说道 律师这个职业 不应该简单地用世俗观念的好人或者坏人来评判 因为他们就是以法律为准生 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维护整个人类的人权发展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二集 秦让挑了挑眉 漆黑的眼眸里闪过一丝暗光 言语继续道 至于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 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还未审判之前 每个人都是无罪的 谁也不知道真相 这时候嫌疑人只是一个需要律师来帮忙对抗国家权力的人 因为他有可能被无辜陷害 如果没有律师的辩护 被冤枉的人只会更多 还有 律师的职业不是为罪犯洗脱罪名 而是确保每一个嫌疑犯 被合法公平的审判 只要检方证据不足 证据虚假 证据有漏洞 你就要为那个嫌疑犯声张权力 因为他存在被冤枉的可能 言语的胸口浅浅起伏了下 他唇半当开笑意 我看过你之前辩护的案子的判决书 很精彩 律师不是上帝 检察官也不是 谁也没有上帝视觉去评判嫌疑人有没有杀人 所有人都只能靠证据说话 证据不足就该释放 只不过群众自以为自己知道了真相 站在所谓的道德高地比一他人 秦让黑眸幽深 侯杰无声地动了动 他认真审视着言语 他皮肤很白 眼睛乌黑湿润 水色阴晕 眼波流转 都是妩媚 看人的时候真挚 认真 又有点傻气 但对法律的理解又这样理性 一点都不像个律政新人 真是 有意思 他不禁期待起 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 不错 他笑 他的声音在他的唇齿间滚了几道 然后再缓缓地开口 叫他的名字 言语 恭喜你 加入高伟深律师事务所 他压低嗓音 却莫名地和言语离得有些近 他薄薄的皮肤有些发热 那天看你在法庭傻乎乎的样子 还以为你又蠢又傻 甚至还以为你生母性过生 不过你的确手脚有些笨拙 需要多多锻炼 言语有些哭笑不得 这个秦让也太直接了吧 哪有人当面说女孩子的 嘿 又蠢又傻 言语抬眸 秦让又叫了他一遍 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言语 他声陷慵懒低沉 故意拖长了尾音 莫名地有些亲密 言语有些不自在 他似乎是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名字 在男人的嘴里莫名暧昧 他耳间发烫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 和秦让拉开了距离 秦让笑了笑 支起身子 居高临下地腻了他一眼 明天就入职吧 他语气淡淡 你资料上写你已婚已孕了 孩子都大了 请保姆了吗 应该不会耽误工作吧 言语摇摇头 弯弯唇角 快一周岁了 有保姆在 不会影响工作 那就好 他语气慢悠悠 谋色清亮 棋逢对手 人生幸事 言语走出大厦 终于松了口气 他淡笑不语 抬眸 往天空上看了一眼 忽然觉得有些自由 他伸出手指 阳光从指缝漏下 倾泻 他收拢其手 却什么也没有抓住 言语回到家里 心情很好的泡了个澡 林仪做了大餐 三人一起吃了庆祝餐 恭喜言语找到工作 言语为了第二天的工作 很早就躺在柔软的被窝里 难得放松身心 早早就睡了 陆远回来的时候 工作很轻地打开了门 房间里 只有一盏落地灯 散发着悠悠的光芒 大床中央有轻微的隆起 里面躺着的人是言语 洛言走了过来 高大的身影挡住落地灯的光 却还是隐隐约约 能看清言语的脸 他侧躺着 姿势随意慵懒 黑发扑散开来 要窝身陷 不可一窝 一条白皙的腿 蜷缩在被子外 轮廓朦胧 阴晕雾气 让人一看到 就有些温暖 陆远笑了笑 弯腰 握起他的脚踝 帮他把脚塞进被窝里 拉上被子 盖住他美好的身体 他则去客房的卧室洗澡 为了不让洗澡水流声 吵到盐玉的睡眠 陆远洗完澡 这一次 盐玉迷迷糊糊间 感觉出陆远回来了 陆远躺进被窝里 长手一揽 抱住盐玉 盐玉迷迷糊糊间 没有任何防备 就直接翻身到 他的怀抱里 他蹭了蹭他的胸膛 仍旧闭着眼睛睡觉 但沙哑的声音呢喃 你回来了 嗯 陆远微微垂头 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眼语 最后 轻轻地一吻 带着凉薄的温度 落在他的额头上 手指收拢起来 让他更好窝在自己的胸膛之中 他微微眯了眯眼眸 今晚 虚影下想和从前的朋友 重新聚会 便让他安排了 和以前一样 夏夏一开始会在他身边陪伴着 但他喜好社交 最后一定会融入群体之中 然后失望地对他撒娇 阿颜 你总不陪我 陆远失笑 夏夏走了没多久 陆延远然后 陆远就坐在陆远的身边 陆远没抽烟 但是陆远抽了 他啪的一声点燃大火机 优蓝色的火苗吞噬了烟 只剩余一点ожд红 陆远吐出白白的烟雾 动作慢条丝里 他腻了陆眼一眼 真不出烟了 陆眼温温凉凉地吃他 早些了 傅征笑了 谈了谈烟灰 漆黑的眼眸有些意味深长 言语有点本事啊 把你照顾得这么好 应该说 把你管得这么好 陆眼唇半弧度浅浅 说不出什么意味 傅征摁灭了烟头 好回沙发 忽然淡淡地问 夏夏回来了 你打算怎么办 你是要和夏夏重新在一起吗 傅征嗓音平淡 如果是的话 你还是趁早跟言语说清楚 言语是个好女孩 如果你好好地跟她说的话 她一定会同意的 当然 如果你不想跟夏夏重新在一起 你就对言语好一些 陆眼眼眸低垂 没有说话 傅征挑了挑眉 对陆眼的沉默 没有一点意外 她似笑非笑 阿眼 你舍不得言语了 陆眼勾了勾唇脚 眼角的笑意 缓缓荡开 再认真一看 却仿佛毫无温度 舍不得 她淡淡开枪 当然会舍不得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三集 在她决定和言语试一试的时候 她就知道 迟早会有一天 她会对言语舍不得的 言语是一个越靠近 越让人觉得有魅力的女人 年轻 漂亮 妩媚 多情 有能力 有才学 性情温柔 会照顾她 会陪伴她 懂得示弱 会撒娇 陆眼抿着唇 垂下眼瞼 喉结无声地上下滚动 更何况 她们还有小星星 那么可爱的小星星 会软软地对她们两个撒娇 喊她们爸爸妈妈 公寓里也有了家的味道 就算为了小星星 她也不会随意离婚 陆眼知道 男人的舍不得 不代表深爱 她不知道 爱或者不爱言语 但至少 她和她结婚了 虽然她是在 不情愿的情况下结的婚 但她之后主动答应 和言语试一试 就代表她接受了这段婚姻 陆眼回过神 继续注视言语 她眸光暗沉 幽深地似是深渊 不见底 不见光 用手温柔地 搬着言语的下巴 密密麻麻地吻 覆盖下去 言语偏过头 嘟囔 混蛋 我困了 嗯 我就亲亲你 你睡吧 陆眼也不再继续 就静静地贴着她的唇 不分开 却没有忍住 滴滴地笑开了 人的情感 难以自控 也难以察觉 她分不清 也懒得分清 隔天 陆眼早早地起床 去了公司工作 她坐在办公桌后 背后就是硕大的落底窗 在落底窗前 会发自内心的生腾起 征服的快感 当然 也会有孤独的错觉 助理敲了敲门 陆总 陆眼飞薄地唇动了动 进来吧 助理手里拿了一叠资料 恭敬地放在陆眼面前 她说 这是许小姐这一年来的资料 只要虚影下一出现 再去调查她之前的踪迹 就显得很容易了 陆眼停下手中的工作 淡默地看了眼资料 起唇道 知道了 你出去吧 助理出去之后 陆眼继续工作 等到把手里那份文件 整理完了 发送到合作对象的邮箱之中 她才站起身来 拿过那一叠资料 她粗略地浏览 握着资料的手指 却越发钻挤 她抿着脖唇 唇线是一条冰凉的直线 漆黑的眼底沉了又沉 她刚看完 办公室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进来的人是徐颖夏 她披散着头发 浓密的睫毛很翘 穿着香槟色的短裙 踩着小高跟走了进来 她脸上都是少女娇俏的笑意 惹人疼爱 陆眼抬眸 夏夏 又不经过通报 你就进来了 徐颖夏笑了笑 对啊 我就喜欢这样 我要偷偷进来看 你在干什么 她笑着往陆眼手里的东西 看了过去 原本只是随意的一看 等到她看清楚的时候 瞳孔忽然色缩了下 脸上的笑意 疏然僵硬了 她抿着唇 脸色有一瞬间的苍白 漆黑的眼眸里 疏然就迎了水光 她抬眸 对上露眼平静的视线 她胸口一记痛 像是无形的手 狠狠拿捏住了 阿言 你调查我 她眸光里有失望 有难过 她说完这句话 转身就要走 陆眼站起来 从背后攥住她手腕 夏夏 你冷静点 我只是想知道 这一年来 你经历了什么 她微微凝眉 徐颖夏却怎么也不肯 听她说话 她晶莹的眼泪 扑速速往下掉落 她握起拳头 一下又一下 砸在露眼的胸口 你滚蛋 你就是在吊成我 你侮辱我阿言 我再回来的那天 我就告诉你了 我曾爱上了别人 我跟别人私奔跑了 那时候我以为我不爱你 而言语可以救你 他又想嫁给你 所以我给他让了位置 我回来后 我没有想破坏你和言语的婚姻 我只是 想作为妹妹陪伴在你的身边 想和以前一样 路眼黑眸淡淡地看着她 沉默了一会儿 她机不可见地勾了勾唇 可是夏夏 你知道不可能和以前一样的 以前我对你好 是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 但现在我已经结婚了 须影下文言 紧紧地咬着下唇 睫毛颤抖 什么 路眼猴杰滚动 向和线条微微冷硬 她松了松紧皱的眉头 没什么 没事了 须影下的眼圈红通通的 眼睛里都是红血丝 她鼻尖也哭得红肿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你以前说过 你会无条件对我好的 路眼没有回答她 她继续道 我知道我做错了 可是我不后悔离开 因为追求爱情没有错 真是怪我看错了人 过去的一年里我不开心 我以为我找到了爱情 确实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须影下有些崩溃 她夺过路眼手里的资料 一扬手 照片和资料 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铺天盖地 像一个个火辣辣的耳光 扇在她的脸上 她几次鼻青脸肿地出入医院 进入警察局 她闭上眼睛 克制不住地颤抖 她遭遇了家暴 他们两个一开始很甜蜜 可是慢慢地 当她无法出去跳舞 只能在家里跳舞 当她带走的钱开始花光 当他们两个经济出现问题 当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所有的问题都跟着暴露了 法斯宾得酗酒 不得志 出去玩女人 回来还打她 她这一次回国 不仅仅是为了看爸爸 更多的是为了寻求帮助 她不想再和法斯宾得在一起了 这一年 让她清醒成长了许多 爱情很重要 可是没有金钱作为基础 爱情什么也不是 是她以前不懂事 言语说得对 许映下的声音很轻很轻 她重复了一遍 阿爷 您是不是觉得我脏了 陆远还没有回答 她就直直扑入她怀抱之中 阿爷 我回来的这几天 每天都会做噩梦醒来 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噩梦 你帮帮我好不好 阿爷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四集 她眼睫毛上都是湿漉漉的泪珠 你帮帮我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国外的遭遇那么惨 不想让人知道我被打 你帮我隐瞒好不好 我想重新来过 陆远眼底有显而易见的怒火 眸光丽丽 生气的不过就是 她捧在掌心疼爱的女孩 却被那样糟蹋 须影下哭泣了许久 才慢慢地平息下去 她擦了擦眼泪 眸光盈盈 却对着陆远笑起来 她笑着问 阿爷 你怎么知道 眼玉生的小猩猩 是你的孩子呀 陆远闻言 垂在身侧的手指蜷缩了下 有些发迹 她薄纯淡淡 解释道 说我对不起你 我的确是在和你恋爱期间 出过了言语 不过 责任在我 和言语无关 须影下吸了吸鼻子 像是没有明白陆远的话 她眨着眼睛 轻轻地说 怎么就怪你了 妖怪也是怪我 她说着 眼圈又红了起来 我也有责任 是我太自私了 那时候你生了重病 我想要一个你的孩子 想替你延续生命 但我怕疼 你会原谅我的吧阿爷 那时候 我花钱找了言语 让他帮忙带孕 花钱带孕 路眼的瞳孔 重重色缩了下 他绷紧了下 他眸光伶俐 醒下道 是我跟你的孩子 我只是接了 他的肚子伤孩子 路眼攥紧了拳头 但言语对小星星很好 不像是对待别人的孩子 训影下继续导 我看到小星星的时候 很紧张 只是有个疑惑 他明明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会跟言语长得像 路眼漆黑的眼眸 定定地看着训影下 他没有说话 下额的线条绷得有些紧 眉心重重一跳 他幽深的眼眸里 似是有飓风侵袭 训影下被他这样的眼神 看得有些害怕 他细长的手指 轻轻卷起自己的头发 眼镜里闪着光 小小声问 阿爷 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你觉得我做错事情了吗 他轻轻咬着牙 短短的一瞬 脑海里闪过言语的脸 闪过言语和路眼 在一起的样子 训影下继续导 阿爷 你知道我要跳舞的 你以前也说过 你喜欢女孩子为了工作 为了想要的事业 努力奋斗的样子 我的舞蹈事业正在上升期 我不能为了孩子放弃舞蹈 路眼抿着唇 他非勃的唇线很直 喉结无声地滚动 声就没有吭声 在舞蹈和孩子面前 当然没必要为了生一个孩子 而放弃舞蹈事业 只是 路眼生气的是 训影下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就擅自决定 生下一个和他有关的孩子 他虽然不喜欢孩子 但他知道责任 为人父母是需要责任的 人要对生命有敬畏感 怎么能随随便便生下 训影下强迫自己对上他的视线 我知道 阿燕你会觉得我很没责任感 可是我有的 我没有随随便便地找一个女人代孕 我知道严玉是个孤儿 但她智商很高 她学习成绩好 她看起来也很干净 所以 我才给钱让她代孕的 虽然 孩子的基因和代孕妈妈没有关系 可是 我还是希望孩子的代孕母亲 很优秀 鹿眼手指依旧收拢着 掌心搁着指甲 有些疼痛 她眉目布满了阴沉 给钱带孕 训下同谋危症 轻轻点了点头 阿燕 我想要回我的孩子 你帮帮我 好不好 她漆黑的瞳孔里 清晰地出现鹿眼的倒影 水光阴晕 你的孩子 鹿眼盯着徐影夏 盯到徐影夏 后背都开始发麻 心脏紧紧地揪成一团 她才淡淡道 晓晓晓 这一次你做错了 知道吗 徐影夏的眼泪 扑速速往下落 她还跟个孩子一样 遇到做错的事情 就会手足无措 只知道软软的哭泣认错 我知道 阿燕 我以后不敢了 我只是害怕 害怕你离开了 我连个念想都没有 如果 还有个和你的孩子 我看到他也会想起你 我会忘记你 至少 陆伯父陆伯母 也可以和我一起 照顾那个宝宝 鹿眼伸出手 摸了摸她的头发 徐影夏道 是我太贪玩了 不懂事 宝宝生下来后 我又害怕了 我真的很害怕 我觉得 自己还没做好准备 成为一个妈妈 我看到 眼鱼很喜欢孩子 你要需要她的骨髓 她又想要嫁给你 不是解答欢喜吗 所以 我才什么都没说 就离开了 鹿眼不动声色的垂眸 腻着许下 她生现淡淡 有些沉着 仿佛在安慰一个 不听话的孩子一般 徐影夏真的就像一个孩子 她做事情都是胡乱而来 但明明做错了事 却在别人还没有责怪的时候 就将全部错误都告诉了你 让对方舍不得责骂 夏夏 不知道她原先要说什么 最终也只是轻轻叫了她的名字 仿佛是安抚 许下眨了眨眼 阿妍 你会帮我拿回那个孩子吗 我知道 很对不起言语 可是我 鹿眼眸光三染 气黑一片 她微薄地唇动了动 拧了拧眉心 夏夏 或许小星星 并不是你的孩子 徐影夏 瞳孔色缩了下 怎么会呢 是我叫严谕代孕的 他是个诚信的人 严谕 人很好的 你的意思是 她拿了钱 骗我的吗 鹿眼同眸平静 夏河线条很冷 眉目间的寒意 看得有些瘆人 或许 是她骗了我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五集 迅夏走上去 摟住鹿眼的腰 慢慢地收紧了手 阿爷 如果你也不要我了 我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鹿眼没有回答 垂眸淡淡地看着她 摸了摸她的头发 迅夏说 我听别人说 我不在的日子 你还找了个替身吗 叫什么阴的 阿爷 你真的觉得 她跟我笑吗 鹿眼笑了 很快就否认了 不想 她微微眯起眼眸 叫人看不清神色 严玉第一天去律所上班 状态挺好 但即便她跟着秦让打律师 最开始也必须从基础开始做 秦让和行业内的其他律师不同 其他律师带实习生 一般都放任实习生自由学习 偶尔管管 至少不会真正教他们做什么 因为律师这个行业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最终很有可能会对簿公堂 或者成为抢你客户的人 但秦让 她看到严玉来了 就挑眉散漫地笑了笑 让严玉去她办公室挑一堆书 她慢悠悠地道 我的实习生 不需要做打印复印的事情 不过 我的实习生需要学习很多知识 她挑出来那些书 都格外重要 干货很多 她让严玉一早 就不用干别的事情 把其中一本 刑事案例上庭技巧那本书看了 然后还要她做的笔记给她看 严玉当然很开心 律师这个行业 大部分都是自己摸爬滚打 但有一个领路人 就会少走很多歪路 她把书籍摊开 放在左手边 右手边放着笔记本 她随身带着发圈 把头发绑了起来 只剩几缕 轻轻地垂在脸侧 脸颊白皙柔润 因为她没有任何上庭实物经验 所以有很多地方并不明白 她把不明白的地方圈起来 打算等会儿再搜搜相关资料 她抬眸看了一下时间 11点了 严玉小心地问另一个律师实习生 那个 平时你们去哪吃饭啊 那个实习生比严玉来得早 她说 啊 律所大楼底下有个食堂 还不错 不过你要去办饭卡 就在进去食堂那个地方 办卡压进50 一次性充200 好的 她想了下 诶 秦律师平时怎么吃饭 那个实习生摇了摇头 不知道诶 秦律师好像不在食堂吃饭吧 她平时比较严厉 我们也很少关注她吃什么 啊 严玉想了一下 她和秦让不在同一个办公室 贸然去敲门也不大好 严玉就下楼去地下一层食堂 她办了卡 逛了一圈 最后决定买两份寿司上去 她还带了一杯奶茶 都不是什么营养的东西 但严玉就是突然很想吃 这两个东西没什么味道 她带到了办公室 先吃了好几口 准备来看材料 就发现有男人 从她办公桌前走过 男人声音淡淡 吃完再碰书 哦 严玉知道 她怕她弄脏书 抬眸对秦让笑了一声 就开始一口一个 秦让出去倒水 进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严玉 一口吃掉一个寿司 她抿着唇 悠然挑了挑眉 淡笑不语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 女人吃饭吃成这个样子 如果她没猜错的话 严玉唇上应该有唇膏 但看她快速吃的样子 唇膏一点都没沾上 女人真是神奇 她吃东西的动作也并不粗鲁 看起来像一只软软的小动物 她低着头 垂着睫毛 眼睫毛在眼睛下 落下浅浅的阴影 皮肤白皙 两三一鼓一鼓的 看起来格外有食欲 秦让走了过去 伸手就将严玉剩下最后一个寿司 吃了进去 严玉本来想伸手去拿的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寿司 进了秦让的嘴里 秦让抿着唇 看到严玉嘴巴停下来 不嚼东西了 拧了下眉头 扬了扬下巴 示意她继续吃 她发现 当看着她吃饭的时候 会格外有食欲 严玉的奶茶还没有开 秦让很自然地端起奶茶 插入吸管 喝了一口 评价道 奶茶还行 她抿着唇 收敛了笑意 还端走了严玉的奶茶 严玉正了正 然后哭笑不得 为什么她觉得 秦律师看起来 似乎情伤不太高的样子 严玉笑了笑 也不在乎私乱想 继续开始记笔记 好不容易看完 秦让要求的那几章 她正准备找资料 查清楚那几个 不明白的地方 耳畔忽然传来 男人微哑低沉的嗓音 哪里不明白 男人似乎离她很近 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她的耳侧 让人全身苏码 严玉下一世就转头 幸好鸡鸡毙过了 不然就要跟男人 博唇交叉而过 秦让像是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一般 眼眸漆黑 眼底平静 冷静地问严玉 哪里不明白 严玉的心脏快要蹦跳出来 她稍微往后痒了些 想跟秦让拉开点距离 秦让直接伸手 半环抱住她 拿起她正在看的书 这样近距离接触 严玉全身每一个毛孔都起了鸡皮疙瘩 她不是很明白秦律师 她到底为什么要跟女实习生这么亲近 还可以一脸正派的 我就是来探讨学术的表情 严玉轻声道 秦律师 我想去倒个水 秦让只起身体 收回了手 抿着唇 瞥了眼严玉 没说什么 眼神却像是说 女实习生真是麻烦呀 严玉倒完了水再回来 秦让彻底恢复到了工作之中的冷漠严肃 她问严玉 这个案例看不明白 你看了前面的详解了吗 看了 她点点头 她问这句话 并不是用来嘲讽的 而是用来判定讲解思路 她跟严玉描述的方式 比起讲解书更加有趣 也比较新颖 她是过来人 知道人的思维误区 有很多困惑点 只需要经过她轻描淡写的描述 就让人忽然明白过来 讲解完之后 严玉觉得轻松 请让站起来 只提出一个要求 今天下班回去了继续看 明天跟着我 你坐在旁听席上听一个开听 好 陆远送夏夏去医院 许伯父还在医院躺着 许伯母一看到陆远 就笑起来 哎呀 阿燕来了呀 夏夏 你怎么又去找你的燕哥哥了 燕哥哥要上班的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六集 许优夏勾住徐母的手臂 妈妈 我太久没回来 太想她了呀 所以我才去找她 陆远弯了弯唇 唇色淡淡 没有说什么 徐母笑 夏夏这个孩子 这么大了都长不大 还说自己八十岁 还要像现在这样呢 徐母摇了摇头 我们做父母的 哪里能陪她到那个时候 她温柔地摸摸夏夏的头发 抬起眼皮 看了陆远一眼 夏夏缠着阿燕也对 到时候 等我们都不在了 也就阿燕你 可以继续照顾着她了 陆远博唇染着些微笑容 明明笑着 英俊的眉目中 却没有几分笑意 她的手还插在裤带之中 周围的人 没有一个人觉得 这句话有问题 因为他们都习惯了 陆远无微不至地 照料着徐颖夏 仿佛只要有陆远在一天 下下就有无尽的靠山 过了一会儿 陆远忽然对着徐母淡淡道 伯母 我有事情想和你商量下 你方便过来下吗 她英俊的脸上 那双默黑的眼眸及其深沉 徐颖夏和徐母的视线对上 又移开 徐母气质优雅 微微笑着 点了点头 两人走到走廊的尽头 徐母身体不好 不能久久站着 陆远让徐母先坐下 她为了尊重长辈 不显得有压迫感 她也坐了下去 不着痕迹地看了眼徐母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 伯母 夏夏跟我说 小心心是她当初 让言语待遇的 徐母的神色没有一点惊讶 很显然 她知道这件事 她清秀的眉头 轻轻蹴了下 阿燕 你别怪夏夏 这件事 夏夏也是才跟我讲的 这孩子 先给你生个孩子 却没有告诉我们 她叹气 唉 夏夏看到了小星星 心里也生出了 母亲一般的爱意 我也是妈妈 知道会多爱自己的孩子 也是她傻啊 给了钱 让对方带孕 还甘心成为对方 进入豪门的垫脚石 她很明显不喜欢言语 眉间的折痕越发的深 你看看 阿燕 你也跟伯母一样 不太喜欢言语吧 她明明就是黛月 肚子里又不是她的孩子 她却什么都不说 装出一副慈默的样子 嫁入了陆家 夺去了夏夏的丈夫和孩子 可是夏夏呢 却为此 远走她乡 陆远抿着唇 夏夏的线条有些冷硬 她飞薄的唇几乎没有任何弧度 她喉结无声地滚动 想为言语说些什么 但终究没说 因为言语当初嫁给她的目的 的确不单纯 但她并不喜欢 许伯母这样轻蔑的语气 许伯母的眼眸清澈 她有些担忧 阿燕啊 她当初到底是怎么告诉你 小星星 是你跟她的孩子 她是不是撒谎骗你了 难道她 编造她曾经跟你有过什么 这个言语 还真是满嘴谎言 陆远修长的身形有些顿住 她紧紧地抿着唇 微微眯起的眼眸里 闪过几分凉薄的痴意 陆远站起来 淡淡地看着许伯母 说道 言语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她也没有撒谎骗我 小星星的事情 我会调查清楚的 不过伯母 这是我和言语夫妻之间的事情 还请您看在我的份上 别再用异样的眼光 看待言语了 许伯母放在身侧的手指 有些发紧 她微微睁大眼睛 像是不敢相信 陆远说 她和言语是夫妻 许伯母拧了拧眉 如果你查出来 小星星 的确是夏夏和你的 你也不和言语离婚吗 陆远挑了挑唇 侧脸的线条 在这样的光线下 看着有些冷漠 小星星是无辜的 如果她真的是夏夏的孩子 我会让她叫夏夏叫妈妈 但我和言语的婚姻 并不是建立在孩子的基础之上 她不嫌不淡地笑了下 总不能成天离婚结婚 许母后辈 隐隐约约透出了一层薄汗 她脸色有些不好 忽然意识到 其实 路眼一直都是清醒的那个人 她有自己的判断 她驰骋上场多年 声明在望 又怎么会这么简单地 就受人挑拨 或许 她一时会被激怒 产生情绪 但她懂得冷静和克制 正在这时 训影下忽然跑了过来 她有些着急 拉住路眼的手臂 仰头 眸子黑白分明 阿姨 爸爸找你 她好像很急 她听到你和妈妈单独谈话 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气急了 路眼的眉头拧了拧 许母的眉心也重重一跳 丈夫就是她的天 她猝着眉 你爸爸怎么了 路眼迈开长腿 大步往病房跨去 许志刚并没什么事 她眸色冷冷 半躺在病床上 身后垫着枕头 她脸色苍白 但眸光冷利 盯着路眼 然后 才看了看许母 许母跑到许志刚身边 志刚 你怎么了 你有没有事情 许志刚就算再大的怒气 都强迫自己扯出一个笑容 放低了声音 没事 许母低头 在许志刚脸上 落下一吻 你千万不要有事 不会的 等许母和许影夏 离开病房之后 许志刚抬眸 冷冷地看着路眼 阿爷 你们刚刚聊了什么 路眼眼底的神色 越发深了 他眸光一顺不顺地 盯着许志刚 许志刚的胸口 重重起伏了下 路眼 你别以为 你有点小聪明就了不起 你上次来看我的时候 说的那句话 是怀疑夏夏的身世吗 你以为 就你知道 夏夏的血腥对不上 我做父母的 就不知道吗 夏夏从始至终 就只有那么一个 你别在你伯母 面前乱讲了 他身体不好 他经不起折腾 你轻飘飘地 一句怀疑夏夏身世 对于他来说 就是灭顶之灾 他会垮掉的 你想毁掉你伯母 毁掉我们的家吗 许志刚 似乎气得不轻 脸色胀红 攥紧了拳头 你怀疑夏夏的目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你觉得 白白付出了 这么多年的疼爱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七集 好好好 你要是这么想 你要是觉得 现在的夏夏 不配你的疼爱 当伯父的求你 别再靠近夏夏了 他不需要你这样虚伪的疼爱 陆远静静地看着许志刚 背脊有些生硬 旭志刚 呼吸有些重 我也不知道夏夏 为什么血腥对不上 但是他的确是我的孩子 我知道的 这件事先过去了 陆远 如果你还当我是你伯父的话 陆远眉风下压 眸光复杂 终究什么都没说 他转身走了出去 深深地看了眼虚影夏 虚影夏什么都不知道 对他露出傻甜傻甜的笑容 阿爷 我爸爸怎么对你发脾气了呀 啊 是不是他觉得 你欺负我了 陆远低谋淡漠 不是 我想回去 明天在那看伯父 你跟伯母好好休息 太阳缓缓地下山 暮色垂落 染红了天空 天色有些昏暗 下班回家的车流缓缓流动 有些缓慢 陆远今天耐心不是特别好 他莫名地烦躁 愣着一张脸 甚至按了好几次喇叭催促 快到公寓的时候 陆远从车窗看到一家花店 他拧着眉 扯了扯领带 抿直了唇角 他不想跟言语吵架 但今晚的问题如果问出了 又怕少不得矛盾冲突 陆远下车买了一束鲜花 花瓣上沾了晶莹的露珠 他把鲜花放在副驾驶座上 开往公寓 下了车取出鲜花 一抬眸 眸光微微定住 他的太太炎玉 穿了一条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新裙子 从别人的车里下来了 陆远微微眯眼 看着那辆车的驾驶座 透过挡风玻璃 他只能模糊地 看到那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那辆车价值不菲 言语都已经下车了 还趴在车窗上 温柔地朝驾驶座的男人说着什么 黄昏下 他的头发垂下几缕 透出了温柔 不知道那个男人说了什么 言语忽然笑了起来 两个人看起来有些亲密 至少彼此欣赏 陆远下意识地握紧了手里的鲜花 言语还在笑 黄昏的夕阳是橘色的 光线是晕染开的 笼罩在言语的脸上 他侧脸弧度线条很柔软 他的唇半轻轻扬起 嘴角有笑意轻轻荡开 黄昏下 他的皮肤显得通透明亮 干净的仿佛能折射出细微的光泽 陆远似乎有段时间 没有见过言语这样干净 轻松纯粹的笑容了 他最经常见到的 都是他抿着红唇的样子 眼眸平静 陆远觉得胸口有些胀 他抿紧了脖唇 沉着一双眼眸 握着玫瑰花的手慢慢收紧 言语轻声说了句什么 男人忽然从驾驶座上下来了 走到言语的面前 言语侧过脸 笑弯了眼睛 男人拿出手机 屏幕正对着言语 路远看不见男人的脸 也不知道男人的神情 更不知道他们两个正在看什么 但他看到夕阳的余晖下 言语白皙的脸上 晕染了几分胭脂红 他琥珀色的铜人里有着水汽 似是羞涩 轻轻地咬着下唇 明明离得很远 路远却仿佛能感觉到 他正在吸动的睫毛 像是小扇子一般 又像是羽毛一样 轻轻划过他的心肩 让他觉得不太舒服 路远胸口的玉气 慢慢累积着 言语转开了视线 敏唇依旧笑着 脸颊上的红韵 仿佛春日雨后树上的花 娇俏美丽 路远轮廓分明的五官有几分阴沉 他漆黑的眼眸里浮现了灵力 视线似是灵力的刀 一点点刮着言语 言语不经意地转眸 对上路远漆黑深沉的瞳孔 而就在此时 秦让忽然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 碰到言语的脸颊 他的指尖冰凉 轻轻将言语被风吹到唇绊的头发 夹到耳后 言语也有些惊讶 他顾不上路远 拍眸去看秦让 秦让同仁漆黑 眼神平静 仿佛他的举止没有任何不对劲 他坦坦荡荡的模样 一时间让言语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秦让淡笑 头发沾到你唇了 不一声 哦 言语动了动唇 也只能憋出这个字 刚刚他下了车 秦让正在跟他说 明天开庭时候的注意事项 让他今晚好好看下卷宗的情况 明天要开庭的是一个离婚案 但是涉及了刑事部分 因为妻子是个有预谋的骗婚集团 秦让忽然忽然说道 他的手里有个视频证据 挺有意思的 言语笑着问他 什么视频 他就忽然走下来 拿起手机 点开视频给他看 他看得面红耳赤 目瞪口呆 只能庆幸 秦让还知道关掉声音 因为屏幕里播放的 是一对赤裸的男女 正在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秦让轻描淡写 他语气稀松平常 这是男方新交给我的证据 女方和别的男人 有不正当关系的证据 不过 现在提交证据太晚了 也无法当庭提交 视频证据容易造假 要在法庭上成为合法证据 还必须经过当时双方制证 以及技术专家 对视频进行鉴定 言语只能抿着唇 忍下修得要命的表情 却偏偏寝让收了手机 眸光定定地打量了他好一会儿 然后下了结论 你害羞了 实习生 言语无语 秦律师为什么能一本正经地 说出这些话 言语忽然有些难以招架 只能微微地笑着 路眼狭长的眼眸 无私私盯着言语和那个男人 他吼杰无声地滚动着 没有想到 言语明明看到了他 却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般 继续和那个男人举止亲密 他们两个的身影 在地上 被夕阳拉出长长的影子 寂静交叠 路眼指尖有些发紧 迈开长腿 朝着两人缓步走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八集 言语又瞥了眼路眼 这一次 秦让终于注意到身后的男人 他转过身 眸色清淡 身上西装鼻挺 一丝不苟 他不动声色地挑了挑眉 对言语道 是你的丈夫 言语轻轻点头 嗯 秦让也不再说什么了 他甚至微微朝路眼点了个头 表示问好 就对言语道 明天见 一句话不轻不重 但是慢慢靠近的路眼 也听得一清二楚 他眸色彻底沉了下去 一双黑眸里 又隐忍地怒意 但是 在外人面前 他怎么都得给言语留下面子 路眼捧着那束鲜花 也对着秦让扬了扬下巴 以作问好 秦让什么表情都没有 回了驾驶座 重新启动车子 开着车子远去 空地上 只剩下两个人了 言语感受到路眼的情绪不怎么好 但他什么都没问 瞥了眼他手里的玫瑰花 笑了下 我们上楼吧 路眼的眉目间 闪过一丝丝有若无的不耐 他非薄的唇显得有些凉薄 他眸光看向前方 和言语一同往电梯走去 在路过垃圾桶的时候 手指慢慢收紧 克制了又克制 还是将玫瑰花啪的一声 扔进垃圾桶里 言语看到他空手进来 眉心跳了一下 路眼的鲜花 该不会是送给他的吧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言语很快就忽略掉了 他的心情还算可以 虽然路眼和虚影下的新闻 在整座城市都闹得纷纷扬扬 他只是庆幸 瘦身之后的他 没有人再报道过了 所以没有人知道 他就是众人唾弃 又众人可怜的路眼太太 人人都说 费尽了心机 获得路太太的位置 还不敌初恋一次回国 一切都功亏一篑 甚至有当地不入流的媒体 直接拿他做例子 写出了鸡汤式的文章 告诉大家 小三尚未的下场 小三 他可不就是小三吗 他起初不在意 现在也不会在意 他们几人的纠葛之中 是徐影下先放弃了路眼 只剩下他和路眼二人 按照这么来说 他又不算合格的小三了 而他和路眼的婚姻 原本就是开始于一场交易 踏出骨髓 踏出婚姻 只不过他隐瞒了 他接近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隐瞒了他对他外貌 有所图求的渴望 他隐瞒了他将他当作替身 用来抚慰他心里 卑微到极点的祈求 人就是这样 在极端绝望的情况下 有一点点相似 都会被狠狠抓住 严谕抿着唇 看了眼路眼 胸口沉沉的 唇瓣渐漫出一点弧度 有时候 他觉得路眼比他幸运 他忘不掉的原身 续影下还活着 他找到了替身临音 而现在真正的原身也回来了 只要他想 他随时都可以和旭影下重燃救情 而他呢 从此死了 再也回不来了 他找到的替身路眼 一点都不爱他 但有时候 他又觉得路眼可怜 旭影下这样的女孩 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对路眼的爱 永远建立在路眼无私奉献上 虚影下甚至背叛了路眼 而诚词 供他读书 陪他长大 对他爱的热气 爱的真诚 让他感受到什么叫做热烈 纯粹 又浓郁的爱情 严谕的胸口 无端感受到了晦涩 公寓里 小猩猩被淋衣抱着 看到言语 就笑眯眯的 然后他又看到路眼 软软的叫 妈妈 路眼笑着 看着他柔软的头发 圆溜溜的眼睛 粉嫩嫩的小嘴 心里柔软成了一片湖水 他放下公文包 走过去 抱起了小猩猩 小猩猩乖乖的趴在他肩头上 软软的蹭着他的脖子 严谕开玩笑道 小猩猩现在更年爸爸了呢 听说小公主们都喜欢和爸爸在一起 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 言语浑身激起了一股淡淡的凉意 他睫毛吸动了下 抬眸去看小猩猩和路眼 最近一段时间 他越来越能感受到 路眼对小猩猩的爱 而小猩猩也对路眼 越来越黏了 他们父女俩的感情 慢慢在加深 言语轻轻咬了下唇 许影夏回来了 路眼是不是会和他提出离婚 那小猩猩怎么办 他很有可能离婚了 拿不到小猩猩的抚养权 就算他拿到了 那小猩猩怎么办 他才这么小 就要接受没有爸爸陪伴的日子吗 言语是个过儿 他能懂得对家庭的渴望 对亲情的奢求 也知道 爸爸的陪伴在女儿的成长中 有多重要 路眼看到小猩猩 难免会想起讯下说的话 说实在 今天几个人的话 他一个都没有相信 只是 当他不相信所有的时候 就对真相更加茫然了 但小猩猩是无辜的 他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被一群大人带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自己的女儿 无论如何 作为父亲 他得对他负责 灵异的晚饭还没有做好 言语去洗手间卸妆 路眼盘腿 坐在小猩猩 平时玩玩具的软垫上 看着他在玩布娃娃 小猩猩爬了过来 将布娃娃塞给了路眼 路眼淡淡地笑了笑 小猩猩最近在学走路 但也很爱爬在别人身上 他手脚并用 就要往爸爸的身上爬 路眼低眸看着他 伸手虚伏着他 但任由他在自己的身上爬 看似眼神淡漠 但动作却一直是温柔的 小猩猩是小孩 吃饭的时间比大人早 他倒点了就要喝奶 拉着路眼的手 另一只手 一直指着桌面上的奶瓶 路眼单手抱着小猩猩 拿起奶瓶 就进了厨房 他诞生 林一 奶粉在哪里啊 林一回头看了一眼 暂时放下手中的动作 给奶瓶削了毒 给小猩猩泡了奶粉 小猩猩抱着奶瓶 咬着奶嘴 低眸喝奶 路眼也看了他许久 知道他喝奶的时候 喜欢别人抱着他 在客厅里绕圈 所以路眼眉目不动 抱着他 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八十九集 小猩猩圆溜溜的眼珠子 在客厅里看来看去 一会儿盯着琉璃灯 一会儿盯着墙壁上的画 严谕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洗手间换了家居服 已经出来了 林一端着盘子 从厨房出来 他笑 先生 对女儿比较宠呢 也就小猩猩是小公主 才好这样宠 这要是个男孩子 可不能这样浇灌着 路眼低眸看着小猩猩 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他和盐玉有个儿子 这个念头不过一瞬 就消失在他的脑海之中 他唇半的弧度 有些凉薄的计较 小猩猩的事情都没解决清楚 就开始想儿子了 更何况 他真的想跟盐玉生了 盐玉手机有电话打进来 是南北 南北轻声道 阿易 行一下回来了 你老公怎么天天跟他交在一起 他这个女人也是够恶心的 说跑就跑 说回来就回来 回来了也就算了 他没有廉质心的嘛 明明知道路眼已经和你结婚了 他为什么还要这样纠缠着路眼 还真的当自己是宇宙中心了 盐玉下意识地看了眼路眼 抿了抿唇 淡淡地笑 走到阳台上 他性格就是这样 他有什么办法 路眼宠着他 甘心做他奴隶 盐玉很少这样讽刺又酸涩地说话 这样的话说了出去 伤害的是双方 他的胸口也有些酸胀 那你打算拿这段婚姻怎么办 不知道 我已经疲倦了 但还没有厌倦 他转移了话题 我找到工作了 高伟深律师事务所 跟着秦让工作 做他的实习助手 南北有些惊讶 声音里还得惊喜 高伟深 哇 真棒啊 你整家人 他嗓音故意狗腿起来 狗富贵 互相忘 千万别忘了 大名活派的小南北啊 言语弯了弯唇 南北的话题 却没有被言语带跑 他又绕回刚刚的话题 我看寻一下 真的是个小绿茶表 阿玉 你要小心啊 不要中了他的计 当然 如果你中了计 你别忘了告诉我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我看他呀 实在是太讨厌了 原本还想着让你快点离开路眼那个狼窝 现在想想 何必便宜了他 他说不定做出那么多恶心事 就是想让你自动离开 然后开开心心的霸占了你的老公孩子 还有你老公的钱 言语还是笑 他眼眸望着远方 秋风寒意凉凉 顺着腿 往上冷了 等我受不了了 我就会离开吧 但前提是 我能给小星星很好的条件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 忽然 言语放在桌面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周运的来电 言语的眉心微微一动 陆眼也抬眸看了过去 言语手持一了一下 还是接听起来 周运的声音听起来饱含怒意 他气息有些急 言语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小星星是下下的孩子吗 言语握着手机的手 慢慢收紧 骨节有些泛白 唇上湿了血色 他抬眸 对上路眼平静中 似乎含着讽刺的视线 周运继续道 好你个言语 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们陆家 你真当我们陆家没人了吗 被你这样的一个孤女欺负 你威胁着想嫁入陆家 我们陆家就让你嫁了 你居然 居然 他像是觉得那两个字很可耻 好半天才说 打运 还是花钱打运的 你真让我觉得肮脏 你真的很不自爱 怎么会有女孩子 愿意为了钱出卖子宫 言语 你有那么缺钱吗 缺钱倒愿意帮别人生孩子 他说话的方式极尽羞辱 言语脑子里嗡嗡作响 你还一点都不诚心 你答应带孕就算了 你还背叛了让你帮忙带孕的夏夏 你顶替着夏夏 逼迫走她 嫁入陆家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小星星那么可爱 你居然让她和她的亲生母亲分离 每天去救你妈妈 言语没有说话 指甲用力 慢慢掐入掌心之中 一丝丝痛感 慢慢地流窜开来 她没有想到 许应夏直接把找带孕 这样不光彩的事情 捅了出去 也没有想到 许应夏故意装作 不知道小星星不是她的孩子一般 许应夏这个手段的确很厉害 言语下垂的睫毛剧烈地颤抖了下 牙齿里有了一点点血腥气 如果她说小星星是她的孩子 和许应夏无关 但代孕的确存在 别人就会猜测 她为什么要瞒着夏夏 四字换掉夏夏的卵子 换成自己的 她不能让别人猜测到称词 那就算别人认为她暗恋路眼 所以才这样干 那她在众人的眼前 也成了个没心没肺 心机歹毒的女人 如果她说小星星是许应夏的 言语闭上眼睛 她说不出口 更何况 就算说了 那她不仅会失去小星星 在众人眼中 依旧会是一个低贱的 甘心出卖子宫的女人 周远气得不行 声音大了几分 路眼呢 你让阿颜接电话 言语眼睛干涩 心脏猛的一缩 忽然后之后觉的响起 她曾欺骗过路眼 欺骗她 小星星是他们两个那一夜 而生下的 周远都知道了这件事 那路眼也早就知道了吧 她不知道路眼会怎么想 路眼微微伸长手指 接过言语的手机 他飞薄的唇轻轻一动 但声道 妈 周远气急了 没有控制声音的音量 言语坐在对面 也听得一清二楚 你和言语离婚 我们家要不起这样的儿媳 出身低贱 满嘴谎言 小星星也跟她毫无关系 要是这件事传了出去 我们路家还有什么脸面 路眼低谋 唇现淡淡 没有什么情绪 她说 妈 这是我和言语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唱和了 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餐厅里 一下子安静下来 路眼原本抱着小星星 周远电话一打来 她就把小星星递给林姨 让她抱着她进了婴儿房 路眼黑眸凌厉 眉眼里 落满了沉重的霜雪 她唇半勾起一丝嘲讽的笑容 言语的手指紧紧收拢起来 路眼道 言语 你现在能告诉我 是怎么回事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集 言语眸光闪烁了两下 她琥珀色的同人 向极了阳光下的湖水 她的唇在刺目的灯光下 微微失去些血色 路眼眉眼力气重了几分 声音低的让人毛骨悚然 别再骗我了 见言语还是不说话 路眼失去了耐性 她站起来 眸光慢慢地扫过言语 直接勾了唇 言语 你不说话 是默认了夏夏的话吗 小星星 真的是夏夏让你带晕的 那好 我带走小星星 言语猛地抬起眼皮 眸光似是利剑 她绷紧了唇角 不是 小星星是我的孩子 她是我亲生的孩子 和训下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来的 路眼的声线低的有些可怕 言语胸口浅浅起伏 鼻尖突然有些酸涩 黛玉 她直接倒 再骗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了 路眼绷紧了夏合线条 两塞的肌肉也死死地咬着 不过一瞬 她短短的一句话 让她将所有的线条 都连接在一起 所以 真的是夏夏找了言语代孕 言语欺骗了夏夏 换掉了 而夏夏什么都不知道 她以为言语生下的小星星 是流淌着她的血液的孩子 她拧着眉头 她向来喜欢聪明的女人 却从不喜欢玩弄聪明的女人 特别最不喜欢 玩把戏 玩到她头上的 言语却重重地踩了这些雷 她的确心思缜密 或许真如她之前所说 她经常见到她 所以暗恋她 所以她知道夏夏想要代孕 就故意换掉 让她和她的基因结合 在科学的帮助下 生下小星星 回国 正好夏夏离开 上天又眷骨 言语和她的骨髓是匹配的 她借此嫁给她 嫁入豪门 再一点点透露出 小星星是她的骨肉 然后短时间内 编造出他们曾在伦敦 共度一夜的谎话 掩盖住小星星 肮脏的身世 真是完美 如果不是夏夏突然回来 如果不是夏夏突然讲出这件事 所有人都被言语蒙在鼓里 陆远克制情绪 声音很平静 却平静地 莫名让人心生诡异 言语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欺骗 当初 你为什么要编走 你和我共度一夜 你有那么怕失去现在的一切吗 不惜一个谎言 接着一个谎言的撒 你怕夏夏回来 夺走了你拥有的一切 对不对 他眸光伶俐 夏夏到现在 还以为小星星是她的孩子 你和夏夏一样 你们俩对生命一点都不尊重 没有经过孩子父亲的同意 擅自生下和我有关的孩子 将我的生活搅得一团乱 真是黄鸣 你让小星星长大好 怎么面对她是代孕出来的孩子的现实 言语喉间的血腥气越发重了 他一句话都不想说 只觉得疲劳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阿言 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 我很累 我不想再争吵了 露眼的眼眸里寒气 越发的盛 你很累 我就不累吗 他吃笑了下 我还以为 你今天又会编出一个新理由来欺骗我 你不是觉得我很好欺骗吗 言语还是苍白的脸色 不说话 露眼怒急返笑 冷淡道 有时候 人的第一印象还真是没错 费尽心机 谎话百出 言语定定地看着露眼 咽了咽嗓子 什么也没说 他也的确什么也无法说 承瓷是不能碰触的地方 只要他不知道 他是为了承瓷而靠近他 为了承瓷生下小猩猩就好 其他的 随露眼怎么想了 只是 他想得再通透 还是难免胸口一抽一抽的疼 露眼垂下眼眸 失去了所有耐性 周身散发出九局高位的冷漠 言语忽然轻声道 露眼 我的确觉得让小猩猩这样出生不好 但是我不后悔 再来一次 我一样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我也的确欺骗了徐云夏 但当他选择戴云的那一瞬间 他就已经大错特错了 而且 我没有拿过徐云夏一分钱 露眼眯了眯眼眸 压抑一晚上的怒气 他看着明灯倾泻下的他 颤抖的摇摇欲坠 他继续道 阿爷 你也早该知道你的下下不是什么好人吧 可是你还是会相信他 因为你偏心 良久 露眼沉默着 没有人回答 言语胸腔里的怨气 也在一点点积累着 他笑了下 露眼 你真的相信徐云夏这一次回来 只是因为他爸爸重病吗 他以前追逐爱情 那么喜欢法斯宾德 怎么会突然一个人回来 让我猜猜 他在外面受了苦对不对 或许 够了 露眼盯着他 漆黑的眸子锁定他 瞇了瞇狭长的眼眸 像是隐忍着怒意 言语 你好好休息吧 他原本就打伞的领带 越发的松散 他看着言语 现在脸色苍白的样子 忽然想起 傍晚在公寓楼下 看到的言语 皮肤白皙 笑容很甜 言尾的笑意 带着感染人心的力量 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女人 一点都不一样 他的笑 和另外一个男人有关 露眼蜷缩下身侧的手指 诞生道 傍晚的那个男人是谁 你明天要和他去哪里 言语觉得有几分好笑 作为丈夫 连他现在是否工作 去哪里工作 和谁工作都不知道 他弯了弯唇角 你不会想知道的 露眼 他说完 转身就走向了音儿房 露眼站在原地 睫毛在眼窝下 落下深深浅浅的音液 眼底漆黑一片 露眼一个人 在客厅里坐了许久 林姨来叫了他几次 他淡淡的应声 却没说什么 到了半夜 他才拧开音儿房的门 走了进去 言语和小猩猩躺在一起 小猩猩长得偏向他 唯独神态像极了言语 两人躺在一起 就透着一股亲密 露眼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弯下腰 将言语和小猩猩分开 给小猩猩黏好被子 俯身 抱起了言语 往主卧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一集 言语睡得很沉 睫毛纤长浓密 脸色有些苍白 瘦弱的样子 被他抱起来 也只不过蜷缩了下身体 贴在他胸膛之上 露眼将他放在主卧 看到了床头柜上的药膏 眉头拧了下 忽然想起言语脚上的伤 他掀开被子 骨节分明的手指 轻轻握住言语的脚踝 言语很怕痒 又敏感 他才碰到 他就色缩了下 声音嘀嘀地呢喃 别 路眼闽唇 眉目间似乎有那么点笑意 他猴接滚动 没有说话 将药膏涂在他的脚上 温热粗利的大掌 轻柔地按摩着 将药效散开 最后才将言语的脚 放进他的被子里 路眼也去匆匆洗了澡 躺下睡觉 他伸出手臂 严语就习惯性地 往他这边滚了过来 他睡觉的姿势不大好 喜欢粘人 一抱住他 长腿就缠在他身上 路眼的眉心动了动 只是将他搂得更紧 严语早上醒来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被紧紧束缚着 路眼将他抱得更紧 严语有些尴尬 他倒是没想过 就在昨晚 两人闹得那么难看的情况下 路眼居然没有摔门离去 甚至还将他 从婴儿房抱到这边 路眼倒是淡定 他淡淡地抿着脖唇 眸光清淡平静 掀开被子 淡然地换了套西装 搭好领带 就走出去 顺便诞声提醒严语 快点起床吧 小星星已经起床了 正在林依的帮助下 锻炼走路 林依轻声道 宝宝 你去爸爸那边 让爸爸看看小星星多棒 路眼唇半勾出了弧度 他蹲下身 伸出了手 小星星摇摇晃晃 脸上露出笑容 盘山地朝路眼走过去 他亮相了半天 在快走到路眼身边的时候 忽然一半脚 差点跌倒 路眼笑了下 猛地接过他 抱了起来 把小星星乐得哈哈大笑 颜语也很快穿好了衣服 换好了包包 他走出房门 路眼还没走 他正站在玄关处 似要离开 但瞥到颜语的身影 他眸光平静 微微挑眉 剩下沙哑低沉 去哪里 颜语抿着唇 工作 路眼眉头 微不可见地拧了拧 什么工作 颜语抬起眼皮 琥珀似的同仁 有着令人惊讶的平静 他唇半弧度 还是流露出浅浅的机缝 不是你说的吗 你喜欢女人 有喜欢的事情吗 我当然需要工作了 路眼博唇 敏成了直线 他忽然想起 言语之前毫不犹豫地 辞去陆氏集团的工作 然后一言不发 也不再提起工作的事情 那时候他对她 还有点失望 以为他想成为 一事无成的家庭主妇 现在 却没想到被他摆了一刀 他漆黑的眼眸中 闪过了一道暗光 这种情绪并不让人愉悦 甚至让人有种 失去控制的感觉 他的心脏 仿佛被针扎了一下 不疼 但是让他觉得难受 言语不动声色地 就开始工作 而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淡淡起唇 昨天那个男人 是你的伤司 嗯 你跟你的上司关系 还挺亲密的 言语紧紧拧着眉头 他一点都不喜欢 甚至很生气 陆远说的这句话 他紧抿着脖唇 有些冷淡地看着陆远 这句话既侮辱了我的上司 还侮辱了我 陆远渐渐地看了他好一会儿 手指蜷缩着 微微用力 他不太喜欢 言语针锋相对的样子 陆远低眸淡漠道 言语 你有情绪 你要去上班了 还是控制一下情绪 说完 他就走了 言语胸口起伏了下 到了律所 他就忘记了那些不愉快 跟着秦让去法庭开庭 开庭证据装了满满一箱子 车子一停下 秦让就从后车座搬出了证据 他空不出双手 捶着眼睛 叫住一旁的言语 言语没有听清 他问 什么 秦让侧了侧身子 拧没道 你帮我锁车 他的意思是 言语没懂 秦让明明有些不耐烦了 但还是解释了一遍 钥匙在我的口袋里 哦 言语有些犹豫 但感觉秦让都快爆发了 赶紧伸进他口袋里 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 和男人的温度紧紧相贴着 言语指尖似乎触碰到对方的硬肌肉 他抿紧了唇 没有多想 就把车钥匙拿出来 锁上汽车 他做的动作行云流水 但最后还要继续把钥匙放回秦让口袋里 这才是难点 言语耳根有些红 秦让似笑非笑 快步走了进去 准备开庭 言语的思考成绩还没出来 实习证还没有到手 他只能坐在旁厅席上 静静地看着秦让 在法庭上挥斥风球 顺便跟上课一般 认真地记笔记 秦让辩论的态度不急不躁 语言犀利 但语气并不尖锐 一点点把证据 在法庭上示意了出来 整个庭开完 言语都佩服起秦让了 有理有据 有礼貌 有风度 一个小小的离婚案 在他的手里 就像是国际大案一样 言语觉得受益匪浅 许颖夏想要付出 想要重新进入舞团 最好的舞团 也想重新在各大节目中 频繁出现 他的爸爸现在还在医院 能帮他的就只有路演了 许颖夏到了陆氏集团 他可以直接乘坐 总裁专用电梯 当他乘坐上去之后 本来需要等待通报的 但是那边直接说可以 陆氏集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就有一种传言 许颖夏在陆氏集团 可以畅通无阻 他推开办公室的门 看到的是正在工作的陆眼 陆眼眉头拧着 听到声响 有些不悦 还起眼眸 盯着许颖夏 许颖夏连忙吐舌的示弱 阿爷 我只是来看看你 陆眼放下手中的笔 轻轻拧了拧自己的眉间 他干脆勾了勾唇 问道 这次想买什么东西 还是想去哪里玩 不是啦 许颖夏倒 他痛苦的眸光水亮 阿爷 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想重新出名 我想重新进舞团 我好久没跳舞了 我真的好想好想去跳舞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二集 这些事情对陆眼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陆眼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他当场就给舞团打了电话 他是舞团最大的赞助商之一 想塞一个人进去 没有什么问题 挂断了电话之后 许颖夏扑过来 就挂在陆眼的手臂上 陆眼另一只手 摸了摸他的头发 飞薄的唇动了动 夏夏 你不能再那样任性了 这一次在舞团里 你要好好表现 许颖夏点了点头 许家给许颖夏设立了一个工作室 陆眼知道后 送给了工作室一个优秀的公关团队 许颖夏想走公众人物路线 就需要时刻背着公关团队 整个新闻的版面 铺满了关于许颖夏归来的消息 对外宣称一般都是 许颖夏出国进修 各种通稿夸他是天生的舞者 夸他人品好 夸他美丽 而许颖夏和陆眼之间的情感纠葛 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陆眼一旦有去参加晚会 许颖夏就会跟着他 在各大酒会紧紧贴着陆眼出现 连着好几次 大家不得不相信 也开始感慨 果然呀 人人都忘不了初恋 陆眼也果然如大家所料的那样 婚内出轨 不过 却没有多少人去指责陆眼和许颖夏 相对的 言语作为陆眼可怜的原配 居然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 唉 谁让他曾经拆散人家恋人呢 那个陆太太不是说是个长得不好看的猪头吗 哪里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要是陆眼 早就出轨了 是啊 要我说 这对夫妻就可以离婚了 女方哪里舍得 现在豪门太太的生活不知有多悠闲 我要是不上班 有那么多钱就好了 律所里 中午正在休息 浏览新闻频道 言语才看了一会儿 秦让就忽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嗓音低沉 眯起了眼睛 忽然轻声道 电视上的这个人 是你丈夫 言语明尽了唇 慢吞吞地点了点头 心里却有些难堪 他并不想和别人讨论这种事情 但秦让是他的上司 他必须理会他 更何况 秦让那天遇到鹿眼了 秦让却忽然道 出轨了 你想离婚吗 我可以帮你 言语愣了愣 没懂他的意思 秦让也太突然了吧 秦让笑了一下 斜斜倚在墙壁 手指低垂 指尖中正夹着一根香烟 烟头冒着浅浅淡淡的烟雾 这是茶水间 虽然没有明确的禁烟 但敢这样吸烟的 也就只有秦让了 他眉眼淡淡 看上去有些懒散 他勾唇笑了下 我是开玩笑的 看你一脸难过 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 怕你真哭了 逗一逗你 言语还是正正的 秦让笑 媒体新闻很喜欢在节奏 捕风捉影 我们刑事律师做案子的时候 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媒体 何况 也就是媒体 把形变律师 塑造成了现在这样 只懂得帮人脱罪的工具 媒体爆料的大部分 都不会是真相 也有可能只是媒体 想让大家知道的真相 他只起了身子 仍旧低垂着眼眸 似有若无地勾笑了下 他说 别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之中 你现在还在律所 打起精神 如果打不起精神 觉得婚姻一直在困扰你 不如想想怎么解决 难过是没有用的 他说完 暗灭了烟头 扔进了垃圾桶里 插着裤兜走了 言语抿着唇 回过神来 低头 再次看了看 手机中的新闻报道 但是 真相是怎么样 陆燕的确是 最近一段时间 都和寻夏在一起 言语胸口起伏了下 深呼吸 他一想改变 但能改变什么吗 就这样离开 多不甘心 可是 不离开 就这样温水煮青蛙 他怕自己迟早有一天 会麻木地接受了 这样的人生设定 假装看不见路眼 和寻夏之间的龌龊事 麻木自我 他深呼吸 抬起头 收起手机 先工作再说吧 言语把水杯放在办公桌上 转身去洗手间 他关上洗手间隔间的门 过了会儿 刚要冲水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正在八卦 话说 你们昨天傍晚 看到有个小男孩来找秦律师吗 看到了 我也觉得好奇呢 那个男孩子看起来和秦律师长得好像啊 难道是秦律的孩子啊 应该不是吧 秦律师不是单身吗 说不定是亲戚家的小孩子吧 哎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未婚生育 秦律师这样的 说不定真的在外面搞大了别人的肚子 要了孩子 没要妈妈罢了 言语冲水的手停顿住了 他现在要是冲了水 水声哗啦 外面的人就尴尬了 外面几个正在讨论秦让的人 是律所的前台 他们平时比较闲 也热衷于各种八卦 而言语作为秦让的实习生 还真不能参与 讨论自己师父私事的事情上 言语加了会儿班 看了会儿时间 打算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有一只笔滚落在地上 言语弯腰想去捡 一只手悄无声息地率先伸下去 半挽着衣袖 稍微露出手腕 上面戴着浪琴的手表 再往下 就是一双如同完美工艺品的手 骨节分明 修长白皙 指甲干净 言语的手来不及收回 碰上了他干燥温热的手 他抿着唇 秋天干燥 碰上的那一瞬间 言语感觉指尖有电流闪过 秦让把笔递给言语 眼眸乌黑深邃 嗓音淡淡 今晚继续加班 什么 言语抬眸 跟我去见一个客户 什么客户 这么晚 秦让笑了笑 你跟着我去就好了 不是什么大案子 就是有个富豪 想要分割遗产 所以请了律师罢了 不过去之前 我请你吃个晚饭 当然也有事情请你帮忙 言语跟着秦让下了律所大楼 到达停车场 两人上了车 汽车一路行驶 最终停在一个小学门口 保安室里 正坐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不高兴地低着头 坐在椅子上 晃荡着两条腿 嘟着嘴 旁边的女人安慰他 你爸爸马上就来接你了呀 别不高兴 我就是不高兴啊 他天天都迟到 都是很晚很晚来接我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三集 女人笑了 爸爸工作忙啊 他说着 抬起了头 就看到秦让的车子 眼前一亮 笑了笑 秦南风 你爸爸来了 话音刚落 小男孩就猛地抬起头 眼睛明亮 他跳下椅子 往秦让的车子这边跑来 秦让打开车门 下了车 还没站稳 双腿就被小男孩抱住了 秦让弯腰抱起他 漆黑山岁眼眸 看着老师 浑声道 老师 今天你辛苦了 女老师眉眼弯弯 没事 那我先回家了 秦先生 小男孩搂着秦让的脖子 不大高兴 你今天迟到了快一个小时 我很不高兴 抱歉 秦让声音温和 你知道的南风 我需要工作养你 小男孩似乎 不能被这样的理由所说服 他还是憋着嘴 我等了你很久很久 我以为这一次 你要扔下我 不要我了 秦让打开后车座的门 让小男孩进去 小男孩乖乖地手脚并涌爬了进去 抬眸 就看到后车座上 还坐着一个女人 言语弯了弯唇 对小男孩挥了挥手 你好 他没有想到 下午才听到关于上司的八卦 傍晚他就被上司带来 见这个传说中的孩子 小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眼圈红了 泪眼汪汪地 抽大着小鼻子 但还是对言语打了招呼 你好 阿姨 言语弯唇笑 你好 我叫言语 你可以叫我言阿姨 小男孩抽了下鼻子 很不好意思地背过手 擦了擦眼泪 我叫秦南风 秦南风并不羞涩 他自动地靠近言语 就贴着言语坐了下去 他抬起头看着言语 你和我爸爸是什么关系 我是你爸爸的实习生 哦 秦南风眨眨眼睛 我就知道爸爸没有女朋友 因为爸爸脾气不是很好 没有女孩子会喜欢的 言语不知道说什么 他在心里想 其实秦让的脾气还可以的 至少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 秦南风说没有女朋友 今天他还一直在幼儿园门口等 他又说让秦让结婚 那就是秦南风没有妈妈 秦让似乎并不在意秦南风说什么 他看了眼后视镜 言语 你想吃什么 言语没什么特别想吃的 秦南风眨不着眼睛看言语 他咽了咽嗓子 轻声说 言阿姨 你知道炸鸡吗 特别好吃 言语还没说话 秦南风大声说道 爸爸 阿姨想吃炸鸡 嗯 言语无语 秦让沟淳无声笑了下 最后开去的餐厅 是一个意大利餐厅 言语点了番茄牛肉意大利面 秦南风点了披萨 烤肠 蘑菇汤 秦让也跟言语一样点了一面 秦南风挺爱说话的 他跟言语也挺亲近 虽然两人才第一次见面 但他一点都没有生疏感 吃饭吃到最后 秦让擦了擦手 抬起眼皮 眸光淡淡 秦南风打断他的话 爸爸 我自己来邀请杨阿姨 他眨巴着眼睛 有点不好意思 杨阿姨 你周末能来参加我的亲子开放日吗 老实说 要让家里人来的 爸爸要出差 你帮帮我 好不好 言语看着秦南风的眼神 说不出拒绝两个字 可是 他跟秦让没有任何关系 何况他现在还是已婚的身份 有点尴尬 秦让扫了他一眼 眉眼似是清风笑 到了幼儿园 你可以说是秦南风的阿姨 开放日就两个小时多 不会很久 当然 如果你觉得很不方便的话 可以拒绝 他说着可以拒绝 但态度一点都不像允许拒绝的样子 言语想了下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 何况 秦让是带他的师傅 他帮个忙也应该的 言语弯了弯眼睛 没事 我周末有时间的 秦南风可高兴了 立马就勾住了言语的手 言阿姨 你可真好 大概是言语当了妈妈之后 特别有孩子缘吧 他笑了笑 说 阿姨也有个女儿 还很小 不满一周岁呢 她很可爱 以后有机会 阿姨带你去看她 好啊 吃完了饭 秦让去结账 然后先让秦南风回了公寓 交给家里的住家阿姨 这才带了言语去了办公室 汽车一路开向半山腰 在山脚临上一点的一栋别墅前停了下来 这里是本城富豪们的居住地 但也不是陆家老宅的别墅区 别墅很安静 主人安排了管家在等秦让 管家看到秦让 就引着秦让和言语 去了二楼的书房 他敲了敲门 先生 秦律师来了 里面有老人的声音温和 让秦律师进来 管家手一悬 打开了房门 秦律师 请进 言语跟着秦让走了进去 书房的灯光并不明亮 但也不昏暗 落地灯散发着悠悠的光 宽大的书桌后 坐着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老人 他的表情有些严肃 额头的皱纹有些深 脸色隐隐苍白 似是大病出狱 看到秦让之后 连忙站起身来 言语看了眼 指尖蜷缩了下 没想到 这个客户会是许志刚 秦让公事公办 笑了下 在许志刚的示意下 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他低谋 从公文包中拿出几份 已经拟好的文件 递给坐在对面的许志刚 许志刚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认真看着那份文件 越看到最后 他的神情越发严肃 秦让笑着问 许先生对这份文件 有什么意见吗 那份文件 其实是给许志刚 拟定的遗产分割 许志刚摇了摇头 眉头紧紧拧着 他抬起眼眸 刚想说什么 像是才看到 秦让身边的言语一般 眉头拧得越发紧了 秦让解释道 许先生 这是我的实习生 他有职业道德 不会泄露任何 和客户有关的信息 许志刚没亲眼见过言语 但是 他知道路眼的大部分消息 也看过路眼太太的照片 即便面前这个女人瘦了一点 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许志刚缓缓问道 你是阿眼的太太 你是律师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四集 言语愣了下 微微笑 点头 许志刚刚回眸 盯了秦让半天 最终还是选择 相信言语的职业道德 他也不隐瞒了 直接说 我有个女儿 小时候走丢过 我找了很多年 都没找到她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可是 当年她被丢下的 那个地方太过偏僻 我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 可以帮助我找到她 他顿了顿 猴杰上下滚动 声音里多了几分苍老的尖色 在灯光下 她轮廓显得疲惫 老太尽险 我不知道 她还在不在世上 但我的遗嘱里 会留出一份 把我在公司股份的 百分之十 留给她 秦律师 我会给你百分之三的股份 你帮我找她 我知道 你做刑事律师 你手里有不少的暗网关系 如果你找到她 百分之三的股份 就是你的了 不管我死 还是没死 如果 我死后 你十年内 还是没找到她的话 你帮我兑出这 百分之十的股份 建立一个女童基金会 专门用来保护女童 严玉听着她这些话 心脏缓缓地揪了下 有些惊讶 还有几分说不出的感受 但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秦让挑了挑眉 波唇微微动 您的女儿 据我所知 您的女儿许永夏 不是走丢后 很快就找回了吗 不是她 许之刚沉默了许久 侯姐无声地动 闭了闭眼 冷静地道 当年 我太太身体不好 接受不了 女儿丢了的打击 我又找不到女儿 所以只能随便 抱了个小女孩 来让我太太振作 她说着 喉咙间有些堵塞 整个人都像是 被压垮了一样 她艰难道 所以 这件事我要你瞒着任何人 因为我的太太 遭受不了打击 就算我的女儿找到了 也不要告诉我太太 先让我思考思考 要不要告诉她真相 如果是在我过世后 才能找到我女儿 你把钱给我女儿 然后一定要瞒着所有人 我不在我太太身边 她一定会崩溃的 我怕她身体承受不住 言喻垂在身侧的手 缓缓用力地收紧起来 听到这些话 她不知道为什么 心脏像是被人狠狠砸了下 有些疼 原来 许影夏并不是许家的女儿 她是纠战雀巢 她忽然心疼起 许家真正丢掉的那个女孩 或许 她从小遭受痛苦 现在也在遭受生活的苦难 原本该属于她的一切 都被现在的许影夏 霸展去了 包括父爱 母爱 家庭 和社会地位 刚刚许志刚的意思是 就算找到了 她也不想认回来 只会给她金钱的补偿 因为她的太太 遭不住打击 她心脏色缩了下 有种隐隐约约的 愤怒与悲哀 从心底深处生了出来 她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的情绪这么强烈 但她知道 她在为那个真正的许家女儿 愤愤不平 她被所有人牺牲了 她的孤独 凄凉 无奈 无人知晓 许志刚对孩子的疼爱 远远不如她对妻子的爱 为了妻子 她可以牺牲掉孩子 秦让注意到 言语的情绪 她淡淡瞥了眼言语 抿着唇 许志刚这个委托 对她来说 有意无害 而且酬劳优渥 秦让道 好的 能否把您方才的条款加进去 事情谈完 秦让和言语站了起来 许志刚送他们出去 管家已经把书房的门打开了 秦让往楼梯下走 她诞生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 言语还没回答 一锤谋 往楼梯下随便扫了眼 就看到陆远和徐影夏 站在别墅的大厅里 两人正抬眸 看着秦让和言语 路眼漆黑的眼眸 牢牢地锁定言语 她眉目冷淡 如同覆盖着寒霜 一双黑眸冰凉深冷 如同深潭 望不见底 只有无尽的寒凉 薄薄的唇是灵力的刀片 闪着寒意 言语站着 背脊挺直 但头皮却有些发麻 她下意识地拧了拧眉 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 遇到陆远 徐影夏也很惊讶 她怎么也没想到 言语会在这个家里 甚至还跟一个男人 一起在她家里 徐影夏笑了笑 脸上露出漩涡 她想起妈妈跟她说的话 想要继续有陆远的庇护 就一定要赶跑言语这个女人 别小瞧了她 你看看 阿眼知道她带孕 知道她欺骗她 阿眼也只是生气 甚至没有因此赶走她 也没有对她怎么样 还有 小星星也是阻碍 阿眼这个孩子看似无情 却最重视家庭 她很喜欢孩子 为了孩子 她真的可能不会和言语离婚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言语自己离开陆远 而她妈妈会帮她一起想办法 让这个言语主动离开陆远 徐影夏忽然觉得 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她真的希望 言语能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最好立马双宿双飞 然后将她的阿眼 还给她 徐影夏笑弯了眼睛 言语 你怎么在这里啊 还跟着 秦长冷冷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诞生 秦朗 徐影夏笑得甜美 原来跟言语是同事呢 言语以前就跟我说过 他很喜欢野东法的男人呢 可是 现在不是下班时间了吗 律师这么萌啊 下班时间 还要继续在一起 她的每一句话 都在煽风点火 不过呀 我们言语现在跟阿眼结婚了 秦律师 你这么帅 要是你没结婚 言语一定会喜欢你的 秦长拧了下眉头 陆远就冷淡地打断了她的话 好了 笑笑 有胡说了 言语在律所工作 秦律师是她的上司 他们出现在这里 应该是为了工作 你爸爸的公司 或许需要律师 徐影夏不高兴 阿眼 你凶我 路眼无奈 脸色未变 但语气好歹松了些 别胡思乱想 你刚刚的语气就是凶我了 言语似有若无地勾起唇 手指慢慢地钻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五集 指甲盖泡起了白色 她胸口有些难受 她们两个又开始打情骂俏了 秦让的手机震动了下 她看了看 是秦南风 她皱了下眉头 继续往楼梯下走 对言语淡淡道 言语 你现在离开吗 南风给我电话了 我急着回去 不过 作为上司 我得先把你送回家 言语跟在他身后 还没想好 路眼就动了动脖唇 声音有些冷淡 他看着言语 一动不动 下河线条冷硬淡漠 不必了 言语是我太太 等会儿我送她回去就好了 秦让不怎么爱管闲事 但是她眉心微动 冷淡懒散地勾了下唇 扯了扯唇角 缓缓道 我刚刚还以为 您身边的那个姑娘 才是您的太太 她说完 看都没有看路眼的神情 直接瞥了眼言语 知道言语不会跟她走了 秦让直接走了出去 没过一会儿 院子里就传来了汽车的隐形声 秦让的汽车离开了 路眼听了秦让的话 神情没有一丝改变 漆黑的眼眸依旧冷静深邃 她根本就没把秦让的话 放在心上 她绷着唇线对言语道 走吧 回家了 须影下还想说什么 路眼的嗓音有些冷 好了 小小 我要回去了 今天你也累了 好好在家休息 车上 路眼握着方向盘 神态有几分不耐 她眼前不停地回想着 言语和秦让在一起的样子 还想起那天言语的笑容 她脸色越发的沉 她握紧了方向盘 绷紧线条 工作并非不可以 只是他们之间 给人的感觉 就是超越了 普通的工作友情 路眼也知道 她不应该对言语 怀疑太多 但终究还是没有忍住 她从后视镜里 盯着言语看 面无表情 漆黑的眼眸里 染着明显的不耐 她说 言语 你今天和你上次 秦律师 去许家做什么 没什么 言语的声音很轻 她似乎对你挺照顾的 她话没说完 言语就有些生气了 她抬起眼皮 琥珀色的铜仁里 流淌着冰凉 路眼 你想说什么 我没想说什么 路眼淡淡道 你如果觉得 我和秦让有什么的话 不如你想想 你自己和许影下吧 言语很少这样 直接地提起 虚影下 当他这样提起之后 路眼眼底的怒意 似乎消散了几分 他似笑非笑 漆黑的眼眸 有些浮冰 你吃醋了 言语看着窗外 闪过的霓虹灯 浮光略影 路眼 我只是需要你尊重 这段婚姻 路眼抿着唇 我会解决掉 下下的事情 他有什么事情 言语不可避免地想起了 许影下并不是 许家亲生女儿这件事 他语气难免讥讽 他用许家做后盾 他有什么事 他就算有事情 难道非要你路眼不行 他这句话 带着浓浓的火调味 路眼的手指握紧 猴杰上下滚动了下 漆黑的眼眸伸了几分 夏夏身上 的确还有不少事情 那个法斯宾德 似乎跟着夏夏回了国 他这几天联系了夏夏 不知道手里 拿捏着什么把柄 但是 法斯宾德 只要到了这个城市 路眼敏着蠢 他一定会让法斯宾德 付出代价 一路无话 到了公寓楼下 两人进了电梯 路眼看了下时间 已经晚上十点了 他淡淡道 你要工作 我不反对 我支持你创造自己的价值 但是 如果你每天晚上都这么晚 小星星会想你的 虽然他不需要你照顾 但是他需要妈妈的陪伴 言语抿着唇 侧眸看着路眼 那你呢 小星星也需要爸爸的陪伴 你也这么晚 路眼 你也需要反思一下你自己 的确 路眼很坦然地接受了 他面无表情 我的确对小星星照顾得很少 所以 我已经在反思了 他说着 扯了下领带 路眼的手机震动了下 有电话进来 是老宅打来的 路眼垂眸 接听了 电话那头的人是陆成国 他嗓音低沉 阿颜 你和颜语 带着小星星回家吧 路眼拧眉 现在 什么事情 现在太晚了 你就回来吧 路眼皱眉挂断了电话 对颜语道 我们收拾一下 回家吧 颜语很疲惫 他输了密码 打开了公寓的门 小星星还没睡 正坐在林依的怀抱里 看动画片呢 颜语走过去抱起小星星 小星星其实已经困了 颜语抱着他 他乖乖蜷缩着 闭上眼睛 就想睡觉了 颜语道 你自己回去吧 我就不去了 小星星太困了 家里或许有什么急事 让林依抱着小星星 在家里睡吧 我们去看看 如果没什么事 我们就回来 颜语大概积压了怒气 他脸色不是很好 路眼 我觉得很累 他没有说明白 是哪里累 但颜语一下就想到 是他对这段婚姻 感到疲惫了 而他最近 的确对这段婚姻 一点都不尽责 路眼明紧了唇 眸光沉沉 他冷笑了下 但别忘了 这段让你疲惫的婚姻 是你求来的 是你拿骨髓 拿代孕换的 颜语的脸色 又一瞬间的苍白 他收紧了手指 猛地看着路眼 两人对视 眼眸冷淡 谁也不肯认输 最终 两人还是一起 回了老宅 小星星留在公寓睡觉 等待红灯的间隙 路眼烦躁地 拧了下眉头 他觉得言语 的确是变了 这样的变化 让他觉得不太舒服 他还是比较想念 下下没有回来 之前的言语 顾佳 温婉 他面无表情 那段时间 还是他们这段婚姻 最和谐的时光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六集 老宅 灯火通明 陆成国正抱着 哭泣的周运 周运眼圈通红 眼泪扑速速往下掉 他无声地哭着 陆成国拧着眉头 低声安慰 没事的 阿燕是我们的孩子 周运觉得很难过 他仰头看着陆成国 可是程家都这么说了 怕什么 难道你觉得陆家 连个继承人都保不住 周运闻眼 越发地抱紧陆成国 他一直都像个小女人一样 只是现在 他更加念人了 幸好还有你 成国 陆成国轻轻地拍了拍 他的背 没事的 刚说着 陆眼和炎玉就进来了 周运听到脚步声 就从陆成国的怀抱中出来了 他猛地站了起来 看着陆眼 阿燕 陆眼面无表情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周运也不说话 他就是看着他 眼泪依旧掉着 陆成国站起来 神情慈祥 没什么大事 就是你妈想你了 听阿燕说 你出去工作了 现在怎么样了 炎玉就算有再多的气 对待长辈 还得有最基本的礼貌 他弯唇 还不错 爸爸妈妈怎么了 没什么大事 你妈就是突然想阿燕了 炎玉没说什么 但心里是怀疑的 因为周运平时 也不是那种 见不到儿子 就会伤心成这样的女人 她是个标准的豪门太太 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喜欢攀比 喜欢对儿媳妇苛责 跟儿子的关系 不好也不坏 但她比起其他豪门太太幸运的是 她有陆成国这样一个好老公 不在外面乱搞 一心一意对待婚姻 甚至两个人年纪这么大了 别人还是能经常看到 两人身上的爱意 周运对陆眼说 阿燕 妈妈只有你了 妈妈不能再失去你 陆眼垂眸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她静静地听着周运的话 垂在身侧的手指 却一点点收拢了 陆眼抬眸看着陆成国 淡淡道 爸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陆成国迟疑了下 陆眼的声音沉稳地道 我早就成年了 也成家了 也早就接手陆氏集团了 有什么事情 还要这样瞒着我吗 你应该知道的 在我接手陆家之后 很多事情 其实我都知道了 陆成国眸色 微微一沉 陆成国眼眸盯着陆眼看 不肯错过她脸上 一分一毫的神色 像是要看透她的心思 陆眼更是冷静 抿着唇 眉心不动 眼眸漆黑 平静如水 叫人猜不出她的想法 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言语也安静地站在一旁 因为她本来就是 这个家庭的闯入者 她什么都不清楚 周运线长的眼睫上 挂着泪珠 红着眼圈 她漆黑的铜人里 清晰地倒映着陆眼的身影 一瞬不瞬地 盯着陆眼的脸 从她饱满的额头 乌黑的眉毛 狭长的眼眸 高挺的鼻梁 再到薄薄的唇 眼泪模糊了她眼前的视线 她抿紧了红唇 隐忍着即将汹涌而下的眼泪 深呼吸 阻止陆成国 陆成国 不要 别说了 陆成国吼劫滚动 还未说话 陆眼低眸 冷静地看着周运 但声道 妈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陆家以后会由我撑起 她顿了顿 意味深长地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是您的孩子 爸爸的孩子 也是陆家的孩子 这句话落下以后 整个客厅安静了几秒 周运的眼泪 再也控制不住地汹涌而下 她咬紧了下唇 肩毛吸动着 哽咽声起伏 陆成国伸手 抱住了周运 周运 转过身 投入陆成国的怀抱之中 埋头在陆成国胸前 她像一个需要很多爱和安慰的小女孩 抱紧了陆成国的腰 她戳气道 成国 你告诉阿颜吧 我相信阿颜已经长大了 她有自己的判断力 也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更何况 这件事也需要阿颜的表态 阿颜或许还可以帮得上忙 陆成国脸色没有一丝松动 绳就紧紧地绷着 她手上轻轻拍着周运 眼睛盯着陆眼 过了会儿 声音平淡道 你知道成家吗 她这句话像是试探 她说完 眸子紧紧地锁住陆眼的神情 陆眼冷峻的面孔上 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高深莫测 她任由几人视线落在她身上 平静地反问 成家找上门了 言下之意 就是她知道成家 也像是知道内情一般 言喻对成这个字 总是格外敏感 一听到这个字眼 她的心脏微不可见地触动了一下 像被蚂蚁轻轻地啃噬着 不疼 只是满满的酸胀 这个成家 说的是英国的成家吗 如果是的话 成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眼眸情不自禁地转向陆眼 看着陆眼的侧脸 既然猜测到陆眼知道了内情 陆成国一直紧绷的情绪 也慢慢松懈下来 她让周运先坐下 又慢慢从桌上抽出了纸巾 递给周运 低声哄她 好了 别苦了 阿眼看情形 是早已经知道了 既然她早就知道了 可是她也没做出任何事情 说明她心里早已经有了选择 周运唾弱了下 还想说什么 陆成国安慰她 你要相信 你教育了一个优秀的 又分辨力的儿子 但这些话 在言语听来 却有点像陆成国在警戒露言 一个成年人 要懂得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 那个选择是什么呢 陆成国抬起眼皮 拧了下眉头 又慢慢地舒展开来 她不想再隐瞒了 直接道 英国成家找来了 阿眼 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不是我的孩子 陆眼博唇闽承直线 没有什么温度 她看似冷静 唇色却抿得有些用力 声音淡淡 几年前 我接手了陆氏集团之后 慢慢地就发现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七集 她与其平静 炎玉的心脏 却重重色缩了下 心肩像是小刀滑了过去 渗出鲜红的血 她用力攥紧了下手指 指甲掐入掌心 耳边陆成国的声音 继续传入炎玉的耳朵里 你是你妈妈和成家当家的孩子 你妈妈在成家总够生了两个孩子 一对双胞胎 你是后出生的弟弟 成家的规矩多 你妈妈在成家生活得并不开心 很抑郁 后来她终于选择了和成家当家离婚 但做母亲的 在离婚的时候 都想要自己的孩子 成家原本不肯放手 之后我介入了以后 成家与你妈妈协议一人分走一个孩子 成家选择了你的哥哥 成慈 而你妈妈带走了你 路眼漆黑的眼眸深处 多了几分阴影 她绷进了脸孔线条 额角隐隐约约 又轻轻浮现 这些事情她都知道 她还知道不少 她爸爸没有告诉她的部分 比如 她妈妈离婚的真实原因 其实是成家当家 怀疑周运和陆成国出轨 而那时候的周运 的确和陆成国关系过于亲密 比如 她为什么被成家放弃 是因为她身体过于虚弱 在娘胎里 被双胞胎哥哥成慈 抢走了大部分营养 她出生后 反应慢 身体差 个子体重 都不如成慈 成家需要继承人 当然会选择健康聪明的成慈 再比如 她妈妈离婚的第二天 就和陆成国领证结婚了 然后两人一直恩爱了这么多年 这是幸运的 但不幸的是 她爸爸不能生育 但陆成国是个看得很开的男人 并不觉得一定要有血脉的延续 人的一生有许多遗憾 并不会完美 她已经有了爱的妻子 有了顺利的事业 有了健康的身体 有了儿子陆远 已经很好了 人活一世 不能太过较真 那样活得太累 亲生的孩子就是缘分 如果有 那当然很好 如果没有 那就当人生会存在的遗憾 陆眼垂着眼瞼 看了眼陆成国 胸腔里涌动的是感激和分明的爱 她下颌的线条稍微松了松 虽然她不是陆成国亲生的孩子 但是这么多年 陆成国对她的爱 一直都是对亲生儿子一样疼爱 她是被陆家养大的 在她做错事情的时候 陆成国会直接动用家法 在她做得很棒的时候 陆成国会夸奖她 在她遇到人生坎坷的时候 陆成国会陪伴在她身边 鼓励她 陆眼猴杰无声地滚动了下 她想起她生重病的那段时间 她爸爸撑起了整个家 陆成国的声音继续道 原本我们两家会一直相安无事 成家养着成慈 陆家养着你 但是不幸的是 成家的少当家成慈 因为意外去世了 而成家当家这么多年 桃花不断 也有不少亲人怀孕 但生下来的都是女儿 没有儿子 今年成家当家病重 成家狗急跳墙 终于想到了当年 被阿运带走的你 今天傍晚的时候 成家的人找来了 说是要带走你 陆成国眉眼间 浮现了几次 若有若无的紧张情绪 他绷着一张脸 看着陆眼 问道 阿运 你已经成年了 虽然你也已经 接手了陆氏集团 但我仍旧尊重你的意见 你不用顾及我的想法 遵从你自己的内心 你只需要考虑 你自己的想法 爸爸现在问你 你想回到成家吗 你想见到自己的 亲生父亲吗 他现在病重 如果你不去见他 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陆成国的语气很平和 问出去后 他舒然松了口气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在遇到任何 事关陆眼人生发展的 大事的时候 他都尽量把陆眼 当作和他一样 平等身份的大人 一同商讨 由陆眼自己决定 陆眼垂在身侧的手指 越发的紧 他心脏像是被一只 无形的手缓缓捏住了 有些难以呼吸 他漆黑的眼底 有暗潮汹涌 英俊的眉目间 浮现的是浓郁的嘲讽 哼 成家可真是有意思 当年抛弃了他 不要他 这么多年来不管不顾 到现在需要他的时候 又厚着脸皮 到陆家来要人 真不知道谁给的勇气 他对成家毫无感觉 甚至隐隐有些厌恶 他只接受 自己是陆家的孩子 陆眼眉间霜血覆盖 他冷冷薄唇微微动 声音沙哑低沉 却透着浓郁的坚定 他向来话少 这样聊聊几句 已经足够表明他的态度了 周运眼前的视线模糊又清晰 他啰气得几乎不能成声 仅仅靠在陆成果的怀抱之中 脸上有欣喜 也有感动 就连绷着一张脸 素揽严肃的陆成果 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咬紧了牙根 想忍住什么 最后也只剩下 好 好 好孩子 爸爸没看错你 你本来就是我陆成果的孩子 你这兔崽子 在我的棍棒下教育长大的 怎么能白白地让给成家 陆眼沉默着 没有说话 在场的四人 谁都不再说话了 但是谁内心的震惊 都不如言喻 言喻听到成词名字 出现的那一秒 就像被沉重的雷 狠狠地劈了下去 他全身都僵硬起来 灵魂仿佛和身体分离 又挣脱不开 脚上沉重 像是被什么 牢牢固定在地面上 怎么也移动不了 那一颗沉寂许久的心脏 被放在火焰上灼烧着 撕心裂肺的疼痛 在四肢百海里流转着 他指尖也发着疼 他明明听到 陆成国说的每一个字 但串成一段话 怎么就那么难以理解 好一会儿 他才稍微清醒了那么点 他继续一顺不顺地 盯着路眼看 鼻尖一酸 眼圈泛红 心中的湖水 是涌上来的酸水 腐蚀着他的心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八集 路眼和成瓷 是双胞胎兄弟 难怪路眼长得那么像成瓷 难怪他有时候总会产生错觉 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难怪他看到路眼的时候 会有亲切感 人人都说 双胞胎之间有很强烈的感应 成瓷出世的时候 路眼感受到了吗 盐宇觉得自己有些魔症了 看着路眼的样子 满脑子想起来的 却是成瓷 成瓷含笑的温柔的眼睛 成瓷柔软的头发 成瓷抱着他的样子 成瓷对他弯唇笑的模样 他用力攥紧了手指 指尖发疼 掌心酸胀 只有这样 他才能控制住自己 原来 路眼是成瓷的弟弟 他们身上真的流淌着一样的血 他们是世界上最相像的两个人 除了路眼 盐宇真的想不到 他对成瓷的满腔思念 又该放在哪里解脱 双胞胎之间的感应 会有感情的部分吗 他那么爱成瓷 路眼会感受到吗 成瓷对他浓烈的爱 路眼会知道吗 盐宇虎珀色的同人里 慢慢地泛起泪水 眼眶缓缓缓地红了起来 他咬着下唇 眼泪沾湿了睫毛 一下就滚落下去 路眼漆黑的瞳孔 瞥向盐宇 眼眸如深潭 深不见底 但眉心露出了轻微的折痕 他拧着眉 盯了盐宇好一会儿 声音清冷道 你哭什么 盐宇想说什么 但喉咙口 好像压了沉沉的重物 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只能摇头 紧紧地咬着下唇 那边 陆成果只看了眼盐宇 就没空管盐宇 因为周韵也哭得难受 这个家里 两个女人突然都哭了起来 还真是让人无可奈何呀 陆眼博纯 敏成了锋利的直线 盐宇还在落泪 他眉头的折痕越发地深 似是有不耐 但更多的是 其他的情绪 他往盐宇那边跨了一步 低眸看他 然后伸出手抱住他 露到自己怀中 他感觉到他身体僵硬 声音淡淡道 你哭什么 有什么好哭的 盐宇没有说话 他鼻息之间 都是路眼的气息 他转头 眼前就是路眼的脖子 他慢慢地 慢慢地贴近了他的脖子 见到仿佛能感受到 他脖子上的血液流动 和成词一样 盐宇垂在身侧的手 往上抱住路眼的腰 慢慢收紧 有些用力 路眼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温温凉凉地说 盐律师心这么软 嗯 刚刚在家里还跟我叫 听到了我不是路家亲生的孩子 我被成家放弃过 就开始可怜同情我了 他的语气里 莫名含了似有若无的嘲讽和凉薄 盐宇动了动唇 直到 不是 再多的话就没有了 两人各怀心思 盐宇想到的只有他的成词 而路眼 却说不出自己心里 是什么样子的情绪 他刚刚抱住他的动作 是下意识的 现在 他却有点想摸摸 他柔软的头发 他知道盐宇有多倔强 也清楚 他有多柔软 现在的他 就像一只楚楚可怜的小奶猫 路眼眉眼微动 睫毛低垂 眼瞼下形成了一片浅浅的阴影 莫名有些柔情 他忽然想起 之前的骨髓 是盐宇捐献的 虽然 捐献骨髓 也只是他嫁入名门的一个步骤罢了 准确来说 盐宇是想嫁给他 路眼稍微拉开盐宇的身体 骨节分明地手上 轻轻碰触在盐宇的脸上 抹去了眼泪 指负粗力 带起一丝震产 盐宇曾经说过 他在英国暗恋过他 喜欢他 路眼微微眯起了眼眸 眼底没有任何的光 闹了一阵 已经很晚了 周运和陆成国不让两人这么晚 还开车回公寓 强制两人留在了老宅 路眼洗完澡出来 看到盐宇还在吹头发 但有些漫不经心 手指顿在那儿 吹风机一直对着一个地方吹 路眼面无表情地走过来 皱着眉头 直接接过他手里的吹风机 暂时关掉 在拿到吹风机的那一瞬 盐宇似乎才回过神来 他有些小小地吓了一跳 抿着唇 睫毛颤动了一下 路眼黑眸冷清 在想什么 你 路眼微微一震 似是没想到 他会这样回答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有些不自在 挑了挑眉 重新打开吹风机 他修长的手指 穿梭在他的头发之间 温热的风吹了他的头发 柔顺的头发 从他骨节分明的手上滑落下来 他居然一点都不觉得烦 倒是耐心地 一点点将盐宇的头发 吹得差不多干了 他才慢条丝里地 关掉吹风机 沉声道 可以去休息了 嗯 盐宇从镜中看他 目光专注 仿佛怎么也看不够 路眼注意到他灼热的视线 没有理会这样的目光 但声道 现在还生气吗 盐宇 盐宇 盐宇睫毛颤抖了下 他分不出心思去生气 轻声道 不生气了 那去睡吧 两人躺在床上 路眼伸手 关掉床头的灯 他把盐宇的被子 噎好 声音冷淡 晚安 晚安 盐宇轻声道 他眼眸看着天花板 过了会儿 又转头 看了看 没有拉紧的窗户 有月光 从窗户中 倾泻进来 一束微弱却明亮 给黑暗中 带来了一丝光明 他选择嫁给路眼 也是为了 那么一点光明 现在 光明越来越大了 盐宇还在看 忽然 身旁的男人 有了动静 高大的身形 忽然翻身 附在他身上 撑在他身体上方 黑暗之中 两人的视线 交接队上 盐宇有些愣正地 盯着他的同谋 路眼身上干裂的气息 钻入盐宇的鼻息之中 他高大的身影 完全将盐宇 包围在自己的身下 带着强烈的危险气息 他轮廓冷峻 眸色越发的深 喉结滚动 嗓音低沉沙哑 睡不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九十九集 路眼的嗓音里 含着一丝克制 却让人产生了压迫感 盐宇还没来得及说话 却被他的脖唇堵住了 他将他的话 都吞噬在他的唇齿之间 吻似狂风暴雨一般肆虐 路眼需要发泄 盐宇有些反应不过来 被他吻了好一会儿 有些喘不过气 他积极撑住路眼的胸口 偏过头 他的稳力是落在他脸颊上 盐宇道 别 路眼 路眼的声音嘶哑 显得有些勾人 为什么别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了 盐宇 他这一次放缓了速度 我们吵架吵得够久了 已经让我不耐烦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夏夏 但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去计较 你过去和夏夏发生过什么 让所有过去的一切 全都过去 盐宇盯着他 推去的动作 微微顿住 他继续道 我知道婚姻庸多 只容得下两个人 但我们的婚姻 开始变得混乱 我在慢慢地适应婚姻 也慢慢地适应你 等我把夏夏的事情解决完了 补偿完了 他不会再介入 我们的婚姻之中了 这是路眼能做出的保证 但却不是言语所需要的 他听到夏夏两个字就厌烦 路眼或许会保证 不让夏夏介入他们的婚姻 但他无法拒绝 续影夏出现在他的身边 他会永远是他的妹妹 受他的庇护 他有事情 路眼一定会第一个帮他解决 路眼就是续影夏的哆啦A梦 言语睫毛轻轻颤动 他忽然轻声问 刚刚爸爸说的是真的吗 你是英国成家的孩子 你有个双胞胎兄弟叫成词 路眼眯着眼眸 眸光闪过一丝锐利 和几个月前一样 再问一遍 你在英国 认识成词吗 言语还是一样地回答 摇了摇头 不认识 路眼垂眸看他 缓慢地勾了勾唇脚 唇形飞薄 有些寒凉 那些都不重要 反正我只会是路家的继承人 你说 双胞胎会长得一样吗 路眼挑了挑眉 冷淡地轻吃出声 你见过我的双胞胎哥哥 他话没有说完 言语的心脏 也跟着提了起来 一下一下 在寂静的夜里 格外躁动又明显 他问道 他怎么样 我们俩 的确长得很像 路眼省线平淡 不温不火 也没有什么情绪 但性格不一样 具体哪里不一样 路眼已经不想再说了 他懒得在背后议论他人 他在黑暗中准确无比地 找到言语的唇 咬住他的下唇 舔噬起来 言语却伸出手 在他吻他的时候 轻轻地 指尖俯过他的五官 一寸寸 屈寻着 从眉毛 眼睛 鼻梁 再到脖唇和下颌 最后滑到他的喉结之处 感受着他的起伏滚动 他闭上眼睛 眼角有晶莹的泪光一闪而逝 称词 你知道吗 这世上还有一个人 和你长得这样像 但他是你的双胞胎弟弟 言语攥紧了手指 觉得有一种排斥的难受 在他的胸口迪当 道德和伦理冲击着 让他觉得难受 如果路眼和诚词 毫无关系该有多好 一赏贪欢 几近一夜无眠 床上 沙发上 窗前 最后是浴室里 结束了两个人的困兽之爱 月色如水 倾泻一地 幸好言语昨晚上床前 调好了闹钟 在早上七点的时候 闹钟准时地响了起来 刺耳的声音 打破了一世寂静 言语的眼皮沉重 还是不得不睁开眼睛 因为疲劳 勉强睁了好几次 眼前还是有些模糊 他的胸口肆无忌惮地横着 男人激励分明的手 白腻的皮肤 硬衬着古铜色 眼语脸色微微一红 两颊有些滚烫 他抿着唇 垂眸 有些不自在地 想把路眼的手臂移开 他还没有动作 男人的手臂忽然动了 似有若无地捏了吧 赢了满满的掌心 耳畔是男人低沉的声音 醒了 嗯 言语撇了下时间 已经七点零五分了 他轻声道 我今天还要去上班 现在得起床了 老宅到律所的路途比较远 路上需要的时间更多 我怕迟到 嗯 路眼嗓音低沉 带了一丝暗雅 或许是晨起 各是多了几分沉淀已久 如葡萄酒一般的醇厚感 但他的手 却一点也没有收回去 反倒搬过他的下颌 吻了上去 一吻结束 他才掀开被子 下床穿衣服 言语的身上有些酸疼 但还能够忍受 只是鼻息间闻到的 都是暧昧以泥的气息 衣服散落了一地 白色的床单皱成一团 被子在木质的地板上 他轻轻咬了下唇 抬起眼皮 却又看到路眼 毫无羞耻感的 正对着他穿衣服 他肌肉分明 线条流畅 肌理细腻 大大方方的低眸看他 慢条丝里地穿上衬衫 言语的耳间有些烫 路眼嘀嘀地哼笑出声 挑眉 漆黑的眼眸看着他 我给你拿条裙子 周运在老宅这边 给言语准备了好些当季的裙子 以便他们随时要在这边留宿 路眼挑的是一条黑色的风衣裙 蝴蝶结腰带 掐出他纤细的腰枝 风衣质地柔软 更好的是 风衣完全遮住了他锁骨上的吻痕 裙摆拖到膝盖 露出两条纤细笔直的长腿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0集 严玉搭配了一双过膝的贴身长靴 衬托出双腿的修长 他简单地化好日常妆容 又拿出遮瑕膏 遮了遮脖子上的吻痕 两人一同下楼 周运和陆成果已经坐在餐桌上 周运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了 严玉看了他一眼 妆容精致 皮肤干净 穿了套优雅的小湘风裙子 笑容满面 陆成果笑了笑 快吃饭吧 他看着陆眼道 阿严 这两天应该会有成家的人来接近你 陆眼神情淡淡 知道了 我会注意的 整个吃饭的过程 周运忙着给陆眼夹菜 他眉眼弯弯 连看严玉的目光都温柔了不少 空隙间 还给严玉夹了一次菜 陆眼不习惯这样 他微微拧了下眉头 陆成果沉声 好了 阿运 阿运自己会吃饭 周运也不在意 他称怪的看了眼陆成果 转而给陆成果夹菜 那我给你夹 成果 多吃点 陆成果绷着的表情有些松动 眼底闪过笑意 陆眼送严玉去律所上班 车上 陆眼放了轻音乐 音乐声安静流淌 陆眼瞥了眼后视镜 收回目光 目视前方 诞声问 今天傍晚下班 我去接你 不用了 严玉转眸 看着陆眼的后脑勺 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 微微收拢 不知再迟疑什么 过了会儿他问 你今天会见到成家的人吗 担心我 正好是红灯 路眼慢慢地踩下刹车 他眸光漆黑平静 从昨天晚上开始 你就一直在关心成家的事情 他断了下 严玉 我记得 你是成家资助的吧 严玉的眉心一跳 嗯 成家资助了我上学 所以你特别关心他们 难道不应该吗 严玉没有正面回答 浅浅地瞥了眼路眼 路眼倒没有再说什么 无声地撩了下唇角 红灯转为绿灯 车流缓缓地往前涌动 他也融入车流之中 到了绿所大楼下 严玉推开车门下车 路眼忽然降下车窗 侧脸线条淡漠 偏头 盯着他 扬了扬下巴 让他靠近了些 严玉不解 走了过去 忽然被他一扯 力道适中 恰好让他俯身 他捏住他下巴 贴上他微微有良意的脖唇 其实就是一瞬间 他就放开了他 他淡淡地勾了勾唇 去上班吧 别多想了 严玉正了正 没有回答他 路眼慢慢地关上车窗 遮住了他的侧眼 驾驶座里 他深邃幽黑的眼眸 锐利地盯了下 对面那辆车里的男人 是秦让 严玉的上司 隔着两层挡风玻璃 两个男人的视线交叉 又缓缓地移开 路眼手指缓缓地收紧 打着方向盘 离开了律所 严玉看路眼的车子 在拐弯处消失了 这才往大楼里去 他高跟鞋踩在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他微笑着朝宝安问号 走进电梯里 他低眸 按了下楼层 电梯门缓缓关上 一只修长的手 横更在电梯门间 电梯碰触到手 一下又重新打开了 那只手上戴着浪琴表 袖口优雅 往上看 果然是琴让 琴让的俊脸 没有什么表情 眉眼也没有丝毫动弹 微微抿着唇 下颌线条 利落流畅 身上西装笔挺 一丝不苟 严玉弯着眉眼 主动打招呼 早上好 锦律师 琴让薄唇微动 眼底有浅浅笑意 早上好 两人安静了会儿 电梯显示红色楼层 不停地变化着 琴让盯了眼数字 但声问 早上 你的丈夫送你来的 嗯 琴让猴杰 无声地滚动了下 没再说什么 到了办公室 颜玉按照惯例 先给琴让 煮了一杯咖啡 然后整理了一下 今天的表格 发给他 再等待琴让 安排任务 结果 他才在煮咖啡的时候 琴让就出现在茶水间 他敲了敲茶水间的门 颜玉抬眸看他 他薄唇微动 眉心闪过什么 来客户了 你过来帮我记录一下 好的 琴让披了眼咖啡 叮嘱道 客户有两个人 所以需要三杯咖啡 好的 会客厅里 言语有条不紊地 把咖啡摆在桌子上 整个会客厅里 都弥漫着浓郁 富香的咖啡香气 勾起人的食欲 他刚整理完 琴让就带着两个人 推开门 走进了会客厅里 他微笑着 看着几人 脸上的笑容 却慢慢地僵硬起来 他的手 攥紧了几分 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 有几分疼痛 他抿着唇 红唇缓缓地 失去了血色 言语同谋微正 跟仔琴让身后的第一人 是穿着传统英式 复古西装的中年男人 他戴着圆形的金丝眼镜 金色的链条 从镜框两边垂坠下来 挂在脖子上 胸前整齐地放着方巾 散发着英伦身世风度 他看到言语 也皱了下眉头 脸色不是很好 言语怎么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成家的管家 是成家从小家养的管家 也就是成慈父亲的第一把交椅 他几乎掌管了成家所有的事情 当然 也包括成慈的前女友 言语 秦让眸四冷清 看着发症的言语 收回视线 微笑着对成管家 和另外一个男人道 成先生 坐下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1集 言语咬了下唇 跟着坐在旁边的小沙发上 他摊开笔记本电脑 打开word 开始记录几人商谈的事情 咖啡香气弥散 男人们的声音起起伏伏 夹杂着键盘的敲击声 言语认真地记录下对话 心脏却越来越紧缩 他抿紧了唇 神色越来越寡淡 成管家来中国 是为了将陆衍带回 因为他已经从陆成国 和陆衍那边收到了消息 陆衍不会回成家做继承人 那么 和解的方式就不可行了 只能用法律的方式解决了 而他是来和秦让 研究当年在英国签下的离婚协议书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律漏洞可以钻 好让路眼光明正大的 在法律上回到成家 秦让没有立即给出回答 他垂谋 粗略地扫了几眼离婚协议书 最终只说 暂时没办法立马得出结论 得等我和我的助理 查查英国相关的法律 才能告诉你们 陈管家正低着头 轻轻抿了口咖啡 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 台某 没看言语 但问道 助理 是说那边的那位女士吗 秦让文言 台某 漆黑的眼眸扫了眼言语 忽然想起 言语和这个案子有厉害关系 陆远是他老公 那么言语就不能再参与这个案子 他机不可见地拧了下眉头 微薄地唇动着 不是 是我另外一个水系生 陈管家脸上的神色自然 是吗 言语睫毛不安地颤动 陈管家一行人离开之后 秦让从桌面上拿起水壶 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水 仰头 喉结滚动 一饮而尽 他喝完看着言语 黑眸冷静 皱了下眉头说 你和陆远是夫妻关系 你不能参与这个案子了 言语点点头 没有说话 请让交代 把刚刚听到的所有话 都埋在心里吧 不要忘记你的职业道德 要记得保守秘密 即便涉及的相关人员里 有你的丈夫 嗯 这点职业道德 言语还是有的 你出去吧 言语刚想走 一旁又传来 情让低沉的嗓音 他问 怎么脸色这么差 今天身体不舒服吗 如果不舒服 就请家回去休息吧 言语的手指色缩了下 弯了弯唇笑 没有 可能在会客厅闻久了 一整个下午的工作 言语除了完成 请让布置的 没有心思 再去自主学习了 他心脏跳动得很快 神经有些紧绷 心里隐隐不安 怎么也没想到 程家来找路眼的人 会是程管家 看来程家的当家 真的病得很重了 才会那么急切地 将一把手管家 派来中国来 程家知道言语 和成词恋爱的人 并不多 因为程家的人 并不认可言语 而程管家 是那为数不多 知道言语的人 他也并不喜欢言语 因为在他眼里 言语拖累了 他们少爷 前进的脚步 下班之后 言语下了楼 一转弯 停顿住脚步 程管家低头 看了眼手表 抬眸微笑 眼里有浅浅淡淡的寒气 言小姐 不知你是否愿意 空出二十分钟的时间 他根本就不容许 言语拒绝 言语身后 已经出现了两位 黑衣保镖 身材高大壮硕 带着强烈的压迫感 言语抿着唇 握紧了手指 只能跟程管家 上了家常车 车内 光线昏暗 气氛逼着 程管家礼貌地 给言语倒了一杯红酒 递给言语 言语接过去 背脊挺直 眸光冷淡 程管家 不知道您有什么事情吗 程管家的普通话 并不标准 言小姐 我查到的资料里 你回国后 嫁给了陆言 哦 也就是 慈少爷的弟弟 我们程家的 言少爷 言语 背脊 窜起了一阵凉意 那种寒冷 渗透到她的指尖 冰冰凉凉 程管家 眸光冷冷地盯着她 笑道 果然 言小姐 言小姐 什么都知道 她声音更冷 言小姐 是忘记了当年我对你说的话了吗 言小姐 做人 不能太过分 言语的手 钻得很紧很紧 骨节 泛起了苍白 程管家冷笑 哼 慈少爷那么喜欢你 她对你那么好 这才死后多久 言小姐就另嫁了 听说 还生了个可爱的小公主 真是巧啊 言小姐还嫁给了跟慈少爷 那么相像的言少爷 言语一句话也没说 琥珀色的同仁没有半分距影 她一直都这样 即便再无错 在外人眼里 仍旧淡定冷静 程管家不怒自威 声音忍不住大了几分 言小姐千万别说是爱慈少爷 慈少爷为你现在的爱感到羞耻 你根本就不配爱慈少爷 幸好当年拦着你 没让你见少爷 这一句话 像是冰冷的剑 支支刺入言语的心脏 胸口捅了一个窟窿 鲜血不断 疼痛在血液里沸腾流窜 慈少爷和言少爷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言小姐 你是不是感到很自豪 因为你一个人把程家的两位少爷都玩弄在了掌心里 你已经毁掉了慈少爷 难不成还要再毁掉严少爷吗 言语 你要做人 要懂得知人图报啊 程家资助你读书这么多年了 不是让你来毁掉这个家的 你这么做 对得起慈少爷吗 你把他对你的爱 都放在了何处呢 程管家很少说这样难听陆鼓的话 可见他有多愤怒了 他绷紧了两栽 眼里跳跃着怒火 一点都不肯退让 直接冷声道 我想 严小姐不敢告诉严少爷 你曾经和慈少爷是恋人吧 放心 我会把这件事 完完整整的 告诉严少爷的 言语的脸色 已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2集 苍白的如同白色的墙壁 明明车内灯光昏暗 他却觉得格外刺眼 方才刺入心脏的那把剑 又被人狠狠地抽出来一般 带着倒钩 刮过他心脏 血肉模糊 他琥珀色的同人里 一派平静 他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一旦陆远知道 他和成词恋爱过 成词又和他长得那么像 陆远一定会暴怒的 他暴怒的结果是什么 是离婚 是结束他们这段婚姻 他了解陆远 陆远如果知道他是替身 他的怒火必定难熄 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或许 他还会让他失去他最在意的人 小猩猩 如果离婚了 他一定拿不到小猩猩的抚养权 或许 连探视的机会也没有 言语的心脏疼得色缩成一团 胸口像被什么重重压住了 呼吸有些困难 他明明脸色苍白 但视线却凌厉的 直直射向成管家 活生生让成管家的神色威力 他声音冰冷 仿佛从深渊传来 成管家 你应该知道 你的目的是让陆远回到成家 如果你告诉了陆远 我和成慈的事情 那么 我就拉成家下水 我会告诉陆远 我是成家派来的间谍 成家让我潜伏 以便劝他回成家 你可以试试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有机会让陆远跟你回成家 以便你完成成家家主吩咐的任务吗 成管家皮笑肉不笑 眸色幽深冰冷 闪过了明显的怒意 好好好 严小姐果然是长大了 终于不再像以前在慈少爷面前一样 装柔弱小白兔了 严狱不发一眼 绷紧了唇线 成管家猛地拉下车门 让严狱下车 不过一会儿 家常车就消失在严狱的视线里 严狱攥紧了手指 突然很想很想小星星 他打了车 回到公寓里 林仪给他开的门 他手里没抱着小星星 严狱笑着问林仪 小星星去哪了 林仪努了努下巴 笑着小小声道 正在看电视呢 从早上起来就没看到你们 就开始生闷气 不怎么笑也不怎么说话 但是每隔一会儿就偷摸摸地看着门的方向 正等你们回来呢 严狱的心壶一软 昨天晚上事发突然 后来没回家 小星星生气了也是正常 严狱脱了鞋子 走了过去 蹲在小星星旁边 仰起唇 这个可爱的小美女是谁啊 小星星瘪着嘴 黑漆漆的眼睛 盯着自己手里的玩具看 水汪汪的 就是不看言语 言语逗他 好像我们的小星星呢 小星星嘴巴越睹越长 都可以挂酱油瓶了 他睫毛纤细浓密 肉嘟嘟的脸颊 让人忍不住想亲一口 言语故意叹气道 唉 小星星是生妈妈的气了吗 那妈妈要走了 妈妈很难过 要去旁边哭了 他做事要站起来 这一次 小星星积蓄的眼泪 终于落了下来 他眼圈红红 别嘴就哭 肥嘟嘟的小手 抱住言语的腿 言语的心柔软的不行 也心疼的不行 他弯腰抱起小星星 轻轻拍着他的背 哄着他 小星星还在哭 埋头在妈妈镜窝里 一下一下地啜气着 双手紧紧搂着言语的脖子 不肯放开 言语跟他保证 妈妈答应你 以后妈妈说会陪你 就一定会陪你 乖哈 妈妈不会不要宝宝的 言语说着 给他擦了擦泪 在他脸颊上 落下了一个吻 小星星乖乖地 在妈妈的肩膀上 眼泪还挂在 浓密的睫毛上 路言很快 回到了公寓里 小星星很乖 被妈妈哄过之后 就不跟爸爸生气了 路言一回来 他黑漆漆圆溜溜的眼睛 就笑着看路言 伸出两只胖乎乎的手 叫路言抱抱 他眼睛笑眯眯的样子 就像两个漂亮的小月牙 路言博唇微钩 垂眸 又风吹乱了一壶心水 春水似晴 但谁也没有想到 临近睡觉的时候 小星星突然发起了高烧 全身滚烫 烧得迷迷糊糊 向来乖巧的他 不停地大哭 全身都哭湿了 言语有些急 跟林仪一起 给小星星换了干净的衣服 收拾了几套换洗衣服 抱着小星星就往医院赶 林仪安慰道 没关系的太太 小孩子这个时候长牙 本来就容易发烧 没关系的 话虽这么说 但做母亲的 总归是担忧了点 他抱紧小星星 心疼地哄着 乖哈 等会儿就不难受了 路言的车 已经停在公寓楼下 他探手摸了摸 小星星的额头 温度烫得吓人 他打开车门 安置好言语 小星星和林仪 一路急迟开往医院 路上也并不怎么拥堵 他漆黑的眸光 不停从后视镜里 看着难受的 横击哭的小星星 嗓音都哭得沙哑了 突然 他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 一阵急促的震动 路言冷淡地扫了眼 是徐影夏 他抿紧了唇 单手戴上了蓝牙耳机 那头传来徐影夏的尖叫声 阿爷 爸 不要 你走开 阿爷 不能救我 徐影夏的声音越来越远 手机似乎被人狠狠地拍落 杂摔在地上 路眼的瞳孔色缩了下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猛地攥紧 脸色沉沉 夏夏 夏夏 电话那头 已经打断了 没有任何声音 路眼重新给徐影夏拨打电话 怎么也没人接听 言语听到他在喊夏夏 垂下睫毛 眉间冷淡 怀里的小星星温度依旧滚烫 还在难受地哭着 路眼却在跟徐影夏打电话 路眼他到底知不知道 他的女儿正在生病 他正在开车送女儿去医院 他根本不应该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 他声音冷淡地提醒他 路眼 你知道有多少安全事故是开车打电话引起的 车上有小星星 你得对孩子的生命负责 路眼却像没有听到一般 继续拨打着电话 幸好他一直有注意路况 医院就在不远处了 他加快了速度 踩下油门 决定先把小星星送到医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3章 路眼换了个电话号码拨打 他打给了司柱 司柱很快接起了电话 陆总 路眼的声音平缓清冷 之前 让你在下下的手机里安装的定位 你现在查一下他的位置在哪里 立马发到我的手机里 顺便 查到之后 你立马让人过去 好的 车内空气有些闷热 仿佛停止了流动 后座的盐宇一身都是冷寒 小星星更是停止不下来的哭泣着 盐宇摸了摸他的额头 温度高得惊人 像是火焰在燃烧 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额头上 盐宇觉得手指无力 他抱着小星星 像是抱着火炉 而路眼却还在关心着徐影夏 盐宇抬起眼 鼻子有些酸涩 盐宇 你快点开 小星星现在很难受 盐宇抿着唇 一双漠黑的眼眸 扫了眼小星星 眉头紧紧地拧着 眸色越发的暗 脸色越发的沉 车厢里 连带过好几个孩子的林姨 也紧张起来 因为小星星哭得太久了 嗓子都已经干哑得不成声了 她平时向来听话 很少这样闹 现在哭成这样 更是让人心疼不已 林姨手里拿着毛巾 不停地给小星星擦汗 车子停下 陆颜解下安全带 盐宇和林姨从后座上下来 几个人匆匆地奔向了医院 现在小儿急诊科的人太多了 陆颜已经和熟悉的医生打好招呼 但还是要等一下前面的孩子看完 她垂眸盯着盐宇 把小星星给我抱吧 你太热了 不用 盐宇不停地走来走去 哄着小星星 她手掌温柔地拍着小星星的后背 乖啊 别哭了小宝贝 小星星哭得 眼圈微微泛红 小星星以前也有发过烧 但没有像这次这样来势汹汹 陆颜眼眸深邃 刚要说什么 她手里的手机又震动了下 手机铃声有些刺耳 她犹豫了下 没去接电话 盐宇下意识地瞥了她一眼 心里的火气一点点积攒着 她告诉自己 不要去在意 她尽量克制着语气 平平淡淡地说道 陆颜 你接电话吧 她知道 内通电话和虚影下有关 陆颜身形挺拔 笔直地站立着 她幽深的眼眸里 倒映着言语的侧脸 她看她怀中的小星星好久 没去管电话铃声 美心皱起 弯着腰 接过小星星 抱了起来 她动作温柔 嗓音滴滴淡淡 我抱她吧 你也累了 没事的 小孩子发烧 很快就会好的 言语敏紧了脖唇 她睫毛吸动了下 急诊本来就嘈杂了 抱着孩子的家长来来往往 脚步匆忙 婴儿的哭声尖锐 吵得言语的耳畔轰鸣作响 但最刺耳的 还是陆颜的手机铃声 她只觉得脑海里 有一根神经重重地抽搐着 跳动着 让她感觉到尖锐的疼痛 言语站了起来 不发一言 盯着陆颜英俊深沉的脸庞 伸手从她口袋里摸出手机 她垂眸 屏幕上闪动着特助的来电 言语眼眸毫无温度 她直接接听起来 按了免提 她抬起眼皮 直直对着陆眼 已经按下的眼眸 陆眼飞薄的唇 几乎没有任何弧度 她眉目间的温度微微下降 她在不高兴 手机里传来特助有些交集的声音 许小姐的手机定位正在往城南的红冬区去 她的手机已经摔坏 已经联系不上了 我正在往城南赶过去 有人说 看见许小姐被一个外籍男人拖上了车 言语面无表情 睫毛微不可觉地颤动了下 她胸口起伏 什么都没说 直接将电话举高 放在陆眼耳畔 陆眼在听到外籍男人的时候 瞳孔轻轻色缩了下 她眼底浮现了阴影 谋色渐渐危险 她说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言语听到 她的心里有什么 一点点坍塌下去 似是再也见不起来了 她深呼吸 忍住眼眶的发热 从陆眼的怀中 重新抱回了小星星 看也不看陆眼 她低头在小星星的额头上 落下一吻 她眉眼间都是冷漠的机窍 你快去救她吧 省得她出事 小星星我会自己照顾 毕竟 虚影夏才是她曾经发誓 要照顾一辈子的人 陆眼拧着眉头 绷紧了两塞的线条 她轻描淡写 你先照顾着小星星 我出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 应该是法斯宾德 带走了虚影夏 按照法斯宾德之前 对夏夏的折磨 这一次的夏夏 如果真的落在她的手里 只怕不会有好下场 陆眼伸出手指 轻轻摸了摸小星星的脸 小星星全身都烫得惊人 她脸颊通红 眼睫毛上都是泪水 却忽然伸出小手 紧紧地攥着陆眼的手指 她小嘴哭着 妈妈 妈妈 眼狱的心脏被重视狠狠地砸下 她鼻尖微酸 拧紧了唇 陆眼低声安慰她 乖 但口袋里的铃声又在催促她 夏夏那边生命危急 陆眼道 小星星 爸爸很快就会回来陪你 她从小先生手里抽出自己的手指 淡淡对着林姨叮嘱道 照顾好小星星 我已经打点好了 病房也准备好了 等一下就会有人带你过去 林姨犹豫地点了点头 她心里微微叹了口气 现在小星星生病 先生却要抛下母女俩 去找前女友 训下小姐 太太心里肯定不舒服的 她想劝先生留下 但想了想 许小姐那边的情况 似乎也挺危急的 陆眼转身迈开长腿 大步往医院外面走去 没过一会儿 她高大的身影 就消失在视野之中 整个过程 烟雨都没有抬头 她只是盯着小星星看 小星星烧得迷迷糊糊 却似乎在爸爸离开之后 哭得越发厉害了 烟雨搂紧了她 陆眼走后没多久 小星星的呼吸急促起来 脸色胀得越发红 神情隐隐约约透着惊恐 她紧紧攥着小拳头 蹬起小腿 脸衣脸色微变 她摸了下小星星的温度 焦急道 哎呀 该不会是高热惊觉吧 高热惊觉 对于小孩子来说格外危险 一不小心就容易烧伤脑子 影响智力 甚至死亡 烟雨的唇色渐渐苍白 心里抽痛 幸好 护士已经叫到小星星的号 烟雨抱了小星星 急急进去 医生一看 就让烟雨快点 把小星星平放在病床上 给她解开了一口散散热 小星星哭闹着不肯配合 她想要妈妈的抱抱 哭得脸色铁青 烟雨的心脏一缩一缩的疼 她握住小星星的手 柔声安抚 妈妈在的 乖宝宝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4章 医生开了药 让护士给小星星注射镇静和退烧针 针头刺入小星星薄薄的皮肤里 一点点推入冰冷的药水 烟雨咬紧了下唇 绷紧了唇角 眸光冰凉 眼角难免还是心疼地落下了一滴眼泪 连鳞仪都被小星星哭得鼻尖酸色 折腾了好一会儿 小星星慢慢平静下来 不再哭泣 只是轻轻地抽烟针 她闭上眼睛 陷入了睡眠 线长浓密的睫毛 早已经被眼泪打湿 双眼红肿 她似乎没有安全感 即便是睡觉 小手也紧紧地攥着严宇的衣角 怎么也不肯放开 盐玉浮开她湿漉漉的头发 拧着唇 脑海里却无法避免地浮现起 陆远方才冷淡地 从小星星手里抽出手指的画面 她现在应该找到许影下了吧 陆远启动车子 猛地踩下油门 汽车发出了轰鸣的响声 迅速地转弯 像是离闲的剑一般 直直地离开医院 她冷下眼眸 给特助打了电话 戴上了蓝牙耳机 声音是冰凉的 阴冷的 没有温度 是法司宾德带走了下下吗 特助道 按照路人的形容 应该是她 你快到了吗 堵在了路上 陆远拧紧了眉头 换了一段小路 决定不从那边的高架上走 她攥紧了手指 你都带几个保镖过去 不过 绝对不能报警 特助自然知道 陆总会担心许小姐的名声 她本来就不打算报警 还有 等今晚过后 明天你去交警那边 处理一下我的车 陆远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脸色越发阴沉 一路上 她根本就不看红绿灯 不知道闯了多少个红灯 更不知道被电子探头 扣掉了多少份 她赶到之后 特助也到了 特助眉头紧锁 刚刚查到 法司宾德在这栋楼里 租了个套间 就在六楼 六零三十 陆远迈开长腿 两步并坐一步 冷着脸 往八楼跑了上去 这一栋楼没有电梯 就位于红灯区里 却是许多艺术家的爱好聚集地 墙壁上布满了涂鸦 灯光昏暗 身后 刻住让六个人高马大的保镖 紧急地跟在陆远身后 陆远很快就到达了六零三十 她用力悬了几下门把手 这里的隔音并不好 门紧紧地锁着 但她却听到了 从屋里传来 下下的尖叫和哭泣声 她声音嘶哑 带着绝望 不要 法斯宾德 不要 我求求你了 我们已经分开了 你看在我们曾经爱过的份上 不要这样 好不好 下下说的是法语 法斯宾德是法国人 她的嗓音音冷 带着恨意 对呀 我们曾经爱过 你说过 要爱我一辈子的 怎么 才一年你就受不了了 谁让你跑回来的 你毁了我 就想一走了之了吗 你以为 我会让你和别的男人 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吗 她话还没有说完 屋里就传来破碎声 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上去 又重重地落在地上 路眼眼底阴沉 往后退了几步 示意保镖们撞门 不过一瞬 轰鸣一声 那扇门就被撞倒在地上 路眼看到房间里的场景时 瞳孔重重地撕缩了下 身材壮硕的保镖不过两三下 就制服了法斯宾德 但是下下 身上不着寸缕 蜷缩在角落里 路眼吼杰无声地滚动着 她走了过去 在她面前蹲下来 徐影夏的神情是惊慌的 她脸色苍白 全身狼狈 她激进崩溃 白皙的身体遍布着新鲜的伤痕 地板上还基于着一大滩血迹 路眼同眸漆黑 她声音放轻了很多很多 夏夏 徐影夏的身体抖了下 路眼给她盖上衣服 包裹住她 她慢慢地抬起眼皮 咬紧了夏唇 眼睛里都是泪水 眼眶是腥红的 阿爷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路眼向和线条紧紧地绷着 眉目间染着厚重的阴质 徐影夏回过神来一般 扑进她的怀抱之中 抱紧了她 眼泪扑速速落下 路眼垂着的双手缓缓抱紧了她 将她抱了起来 她扯过一旁床上的被子 将徐影夏紧紧地包裹住了 法斯宾德被几位保镖 反手按在地板上 她的脸上瘀青红肿 脸都被压得变形了 路眼看似平静 在路过法斯宾德的时候 没控制住 阴冷着 狠狠地一脚踹在法斯宾德的脸上 法斯宾德一阵哀嚎 惨叫 路眼发了狠 徐影夏感到害怕 他什么都没说 只知道紧紧地搂着路眼 法斯宾德口吱不清 咬紧了牙根 他用英文说道 我有入境记录的 我是外国人 我还曾担任过法国的文化大使 如果我在中国出了事情 没那么简单 路眼飞薄地唇 慢条丝里的勾起 又咬狠狠地来一脚 客主睁大了眼睛 连忙拦下他 如果这一脚下去 客主连忙道 路总不要冲动 外国人死在中国很麻烦的 就算不是外国人 您也不能因此惹上人命啊 您还有陆氏集团 还有太太和小小姐要照料 路眼两塞肌肉 颤动了好几下 最终那一脚 还是没有落下 他的脖唇 抿成了锋利的刀剑 下下无声哭着 只是呢喃 阿妍 杀了他 不要放过法斯宾德 他要害死我 路眼没说什么 抱着他离去了 身后的特助 眉头紧紧地拧起 他以前向来 不管路总那些情感纠纷 他对太太或者许小姐 都没什么感觉 但是这一次 他都说了 路总不能惹上人命 许小姐却急着路总 去杀法斯宾德 他抿起唇角 收回视线 或许 许小姐刚刚遭受了 那样一番侮辱 现在还处于崩溃状态吧 他垂眸 看着地上的法斯宾德 又想 这一切 还不是让许小姐 自找的吗 这个外国男人 是许小姐自己找的 也是他自己 要跟法斯宾德私奔的 甚至因此给路总 带了好大一顶绿帽 他跟人私奔的事 至今许路两家 还不知道 因为路总不让说 不过今晚 路总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那两家也该知道了吧 这个法斯宾德的身份不简单 只能让人教训他一顿 最后也只能放了他 他用眼神示意了保镖 冷淡地对法斯宾德道 这是中国 法斯宾德先生 如果您不想被遣送回国 或者 再也回不了国 就不要再去找 许小姐的麻烦了 不然 路总会让您知道 后果有多严重的 法斯宾德冷笑 路先生 他也有软肋和把柄在我手上 如果他做了过分的事情 我一样会让他后悔 让他尝尝失去的滋味 如果他识相的话 就应该知道 把夏夏还给我 特助没有理他 转身就走 他却忽略了 地上的法斯宾德 阴狠的眼神 仿佛阴风吹拂 让人不寒而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5章 路远在本城有许多房产 他带着许永夏 去他之前居住的单身公寓 他动作很轻的 将许永夏放在沙发上 他蹲了下去 眉眼淡然 平视着他 小小 你先去洗个澡 医生很快就要到了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好吗 许永夏纤细的手指 攥紧了裹在自己身上的被单 他苍白的小脸 在灯光下只显得更加惨白 毫无血色 透支十分处处可怜 阿爷 你会嫌弃我吗 不会 路远声音平淡 你撒谎 须影下哽咽着 他紧紧咬着下唇 你都看到了 我身上很疼 你不爱我了 你以前很爱我的 可是这一次回来 你都不爱我了 你只把我当做妹妹了 是吗 你以前说过 我会等我好的 可是我回来这么久 你的眼里只有眼语 只有小星星 他的情绪很是崩溃 路远静静地看着他 他任由他发泄情绪 他眼前模糊 我真的很难过 你是不是爱上了眼语 路远眸色微凛 漆黑深邃的眼睛里 终于有一丝情绪波动 眼底仿佛有什么 正在涌动 须影下却没有给路远 回答的时间 他嗓音里含了哀求 阿爷 我们回到过去好不好 我好想抹去这一年的记忆 我真的错了 我太痛苦了 好几次 我都觉得自己好脏好脏 好几次 我都想杀了自己 他哭得就像一个无助又任性的孩子 我想重新成为你的女朋友 你的未婚妻 然后成为你的妻子 我会跟你生孩子 生很多的孩子 比小星星还要可爱 好不好 你跟炎玉离婚好不好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有自己喜欢的人 他只是为了小星星 才继续和你在一起 路远的手指钻紧了 死死地握成全状 脸色沉沉 眉目冷冽 你知道吗 在英国 炎玉他有深爱的 须影下还要说什么 路远却像隐忍着什么一般 打断他的话 好了 夏夏 你现在不要多想了 去泡个澡 好好休息 把什么都忘记 须影下睫毛吸动 抓住路远的衣服 你会陪着我吗 他很害怕 路远猴接微动 掀了掀薄唇 吐出两个字 会的 他终于答应去洗澡 进到浴室之前 他又无助地回头 看着路远 轻轻地道 阿姨 我只有你了 你不要放弃我 如果你放弃了我 我真的活不下去 你不要嫌弃我好不好 让我们回到从前 我跳舞 你忙着生意 我空下来的时间 就去公司找你 然后一起吃饭 像那样快了 不好吗 路远抿着唇 没有回答 也没有拒绝 他眸色幽深 黑沉 几乎看不见任何光芒 他知道 他和夏夏 根本回不到过去 两人中间夹杂了太多东西 不说夏夏和别人在一起过 就单单说 他已经和言语结婚了 他还有了可爱的小星星 他突然又想起 方才 方才下下说 严谊并不喜欢他 严谊有另外喜欢的人 严谊只是为了小星星 才和他在一起 路远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心脏疼了一瞬 却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情绪 严谊为了小星星 而和他维持婚姻 是有可能的 但是严谊并不喜欢他 路远抿紧了唇角 下意识地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他想起 严谊曾经说过告白的话 严谊看他的眼神 严谊对他的温柔 严谊对夏夏的在意和忌妒 都不像是对他毫无感情的样子 路远拧了眉 想把这句话抛出脑后 但有些话 会像无形的种子 一旦落地 就一定会悄无声息地成长 只待有一日破土而出 不知道是阴壁 还是吞噬 路远就站在浴室门前 听着里面虚影下的水声 担心他会做傻事 也没有走远 他打电话叫了私人医生 又让助理给他送来一套 虚影下尺寸的衣服 然后给严谊打了电话 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电话嘟了好几声 才被人接起来 严谊的声音很淡 怎么了 轻飘飘的 像是一下子就会消散在空气里 再也感受不到 路远低声问 小猩猩 怎么样了 言语语句很平静 几乎不带任何情绪 没事了 现在已经睡着了 路远淡淡地回应道 他停顿了一瞬 嗓音从喉间有些尖色地滚了出去 我这边还有点事情 小猩猩没事就好 我暂时走不开 明天早上再过学医院 我已经让老宅 有照顾孩子经验的阿姨们 都过去医院了 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了 等会儿 你就可以休息休息 辛苦了 好 言语真的很平静 一点都没问他在做什么 甚至淡淡地嘱咐他 你也早点休息 路远垂下眼眸 似乎还想说什么 但公寓的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 言语自然也听到了 他直接道 很晚了我去睡了 晚安 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医院走廊的尽头 言语就站在窗户前 窗户没有关紧 微微露出点空隙 深秋的冷风灌了进来 带着圣人的寒意 让人觉得四肢百海里 仿佛都能感觉到冷冽 如同细针 密密麻麻地扎着一般 身后是医院惨白的灯光 硬趁着他的脸色越发苍白 言语知道自己在意 他刚刚的大方 都是装出来的 他胸腔里心脏发疼 疼得让他 以为下一瞬 就会停止跳动 他慢慢地回到病房里 坐在病床旁 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小猩猩 小猩猩正安静地睡着 小手蜷缩着 微微张着粉嫩的小嘴 平静地呼吸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6章 因为发了热的皮肤 显得苍白可怜 他似乎睡得并不安稳 小眉头紧紧地蹙着 言语轻轻地伸出手 抚平了他额头上的褶皱 轻声道 乖 妈妈爱你 寂静的病房里 清晰地响着言语的嗓音 其实 妈妈做错了 对不对 我们两个也能过得很好 对吗 在露衍的公寓外 不停按着门铃的人是许母 他担忧地 猝紧了眉头 身上匆匆忙忙地 只随便穿了件衣服 披了厚厚的外套 他的身后 跟着的许志刚和周运 露衍今晚一下子 带了那么多保镖 动作匆忙 又毫无遮掩 根本不可能 瞒住两家的人 许志刚今晚 联系不上许影夏 已经在担忧了 又听说露衍这么大动静 他第一时间就联想到 这番动静肯定和许影夏有关 在他眼里 露衍向来沉稳 一般只遇到夏夏的事情 才会有失分寸 事实果然如此 他在第一时间联系到陆家 周运一听说夏夏出事了 连夜就赶了过来 许母担忧地 眼里蓄满了泪水 仿佛一刺激 眼泪就会立马落下 她握住露衍的手臂 夏夏呢 露衍不动声色地 撇了她的手 但声道 夏夏没事 她正在泡澡 医生马上就来了 许母快步走进去 探身 在浴室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 像是怕惊扰的夏夏 低声道 夏夏 是妈妈呀 夏夏 你别害怕 妈妈来了 你这孩子 遇到有人威胁你 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你明明知道 无论你做错什么事情 妈妈 都会原谅你的 她说着 眼泪已经湿了脸颊 周运倒有些不赞同 她在路上听说 虚影夏跟别人私奔 回来也没断干净 这一次 还是被她之前背叛阿眼之后 选择的前男友给带走了 周运对虚影夏就有些意见了 她毕竟是露衍的妈妈 再怎么疼爱虚影夏 也是在不伤害阿眼的前提下 虚影夏如果不喜欢露衍就算了 她却选择了背叛 和别的男人跑了 跑了回来就算 既往不救 却没想到没断干净 如果那个老外出了什么事 阿眼就完蛋了 周运拉了拉路眼的手臂 抬眸 有些担忧 眉头拧着称怪 阿眼 你告诉妈妈 今晚那个老外怎么样了 你应该没对她怎么样吧 你知道的 如果外国人在中国出了事情 靠关系很难私下解决的 很有可能会涉及外交事件 你没有冲动吧 路眼没有说话 唇线绷得很紧 周运睁大了眼睛 着急 你真的动手了 哎呀 你是要急死我吗 夏夏的事情 你干什么那么激动 你把那个老外怎么了 告诉妈妈呀 我让你爸爸去解决 路眼打断她的话 别担心了 法斯兵的没什么事情 我有分寸的 那就好 周运松了口气 徐志刚有些无颜面对路眼 路眼对夏夏怎么样 她是看在眼里的 徐志刚叹了口气 声音苍老 好眼 路眼低谋 我父 徐志刚叹 夏夏做错了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没把女儿交好 她还年轻 之前又被保护得太好 她还没怎么经历过生活的考验 难免会做错 这一次 就当做是给她一个教训了 希望你不要跟她计较 路眼诞生 语调没有半分变化 我父 您想多了 我不会省下爱的气的 徐志刚继续道 这件事情后 我会好好教她 路眼没有回答了 她的目光落在浴室门口 紧紧拥抱的母女俩 徐影夏和徐母 互相抱头痛哭 徐影夏就像一只龟巢的圈鸟 在母亲的怀抱里 寻求着安慰 徐母极尽了温柔 想要安抚徐影夏受伤的心 路眼垂在身侧的手指缓缓收紧 她半合着眼 徐志刚和徐母 对夏夏都很疼爱 比对徐影冬都还要来得疼爱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的不是麻烦 而是安抚夏夏 她想 或许徐伯父说的是真的 是她想太多了 夏夏应该就是许家的女儿 哪里会有父母 会不认识自己的亲生女儿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 这么多年 徐伯父早就亲自查了吧 何况 她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查起 当年的事情过去了太久 当时她又太小 连夏夏被丢下的地址 她都不知道在哪 如果她的确去查了 夏夏知道了会很难过吧 陆家老宅的阿姨 很快就来医院了 跟着一起来的人 还有陆成国 她带着老花镜 神清严肃 躲步进来 小星星怎么样了 言语有些惊讶 爸 您怎么这么晚也来了 小星星没事了 陆成国道 阿眼让家里阿姨来医院 说是小星星病了 哪里还睡得着啊 既然睡不着 就过来看看 也好安心 她顿了顿 拧着唇 停滞了一会儿 还是倒 夏夏那边 事情挺严重的 阿眼过去帮忙了 她似乎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释 转移了话题 阿眼电话来的时候 你妈妈已经不在家里 在去夏夏那边的路上了 所以她不知道小星星病了 不然她早冲过来了 小星星可是她的命 严谣移 严谊弯了弯唇 什么也没说 但像是什么都懂了 她让陆成国坐下 给陆成国倒了一杯热水 爸您喝 陆成国接过茶 喝了一口 心里暖暖 倒是对陆严很不满 自己的孩子都病了 没陪在自己太太孩子身边 但她也知道 阿眼和严谊之间的 婚姻状况有多差 有时候她在想 强扭得瓜是不甜啊 她去年强行 让严谊嫁给阿眼 是不是做错了 严谊坐在陆成国的旁边 陆成国看了她一眼 沉默了好一会儿问 阿月 爸问你一个问题 你跟着自己的心回答就好 你嫁给阿眼 后悔吗 她的声音明明很轻 却仿佛质地有声 朕的言语胸腔发聩 轰鸣作响 隐隐作痛 她抿了抿唇 弯着唇角道 我不后悔 爸 你不用内疚 当年是我的选择 就算再来一次 回到那个时候 我相信那时候的我 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既然是我的选择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为这个选择 担负起后果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7章 他知道陆成国有愧疚心了 他很感激 但结婚这件事和陆成国无关 他不能让他内心的愧疚继续加重 陆成国在心里叹了口气 将近凌晨4点的时候 小猩猩突然又烧了起来 这一次 言语的心态放稳了 就没有那么慌乱 更何况 陆家几位老阿姨都经验丰富 他们分工合作 有条不紊 医院里还有值班的医生和护士 小猩猩很快就退烧了 言语一个晚上都没有睡 他就守着小猩猩 隔一会儿就测一测他的温度 黑尘的夜 缓缓地变白 天色亮了 陆成国年纪大了 后半夜在病房的另一张床上躺了躺 现在也醒了 他醒来 就看到桌面上摆放的早餐 言语抱着小猩猩 微微笑着 爸 你可以去刷牙 然后吃了早餐 昨晚辛苦了 小猩猩大病出狱 脸色苍白 看起来没有平时那么活泼 软糯地靠在言语的肩膀上 但看见陆成国的时候 还是弯了弯眼睛 像个可爱的小月亮 一瞬间就软化了他的心 陆成国忍不住笑了 小猩猩 病好了吗 小猩猩没明白 笑得更灿烂了 几个阿姨 一个在一旁泡奶粉 一个给奶瓶消毒 一个拿了小衣服给小猩猩换掉 看到小猩猩的笑 言语悬了一晚上的心终于落了地 但他也觉得疲劳 或许是松懈了的缘故 陆成国打开病房的门 刚想出去 门外正好走进一个高大的男人 是陆眼 他迈开长腿 朝言语和小猩猩走了过去 言语听到陆眼低沉的声音 他睫毛低垂 像是什么都没有听到一般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双黑色赠亮的皮鞋 和修长的小腿 男人低沉沙哑的声音 从头顶传来 言语啊 小猩猩怎么样了 病房里还有其他人 家丑不外扬 言语也不希望 让其他人知道 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他抿着唇 淡淡的 已经没事了 小猩猩这个孩子一点都不记仇 根本不记得 昨天晚上陆眼离开他 他靠在言语的胸怀里 听到陆眼的声音 扭头去看陆眼 看到爸爸 他眉眼微弯 黑漆漆的眼瞳里 浮现出亮闪闪的笑意 声音甜甜 妈妈 陆眼勾了勾 非薄的唇 低眸看着小猩猩 他黑眸伸了几分 因为刚刚生病好 小猩猩看起来艳艳的 他脸色有些苍白 亮颊的肉 似乎也不那么粉嫩了 一张小脸 梦得看过去 仿佛只剩那一双黑眸 格外要目 显得楚楚可怜 陆眼的心软了一瞬间 他弯腰 身上好闻的干裂气息 传入小猩猩鼻息里 小猩猩就伸手 扑到他的怀抱之中 软软地叫他 爸爸 陆眼抱起了他 闻到的都是他身上的奶香味 一碗的焦躁 似乎都消散了 他脖唇轻轻地吻了吻 小猩猩的额头 试探他额头的温度 他的烧已经退了 陆眼诞生道 对不起 爸爸昨天晚上没有陪在你身边 小猩猩什么都不懂 他搂紧了陆眼的脖子 甚至偏过头 在陆眼脸颊上落下一吻 笑眼眯眯的 笑声清脆 陆眼漆黑的眼底泛起笑意 他嗓音有些暗哑 抱歉 不会有下策了 他很认真的在道歉 即便小猩猩并不在意 但严谊却一点 也没把他道歉的话当真 他精致的眉目含着浓郁的嘲讽 一闪而逝 似笑非笑 一整个早上 严谊和陆眼明明就在同一个病房里 两人也都在小猩猩身边照顾他 但两个人一个眼神都没对上 一句话都没有讲 医生来来往往 护士进来给小猩猩测了好几次温度 几个阿姨也轮流给小猩猩换了衣服 换尿布 严谊一下就闲了下来 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他就站在一旁 笑着陪小猩猩玩 他昨晚熬了一夜 眼瞼下有浅浅的阴影 但笑容还是明朗的 幸好今天是周六 他不需要去上班 陆岩也立在那里 他站在盐浴的身边 非薄的唇上弧度浅浅 漆黑的眼眸里 倒映的都是小猩猩 过了一会儿 周运也来了 他眉目间沉沉地挂着担忧 走进来 摸了摸小猩猩的脸 可怜的宝宝 奶奶来了 奶奶昨天晚上不知道宝宝生病了 奶奶刚刚才知道 他抬起眼皮问盐浴 医生怎么说 盐浴轻轻道 现在已经没事了 就是突然间发烧 昨晚情况危急了些 过了昨晚就好了 那就好 周运松了口气 他瞥了眼露眼 突然想起 昨晚小猩猩在生病 露眼却跑到夏夏那边 他红唇动了动 又看着盐浴 突然解释道 阿尹昨天晚上的确是事出突然 他不得不离开 夏夏那边出了事情 虽然阿尹和夏夏不会成为夫妻了 但是毕竟曾经爱过 又是青梅竹马的情意 阿尹赶着过去救他 也算是有情有义的表现 袁玉虎魄魄色的眼眸里 又讥讽一点点泛起 他面无表情 从心底深处涌出了疲惫 周运继续道 阿尹对小猩猩也是关心的 夏夏那边的情况一好转 他连休息都没休息 立马就赶了过来 昨天晚上他离开医院之前 也是先安排好的一切 然后才去救夏夏 作为母亲肯定会偏心自己的儿子 周运不遗余力地想替陆远解释 但听在炎玉的耳朵里 那些话却越来越显得苍白 周运的核心意思就是 在陆远的心里 夏夏的事情排在第一位 第二位才会是他的小星星 而他炎玉根本就不知道排在第几位 炎玉打断了周运的话 问道 旭影夏怎么了 他出了什么事 周运的嘴巴张了张 刚要说什么 陆远就沉声打断了周运的话 男人的声音显得凉薄而无情 小小没有什么事情 他在保护旭影夏 不希望许影夏的事被更多人知道 就连他的妻子也不能知道 炎玉心里生出了难言的情绪 他的红唇略过痴笑 眼里明灭交错 陆远盯着炎玉垂下来的眼睫毛 诞声道 夏夏的事情 很快就能解决 炎炎 周运和陆成国下午都回去了 炎玉实在困得不行 等到小星星午睡的时候 他也在病房里 另一张病床上 沉沉睡了过去 梦里的场景叙叙叙叙 炎玉仿佛什么都没有看到 又仿佛什么都看到了 他睡得很沉 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往窗外瞥了一眼 天色已经变了 暗沉沉的 他睁开沉重的眼皮 有些疑惑 他明明定了闹钟 但却一点都没有听到闹钟的响声 安静中 男人的声音打破了一片沉寂 行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8章 炎玉威正 顺着声音看过去 鹿眼睁抱着小星星 低眸淡淡地看着他 他仿佛能猜到他的想法一般 诞生到 你闹钟是我关掉的 我看你睡得很香 就没叫醒你 昨晚辛苦了 所以就让你多睡一会儿 炎玉抿着唇 慢慢地爬起 坐直了身体 鹿眼迈开长腿 朝着炎玉走近几步 他的目光一瞬不瞬地 落在他的身上 哑着嗓音 昨晚真的抱歉 我不知道小星星的情况 会那么危急 但想想那边 又太紧接了 如果你知道呢 如果你知道小星星 昨天晚上烧得很厉害呢 你会怎么选择 炎玉的语气很平淡 鹿眼却眯了眯眼眸 漆黑的瞳孔里闪过什么 喉结滚动 最终还是沉默下来 什么都没讲 他不想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咳 炎玉笑了下 语气更是平淡 你还是会选择虚影下 他抬眸 正正地盯着鹿眼 鹿眼深邃如海的眼眸里 布满了血丝 他从昨晚到现在 大概都没有睡过吧 尽管脸色平静 面无表情 但也显现出疲惫 炎玉淡淡倒 你回去休息吧 医生说小星星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鹿眼博唇寝着淡淡地笑 没事 我不累 小星星乖乖地趴在他的胸前 大概生病了 不太舒服 他变得格外粘人 一醒来 就要让人抱着 他小手紧紧地攥着鹿眼的拇指 现在正是吃饭的时间 林姨哄着小星星几句 抱走了他 去了病房外面的套间 把这个房间留给了这对夫妻 炎玉掀开被子 他往床下看了眼 没看到自己的鞋子 正低头找着 高大的男人弯腰 从床底下勾出他的平底鞋 他抿着唇轮廓深邃 眼窝分明 但蹲了下来 眼睫毛垂着 叫人看不清他眼底的神色 灯光落下 眼瞼下是一层薄薄的阴影 他鼻梁高挺 薄唇是一条毫无弧度的直线 他骨节分明的手 突然拖起炎玉的脚 炎玉轻轻色缩了一下脚 他滚烫的手已经包裹住他 微微用力 不让他动弹 他指负粗力 摸缩过白皙娇嫩的脚 有些痒 路眼动作温和 慢条丝里地帮炎玉穿好鞋子 穿好之后 他才抬眼 眼底是夜色的天幕 平静深邃 说 好了 你也起来吃饭吧 炎玉胸口起伏了下 心脏有些酸胀 他对两人的关系很无力 从他决定和路眼结婚的开始 他就建立了一个无形的牢笼 请君入瓮 将他自己 路眼和小猩猩 困在这个牢笼之中 最初的时候 他对这个牢笼困住的时间 设想的是一辈子 然而现在的他 已经越来越想解开这个牢笼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路眼不是一个甘心受人摆控的人 当他进入笼子之中 什么时候解开这个牢笼 已经不是炎玉说了就能算的 两人安安静静地坐着吃饭 路眼离炎玉很近 炎玉有些吃不下 他时不时地给炎玉夹菜 声音平静无波 却带着不容拒绝的语气 吃这个 炎玉也没跟他争执 快要吃完饭的时候 路眼忽然掀了掀薄唇 问道 昨天 程家的人去你们律所了 他却委托那个情律师了吗 炎玉微微一震 手上的动作忽然停顿住 他转眸 你在监视程管家 程管家 路眼勾唇淡笑 意味不明地瞇了瞇眼眸 你对程家很了解 炎玉的眉心微微一跳 他闭唇 若无其事地闭着唇 那个程管家 的确是来找秦律师的 我是前让的助理 当然知道他身份了 是吗 路眼的语气波澜不惊 叫人难以猜出他的心思 炎玉机不可见地起伏 指尖微微色缩了下 他不知道路眼到底知道些什么 灵仪在门外听了会儿 没听到里面的吵架声 他松了口气 推开门 抱着小星星进来 笑着道 小星星吃饱了 过一会儿也该困了 路眼大概是打定主意 要当一晚上好爸爸了 炎玉还没有有所行动 他就过去 抱过了小星星 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打开电视卡通节目 低谋 笑着问他 想看什么节目啊 灵仪看到这样的画面 再高兴不过了 他连忙帮路眼 把电视节目调到 小星星常看的动画片上 小星星笑了起来 排谋 小胖手指着电视 妈妈 猪猪 路眼低沉的恩了一声 哭笑不得的 跟着他重复了去 嗯 猪猪 炎玉帮着灵仪 把碗筷收了起来 灵仪就在炎玉旁边 压低声音 笑 你看看先生 变化很大了 最开始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问候小星星 每次看到小星星 都像是没看到似的 但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哄他 今天中午你睡着的时候 他一个人哄了小星星一下午 给他喂饭 还给他换尿布呢 我以前也在不少富贵人家待过 那些个男主人经常不着家 对小孩子更是管也不管的 灵仪的语气 是劝炎玉要懂得珍惜 炎玉弯了弯唇 眼底却没有多少笑意 他沉默了好几秒 才说道 灵仪 陆岩现在做的 只是他作为一个爸爸的本分而已 你不能因为他之前什么都不做 就认为他现在做了这些本分 我们就该感恩戴德了 灵仪一噎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现在的时间还早 炎玉拿起手机 发现有几个来自南北的未接电话 他拿着手机走出病房 一直走到医院的走廊 楼梯拐角处 他给南北拨打了电话过去 炎玉笑 贝贝 南北的嗓音含了几分交集 吓死我了 我刚刚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人接听 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情呢 最近南北工作很忙 炎玉也很忙 两人通话的时间少了很多 炎玉道 没事 我在医院呢 小星星昨天晚上有点发烧 现在好多了 那就好 南北顿了下 听说成家的人来了 他们到底来干什么 怎么会突然来这里 阿玉 难道是因为你吗 我听宋青燃说 成家家主病危 成管家被他派回国办事情 但具体什么事情 宋青燃也不知道 炎玉抿着唇角 他心脏有些沉 太多的事情积压着 让他难受 他想和南北说 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最后 他睫毛颤了颤 开枪说道 贝贝 承辞他和 和陆眼是双胞胎兄弟 这件事虽然是陆家的秘密 但是南北不是一个大嘴巴的人 炎玉相信他 更何况 炎玉憋了太久 需要有人来倾听 他不等南北说话 就继续道 我想离婚了 贝贝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09章 炎玉靠着墙壁 慢慢地蹲了下来 他语气很轻 轻得有些飘飘 和陆眼的这段婚姻 让我觉得很闷 也让我觉得越来越难受 我现在越来越在乎陆眼了 对 就是陆眼 最近一段时间 他和许影下的纠缠 让我觉得愤怒和心酸 他有些语无伦次 背脊贴着墙壁 冰凉一点点渗透进皮肤里 最开始选择结婚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那个时候我的愿望 就是能够近距离地靠近陆眼 能看到他那张脸就好 能和他在一个屋子下就好 每次看到他 不管他做什么事 好的或者坏的 我都觉得很满足 很幸福 或许那个时候 他在我眼里就只是称词的 称词的提升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生气 但是慢慢的 我会因为他说的话 他做的事 而感到难过和心疼 他对我好 我会觉得很高兴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发现 我自己比最开始选择和他结婚的时候 更加坚定坚持地 想和他一直走下去 知道 许颖夏回来了 我觉得很慌 最初我以为我的慌张 是源于我害怕陆衍会因为许颖夏 而选择和我离婚 但后来我发现根本就不是 因为陆衍的种种举动都表明 他不会因为许颖夏而提出离婚 只要不离婚 我还是可以陪伴在他的身边 继续想着称词 和我最初的设想都吻合 但我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了 我介意陆衍和许颖夏太过亲密 也介意陆衍太过在意许颖夏 我甚至觉得恶心 觉得反胃 我会生气会嫉妒 我变得让自己都觉得烦满 言于闭上眼睛 手脚微微冰冷 贝贝 我太在意陆衍了 他在我的心里 是不是已经和承词分开了 他是他 承词是承词 所以我才会这样的贪得无厌 想让他和许颖夏彻底断绝关系 想让他只在乎我和小星星 对不对 南北听得心里也很沉重 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他当时就不赞同 言于把陆衍当作承词的替身 嫁给陆衍 因为有句话不是说吗 这世上最难控制的 除了咳嗽 还有爱情 言于不见得爱上了陆衍 但他绝对在慢慢地 对陆衍产生感情 南北叹气 轻声问 哎 爱玉 那你现在想离婚了吗 你舍得 言于沉默 握着手机的手指缓缓收紧 他动了动唇 不舍得 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动力 推动他离婚 也缺了点什么 让他继续这段婚姻 更何况 他也搞不懂 他是不舍的小星星 还是不舍的那张 和成词相似的脸 亦或就是不舍的陆衍 这个人 南北懂得言于的纠结 他能做的 就只是做言于背后的靠山 阿玉 不管你是决定离婚 还是继续这段婚姻 我都支持你 你慢慢想 有我陪着你呢 言于心脏揪成一团 思绪也乱成一团 陆衍为了许影下 可以放弃一切的决绝 小星星的脸 周运的刁难 还有他疼得难受的胸腔 南北忽然想起了什么 说道 等等 你说陆燕和成词 是亲兄弟对吗 那承管家回国 一定是去带陆燕 回去继承承家 承家不可能把弱大的家业 放旁之继承 承管家知道你和成词的关系 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不会放任你 和陆燕继续这段婚姻的 最好的破坏婚姻的方式 就是把你和成词的关系 告诉陆燕 南北顿了顿 深呼吸 陆燕这样骄傲的人 他说不定会报复你 或者不让你离婚 或者干脆逼迫你离 或者干脆逼迫你离婚 去将小星星和你分开 严喻想过这个可能性 现在被南北一语道破 又像是一股寒流 在他四肢百海里蹿过 他抿紧了唇角 全身的血液都是冰凉的 指尖冷得隐隐作痛 南北见一道 还不如快刀斩乱麻呢 最大可能性的减轻伤害 趁着现在徐影夏 和陆燕打得火热 陆燕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主动提出离婚 把位置让给徐影夏 如果陆燕真的还喜欢徐影夏 他要和徐影夏在一起 他有很大的可能性 会放弃小星星的抚养权 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 电话里一时 只有细微的电流声 眼欲的喉咙 仿佛被沉重的石头压着 得了视语症一般 女人真是矛盾的生物 如果陆燕不放弃 小星星的抚养权 她会难过 如果陆燕真的选择放弃 她一样会难过 南北的声音 一点一滴的 钻入盐欲的耳窝里 阿玉 如果你们不离婚 我最害怕的是你会爱上陆燕 然后再也抽身不了 你知道的 陆燕这样的男人什么都好 家世好 颜值好 身材好 事业好 人品也好 可唯一的不好 就是她 可能不会爱你 盐欲的下唇都快被自己咬出了血 她松开了下唇 扯出浅浅的弧度 有些凉薄 那就离婚吧 反正 陆燕也当不了一辈子 称赐的替身 这句话的每个字眼 都凌厉似刀剑 就是不知道刺得鲜血淋漓的 会是谁的心 拐角的另一边 一眼狼灯刺眼 白质灯直直射了下去 将整条走廊 都照得有些明晃晃 一个身影高大的男人 就靠在墙壁上 秀长的双腿随意交叠着 他微微垂着头 短发跟着落下 鼻梁高挺 五官深邃 灯光头射下 形成明明面面的光影 透着深深的阴影 男人浑身上下都透着压抑 他在克制情绪 垂在身侧骨节分明的手指 紧紧攥起 骨节泛出了苍白色 手背上的青筋起伏分明 他慢慢地抬起头 黑毛直直地盯着刺眼的灯光 灰显地瞇了瞇 英俊的脸孔 露在灯光之下 眉眼阴质 太阳穴两侧的经络 隐约地跳动着 他绷紧了两腮的线条 薄唇闽成锋利的直线 他周围都散发着一股冷气 让人不寒而栗 漆黑的眼底 有着显而易见地怒过 刚刚言语说 反正 露言也当不了一辈子 诚词地替身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一百一十章 露言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忍耐下去的 他掌心被指甲 磕出了重重的痕迹 疼痛尖锐 胸口的怒意翻涌着 漆黑的眼底 也是浪潮汹涌 落满冰雪 但却在他低头的瞬间 眼睫垂下 黑发跟着落下 在阴影里 看不清他的神色 却隐隐约约 透出一闪而逝的 难言的 悲伤和落寞 露言站直了身体 面无表情 很快 他高大的身影 就消失在拐角的尽头 他往病房走去 拐角的另一边 眼语蹲着 眼里几乎没有了亮光 慢慢地有些哽咽 压抑的哽咽声 隐隐传来 他心脏疼得 仿佛被人重重地凌齿着 露言回到病房中 小星星已经睡着了 安静地躺在床上 睫毛纤长 睡言甜静 露言拿起一旁的手机 手指一点点钻紧 他漆黑的眼眸 盯着小星星的脸 看了许久 不知在想什么 眉目间的阴影 却有些深 他抿紧了拨唇 脸颊的线条冷硬 转身 走出了病房 鞭仪看到了 轻声带了点疑惑问道 先生 这么晚了 您去哪儿 回公寓吗 露言面无表情 绷紧了唇线 什么也没说 他腿长 步子大 没过一会儿 身影就消失在 林仪的视线里 林仪的眉间 浮起了几分担忧 言语回来的时候 往四周看了眼 没看到露言的身影 他抿着唇 淡淡地道 露言呢 林仪下意识撒了个谎 呃 先生说公司要开会 可能是国际会议 所以有时差 他先回公寓了 言语也没有戳穿他 他弯唇笑了笑 唇半却有几分浅薄的讥讽 露言坐在驾驶座里 他启动车子 就安静地坐着 二畔冲斥的 都是隐约的马达声 他攥紧了拳头 拨打出一个号码 声音阴沉的 仿佛从喉间挤出来一半 力气隐约沉重 立马帮我查一下 言语和乘词的关系 他顿了顿 骨节泛白 咬紧牙关 我给你们指引个方向 你们要查的指摇 成此和言语 是不是曾是恋人关系 最后四个字 说出口的时候 露言忽然觉得 自己手心里一阵冷汗 明明就坐在车厢里 温度适宜 他却觉得 像是一瞬间 落入冰窟之中 还没查清楚 他的心里 却早已有个声音 告诉他 你不是都听清楚了吗 言语的意思 就是把你当做了 成词的替身呀 成词 哼 他眉眼堆积着双血 薄唇是锋利的刀刃 言语对自己说谎了 言语这个女人 谎话连篇 他曾经说过 他不认识成此 他没见过成此 陆眼的胸腔气血翻涌 他觉得侯奸 仿佛有隐约的血腥气 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 可言语偏偏欺骗了他 他讨厌别人把他当作替身 可言语毫无顾忌地将他当作替身 他从小开始就被成家舍弃 虽然有陆成国的疼爱 但他还是无法释怀 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的成词 偏偏得到了成家的偏爱 他承认他嫉妒过成词 但他不屑成词 可是现在 言语把他陆眼 当作了成词的替身 陆眼心底深处翻滚的情绪 让他全身都疼痛起来 他绷紧了两腮 忽然收紧了拳头 砰的一声 重重的拳头狠狠砸在方向盘上 他攥紧了方向盘 踩下刹车 降下了车窗 车速很快 夜晚的冷风吹来 带着凛冽的气息 刮在他的脸上 他没有回到 他和盐语居住的公寓 也不能回老宅 原本是想去 他的单身公寓 却想起 他还不知道 下下还在不在 他现在谁也不想见 陆远直接开车去了酒店 城内多家酒店 都有专门 为他设立的套房 试者引着他 进去了房间 陆远没有开灯 只是随随便便将外套脱了 扔在一旁的床上 他拉开窗帘 窗外冷冷的月光倾泻进来 带了一点寒凉 总统套房里 提供的东西很齐全 陆远瞥了眼桌面 看到了一瓶福特加酒 他胸口起伏了下 走过去 慢条斯里的开了酒瓶 拿起一旁的酒杯 倒了进去 自从生病之后 他很少喝酒了 可是现在 那种对酒精的渴望 却一再吞噬着他 路眼仰头 福特加烈烈地从石道里灌进去 烧灼他的胃 一阵又一阵的刺痛 这样的痛 却远远不及 他刚刚听到替身两个字的难受 黑暗里 路眼的身影 只剩下一片冷硬的剪影 他拿起一包烟 抽出一根 夹在纸尖 幽蓝色的火苗跳跃着 吞噬了烟头 路眼狠狠地吸了一口 尼古丁一瞬间麻木神经 他背影挺直 如同黑暗里的枯树 周围都笼罩着阴影 却又透着深深的孤泣 路眼几乎是静坐了一夜 天色渐渐亮起 缓缓透了光进来 他身陷在沙发里 眼窝下风霜满雪 他面前的茶几上 有一个盛满了烟头的烟灰缸 严玉还想跟他离婚是吗 可是天底下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他想结婚 他就用尽了各种办法 和他结了婚 他想生孩子 他就骗了夏夏 选择了代孕 现在他想离婚 他以为这次 还会和前几次一样简单吗 路眼瞳孔色缩了下 眼神冰凉 他不会让他这么容易 就离了婚 原先 这段婚姻对他来说是枷锁 现在 对言语来说 更是一个他极力想摆脱的牢笼 路眼心脏一疼 他第一次 产生了想要折磨一个人的想法 他望着窗外微薄的阳光 微微眯起眼眸 成了狭长的一道 总统套房给路眼准备了新的西装 路眼换好了西装 走了出去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他正低着头 慢条丝里的整理袖口 叮的一声 电梯门缓缓打开 他抬起眼眸 刚想踏进去 就看到一个穿着传统 英式复古西装的老者 微微地笑着 走出来 他风度翩翩 看到路眼 笑容慈祥 严少爷 路眼面无表情 他看都没有看城管家 继续往电梯里走 城管家仍旧笑着 听说 颜少爷在查 慈少爷和颜狱的事情 这一句话 成功让路眼顿着脚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11章 他转过身 垂眸 盯着城管家 侯姐无声滚动 什么都没说 那双漆黑的眼眸里 一片沉寂 像是深邃的大海 平静无波 却又深不可测 让人难以靠近 城管家一点都不害怕路眼 和蔼道 颜少爷 关于慈少爷的任何事情 都早已经被城家封锁了 您让人去查 什么都不会查到 只要和慈少爷有关 路眼手指握成了拳头 他动了动非薄的唇 所以 你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 言语的确和城次有关系 当然有关 城管家笑着顿了顿 严少爷 你想不想知道 他们具体是什么关系 城管家当然是有要求的 城家的要求很简单 要您回到英国城家 入族谱 继承成成家的家业 路眼手背上的青筋隐隐浮现 他淡淡道 继承家业倒是可以 我不记忆多管理一个城家 但是 入族谱 他是想都不要想 城管家脸色未变 他声音沉稳含笑 这世界上的事情还真是凑巧 前一段时间我才见到严小姐 她还警告我 如果把她跟慈少爷的关系告诉您 您永远都不可能跟着我回英国了 路眼漆黑的眼眸沉了又沉 风雨将至 比夜色还要沉寂 黑色的火焰时而跳跃 时而吞噬 让他都快消失了理智 胸口酸胀的东西 像是叫做嫉妒 城管家缓慢地继续补充道 但他肯定没想到 您会这么早就发现了自己 和严少爷的关系 以及长相 所以他的谎言已经被打破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我又何必站在了他那边呢 严少爷 以前慈少爷和严小姐是深爱的恋人 路眼心中的猜测 被城管家一下就证实了 他觉得心脏骤然地紧缩 有些疼痛 那些疼痛仿佛是骨髓被钢钻刺穿 带着阴影流窜到身体的血液之中 城管家是真的讨厌严羽的存在 在他看来 严羽就是两位少爷人生的污点 他说道 严小姐是孤儿 慈少爷热衷慈善 他们是青梅竹马 年少相识 慈少爷觉得严小姐好看 所以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他就利用城家的慈善机构 一直在资助严小姐读书 他们还经常往来书信 告诉对方自己目前的状况 自少爷去世之后 整理他的遗物 他还完完整整地保留了 他和严小姐从小到大的所有书信记录 路眼攥紧的手指骨节泛白 他脸色很差 脸旁的线条冷硬的 仿佛没有任何弧度 再长大一些 慈少爷就经常去看严小姐 可以说没有慈少爷就没有严小姐 是慈少爷资助他读书 是慈少爷帮助他学习 也是慈少爷将他接来了伦敦进修 慈少爷在的时候 延续的生活比很多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都要美好 慈少爷几乎满足了他所有的要求 不管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所以他们很快就恋爱了 慈少爷力排众议和家族的元老反抗 他明确表示等严小姐毕业之后 就会迎娶她 但谁也没有想到 最终慈少爷会 会因为意外而去世 程管家的唇有些讥讽的弧度 严小姐在慈少爷去世之后 还想着嫁入程家嫁给慈少爷 可是程家怎么可能接受他这样的媳妇 贫穷 出身卑微 一无是处 程管家的黑眸抬眸 对上鹿眼的眼睛 有些咄咄逼人 严少爷 后面的事情 你应该不难猜到吧 严小姐没有了慈少爷的资助 活得很艰难 伦敦物价消费高 所以她选择了代孕 如果说她的代孕 不是为了钱 或她不相信 她已经做出了 令绝大多数人恶心的事情 那就是代孕 慈少爷这才去世多久 她就迫不及待地怀孕了 按照程家的规矩 严小姐至少得为慈少爷 披白三年 亏得慈少爷 那么那么喜欢她 鹿眼明紧了伯唇 下河的线条 毫无松紧地紧绷着 眉目间的嘲讽 格外浓稠 她什么都没说 目光伶俐似是刀剑 原来就没什么笑意的脸上 更是冰封千里 言喻可不是因为钱 鹿眼联想起来 下河之前对她讲过的 那些关于代孕的话 她三两下 就逻辑清晰地 将所有的线索都结合在一起 下河找言喻代孕 言喻一开始或许不愿意 可是后来 她发现下河想要代孕的宝宝的父亲 是长得和承词一模一样的她 言喻开始动心 或许她走不出承词过时的悲伤 或许她想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她想要她露眼的精子 所以假装接受代孕 然后让护士 把下下换成她的 小星星就这么被生了出来 是吗 露眼眸光深深 嘲讽的意味越发浓郁了 从那个时候 严律师就彻底开始了一段 把她露眼当作成词替身的人生之旅 她明明和她露眼结婚 明明生下的小星星 是她露眼的孩子 但在她的心里和眼里 她就只和成词结婚 就只同成词生下了小星星 因为她露眼 就只是个成词的替身 可怜的替身 露眼昨天问过医生 她记住了小星星出院的时间 她看了眼手表 没有回应程管家 直接下了楼 门童将汽车拨了过来 把钥匙递给露眼 露眼接过启动车子 黑色的车子朝着医院驶去 她到达的时间刚刚好 小星星起床之后 穿好衣服 吃好早饭 严律去办出院手续 林怡正在整理小星星的衣物 小星星软软地对露眼笑 爸爸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12章 露眼抿着唇 没像平时那样回应她 她喉结微动 黑毛深深 薄唇抿成一条直线 看起来有些冷然 小星星眨把两下眼睛 圆溜溜的眼睛里 似乎有了些水雾 她在委屈 她伸出去的手手 还没有收回来 露眼只顿了一下 就走了过去 抱起小星星 她薄唇淡淡 小胖妹 话是这么说的 但她的手 却温柔地 抚着她的后背 严律看到露眼的时候 没有一点点惊讶 她既然决定了要离婚 就想把情绪控制好 不要再让自己 受露眼的影响了 她抬起眼皮 同人漂亮 眼尾扬起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我们走吧 她看着小星星 被露眼抱在怀里 她就过去帮林仪 一起提东西 言语全程 都没怎么注意过露眼 所以她一直都忽略了 露眼时时控制不住 而显得阴冷淡漠的 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 几人有几天 没有回公寓了 房子一旦 没有人的烟火气 就容易落灰 林仪回到公寓里 就开始忙碌着收拾卫生 言语抱着小星星玩 她现在有些过分 担心小星星 隔小段时间 她就想帮小星星 测一下多少度 露眼诞声道 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把温度寄给我 我帮她测 不用 言语微微垂着睫毛 露眼也没有再坚持 两人就这么沉默地 待在一起 整整一天 终于等到晚上 小星星入水之后 言语还没有去洗澡 但她拽住露眼的衣服 抬起了眼眸 同眸漂亮 她轻声道 露眼 我们谈谈 露眼看了她好一会儿 嗓音仿佛来自深渊寒潭般冰冷 啊 她已经猜到言语会说什么 她的黑眸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言语胸口起伏了下 她抿着唇 睫毛轻轻地吸动 眼里漩涡来洗 露眼 我们这样太痛苦了 这段婚姻让我们三个人都感觉到痛苦 我想 我们还是离婚 好不好 她语气很轻 内容也不重 露眼的眼眸前有些眩晕 她攥紧了手指 轮廓分明的脸上 都是冷尘 深邃的五官显得锋利 她紧紧地抿着唇 喉结微动 有些尖色 为什么要离婚 她声音淡淡 却仿佛是在安抚言语 言语 我们现在不是在慢慢地变好吗 为什么要突然提出离婚 她像在对待无理取闹的孩子一样 嗓音沙哑又低沉 管 别拿离婚这个词来发脾气 婚姻是神圣的 言语的神色清淡 唇色更是淡 我没有再开玩笑露眼 我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了 她咬了咬唇 我什么都不想要 离婚之后 我不会要陆家一分钱 但是 我想要小心心地抚养圈 露眼在言语虎泊色的同人里 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她没有吭声 她觉得 自己的忍耐就快要到了极限 她垂在身侧的手指 紧紧地钻成一团 直接苍白 却偏偏脸上 还要装出一副 云淡风轻的样子 言语提出了要离婚的话之后 也沉默起来 她转身 去拿了睡衣 要去洗澡 从露眼身边擦身而过的时候 她身上毒鼠她的香味 钻入露眼的鼻息里 露眼到底还是没有忍住怒火 言语这个女人没有心 或者应该说 她对她从来都不用心 露眼太阳穴上的青筋猛的一跳 瞳孔微缩 猝不及防地拽住了言语的手腕 以用力将她反减 按在冰冷的墙壁上 言语身上的风衣的衣扣 和墙壁用力碰撞出刺耳的声音 露眼眼底风暴席卷 击近她 压住她乱动的腿 手指用力紧紧估着她的腕骨 那一瞬间忽然传来疼痛 让言语毫不怀疑 她那时候的确想拧断她的手腕 露眼 男人嗓音低沉沙哑 绷着喉咙 带着压抑 言语 收回说要离婚的话 她漆黑的同眸像是深渊大海 我不允许离婚 爸妈也绝对不会同意我们这样离婚 陆家丢不起人 我也不想再起波澜 她谋色一点点伸下去 音译浮现 我们的婚姻 本就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就算我同意把小猩猩给你服药 她顿了顿 语气还是难免带了讥讽 爸妈也绝对不会同意她 甚至很有可能 在我们离婚之后 他们会让你再也见不到小猩猩了 这样 你还要坚持离婚吗 她语气里的嘲讽显而易见 她大掌用力 言语的腕骨 传来一阵阵 机遇碎骨的疼痛 她下意识地皱眉 咬了内唇肉 同眸紧缩 她本来就知道 小猩猩的抚养权 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那样的疼痛让她清醒 她脑海中迅速闪过 之前想过的种种方案 再一一排除 路眼低眸 继续看她 慢慢地 她眉间的狠力 消散了些许 漆黑的同眸 也跟着揉了几分 暗沉的灯光在她脸上 打下了一片阴影 明明灭灭 她松开了她的手腕 抿着唇伸出手 忽然将言语 搂进自己的胸怀之中 言语猝不及防地 鼻尖碰到她坚硬的胸膛 有些疼 她的鼻息之间 都是她身上干裂的气息 格外好闻 路眼一点点收拢其手 眉间霜雪散 似有若无地叹了口气 言言 你是不是生气那天晚上 小欣欣发起了高烧 我却没能配在你和她的身边 言语很快就摇摇头 有浓浓的郁气 积压在她的胸口 她不想再听那天晚上 路眼和讯下发生什么事情 路眼似乎也不打算解释 她只是抱紧了她 她听到她胸腔里的心脏 跳动得很快的声音 她说 我为那天晚上的事情道歉 你原谅我 好不好 下下的事情 我很快就会解决她 而且 接下来我的解决方式 不会让你心犯了 言言 她低笑了下 扯了扯唇角 含笑 似乎觉得言语很可爱 你怎么像个小孩啊 不高兴了 不主动跟我说 却生着闷气 还拿离婚发脾气了 啊 路眼猴杰滚动 眼底情绪不明 灯光太要目 似得看不清她的神情 她嗓音低笑 我既然选择了和你结婚 就不会轻易离婚 你乖一些 我会尽力做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的 言言 言语一直愣正着 对路眼的反应 像是有些无所适从 好爸爸 和好丈夫 路眼的话音落下 她就俯下身 轻轻在言语的额头上 落下轻轻的一吻 她眼底仿佛 有寒光一闪而逝 转眼 又是温柔似情 本集播讲完毕 下期更加精彩 第113章 言语什么话都没说 扭着唇 被她搂抱在怀里 路眼垂下眼瞼 注视着她脸上情绪的变化 什么也没有发现 只有茫然和无辜 她胸口起伏了下 用力一抱 彻底将她禁锢在怀中 言语抬眸 淡淡盯盯着 她背着光的英俊脸孔 隐隐绰绰 她忽然有种感觉 路眼的胸膛 就像是一个铁牢笼 想要永远将她困住 她胸口像是缺了一脚 空落落地难受 言语咬紧了牙根 猛地伸手 要推开路眼 路眼却纹丝不动 她就像一堵墙 怎么也推不动 言语说 路眼 你放开我 路眼没有回答 下一秒 男人的头 忽然埋在言语的脖子上 她侧过脸 黑发柔软 脖唇微微湿润 一点点吻上她的脖子 温热呼吸喷洒 带来一阵酥麻 松麻从脖子迅速流窜到头顶之上 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然后她咬着下唇 躲开了她的唇 声音有着哆嗦 路眼 你是不是疯了 你刚刚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我说我要离婚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路眼的唇就一下子从她的脖颈间 转移到她的唇上 她黑毛深邃 黑得几乎看不见底 深不见底中 似乎透着隐隐的疯狂 她恶狠狠地压了上去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肆虐 掠夺着她的呼吸 眼欲下意识地就开始挣扎 但她所有的挣扎 都化成了她的力量 她轻力就制住她的反抗 仿佛要将她溶进身体里 她不知道在想什么 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 眉眼也跟着阴质 眼欲的瞳孔色缩了下 她湿热的蛇 已经强迫地探入她唇齿间 扫荡着 眼欲深呼吸 毫不犹豫地咬了下去 鹿眼却像是没有任何痛觉一般 毫不介意地吻着 可是言语的口腔中 已经有了浓郁的血腥气 铁锈的味道 那样的味道 充斥得让她难受 这样的鹿眼 也让她有些害怕 她狠狠踩了她的脚 挣扎着 把右手挣托 想也不想地 咬牙用力推开她胸膛 然后毫不留情地 将巴掌甩在她脸上 清脆的巴掌声 在寂静的房间里有些刺耳 像是舒然间按下了暂停键 空气凝滞 呼吸屏住 两人的动作都缓缓顿住了 鹿眼漆黑的瞳孔移动不动 那里面仿佛笼罩着 一层厚重的雾 什么也看不清 在这样不善明朗的灯光下 有几分阴冷和压迫 她在生气 炎玉的眼睛隐隐泛出红 她不想吵架 但眼神里有了火光 鹿眼 我说我要离婚 你听到没有 现在许颖夏回来了 你原先不就想和她结婚吗 鹿眼眼底的阴云越发凝重 她的手指一根根收拢 绷紧了唇角 那炎玉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了吗 你说想嫁给我 你就嫁给了我 现在你突然就说想离婚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了吗 炎玉的太阳穴有些疼痛 我考虑过了 这些日子你的举动都说明了 你的心里还有许颖夏 她盯着鹿眼 忽然有些委屈 又充满了怒意 在你决定接受我的同时 你却有同时在对许颖夏好 每一次见面 在你和许颖夏的面前 我都觉得我和小星星才像个外人 你和她在所有人面前 都是天早地设的一对 你明明知道我介意她 却选择性的忽略了 女人都是记仇的 她以为自己是慷慨的 但心却被狠狠揪成了一团 那些记忆 一点一滴 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鹿岩 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对我很好了 是 你是对我好 可是你对我的好 你有没有想过出于什么 责任还是爱 你对我的好 也是有条件的 我就像一只你可有可无的宠物 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就安抚一下 当你有了别的宠物的时候 你立马转身走掉了 一遇到旭影夏的事情 你所有的自制力都会丧失 许志刚出了车祸 你一得知这个消息 就立马抛下我 全然忘记我的脚刚刚受过伤 忘记我还在你的车上 忘记那天倾盆大雨 我根本就回不去 许影夏父亲住院的那段日子 你比许家的儿女们还要孝顺 你把自己当做了许家的女婿了吧 你替她照管公司 你一天到晚都在医院配窗 你还负责照顾许家的女娟 许影夏回来了 你和她毫无顾忌周围人的目光 亲密无间 你带她参加各种活动 帮她铺平了道路 只要有杂志说许影夏的坏话 你下一刻就会立马收购了 这间杂志社 但你知道我嫁给你以来 有多少难听的杂志评价吗 而那些评价 都取决于你对我的态度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负责任的父亲 陆言 你不要自作多情了 你以为做一个父亲 只要下班回家看看电视 闲下来逗一逗孩子 那就是父爱了 你总是在想起她的时候 就对她好一点 其余的实践 却从来都不关心她 那天晚上 她病得那样重 她想要爸爸的陪伴可你呢 你转身就走 奔赴许影夏那边 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小星星 你爸爸抛下你 就是为了去她心爱的女人那里 你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小事 对吗 可是婚姻就是由这样一件一件小事 组建起来的 也是这样 一点一点坍塌的 她说着 鼻尖微微一酸 她咬着下唇 忍住了即将汹涌落下的眼泪 鹿眼听进去了 但她周身的肌肉都紧绷了 眸色深沉 越发冰凉 她攥着拳头盯着她 她的理智是不清醒的 她说 燕羽 从你嫁给我开始 你就该知道 夏夏对我的意义 她不仅仅是我的前女友 她还是和我一起从小长大的人 我不能对她不管不顾 是啊 所以我后悔嫁给你 炎羽打断了她的话 她眼眸平静 语气平静 但又透出了浓稠的激缝 像是火辣的巴掌 又一次扇在鹿眼的脸上 鹿眼漆黑的眼里 跳跃其显而易见的怒火 眼眸沉了又沉 她周身都散发出冷意 她说她后悔嫁给了她 是啊 她当然后悔了 她只是想嫁给前男友的替身 却没想到 这个丈夫会是她前男友的双胞胎弟弟 这样的伦理关系 让她难受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14章 鹿眼眸心底深处又悲哀地想到 如果不是承词 他鹿眼还真没有机会入言狱的眼 什么都是因为承词 他这辈子就完全活在承词的阴影之下 鹿眼骨护鸟 鹿眼骨节分明的手指冰凉 抬起 掐住他的下颗 力气越来越大 他非波的嘴唇动了动 嗓音低沉沙哑 可颜语 我不后悔 言语的眼眸微微睁大 面前露眼英俊的面孔上 难得透出隐隐绰绰的落寞 他眼底浮冰落下 有不明的情绪上浮 与其平静 我现在不后悔和你结婚 所以我不会同意离婚 下下的事情过去了 他只会是我的前女友 而你是我的太太 如果你不喜欢我单独见下下 以后我会注意的 他挑了挑眉梢 唇瓣没什么弧度 低谋认真地注视着言语 乖 别再替离婚的事情了 他收了手 不再捏着他的下颌 但终究在他白嫩的下颌处 留下了红色的纸印 他摸缩着 忽然诞生叫他的名字 颜颜 颜语的睫毛轻轻刹了一下 他问 你知道 当时结了婚 我答应你愿意尝试的原因是什么吗 他薄薄的唇勾勒出弧度 眼角有细微的纹路 带着笑意 是因为 你坦诚 颜语的心脏 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拧住了 生生发疼 你说你没对下下说过什么 我相信 你还说你是因为喜欢我才嫁给我 对不对 颜语闽唇 什么也没说 目光有些散 微微走神 露眼眼底的红色血丝越发明显 黑色越发浓郁 如深渊 如谜 又是新的一周 颜语很早就轻手轻脚地起床了 他去隔壁的婴儿房看小星星去了 小孩子醒得早 颜语推开门 小星星正躺在小床上 黑眸亮亮地盯着天花板看 时不时地伸出自己的手指 肉嘟嘟地玩弄着 他不知道一大早上在开心什么 笑眯眯的 小腿一蹬一蹬 他正在等着大人过来抱他起床 颜语眼眸阴晕着笑意 他靠在床盘 轻轻地叫 小星星 小星星的眼睛一亮 妈妈 抱 颜语弯腰 俯身抱起了他 走到桌子旁 他伸手拿了温度计 单手抱着小星星 然后让他乖乖别动 先测量小星星的温度 温度正常 没有发烧 颜语弯了弯唇 抱着他走向客厅 把他放在地上柔软的毛毯上 他蹲在一旁 看着他玩 林仪正在厨房 他探出头来 小星星的纸尿布 我刚刚换过了 现在不用换 好 颜语答道 小星星摇摇晃晃地扶着把手 晃到颜语面前 颜语笑了笑说 妈妈想亲戚你 宝贝 小星星笑得像个小天使 在颜语的面前低下头 乖乖地让颜语的吻 落在他的额头上 他笑的声音 如同清晨的鸟叫一般 清脆动听 没过多久 鹿颜也起床了 他已经换好了西装 骨节分明地手上拿着领带 还未绑上 他看到颜语蹲在小星星的旁边 也跟着蹲了下来 小星星二话不说 巴唧一下 甜甜地吻落在鹿眼的侧脸上 他还勾住爸爸的脖子 就是爸爸的小甜心啊 就在小星星稳住鹿眼的同时 鹿眼一瞬间偏过了头 凉凉的脖唇 落在颜语的脸颊上 颜语有些愣症 没有反应过来 就一瞬间 他的唇擦过他的 但他的气息 却牢牢地笼罩着他 他淡笑 吃早饭了 等会儿我送你去上班 对了 你的驾驶证 差不多该到了 过段时间 你还得去领私靠证 之前鹿眼送给颜语的 那辆乌尔沃 现在还在停车场停着呢 没有动过 颜语抬起眼皮 鹿眼已经抱起小星星 走向了餐桌 林一主动接过小星星 他说 你们快吃饭吧 别等会儿迟到了 吃完饭 两人就要去上班 其实并不顺路 但鹿眼还是要送颜语 颜语上车的时候 直接往车后座坐了上去 鹿眼打开驾驶座的时候 忽然瞥了眼副驾驶座 眸光凉凉 他眉梢的讥讽 一闪而逝 他之前似乎的确不让颜语 坐在副驾驶吧 一路上 车厢里都有些沉默 鹿眼原本就是话不多的人 颜语又不说话 只余下空气静静地流淌 工作日的上班时间 道路上永远是拥堵的 进展迟缓 鹿眼抿着唇 拧了眉 前面还在红灯 他手机屏幕亮了一瞬间 他随意地撇了过去 是特助发来的调查信息 只要有了方向 只要成家愿意 想要查到成词和言语的过往 再容易不过了 他单手点开屏幕 照片缓慢地加载着 灼烧着他的心 怒意是燎原的 膨胀的 澎湃的 但他的表情又是深不可测的平静 照片里的言语 是他从未见过的言语 笑得单纯 笑得天真 有一张照片里的他 似乎喝醉了 在深长的夜色里 慵懒地靠在成词的怀中 周围的光线 明晃晃照在他脸上 落在他眼睛里 他脸颊烟红 娇嫩得似是春天的樱桃 他笑得眼睛弯弯 带着天真可爱 让人心软得一塌糊涂 路眼下意识地抬眸 瞥见后视镜中的言语 依旧美得惊心动魄 依旧让人心软得一塌糊涂 但是 他的表情是淡漠的 侧脸线条是冷淡的 他昨天晚上 还在跟他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但他却会哼哼唧唧地磨蹭着 对诚词撒娇 路眼攥紧了手指 胸口仿佛被人架在火上灼烧着 他微微眯起眼 眼里一派冰凉 冷意森森 模模糊糊中 他甚至会以为 照片中和言语那样亲密的人 是他 周一总是格外繁忙 言语忙碌了一个早上 记录会议笔记 分发材料 又让秦让去了一趟看守所 秦让已经接下了程家的委托 但这件事 言语全程没有参与 就没有过问 秦让看了他一眼 对他道 还记得上周答应秦南风的事情吗 言语记得 他笑了笑 是这周末对吗 秦让微微仰了仰下巴 眉眼含笑 是 他从上周就开始兴奋了 我这周末要出差工作 那天只能麻烦你了 没关系 言语拿完了东西 就退出了秦让的办公室 秦让看着他的身影 消失在门口 眼底的笑缓缓退散 他低眸 看着桌上的一堆材料 来自程管家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15章 程管家将资料整理得很是极权 陆远和成词是双胞胎 陆远是严玉的丈夫 成词是严玉的前男友 成管家看不起严玉 因为在成管家眼里 成词死后 严玉没有一辈子守着成词 所以严玉就是水性洋花 又因为严玉的丈夫 和成词长得那样相像 所以严玉就是浪荡 不知廉耻 秦让民紧了唇 深邃的眼眸里 浮动着未知的情绪 眉眼如清风 有些冷然 难道另一半死了 活着那个人 就活该一辈子走不出去 或者结束生命呢 尽让眼底嘲讽深深 薄唇是锋利的刀片 那样的人才是最愚蠢 最不值得 最没有责任感的人 他缓缓地收拢起手指 想着那一年 他强行撞入公寓门 只看到一个小男孩 摇摇晃晃 站在卧室门外 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眼睛红肿 替似横流 声音都哑了 而当他撞开了卧室门之后 那人已经安安静静 躺在床上 穿着漂亮的婚纱 容颜甜静 身体却早已冰凉 停止了呼吸 地板上 床头上 是满满散落的安眠药 小男孩抓着他的手 不知道自己妈妈 已经离开了 他在他身上 寻求着慰解 委屈地抽气着 和他比起来 言语也遭遇了最爱人的离去 或许也想过轻生 但言语还是选择了继续生存 人生再艰难 也得坚持 秦让站起来 往外面走走 他要去倒咖啡 却在路过言语办公桌的时候 不自觉地瞥了他一眼 眸光微定 那边认真工作的女人 穿了一身红色 温婉的职业裙 勾勒出美好的身体线条 皮肤白净 睫毛低垂纤长 耳朵晶莹 头发散落的样子 格外温柔 他忽然想 还真是便宜了路眼 路眼那个男人 不会懂得珍惜他的 言语下班 下了大楼 一出门 就看到路眼的车子 停放在那 他看到言语 就微微降下车窗 扬了扬唇 让他上来 车内 言语上车 就发现车里 有一束玫瑰花 水珠滚落 娇艳欲滴 男人的嗓音淡淡 这是送你的花 言语诞生 谢谢 他只瞥了一眼 就没有再继续了 心里想的都是 工作上的事情 路眼问他 今晚我有应酬 你和我一起去吧 言语看了他一眼 轻声道 我不去了 你去吧 路眼也没有再多问 言语垂下睫毛 总觉得哪里奇怪 心中有隐隐的害怕 指尖寒意凉凉 但他心里很清楚 他必须和路眼离婚 但是路眼不同意离婚 如果他非要离 一个是夫妻分居两年后 一个是他抓到路眼 背叛婚姻的证据 然后向法院证明 他们夫妻关系破裂 他请求离婚 如果顺利的话 赢得审判 小先生猜不到一周岁 他有稳定的工作收入 父亲又背叛婚姻 小猩猩也很有可能 会来让他养 但如果路家给法官施压 给舆论施压 结果就又不一样了 他睫毛颤了颤 车子停在公寓楼下 言语下车 路眼也跟着下车 言语抬起眼眸 刚想问他 他就俯身 拖起他的脸 冰冰凉凉 像是把玩 眉眼不动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又是一个吻 言语要推开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站直了身体 微微笑着 低沉道 我今晚会早点回来 他说完 就重新回到车上 启动车子 应酬去了 说应酬 其实就是开玩笑 因为今晚的聚会 就是一群稍稍有所成就的富二代们的聚餐 也是因为有个富二代归国了 路眼推开门 黑毛冷淡 没多少兴致 所以打了打招呼 就落座了 有人正在唱歌 有人正在捧场 欢快地拍着腰支 博成 你可以的 相信你自己 虽然你唱得难听 但你努力了呀 有人正在喝道菜 快滚下来吧 别落老子耳朵了 博成道 滚你忙买批 路眼看到傅征 傅征让开一个位置 让路眼坐下 傅征旁边就是静木羊 静木羊这人 懒懒淡淡淡的 没什么状态 也没打招呼 路眼也没说话 就是倒了几杯度数市中的果酒 慢慢地浅灼着 傅征笑着问 怎么了 喝闷酒 路眼还没说话呢 静木羊就倒 现在的阿眼呀 大概就是愁着 给怎样甩掉原配 然后和夏夏结婚吧 路眼勾了勾唇 没回应他 傅征笑 别乱说话啊 静木羊 小心阿眼生气啊 带你玩牌 输得你哭得喊娘 静木羊这人嘴贱 眉目讽刺流淌 哎哟 那也要小心 阿眼后面后悔的哭爹喊娘的 要我说吧 他要是想离婚 那就尽快离 要是不想离婚 把夏夏放一边好吗 差点就以为 他要想其人之福了 他说着 长腿交叠 下巴微氧 弧度流畅 显得激潮 傅征无奈 夹在两个人之间 似乎有些为难 哎哟 静木羊啊 你怎么gay里 gay气的 差点就以为你暗恋阿眼了 人家夫妻的事情 你干嘛那么八卦 他不等静木羊回答 就转移了话题 不再说婚姻生活 他说起了今晚的主角 不羁 不羁 骄傲和天才 是他的标签 等到开始蹦迪的时候 静木羊被几个富二代带走了 去舞池里迎接美女们去了 路眼修长的手指 又握着手杯 玻璃折射着光泽 他的手轻轻转换着 玻璃马克杯的角度 酒夜清澈 他目光专注 侧脸淡漠 似有些阴冷 阿正 你说 如果有人欺骗了你的感情 你会怎么做 傅征的眉心跳动 他拧眉 路眼说的不是许影下就是言语 无论是谁都不好 他刚想劝慰 路眼嗓音淡漠道 阿正 你只要告诉我 如果是你遇到了 欺骗感情的情况 你会怎么办 傅征的喉咙口 好像堵住了什么 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终叹气 拧眉 他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想想 如果是他太太 欺骗了他的感情 傅征想 他一定会拼尽全力 和他同归于尽 路眼明白傅征的意思 他非薄地唇先了先 我就是不甘心 不甘心里 还夹杂着多多少少的不舍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16章 博承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了 他探身拿了一杯酒 也坐在路眼的旁边 一眼而近 梁博道 不甘心还不简单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对你动了真感情 然后再狠狠地抛弃他 博承讳获如深 最好是 夺走他最珍贵的东西 路眼抬起眼皮 侧眸笑了 眉目不动 神情淡然 喝博承轻轻地碰了碰杯子 晚上十点左右 路眼喝得有些晕了 果酒还是有度数的 但他还是清醒的 刚想回家 博承就拿起他桌面上的手机点开 问道 让你伤心的女人是哪个 他挑眉 笑得不怀好意 路上 你知道怎么最快让女人心动吗 就是另一个矛盾的你 你太冷了 但是喝醉之后的你可以是温暖的 路眼骨节分明的手指 捏了捏太阳穴 有些疼 博承点开最近的通话 发现一个路眼主动打过几次的电话 但只有一串数字号码 是这个吗 难道是你的太太 我之前看新闻说你结婚了 路眼冷痴 难道是你太太提出离婚的 路眼没什么表情 博承却像是什么都懂了一般 电话已经拨通 路眼拧没要去抢 博承站起来 包厢里歌声喧哗吵 嘈杂得很 博承等电话一被接通 就笑着道 你好 路眼喝醉了 回不去了 你方便过来接下他吗 言语接电话的时候 还有些愣着 听明白之后 他闭唇 不好意思 不太方便 我让司机过去吧 博承笑意更深 怕是不行 他现在不肯走 就趴在了沙发上 哼哼唧唧的 就在说他想见 见你 而且阿眼身体不太好 合作也不太好吧 也好 我就让酒吧的人 包下这个包厢 让他继续睡吧 言语无语 那人说得一点都不像路眼 言语冷淡的敏唇 微微垂下眼见 到后来 他终究还是换了衣服 去短信里 说的那个酒吧 他一推开门 就被雷射灯和远光灯 照射得微微刺眼 人来人往 人声鼎沸 只有几个人注意到言语 那几个人眼睛一亮 哎哟 哪来这么正的妞啊 酒吧新来的货色 可能是吧 大家都别跟我讲 我要这个妞了 他们跃跃欲试 结果 眼睁睁地看着言语 走向靠在沙发上 假妹的路眼 路眼神色冷淡 线条冷硬 闭着眼 薄唇是冷冽的 言语站定住了 路眼忽然睁开眼 黑毛里有着淡薄的雾气 有酒意 因为眼神的淡然 和一瞬间的茫然 以往的冷冽 竟然消逝不少 他是真的醉了 不大舒服 刚刚薄成根疯了似的 灌了他不少酒 言语问他 你还好吗 头疼不疼 路眼拧眉 低声 疼 不是跟你说了 不要喝酒吗 路眼 你的身体 你自己要注意 路眼轮廓清冷 不知道想到什么 居然嘀嘀地笑了 那几个富二代 看得目瞪口袋 这个还是传说 大沙四方的路少 当然了 这些称号 都是大家乱叫的 不过路眼平时的形象 的确不是这样 那今天晚上喝了点酒 就开始作了起来 男人一撒娇 还真没女人什么事了 路眼倒不至于撒娇 只是显得很听话 言语微笑着让他走 他就走 言语早就叫好了代驾 他低声叫路眼交出车钥匙 递给代驾 磕磕绊绊地上了车 车子启动 两人谁也没有看到 不远处的酒吧门口 站立着鸡木羊 他懒散地靠着门框 不知在想什么 代驾开车很稳 很快就到了公寓楼下 两人乘电梯上楼 就在公寓的门口 路眼忽然抱住言语 他的身上有清淡冷冽的气息 他咬上他的唇 像是上瘾一样 滴滴地纠缠着 浅瘴着 言语 我最讨厌别人欺骗了 言语没有说话 他思绪背他的吻 瞬息地隐约空白 他低垂着眉眼 程管家来找我了 他想让我回去 代替那个成词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我这个人 这辈子 最讨厌的就是当提身了 言语拧着眉头 他心里一色缩 寒意森森 他嗓音很轻柔 有些慢腾腾 特别 是成词的替身 言语猛得抬眸 撞入路眼的眼里 他眼眸里没有几番情绪 在这样的夜灯中 明晃晃的 有些温柔 他眯着唇 还真透出点 电话里有人在说的 横唧横唧想要撒娇的路眼 他低眸注视着言语 言语还什么都没说 路眼也不知道 他在期待什么 只知道巨大无形的落寞 笼罩住他 他喉结无声滚动 懒散地趴在言语的肩膀上 神情隐约冷冽 空气里都是酒精的气味 但并不难闻 言语听到路眼的嗓音 等这段时间忙完 我们补办婚礼吧 他微微睁大了眼睛 路眼笑了笑 声音低沉 如同大提琴一般 优雅醇厚 他勾了勾唇 闭上眼睛 你不想办婚礼吗 言语没有说话 他垂下睫毛 路眼诞生 但我想给你 一个婚礼 他嗓音滴滴的 仿佛在把玩着什么 路眼半醉半醒 倒是挺粘人 言语扶着他 进了公寓 让他乖乖坐在沙发上 他靠着沙发背 微微仰起头 下巴线条流畅 微微合眼 睫毛纤长 灯光落下 笼罩在他的脸庞上 泛着细微的光泽 倒是退去了清醒时的冷冽 透出了浓郁的少年感 本集播讲完毕 下期更加精彩 第117章 小星星已经睡着了 林姨也睡着了 言语就自己去了厨房 弄了醒酒汤 弄好之后端过去 他把汤放在桌面上 转身 微微弯腰轻声道 路眼 把醒酒汤喝了 以后不要再沾喝酒了 路眼挺听话的 一下就睁开眼睛 眼眸里布满了红色血丝 他有些疲劳 眼神微微显得茫然 他坐直身体 言语递给他 他就接过去 然后安安静静地坐着喝光了 他喝完之后 还抿唇 抬起眼眸盯着言语 言语垂眸看他 忽然有些想笑 露眼这样 是想要求表扬吗 他盯着露眼的五官看 又有些走神 他这样和小献献很像 小献献的五官 本来就更像他 修长干净的眉毛 漆黑的眼眸 只是平时小献献喜欢笑 但是露眼却总是冷漠 所以乍一看 两人的神态并不相似 而现在 喝醉的露眼 收起了以往的冷淡 漆黑的眼眸里 隐隐水气 像是星空之中 漂浮起雾气 两人真的很像 言语心虎有些柔软 一直板着的脸 也有些崩 翩翩露眼还是看着他 一动不动的 薄唇轻轻地抿着 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 灯光昏黄 一点点泛起怀旧感 他的黑发在这样的灯光下 透出软软的光泽 言语手指全曲了下 摸了摸他的头发 他忽然觉得 露眼好像一只等着顺毛的宠物狗 刚想着 这只宠物狗忽然就抱住言语的腰 他的脸颊贴在他的小腹上 却什么也没说 莫名的 显得格外柔情 言语眨了下眼睛 睫毛颤动 他说 陆燕 你现在得去洗澡了 陆燕洗澡的时候 言语就在卧室整理衣服 现在要换季了 他刚刚在帮小星星 整理换季衣服的时候 才整理了一点点 就接到了电话 让他去接陆燕 现在正好把剩余的衣服折叠好 但等他收拾好了 卫生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言语的眉间 有轻微的折痕 他走了过去 站在门外 轻轻敲了敲门 陆燕 他的手顿住 里面仍然安安静静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言语眉头的痕迹 越来越深 他曲起手指 继续敲了敲 仍旧没有回应 言语犹豫了好一会儿 胸口轻微的起伏了下 细白的手指 轻轻拧了拧门把手 没想到 一下就打开了 路眼根本就没有锁门 他走了进去 宽敞的浴室里 灯光明亮 空气中散发着幽香 灯光下 摆放着一个白色的浴缸 浴缸旁边有香氛 而浴缸里 正躺着路眼 他闭着眼 靠在浴缸的边缘 居然就这样睡着了吗 浴缸的水纹 映着浴室的灯光 光泽明亮 还有隐约的热气 从浴缸里冒出来 言语犹豫着 要不要过去 路眼 你睡着了吗 路眼一动不动的 言语深呼吸 只能走过去 他总不能放任路眼 今晚就躺在浴缸里吧 那样他明天早晨 就会感冒了 他感冒了 受累的还是他和小星星 因为正在泡澡 路眼全身上下 没有任何遮掩 他身体线条流畅 紧致修长 轮廓分明 有水珠从他脖子上 往下滚落 划过线条起伏的胸肌 再滚落到腹肌上 言语控制着视线 不敢再往下看 他蹲了下来 伸出手 轻轻拍了拍路眼的脸 轻声叫他 路眼 路眼 路眼眉头微皱 鼻梁鹰挺 薄唇紧紧地抿着 言语继续叫 手上的动作稍微大了些 刚想再拍 男人忽然就睁开眼睛 那双漆黑的铜人 就和他的琥珀色 一一对上了 他的黑发已经湿透 甚至还在隐约地往下滴水 顺着他灵力的脸颊轮廓 一点点下落 他同眸一瞬不顺地盯着他 明明喝了醒酒汤 不知为什么 眼眸里 还是有着不清醒的醉意 言语敏唇 刚想要收回手 他猛地握住他的手 骨节分明的大掌 好不犹豫地将他的手 包裹在手心里 缓缓收紧 鹿眼的眼睛里 映着灯光倒影 还有水光折射 微光冷然 是落满星星的夜幕 言语挣扎了下 想要收回手 但却纹丝不动 他问他 鹿眼 你是不是还醉着 鹿眼的猴节微动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安静了好一会儿 薄唇微扬 视线下矣 照在他的红唇上 光泽分明 颜色诱人 透着香气 他动了动薄唇 眼尾扬起 浮现出浅浅淡淡的笑语 他说 我想问你 他说完 就直接吻上他的唇 有些迫不及待 言语觉得 这几天的鹿眼 倒是喜欢上了接吻 他的猴节上下滚动 透明的水珠 从性感的猴节上滚过 每到一处 都是暧昧的痕迹 他单手搂住他脖子 另一只手 扼住他下巴 更像是捧着他的脸 在他湿润柔软的唇上 因韵温柔 言语想也不想的 要推开鹿眼 鹿眼近距离盯着他的眼睛 他的睫毛 在动然间 都能在他皮肤上滑过 贴着他的唇 安静到 就一会儿 好不好 言语心里有什么东西 塌陷一角 他有一点点 招架不住 温柔地像少年的鹿眼 两人呼吸纠缠着 好一会儿 才彼此气喘吁吁地松开 鹿眼稳住了 他冰凉的耳垂 温热臭感 让他稍稍起了鸡皮疙瘩 下一秒 鹿眼就笑了 声线干净 你怎么那么想 甜甜的果酒 他说完 稍稍推开言语 然后毫无羞耻心地 直接站了起来 言语正了正 拧紧了红唇 抬起眼眸 虽然两个人 早已做过 更加亲密的事情 但他耳间 还是稍稍热了些许 言语咬牙 鹿眼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一声就站起来了 鹿眼眉眼 有些无辜 他挑了挑眉 任由水珠滚落 还往前立言语 见了几分 他低哑了 好几度的嗓音 有点难受 言语毫不犹豫地 站了起来 转身出了一室 身后 传来男人 暧昧低沉的笑声 一丝一缕 钻入言语的耳朵里 所以 鹿眼他根本就 没有醉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18章 接连好几天 言语都是由鹿眼接送 周五 言语早晨起来 就发现自己突然提前来了大姨妈 估计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工作太忙 心理压力又大 所以才会乱了经期 不过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小腹有隐隐的坠痛 他洗漱完换了套装 抬眸 看到镜中的自己 脸色有些苍白 他拍了拍水乳 在上妆的时候 特意多打了点胭脂的腮红 再用刷子轻轻扫开 运出红韵的颜色 天气又冷了 小腹坠疼 言语就没有穿裙子 而是穿了铅笔裤 搭配衬衫 铅笔裤不比裙子 裤子紧紧地贴着人的身体曲线 裹得紧紧实实 比裙子更考验穿着人的身材 一点点小瑕疵 都会格外明显 言语在穿衣镜前 照了几下镜子 转眸 就从镜中看到 站在他身后的路眼 路眼眸色深了几分 靠在门框上 有些懒散地盯着他看 他的目光 是落在他臀部上的 紧身牛仔裤勾勒出 紧实漂亮的线条弧度 臀部挺翘 弧度优美 每一寸都格外吸引人 他什么也没说 就是盯着他 勾唇笑 像是在把玩 又像是在欣赏 又或者是留脸 男人和女人之间 暧昧的游戏 吃完早饭 两人下楼到了停车场 路眼解开车锁之后 言语还是和往常一样 往车后坐上坐 路眼挑了挑眉 猴姐微动 也没说什么 他安静地开车 目视前方 但余光时不是注意到 后座的言语 尽管言语打了腮红 但还是透了几分苍白 他双手无意识地 会按压小复处 路眼眉目微微顿了顿 他垂眸看了下表的时间 还早 稍微绕了下路 他轻描淡写地对言语道 我下去超市买个东西 你在车上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言语也看了下时间 因为还有空闲 就没跟路眼计较 路眼将车停在便利商店的旁边 他下车 高大修长的身影 进了便利商店 一会儿之后 他走了出来 打开后座的车门 俯身弯腰 递给言语一个袋子 另一只手上是一个保温杯 他拧开保温杯 里面是红枣枸杞 水气散发 又烟雾渺渺 他动了动唇 淡淡倒 刚刚我在超市买的 让里面的收获员帮忙的 你现在不舒服 可以喝喝看 言语垂眸 下意识地瞥了眼袋子 袋子里的东西 就是暖宝宝和红糖 他愣了片刻 微微正住 盯着保温杯里 散发出来的水汽 有些走神 因为路眼离他太近了 近到他鼻息之间 都是他身上 虚厚水和香水的味道 这两个味道都有些熟悉 以前 路眼用的 似乎并不是这种 带了清香的气息 言语想了一下 忽然意识到 这两个应该都是 他之前挑选的 他就把虚厚水和南氏香水 放在了卫生间 但是之前的路眼 却从来不曾用过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来 脸上有隐约的烫 他没想到 路眼会突然用他 给他买的东西 没想到 路眼发现他来大姨妈了 更没想到 路眼还会这样照顾他 路眼的眉眼 没有半点起伏 他将保温杯 递到盐狱的手里 拨传青羊 交代道 要是到了公司 你还不舒服 你就贴个暖宝宝 当然 如果实在不舒服的话 最好是请假回家 路眼交代完 就回了驾驶座 重新启动车子 往律所方向开去 黑色的车子 很快就停在 律所大楼下 言语下了车 路眼唇半 牵起一抹笑意 等下班的时候 我再来接你 秦让的车子 就在路眼车子后 他下车的时候 路眼的车刚好离开 秦让几个大步 就走到严玉的身后 他眉眼淡然 同眸里含着浅笑 咱好 严玉也笑 电梯里 两人并排站着 秦让侧脸轮廓 线条金贵冷淡 他侧过眸 看了下严玉 似笑非笑 最近一段时间 你们夫妻的感情还不错 他用的是陈数据 严玉抿着唇 不知该怎么回答他 请让滴笑了下 我没别的意思 好好珍惜回应 严玉 他说完 就不再说其他话了 等电梯门一打开 他迈开长腿 率先离开 严玉垂在身侧的手指 轻轻蜷缩了下 因为小腹账统 严玉一整天 强打着精神工作 接待了几个当事人 又参加了法律援助 下班的时候 显得有些疲惫 秦让拉着行李箱 从他办公室里出来 他看到严玉的脸色 微微拧了眉头 绷紧唇线 你不舒服吗 脸色怎么那么差 严玉抬头笑了笑 我没事 秦让道 我今晚就要出差去了 严玉下意识地 看了他的行李箱 想也知道 里面装的应该是 满满一箱子卷宗材料 他唇角糊涂痒了痒 放心 我记得幼儿园开放日 我会记得去的 秦让没点头 也没说话 他淡默的眼神落在严玉 没有关上的包包里 看到了红糖 这才明白 他脸色惨淡是怎么回事 他有些不自在 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 淡淡道 你好好休息吧 周末愉快 秦让走后没多久 严玉也收拾完东西 坐电梯下去 电梯门一打开 他在大厦的大厅里 看到了个熟悉 又陌生的女人身影 虚影下穿着白色的裙子 当计新款 勾勒出他美好的身体线条 他就那样站着 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严玉却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般 绕过他 就往前面走去 虚影下从后面叫住他 严玉 严玉脚步不停 虚影下的嗓音又大了几分 严玉 你为什么要跟我抢路眼 本集播讲完毕 下棋更加精彩 第119章 这一栋大楼里 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公司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人来人往 有不少人认识虚影下 又从虚影下的嘴里 听到路眼的名字 难免多看了严玉几眼 严玉深呼吸 加快了脚步 胜下从身后坠赶上来 他大约也怕丢人 走了上来 才急匆匆到 严玉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骗了我好几次 等出代孕的时候 你用了自己的篮子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有 你当年告诉我 你不喜欢阿严 你现在都忘记了吗 他语气越来越急 嗓音越发的重 他觉得委屈 严玉 你怎么这么健忘 你一下就忘记了 你前男友了吗 你忘记了承词了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阿严知道 你把他当做提示 他会怎么样 严玉一直沉默地听着 等听到承词两个字的时候 他胸口起伏了下 终于忍不住了 他猛地转过身 死死盯着徐影夏 承词两个字 就像是一把剑 冲破了他柔软的心 你怎么知道 徐影夏咬着下唇 我去查的 我知道 你有山爱的前男友 也知道你的情况 不然 你以为 我会轻易地让你待孕吗 他说着 忽然有几分咬牙切齿 一双黑毛却水润动人 渲染玉气一般 可是 你居然对我耍心机 你利用我 生了一个你和阿严的孩子 严玉 你太过分了 严玉浅淡地勾了下唇角 有些浅浅地讥讽 训夏 那你过分吗 当初是你缠着我 要我带孕的 也是你不让我有安静的生活的 更是你自己的懦弱和自私 才造成了我和陆衍的婚姻 蓄影下眼底浮现出浅薄的恨意 这几天 你跟阿严说了 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冷淡 严玉的眉心重重跳了几下 严玉 做人不能太过分 我都没让你离婚 没让你把阿严让出来 我只是我而想和他在一起而已 你却连这个权力都要剥夺 我一定要告诉阿严 你一直爱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的前男友成词 你根本就不爱阿严 却一直在对他撒谎 严玉 你就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坏女人 等我揭开了你的真面目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被阿严抛弃 她的声音 就像炸弹一样炸响 严玉的耳盼回响着 满嘴谎言 四个字 她垂在身侧的手指紧紧攥着 眉眼间落满了霜雪 看得有些冷漠 支架掐入肉中 传来阵痛 循影下终于看到严玉神情的破败 她扯了笑容 和平时干净一点也不同 居然有些恶毒的道 严玉 你也害怕被阿严抛弃啊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其实干干净净的离婚 你还可以找到更好的 阿严并不爱你 你们这段婚姻太勉强了 只会伤害更多的人 她盯着严玉的神情看 你是不是担心小星星啊 你是为了小星星 加加给阿严 你怕你离婚了 就抢不到孩子 是吗 她唇绊的弧度越发的大 严玉 你应该清楚 你无父无母 就是一个孤儿 工作也还在实习期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强盗孩子的抚养权 严玉的脸绷得很紧 卷长的睫毛下 是琥珀色的铜人 仿佛落满了冰雪 她心头跳跃的火苗 怎么都不肯熄灭下去 严玉眼眸浮冰沉沉 一派冷漠 她绷紧了唇角 盯着徐颖下 冷笑 许小姐 不要轻易攻击 别人的绅士 别人的父母 她意味深长 眸光渐渐深 你在许家这么多年 难道没有意识到 哪里不对劲吗 或者说有哪里奇怪的地方 你可以再想想 你爸爸请了秦让律师 是为了什么 严玉清晰地看到 虚影下有些发白的脸色 其实这么多年 虚影下怎么会一丁点 也没有察觉呢 严玉抿了抿唇 唇线薄薄 声音没有一丝温度 你要是想告诉陆眼 承词和我的事情 你就去吧 言语深呼吸 咽下喉咙里的怒意 只要你不怕惹怒入眼 她又多不喜欢承词 多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就算你以前不知道 但最近隐隐约约风波闹起来 你也应该感受到她的情绪了吧 她说完 就看也不看虚影下 直直走出了大楼的门口 虚影下也跟着 深吸了一口气 她咬紧牙关 眼底是愤然 她有些无力 只觉得严玉越来越坏 越来越难对付 就像是没有软肋一般 凭什么 当初是她把阿眼让出去的 是她觉得严玉可怜 是她施舍的 严玉能嫁给阿眼 都是因为她许颖下的善良 可是现在呢 严玉不仅欺骗她 还一点都不知道知恩图报 许颖下的后背一阵阵发凉 法司便得不肯放过她 阿眼却在慢慢地远离她 如果许家 许颖下攥紧了手指 眉心一跳 紧紧地咬住下唇 现在当务之急 不是去研究自己和许家真正的关系 也不是研究她爸爸想要做什么 而是要牢牢地抓住阿眼 但牢牢抓着阿眼的前提是 她必须打败严玉 严玉看似强硬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软肋的 做母亲的人都会心疼孩子吧 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严玉主动和阿眼离婚呢 陆远傍晚接严玉的时候 会把车子停在公交站台旁边 严玉走了过去 远远就看到陆远的车子 大姨妈时期的心情原本就不怎么好 刚才又和许颖下吵了一架 严玉神情冷淡地上了车 陆远修长地双手握着方向盘 动作不紧不慢地 朝后视镜里瞥了眼 嗓音淡雅 肚子还疼吗 心情不好 严玉没有回答 他沉默了好几秒 转眸看着窗外不停倒退的风景 诞生问道 陆远 你怎么处理法斯宾德 陆远没想到 严玉会问这个问题 他的手指紧了几分 微薄的唇抿出浅薄的弧度 声音低沉暗雅 没什么 我只是让人干涉他的职务内容 顺便跟他的法国领导 举报了些关于他的私人事情罢了 他说得风轻云淡 却是一下子将法斯宾德的后路都给堵死了 严玉垂下睫毛 指尖颤了颤 眉心微拧 莫名地担心起 陆远的举动会惹怒法斯宾德 这样的暴徒受了刺激之后 很有可能会不择手段的想报 严玉收回视线 目光忍不住落在 驾驶座上的陆远后背上 他刚刚想起讯下说 最近一段时间 陆远正在梳理他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20章 严玉全缩了下手指 他的确没有想过 陆远会说话算话 明明是纠缠了那么多年的小青梅 难道他会因为他的介意 而真正地选择放弃吗 陆远仿佛背后也长了眼睛 一下子就感觉到他的注视 他修长的手指 轻轻敲了敲方向盘 含笑低声问 怎么了 严玉的同谋有些自主 嗯 许颖下的事情解决了吗 你这几天都没有去找他 陆远抿了抿唇脚 漆黑的眼底 有什么东西浮沉了一下 他垂下眼瞼 叫人看不清他的神情 沉默了好一会儿 淡然道 差不多解决了 过几天 下下就会出国比赛了 是吗 严玉淡然地重复道 陆远抬起眼瞼 嗓音没什么温度 滴滴凉凉道 当然 你别想太多 我答应过你 就一定会做的 严玉没再说什么 继续散漫地看着窗外 瞳孔发散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发现 陆远并没有带他回家 他回过神来 问他 我们去哪儿 陆远勾唇淡笑 去玩 车子最终停下的地方 是一家私人酒吧 只对一部分人群开放 言语几乎是被半强迫着进去的 陆远滴滴吃笑 是你那天晚上看到的那些人 不过没有那么多人 大家就是随便地聚一聚 卡座里落座的人 几乎都是陆远一同长大的发小 谁也没有料到 陆远会带言语来玩 不过既然带来了 几个人都开始起哄 笑嘻嘻地喊言语 嗨 嫂子 言语抿着唇 笑意淡然 灯光落在眼里 微微要目 陆远让言语坐在他的身边 酒吧已经开始了夜生活 音乐声震耳欲聋 灯光闪得人微微眯起眼睛 博承看到言语 挑了挑眉头 哟 今晚两人一起出来玩啊 陆远勾了勾唇角 靠在椅背上 眼里微微暗沉 是啊 然后陆陆续续 有另外的人进来了 好几个人看到陆远的身边 亲密地坐着一个女人 再一看这女人 他们都不认识了 嘴就溅起来 颜哥 换女人了呀 这次的美女不错 哎呦 够正的 不过你就不怕嫂子知道吗 陆远脸上的表情 没什么变化 他薄唇略过吃笑 仍旧搂着言语纤细的腰 感觉到言语僵硬一瞬的身体 旁边有人看风向 立马伸手握拳撞了几下 那几个不知道分寸的人 什么美女正妹啊 这是嫂子 真嫂子 真的 那几个人才意识到 自己嘴上没门了 说错话 挠了挠脑袋 查科打混地喝了一杯酒 算是过去了 不过这么一闹 倒让所有人都确认了两件事 颜哥的太太 真的和传闻中不一样 的确是个大美人 颜哥开始在意他的太太 又是照顾 又是温柔妥贴 言语一开始比较安静 但是坐了一会儿 发现陆远不会让他先回去之后 也不再要求什么了 因为言语傍晚没吃东西 陆远叫了服务生 让他们的厨房 做了一份蔬菜粥 服务生有些为难 他们是酒吧 那菜单上并没有蔬菜粥啊 最后经理过来了 拍板定下 做了这份粥 经理把粥放在言语的面前 陆远笑道 你先喝一点 不然肚子不太舒服 等三了之后 我们再回家吃 我已经让林姨准备下厨了 伯承正在招呼人 玩真心话大冒险 闻言 盘眸瞥了路眼一眼 他笑 你他妈带人来 是来续闻爱虐狗的呀 老子今晚也没吃晚饭呢 给我煮点粥 谁都知道他是开玩笑的 配合这大笑 哎 颜哥 一起来玩真心话大冒险嘛 就是呀 阿颜今晚来体会一下 被王者支配的恐惧 等会玩游戏的时候 大家记得黑木堂啊 还得就此就此 今晚有女朋友的 都得接受惩罚哈 气氛热了起来 陆远垂眸瞥了眼 恰恰对上言语的视线 他漆黑的眼里落了灯光 像是洒了星光 那看来 我不用接受惩罚了 我没有女朋友 我只有太太 周围人一哄而笑 哎呦 行了 颜哥 别骚了 来玩游戏吧 前半场游戏的时候 言语有些背 桌上的勺子转来转去 最终总是好几次指向了他 博城眉眼含笑 一遍又一遍地问 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 言语见过他们之前 问的真心话 全都是暧昧的内容 他不想跟别人 分享私人事情 所以选择了大冒险 博城很会玩 对上鹿眼的眼睛 就明白鹿眼的意思了 所以他一直都让言语 大冒险的对象是鹿眼 不是喝焦杯酒 就是接吻五分钟 要么就是公主抱蛙跳 接吻的时候 言语还有些犹豫 鹿眼却是偏头 就吻在他的唇上 双手轻轻捧着他脸 就在两人接吻的时候 又来了两个人 是金木扬和傅征 金木扬看到两人接吻 眉头紧紧地拧了下 拧紧了脖唇 神情有些冷然 他坐在沙发上 长腿翘起 笑 这玩的什么呀 这么骚操作 一群人他妈的 看俩人接吻 言语挣扎了下 脸颊都是热的 一下就推开了鹿眼 鹿眼倒是脸皮厚 飞薄的唇扬了个 浅浅的幅度 手仍就搂着言语的腰肢 金木扬的眸光 从他手上滑了过去 又开始新一轮的 真心话大冒险 金木扬刚加入 倒是成了勺子 钟爱的对象 言语终于可以 松一口气了 由傅征提问 阿杨 第一轮先放过你 你随便说个真心话 就好了 金木扬笑了笑 在场的女人里 有个我挺喜欢的人 哇 众人嬉闹着 这里除了言语之外 还有好几个人带了女伴 也有少数千金大小姐 卧槽 阿杨 你喜欢哪个呀 就算是哥的女伴 哥都让给你 言语没怎么在意 低下头 喝了杯酒 路眼飞薄的唇 抿出了很淡的弧度 眼神淡得几乎没有 和金木扬在空中交隔 又很快分开了 金木扬也倒霉了一会儿 风水轮流转 轮到他提问 而提问的对象 接连几次都是路眼 他问 阿杨 你最喜欢的女人是谁 你有没有后悔 做过什么事情 你觉得你以后 会不会后悔 你现在想要的事情 路眼微微瞇着眼镜 眼里深邃 令人难以琢磨 他一个问题 都没有选择回答 但是含笑的眸光 一直专注地盯着言语 被他这样看着 仿佛那些问题 怎么回答都不重要了 答案已经昭然若揭 众人轰笑 不是阿杨 你别问这么多废话 好吗 好好的机会 都被你给浪费了 你他妈让我问 我想知道 阿杨 你什么时候破处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21章 静姆扯了扯唇角 歪着头 还真把机会 让给了对方 对于这种问题 路眼选择了大冒险 那人仍旧兴奋 大冒险就大冒险嘛 我还没听过阿眼唱歌呢 哎等等 我让DJ调歌 阿眼上去唱一首歌吧 周围的人都跟着起哄了 路眼倒也没说什么 他偏头笑了笑 言语仰起头 他微微低头 亲了他脸蛋一下 你想听什么 言语反应有些迟缓 弯了弯唇 都可以 他喝了酒 但没有醉 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 路眼唱歌 言语也没有 他懒懒地靠在沙发上 眸光落在台上 路眼明明穿着正经的西装 一丝不苟 但当聚光灯 拢在他眉眼上 灯影浅黄 他又透出了一股脾气 他说 唱一首晴天 送给我的太太 舒缓的音乐声 缓缓流淌 路眼唱歌的嗓音 低沉好听 调子准 咬字带了些独有的味道 从前从前 有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 风渐渐 把距离吹得好远 或许路眼唱这首歌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但言语微微走神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发现 路眼居然改了歌词 台上他的神情仍旧淡淡 男人诞生 现在现在 有个人依旧爱你 但偏偏 风渐渐 把距离吹得好远 有人哄笑 有人大赞 还有人想给路眼塞钱 言语微正 耳畔却传来 淡漠威风的嗓音 是继母羊 你相信他了 阿眼皮像好 现在 居然愿意这样唱歌 也难怪女人疯狂了 言语敏唇偏过头 继母羊脸上 没有什么表情 他眸光专注 好一会儿 不自在地一开视线 淡淡倒 你跟阿眼最近关系很好啊 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 前一段日子他还很在乎下下 这几天却冷淡下来了 他有些漫不经心 当然 也许是我想多了 对了 那天我在酒店里看到了他和程家的那个管家见面了 其实继母羊对很多事情都不清楚 他这些话也只是随意的一说 但听在言语的耳朵里 就变得怪异 陆燕和程管家在酒店里见过面 他们说了什么 程管家又对陆燕说了什么 言语没心重重的一跳 忽然 他握在掌心的手机 忽然震动了一下 言语低谋看去 是一串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短信里只有寥寥一行字 言小姐 我是程管家 我们来做个交易如何 如果你愿意帮我说服衍少爷 我就答应将慈少爷的遗物送给你 言语的瞳孔色缩了下 拨唇缓缓抿成一条直线 握着手机的力道一点点变大 承词的遗物 他睫毛颤抖了一下 那是那一年 他求了程管家许久 都没有拿到的东西 言语还没来得及想 就听到一浪高过一浪的起哄声 他抬眸 露言已经下台了 言语下意识有些慌乱的 将短信删了 锁上手机 刚刚让露言大冒险的人喊 接吻时间到了 酒吧舞台上主持人也喊 接吻日快乐 这一个接吻日 却是酒吧的特色 几乎每隔几天 酒吧就会办接吻活动 主持人话音落下 整个酒吧的灯光都暗淡下来 视线看不太清楚 露言三两下 就附在言语身上 他炙热的呼吸喷洒 单手握住言语的后脑勺 扣压着 不让他乱动 黑暗中还有人扬怒 为什么不告诉我今天又办接日文日啊 老子没带女帮个鬼亲啊 哎呀别鬼哭狼嚎了 拥抱自己啊 阿远今晚是不是知道呀啊 所以才早早地带了嫂子过来 五分钟后 灯光亮起 露言稍稍和言语分离 言语在他漆黑的眼眸里 看到自己 眸光烈焰妩媚 水光迷离的模样 他脸颊很烫 一颗心仿佛被放在火上面炙烤着 露言眉眼懒散 笑 你怎么忘记喘怯了 别闷住了 言语这才发现 他一直屏着呼吸 难怪觉得胸闷 他盯着露言看 终究气不过 莫的双手贴在他脸上 捧住 仰头咬在他唇上 有血腥味弥漫开来 露言低笑出声 言语睁开眼 身旁的床侧已经没有人在了 空空荡荡的 但仍旧有余温 露言似乎刚起床不久 言语掀开被子下床 在床头上看到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行字 字体龙飞凤舞 透出了主人的冷淡与不羁 是露言的字 临时要去临时出差 有事情或者没有事情 都可以打我电话 言语垂谋 拿起那张纸 原本是想扔进垃圾桶的 但终究没有扔进去 他把纸张重新压在床头柜上 林姨在外面听到卧室内的声音 他敲了敲门 太太 您起床了吗 言语往门口的方向看了看 红唇弯了弯 起床了 林姨直接推开门 探头进来 笑着对言语道 先生刚刚就出门了 连早餐也来不及吃 不过是去出差 他还特意嘱咐我 叫我不要吵到你 没想到你这么早就起床了 嗯 言语笑了一声 因为他早上就起了 他得陪秦南风去参加幼儿园的开放日 所以早起了 他问道 小献献起来了吗 起来了 正在外面玩呢 一直盯着猪猪动画片看呢 林姨开始给言语整理备单 他一低头就看到床头的纸条 眼底笑意更深 他作为家里的帮庸 自然希望这个家庭关系越来越好 越来越稳定 也越来越方便他的工作 他笑 先生还给您流眼泪呀 他抬眸看着正在衣柜里找衣服的言语 太太 您有没有发现 先生越变越体贴温柔了 体贴 温柔 言语的手停顿在衣架上 上面是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他指尖无意识地挪动了一下 或许是吧 最近路眼的确很温柔体贴 让他总以为一切都会平静下来 都会越变越好 可是 他从小就缺乏安全感 他对路眼撒了无数的谎 路眼对虚影下的感情还在 城管家一直在他们之间搅合着 这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因素 像是定时炸弹 但不知道何时会被引爆 让他即便在享受着路眼温柔的同时 仍旧感觉到不安 林仪是过来人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说道 太太 女人有时候是需要软一点的 需要依赖男人的 他说了一半 也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22章 在他眼里 炎异是一个温柔 善良 又优秀的女人 但他知道 炎异是属于那种 看似对谁都很亲和 但实际上 很难以接近的女人 林仪看着炎异生下小星星 带着小星星嫁给路眼 又一直引人委屈 照顾路眼 照顾小星星 忍耐周运的唠叨 要克服路眼在外面一重重绯闻 甚至还要面对路先生 对他最为疼爱的前女友的宠溺 林仪一直都很心疼太太 但有时候又忍不住觉得 其实太太之前的忍耐 不过是因为他不在意罢了 他根本就不在意路眼 在外面做了什么 他在意的 只是他的丈夫 在外面做了什么 相比起路眼这个人 他更在乎的 是路眼这个和他结了婚的名号 太太一直都很淡定 他有他的目标和路线 并且会为了目标 坚持不懈的努力 林仪多希望 有一天炎异会和先生真正的相爱 再给小星星生个弟弟或者妹妹 炎异听到林仪说的话 但他没有回应 只是似有若武的笑了笑 林仪重新给夫妻俩换好了被套 其实他隐瞒了部分 太太要和先生真正的相爱 还需要看先生的态度 就在刚刚 他不放心地站在阳台上 往下看到先生高大的身影 他这样上一个公务车 就在车门开启又落下的时候 林仪隐隐约约 仿佛在车厢内 看到了许小姐的身影 真是造孽啊 幼儿园的开放日 在早上九点开始 炎异在七点半的时候 正式收拾好了 他在林仪面前转了个圈 想让林仪看看 穿这身打扮去开放日 合适不合适 没想到 最捧场的却是小星星 他笑眯眯的 漆黑的大眼睛 水灵灵地眨巴着 直勾勾地盯着炎异 然后开心地疯狂鼓掌 八点 公寓门铃响了起来 林仪急匆匆地过去开了门 第一眼没有看到人 视线往下落去 才看到一个可爱精致的小男孩 他弯了弯眼睛问道 你就是南风 秦南风笑着点了点头 他嘴甜 奶奶 我是南风 颜阿姨在吗 在呢 谁送你过来的呀 秦南风没有回答 就笑弯了眼睛 像个小可爱 软软地说 奶奶 我想找颜阿姨 监狱准备好了 可以出门 正在安抚小星星 小星星平时不黏人的 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知道盐狱要出门了 他先是晃到两条小短腿 扶着桌盐 小肉手紧紧地攥住盐狱的包 就是不让盐狱背起 等盐狱想要拿包的时候 他就整个人用力抱住盐狱 一双黑漆漆的铜人里 闪耀着水光 委屈巴巴的 全身都柔软 让人不忍心拒绝 秦南风走了进来 正好看到小星星 像个五尾熊一样 挂在盐狱的怀中 他线长卷翘的睫毛 可怜兮兮地挂着泪珠 小胖手臂 紧紧地估着盐狱的脖子 赖在他的怀中 秦南风眨了眨眼睛 一下就想起了 盐阿姨之前说过 他有一个一周岁的女儿 秦南风叫了盐狱 盐阿姨 盐狱转眸去看他 小星星听到声音 也转头去看秦南风 他只稍微看了一眼 就撇着嘴 一点都不好奇地收回视线 撅着胖屁股 对着秦南风 盐狱对秦南风笑了下 南风 你来了 阿姨马上就好了 阿姨让林奶奶先带小星星 等会儿我就会去幼儿园了 小星星现在已经听得懂许多话的意思了 他一猜测 就是妈妈又要抛弃他了 他的胖手力道越来越紧 紧得言语嗓子眼 都感觉到些微的难受 认谁都看得出 小星星对妈妈不舍 秦南风仍旧看着小星星 他眸子黑白分明 阿姨 要是妹妹不肯留在家里 你就把她一起带去吧 开放日很好玩的 不危险的 我们一起去玩吧 小星星仿佛听懂了什么 他猛地转过头 慢慢地眨不着 银润水光的眼眸 盯着秦南风 看了许久 唇半的弧度一点点勾起 眼眸弯得像个小月亮 他想也不想地 就在言语的脸上 亲了一大口 然后举着胖手指 对着秦南风笑咪咪的 眼尾上扬 眼里落满星光一般 他奶生奶气地吐出两个字 嘟嘟 秦南风并不羞涩 他抿了抿唇 视线和小星星在半空中相遇 他很认真 五官端正帅气 说道 妹妹 我叫哥哥 不是猪猪 小星星还是乐得眼睛 盛满了小月牙 猪猪 林姨哭笑不得地 对着秦南风解释 秦南风的嘴唇抿得更紧 同人漆黑 隐隐于约透出了淡淡的羞涩 秦南风是真的很乖巧 秦让不在 他还更加地绅士有礼貌 他的小书包里背着一些吃的和用的 他坐在后车座 一旁的位置上就是小星星 小星星坐在儿童安全椅上 小手却紧紧地握着秦南风的手 秦南风越是挣扎 他抓得越紧 秦南风一看过来 他就只会傻傻地笑 乐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可爱的小月牙 严玉坐在副驾驶座上 问道 南风 早上谁送你过来的 秦南风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他眨了眨眼 还是选择说实话 严阿姨 是我自己想来找你的 严玉拧了眉 这样太危险了 不安全 秦南风有理有据 不会的 以前我经常这样去看我爸爸 而且严阿姨 我早上跟爸爸说了 爸爸也同意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23章 虽然秦让同意了 但严玉还是告诉他 如果以后有开放日 记得在学校等我 不用过来找我了 或者等我有时间 去你那边找你 秦南风乖乖地点头 好 严玉的眸光 一到小献献手上 他弯了弯眼睛 笑了起来 你这个小色女 就只要拉着漂亮小哥哥的手 小献献黑眸弯弯 同人分明 一弯湖水里 清晰地倒映着严玉的身影 严玉心软了一片 秦南风的老师 已经从秦让那边得知情况了 知道严玉只是秦让的朋友 但还是没忍住 多看了严玉几眼 在他看来 严玉和秦让还是很配的 而且看来秦南风 也接受严玉的样子 男孩子一直缺少母亲的关怀 父亲又忙 老师还真的很担心 秦南风的生理 心理状态 一整个开放日 是由参观校园 举行班会 手工艺大赛组成 到了手工艺大赛的时候 秦南风有些高兴地 站在严玉的旁边 英俊的小脸蛋 一脸的兴奋 他眨不着大眼睛 跟他同学介绍道 这是我的严阿姨 她好看吧 这是我的妹妹 小星星 她是不是很可爱 小星星很配合 一直打招呼 胖胖的小手 带着银桌铃铛 叮当作响 同学们恍然大悟 哦 这是秦南风的后妈呀 秦南风却什么都不知道 他看着严玉的时候 那双眼睛亮晶晶的 格外惹人心疼 严玉摸了摸 他软软的头发 到了傍晚六点多 热闹一整天的 开放日才结束 秦南风的心情很好 拉着严玉的手 走在路上 轻轻地摇摆起来 一张小脸红扑扑的 南风 晚饭你想吃什么 秦南风道 严阿姨 我都可以 不过 严奶奶很辛苦 严阿姨 你问问严奶奶的想法吧 严姨抱着小星星 也跟了严玉一整天 听到秦南风 奶声奶气的话 心里一暖 最终还是严玉决定 一起去吃海鲜自主餐 就在商城的六层 去的时候 已经七点多了 门口排队吃饭的人 还是很多 他们排了好一会儿 才轮到进去吃饭 严姨把小星星放进儿童座椅 终于能小小地松一口气 严玉想 严姨 今天辛苦你了 她大了些总爱动 是有些调皮 她说完站起来 和秦南风一起 过去取餐 一直吃到九点左右 几个人才结束用餐 严玉的手机震动了几下 有电话进来 严玉低头一看 是秦让的电话 秦让声音低沉温和 她还在忙 那边一阵阵嘈杂 严玉 今天辛苦你了 你把你们现在的地址发给我 我让朱家阿姨过去 接秦南风 好 严玉说着 抬眸看了秦南风一眼 秦让再多说几句 严玉就把电话 递给秦南风 不知道秦让说了什么 秦南风低下眼睛 显得有些失落 好一会儿 她仿佛鼓足了勇气 爸爸 今晚我能不回家吗 我想跟着严阿姨 好不好 秦南风说着 抬起眼皮 黑眸亮亮地盯着严玉 秦让应该是拒绝她了 她的黑眸微微暗淡 严玉忽然想起 路眼出差去了 南风想跟着她 也不是不可以 她轻声动了动唇 用口型对齐南风道 让我接电话 秦南风聪明得很 立马笑起来 把手机还给严玉 严玉笑着道 秦绿 南风很可爱 她也不麻烦 我愿意今晚帮忙照顾她一下 秦让的嗓音里笑意斐然 没说什么 却似乎又宠溺地低估了句 挂断电话之后 请南风兴奋地跑过来 抱住严玉 严玉 你太棒了 她刚说着 严玉的手机又有新电话进来 一串没有备注的号码 在来电提醒上不停地闪烁着 严玉的眼皮重重一跳 她记得这串号码 严玉让林怡照顾好两个小孩 她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抿着唇 睫毛轻轻吸动 然后指尖划过屏幕 电话那头 有细微的电流声 还有程管家 壮若和蔼的声音 严小姐 上一次我的提议 您考虑得怎么样了呢 严玉沉默 没有吭声 程管家笑 此少爷的遗物里 的确有他生前准备好 要送给你的东西 你当年的想法是对的 我当年不会给你 但现在的我会给你 前提是 只要你配合我 让严少爷回到程家 严玉抬起眼眸 握着手机的手 微微发紧 可是程管家 我帮不了你 陆远是个有主见的人 他决定好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 程管家没急着反驳 他继续笑 你帮得了 严小姐 你当年能影响 此少爷 现在一样能影响 严少爷 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 只需要你告诉我 你愿不愿意帮我 别急着拒绝 你可得想好了 只要你答应 我给你的东西 是 此少爷留给你的信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24章 严玉手指一根根收紧 钻成一团 心脏一瞬间 像是被什么狠狠扯了下 疼得发颤 他深呼吸 压下那阵气疼 沉没了两久 问道 你是说 我答应了你就会给我 成次写给我的信吗 成管家声音悠然 当然 严玉睫毛颤抖 手心紧紧地攥着 两久 他什么也没说 猛地挂断电话 成次和鹿眼的脸 在他脑海里迅速转换着 他掌心的肉 被掐得 几乎要渗出血来 胸口的心脏 像是被万千蚂蚁 一点点啃噬 带来一阵钻心的痛 严玉想了很多很多 但最后 成次的脸有些模糊了 换上去的 是鹿眼的脸 他不能这么自私 他知道鹿眼有多讨厌成家 他不能为了成词的信 而背叛鹿眼 鹿眼早上赶着去开会 出差的事情一忙完 他就当晚赶了回去 结果 一打开商务车的车门 里面又坐着徐影夏 徐影夏看起来 并不怎么高兴的样子 鹿眼拧着眉头 夏夏 你怎么又在这里 徐影夏道 你不见我 我就只能到处找你了 我早上能进去你的商务车 晚上 他人可以继续进你的车子 鹿眼下意识 看了眼旁边的秘书和保镖 他明明早上吩咐过 不要让夏夏躲进车里了 徐影夏嘟起嘴 他伸手拉过鹿眼的手臂 亲密地勾着 有些怒意 漂亮的眼睛里泛起水泣 你怪他们做什么 他有恃无恐 大概是因为一直被偏爱 就算鹿眼对他说的话语气再重 也是含了亲密和宠溺 他继续道 我能进你的公务车 就是被你宠坏的 鹿眼眉间的折痕越发的深 但他也没有去怪罪秘书和保镖 他们应该是怕徐影夏出了什么事情 也不好和他交代 徐影夏咬着瞎唇 阿爷 你最近怎么都不理我了 是不是严谊 跟你说了什么 是不是他不让你来找我 鹿眼沉默 猴结轻动 什么也没说 阿爷 我什么事情都跟你交代了 你以前教过我 只要我肯承认错误 主动交代 你会原谅我的 鹿眼还是没有说话 徐影夏晃了一下他的手臂 几乎整个人都贴在他身上 阿爷 你别不理我 不然 我每天都要缠着你 不让你工作 不让你去别的地方 不让你有自由 听到他这样无理取闹的话 鹿眼终于有点反应了 他眉眼笑意浓了几分 侧眸瞥了他一眼 夏夏 你也该长大了 成天胡说八道 看到他笑了 徐影夏一直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去 这样想来 他的想法是对的 阿爷不是不要他了 这几天的冷淡 只是对他做错事情的惩罚 对吧 鹿眼淡淡倒 等法斯宾德无法出镜后 我送你去美国进修 我不想去 徐影夏 那样子就像跟家长闹着不想去幼儿园的小朋友似的 鹿眼望着车窗外 不断倒退的风景 膝盖上仍旧堆着不少资料 但他的心情有几分轻松 去不去 有我决定 我不要去了 徐影夏忽然想起言语 他做错了事情 都要被阿颜惩罚 可是言语也骗了阿颜 为什么他什么惩罚都不用承受 徐影夏咬住了下唇 越来越生气 他抬起眼皮 看着鹿眼 忽然道 阿颜 鹿眼偏头 漆黑的眼眸看了他一眼 徐影夏道 你知道言语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吗 他不给自己喘息犹豫的机会 毫不犹豫的道 他有个很爱很爱的前男友 阿颜 那个前男友跟你长得很像 鹿眼黑眸沉沉 叫人看不出情绪 轮廓线条微微有些紧绷 他没说话 就到徐影夏以为 他不会有反应的时候 他声音冷了几分 是吗 有多想 想到会怀疑是同一个人 想到会让他把你当做那个人 鹿眼明明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但在听到的时候 依旧会被激怒 他眼底有黑尘的幽火跳跃 薄唇抿成一条直线 与此同时 他正在查收邮箱里 投进了一个邮件 里面是一段音频资料 程管家和言语的声音 鹿眼的手指紧紧蜷缩着 骨节泛白 他握紧了薄唇 灵力如刀锋 眉目深寒 脸色木地沉下去 缓缓听完了整段录音 言语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答应了 你就会给我成词给我写的信吗 他心动了 在成词和他之间 言语永远会选成词 鹿眼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心脏的疼 仿佛有无形的手紧紧地捏着 让他疼得难以呼吸 他又像是在深海中即将窒息死 又像透出黑暗的海面 深深地呼吸 他周身气息缓缓结冰 耳畔还有许影下的声音 阿言 真的 你没有见过成词 你不会知道 你和他有多相似 你也不会知道 曾经的言语和他有多相爱 鹿眼绷紧了脸上的轮廓 讽刺的是 他知道的 他猛地将一叠文件挥落在地上 洋洋洒洒 漫天地白纸 鹿眼侯杰上下滚动 侯尖仿佛有什么东西压着 连说话都艰难 他淡淡地问助理 美国的房子 保姆和学校 联系得怎么样了 我找好房子了 助理下意识地皱了下眉 只是 先生 小小姐还那么小 为什么要送往美国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期更加精彩 第一百二十五集 鹿眼没有立马回答 他陷入沉默 黑色的车子进入隧道 周围光线暗了下来 至于下一束孤独的车灯 隐隐地透出些光影 落入车窗内 鹿眼靠着椅背 在黑暗中 只看得见一抹高大的剪影 透出冷漠雾尽的气息 徐影下也安静下来 没有纠缠鹿眼 整个小小的空间 树然安静下来 良久 鹿眼回答 声音显得略略凉薄 要让他提前适应一下 没有妈妈陪伴的生活 徐影下睁大眼 他抿着唇 在黑暗中盯着鹿眼的侧脸 汽车从隧道中出来了 昏黄的路灯照在鹿眼的脸上 一寸寸露出他英俊的轮廓 即便灯光暖黄 但他脸上的寒气 却没有一点消散 徐影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跳动的速度越发的快了 鹿眼 是想和盐狱离婚吗 鹿眼到达公寓的时候 公寓里一片漆黑 没有灯光 也没有人 他没有开灯 在黑暗中 打开了玄关的鞋柜 隐约看到盐狱的拖鞋还在 他取出自己的拖鞋 换下皮鞋走了进去 直接坐在沙发里 靠着 微微仰头 合上眼眸 脸色有些紧绷 他不知道盐狱去了哪 暗亮了手机屏幕 看了下时间 不算很晚 他的右手攥着一个小小的盒子 就红色丝绒新型包装 他不知道在想什么 骨节处都泛起了隐约的白 月光暗淡 月亮被阴云遮住 只有微弱的光泽 没过一会儿 公寓外就传来开门的声音 小星星不知道因为什么笑了起来 声音清脆 言语温柔地制止他 到屋里再笑 我们要安静 不能吵到别人 有人打开了灯光 公寓门又被关上 露眼微微拧着眉 眉间折痕深深 或许在黑暗中久了 他觉得灯光太过刺眼 微微眯起眼眸 避开了灯光直射 林姨道 我去收拾一下客房给小南风 言语的声音含笑 林姨 要不你先给小星星放下洗澡水吧 他今天累着了 刚刚已经犯困 正揉眼睛呢 好 林姨转身去了卫生间 露眼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 刚好被绿色植物挡住身影 他睁开眼 下一秒 听到小南生的声音 奶声奶气的 严阿姨 你把小星星放在低毯上吧 我帮你看着小妹妹 言语道 好啊 他一边硬着 一边朝露眼的方向走过来 一转眸 差点被露眼的身影吓了一跳 他睫毛颤了下 露眼 露眼站了起来 看着言语 又看了眼 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小男孩 小男孩被露眼这样看着 下意识地拽了下言语的手 他眨拔了下眼睛 乖乖叫道 叔叔 露眼面无表情 语调也没有任何情绪 他淡淡地点点头 对言语道 你回来了 言语有些惊讶 他以为露眼今天不会回来 而且 看现在的状态 露眼似乎 居然像是等他回来的样子 言语轻声道 这是我上司的孩子 秦南风 秦律师今天出差去了 所以孩子暂时拜托我代位照顾一下 露眼淡漠的眼神 从秦南风身上淡淡掠过 挑了挑眉 秦让的孩子 他的语气听不出什么情绪 言语点头 小香香已经困得揉眼睛了 看到露眼 软软地叫了他一声 还要伸手讨抱抱 露眼眼底似乎有了浅薄的笑意 他抱过小星星 整个怀抱都是奶香气 小星星搂着露眼的脖子 凑过去 在他脸颊上香了一个吻 露眼诞声道 你去帮秦让的孩子安排吧 小星星 我来照顾就好 言语看了露眼一眼 没有多想 秦南风很早就学会一个人洗澡 但是今天 他没有换洗的衣服 言语给他找了条浴巾 让他洗完自己披着 再迅速钻进了被窝里 言语敲了敲卧室的门 推开进去 灯光下 他眉眼格外温柔 南风 我可以进来吗 秦南风点了点头 袁玉走进来 秦南风躺在床上 袁玉摸了摸他的被子 问他 你冷不冷啊 这个被子厚度可以吗 秦南风只露出一双漆黑漂亮的眼眸 点了点头 不冷 很暖的 你自己可以睡觉吗 秦南风眨了下眼睛 本来想说可以 但话到嘴边 轻声地问 颜阿姨 妹妹睡了吗 睡了呀 秦南风眼睛又眨了一下 他像是有些不好意思 脸颊不知道是被捂出来的红 还是害羞的红 轻声道 我睡不着 颜阿姨 你能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吗 颜欲笑了 当然可以 秦南风的脸越来越红了 他让自己冷静下来 一遍遍告诉自己 自己并不羞耻 他还是个好孩子 虽然他从小到大 都没有听过睡前故事 颜欲想了下 找了一本荷兰童话故事 挑了个小王子类险记 讲给秦南风听 秦南风看了颜欲一眼 然后闭上眼 他耳畔是颜欲温柔的声线 他的小手握着 心里一阵阵失落 颜阿姨怎么会这么好 他怎么这么喜欢颜阿姨呀 他怎么没有妈妈呀 如果颜阿姨是他的妈妈该多好 但他知道不可能的 颜阿姨有自己的家 秦南风的心里酸酸的 越听越难过 越睡不着 但他为了让颜欲放心 还是假装睡着了 颜欲讲了两个故事之后 试探地叫他名字 南风 南风 秦南风听到了 耳间动了动 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 颜欲轻手轻脚站起身来 关了电灯 走了出去 卧室门轻轻地合上 秦南风的眼角有眼泪 爸爸说他小时候和妈妈生活过 可他根本都不记得妈妈的长相 他是一个可怜的 没有妈妈的孩子 颜欲从婴儿房 看了看小星星 然后才回到主卧室 鹿眼还没有睡 他正穿着睡袍 站在窗前 微微开着窗 冷风一点点渗透进来 听到脚步声 鹿眼转过身来 他的指尖夹着一根 未点燃的香烟 颜欲瞥了他的烟一眼 你不是答应我要戒烟了吗 没抽 鹿眼说着 把烟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顺手关上窗户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26集 两人安静地上床睡觉 什么对话都没有 各自躺着 等颜欲快要陷入睡眠的时候 身后忽然有个身体贴上来 炙热的 坚硬的 男人温热的呼吸 洒在他的脖颈处 他依旧沉默着 只是双手越收越紧 颜欲挣扎了一下 没有正开 反倒转了个身 面对他 窝在他怀中睡觉 心怀鬼胎 同床异梦 但又看上去格外般配 格外温馨 有时候两个人都突然会冒出一个想法 其实对方是不是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人呢 第二天 颜欲睁开眼睛 看到路眼线条分明的下颌 往下是性感的喉结 晨起 路眼还未清洗 下巴上隐隐约约冒出青色的壶茶 散发着浓郁的荷尔蒙气息 路眼也醒了 抱紧了颜欲 忽然用他的壶茶 呼吁去碰颜欲的脸 有些扎人 颜欲被逗笑了 他躲着他的胡子 剑躲不开 干脆伸出手 捧住了他的脸 不让他动 两人的视线对上了 颜欲在他眼中看到自己 那样专注 他心跳忽然跳快了一瞬 路眼伸出手 握住他贴着他脸的手 目光专注 一瞬不瞬盯着他的眼 然后 慢慢与他十指紧扣 将什么东西递给他 言语微正 感觉到掌心的东西 一个小小的圈 微硬 稍稍有些冰凉 很快 就被两个人的温度 给温暖起来 他睫毛吸动了下 心脏色缩着 他猜到掌心的东西是什么 却有些不敢相信 他下意识地咬紧了下唇 路眼垂眸 遮住眼底情绪 他空出手 握住言语的手 不让他躲避 动作缓慢地 将东西套在他的手指上 尺寸刚好 那是一枚戒指 干净的一圈 款式简单 点缀着碎钻 路眼唇线绷紧 排眸 盯着言语 他漆黑的眼里 仿佛有淡泊的笑意 薄唇动了动 嗓音低而缓 言语 跟我结婚吧 言语虎珀色的同人 吸动了下 他抿紧了红唇 之前没办婚礼 也没求婚 盘侯节微动 我都给你补上 好不好 言语没有说话 是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也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阳光在地板上 洒落了一片光芒 光束里 有细微的尘埃起伏着 言语的心跳声很大 一下又一下 他的视线于光里 只有路眼 从他的角度 能看到他净水流深的 幽黑眼眸 也能看见 他微微勾起的唇角 这是路眼 他心里浮现出 难言的情绪 翻滚着 涌动着 路眼向他求婚了 他清楚地感受到 这是路眼 而不是成词 他攥紧了手 一根根收拢起手指 戒指在他指尖的触感 格外明显 小小的一圈 代表着忠诚 许诺与爱 人有的时候 就是需要仪式感 戒指和婚礼 恰恰能带来 这样的仪式感 而这样的仪式感 能够促进婚姻的稳固 言语抬眸 路眼垂眸 两人在彼此的眼睛里 看到了自己 晨起有风 薄纱扬起 落下 似是风浪涌动 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日子 一切仿佛 一切仿佛都进入正轨 天气越来越冷 温度一点点下降 言语的一切事情都很顺遂 他拿到了驾照 思考成绩也出来了 他顺利在律所里 挂上了律师资格实习证 许颖下不知道做了什么事 被许家送去了美国进修 说是进修 言语觉得更像避难 避开风头 但他也不知道 法斯宾德的事情 最终怎么解决了 秦让的手里 加了两个难案 一个是许家的委托 一个是承管家的委托 承管家的案子有些急 但是许志刚的委托并不急 秦让暂且放了下来 这段时间 路眼却像是休假一般 言语整天都能看得见他 他早上起得很早 会带小猩猩玩 吃早饭的时候 也很有耐心 有时候甚至会喂小猩猩吃饭 然后上班的时间 再和言语各自去上班 言语现在自己开车了 不需要他的接送 路眼也不强求 中午时间 言语在律所经常会收到小礼物 有时候是便当 有时候是花束 有时候是小饰品 他签收的有些不好意思 让路眼别再让人送来了 路眼答应了 但是隔天傍晚 路眼就亲自送东西上门了 整个律所都知道 言语有个隐形的土豪追求者 言语哭笑不得 只能说这是他丈夫 不是追求者 律所的姑娘们更是羡慕 丈夫还能这么浪漫 言语上辈子是拯救了地球了吗 言语被大家起哄得很不好意思 秦让没什么时间管言语的私事 不过他有一次撞见 言语正在签收玫瑰花 前台的小妹还在起哄 说嫁人就该嫁言语的丈夫 秦让深邃的眼眸里 有几分深意 眸色淡淡 拿了自己的文件就走 冷淡倒 上班时间 注意影响 前台小妹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言语弯了弯眼睛 傍晚 言语下班回到家 推开公寓 果然又见到小星星 正在和路眼玩 路眼长腿笔直 他弯着腰 双手扶在小星星腿下 一步一步 耐心地哄他走路 小星星在爸爸的扶持下 小步伐颤巍巍的 地毯是柔软的 落地无声 路眼让小星星扶在一旁 就迅速地走到其实点 漆黑的铜人里带着笑语 嗓音低沉 小星星 来 自己走到爸爸这边 好不好 其实距离并不远 但对于还不会走路的小星星来说 真的很难 他害怕 小嘴督起来 眼眸水润 眼人漆黑 亮晶晶地 软着声音撒娇 爸爸 抱 路眼道 你走过来 爸爸就抱你 不要害怕 爸爸等着你呢 小星星眼里激起了眼泪 看出来路眼不会主动抱他了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脚 试探地迈出一小小步 摇摇晃晃地 扶着把手走了几步 然后看着爸爸的脸 忽然加快了步伐 快速走了过去 步伐亮枪 他只走了两步 就巴唧一下 绊倒了自己 差点就摔倒 下一秒 就被路眼接在怀中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27集 路眼看到他眼圈红红 眼底浮现出浅淡的笑意 吼结微动 夸他 小星星真棒 是个勇敢的小公主 小星星很好吼 原本因为摔倒 而快溢出来的眼泪 一下子就憋了回去 小鼻子还红着 转眼就笑眯眯的 开心地搂住路眼的脖子 他趴在路眼的肩头 圆溜溜的眼珠子 一下就看到玄关处的眼狱 弯弯眼 开心地叫 妈妈 眼狱笑意盈盈 却没看到小星星 要扑过来抱他的动作 心里失落地叹了口气 唉 说不嫉妒是不可能的 小星星最近和路眼的关系太好了 但嫉妒也没办法 他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忙 能陪小星星的时间太短了 而路眼却像是公司倒闭了一样 整天闲着 绕着小星星转 路眼看到严玉 黑眸盯着他看 笑意淡然 你回来了 林怡做好了晚饭 严玉进厨房帮忙 严玉凑在严玉的耳畔笑 太太 最近一段时间可以夸先生了吧 先生可以算是好丈夫好爸爸了吧 严玉垂眸 洗了手 没有正面回答 他笑 我都嫉妒了 小星星以前跟我最亲 现在他眼里可能只有他爸爸了 小孩子最需要陪伴 你工作忙时间少 他肯定会和爸爸亲近一家 幸好小星星睡觉前 还是知道要找妈妈的 严玉陪着他躺了下去 轻轻抚摸他的胸口 哄他睡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严玉迷糊糊的困得睡着了 过了许久 他感觉有人抱起了他 他眼皮沉重 挣扎着想要掀开 就听到路眼的嗓音 低沉有磁性 他说 是我 你睡吧 我帮你回卧室 严玉就放弃了挣扎 自觉地往他怀中靠了靠 鼻息间是他身上的干裂气息 夜色深重 他的怀抱坚固 到了大床上 陷入柔软的被窝中 严玉更是睡得香甜 路眼的黑眸却很精神 他握着严玉的手 看着他浩白的手指上的戒指 唇线紧绷 不知在想什么 他把玩着 时不时捏着戒指 仿佛要将戒指脱下来一般 程家的事情很多 程管家不可能一直在中国待着 程家主的病情中间 不知道起了什么波澜 程管家回了英国 但这几天 他又来到中国 严玉见到他的时候 第一眼看过去 看到的先是程管家黑发中 夹杂的白发 他最近疲惫苍老许多 严玉只看了他一眼 就转移了视线 像是没看见一般 程管家却主动走上来 严玉脚上转了步伐 没理他 往一旁走 程管家声音疲惫 严小姐 这是我听家主的命令 来找你的 家主让我把一样东西交给你 言语连脚都没有听 程管家的声音却不断传来 家主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近来病中 他反思了许久 他说 他对不起此少爷 人在生命快终结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珍贵 他当初不该阻挡你去参加 此少爷的葬礼 严玉放缓了脚步 这个是此少爷写给你的信 家主同意给你了 不需要你做什么 你收下就好 严玉的脚步顿住了 他垂在身侧的手指 缓慢地用力攥起 他转过身 垂眸 视线笼罩在 管家手里的那封信上 拧紧了红唇 人或许 就是会有这样的执念 严玉坐在驾驶座上 拆开那封信 的确是诚词的自己 这是他出事前 给他写的一封情书 还没有寄出去 他就出事了 其实信里也没有写什么 都是些他以前常说的情话 常交代的日常 但是言语就是鼻子一酸 眼泪扑色色往下落 他哭完之后 只觉得心里的重石 一下子落地了 事情过去这么久 他早该放下一切 重新启程了 严玉认认真真的 叠好成词的信 收了起来 起动车子 往老宅驶去 老宅里 周运正抱着小星星 他目光一顺不顺地看着小星星笑 话却是对陆远说的 小星星的周岁日快到了呢 之前就说给他半个大的 我已经着手在准备了 陆远英俊的脸上 没有什么表情 他淡淡地道 周运瞥了他一眼 你最近收心了 也算有个爸爸样了 一旁的陆成国 推了推眼镜 声音沉稳 女儿都一岁了 她肯定要给女儿做保养的 在外面乱来 算什么 周运笑 阿言懂事了 不过公司的事情 你也不能落下 股价是好事 还有就是有些事情 你也得让严喻做 你疼媳妇 但也不能太过放纵她 陆成国拧眉 不赞同 好了 人家小夫妻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去拒绝 你瞎掺和什么 别担心那么多了 周运瞠怒地 荡着陆成国 然后他忽然想起什么 对陆眼道 啊 对了 你跟严喻的婚礼 也还没办呢 要不趁着 小星星周四宴 一起办了吧 陆眼却没有回答 他忧深地眸光 冷淡地盯着 手机屏幕的信件 来自成管家 就只有短短一段话 和两张照片 眼少爷 眼少爷 相信我 成家一点都不想让你当慈少爷的替身 事实上 你比慈少爷更适合继承家族 更有魄力 当然 或许在严小姐的心里并不是这样 或许你还会觉得别人仍旧想让你当慈少爷的替身 或许还有很多种可能 可是 眼少爷 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 当你成为了成家家主 你就已经完全地覆灭了慈少爷存在的痕迹 你也完全地战胜了他 成家家主是独一无二的 谁也无法将家主当成替身 严谕从成管家的手里接过信的照片 还有一张照片显现着那封信的内容 字里行间都是成词对严谕爱的表达 最后一句是 严谕 我爱你 永远 如果不是你还小 我真想快点和你结婚 五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28集 路眼飞薄的唇有着淡薄的弧度 严谕一直惦念不忘的信 原来就是这封 不知道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才和成管家换来这封信 他心里深处的荒原上 燃起了一簇幽黑的火光 沉沉燃烧 周运又问了一遍 阿隐 要不就这样决定 你和严谕的婚礼 也差不多定下吧 路眼的心脏极其细微地色缩了一下 他眸光冷沉 浮冰沉沉 眉目疏淡 他诞生道 那就 办婚礼吧 言语回到老宅 忽然就被告知要办婚礼 他眸光微定 有些惊讶 下意识去看路眼 路眼也测了眼眸 与他眼神对上 他眼尾长而弯 清润黑亮的眼底 仿佛含了似有若无的笑意 清冷中带了别样的感觉 略微一条眉 你不想现在办婚礼吗 言语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小猩猩刚喝完奶 周运满意地 给他擦了擦嘴角 抱着他 笑看着言语 反正啊 迟早都是要办婚礼的 虽然冬天办婚礼冷了点 不过冬天婚礼少 也别有一番趣味 最好下点雪 风景会更好看哪 大概陆家很久没有办喜事了 陆成果也和蔼地抬起头 眉眼含笑 笑容慈祥 冬天婚礼不错 这一次要好好规划 但也算委屈言语了 没有多少可以留给我们筹备的时间了 周运问 言语最近工作忙吗 安排好时间 好好地准备一下婚礼 他又看向路眼 笑 还有 阿叶啊 你最近也带着言语去挑选挑选婚纱 来不及定制了 但是格调还是要有的 言语睫毛颤了下 唇角微眯 神情里闪过几丝迟疑 路眼垂着眼眸 淡淡地看着他 他眉目间闪过一缕嘲讽 很淡 又恢复了平静 他修长地手伸过去 握住言语有些冰凉的手指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他抚摸在他的戒指上 似有若无地摩缩着 路眼低声问 如果你不想现在办婚礼 我跟爸妈说一声就好 言语摇了摇头 抬起眼皮 看着路眼的眼睛 不是 那办婚礼 他似乎格外有耐心 还故意脱长了尾音 即便声音淡淡 但态度 却像是对待不听话的孩子 言语的眼睛弯了弯 好 那办婚礼吧 路眼眸光一顺不顺 眼底透着微光 有些认真 他仍旧摩缩着那枚戒指 真想办婚礼 你怎么这么啰嗦 办婚礼挺好的 言语的眼睛弧度越发弯 笑意绵长 一生 只有一次的婚礼 这句话他说的声音很低 低到他以为 只有他自己会听到 但是路眼也听到了 他眉骨微动 博春抿成一条直线 一生只有一次吗 周远平时就很闲 空闲的时间格外多 他兴致也来得很快 想要办婚礼 吃完晚饭 他就不让大家散开 而是让几人都围坐在 客厅的火炉旁 壁炉幽火轻轻地跳跃着 硬红了几个人的脸 小星星被路眼抱着 严玉坐在路眼的旁边 但路眼给他披上了毯子 让他靠在他肩膀上 桌面上是周运心血来潮 让几家专门给富豪们 办婚礼的婚庆公司 送来的册子 他眼睛亮晶晶地 一个个挑选过来 严玉啊 你看看这家怎么样 他们家很会办冬日婚礼 之前盛家长子的冰雪主题婚礼 就是他们家办的 还得再给你买一个戒指 我喜欢蓝色的钻石 你喜欢吗 严玉正在看路眼手里 拿着的婚纱图册 他闻眼 笑 妈 我手上的戒指就行了 不行 周运眨了眨眼 钻石太小 在婚礼上太丢人了 我们陆家可丢不起这个脸 媒体会抓住这个点 嘲讽陆家小气抠门的 影响形象 陆成国难得发表看法 是该买个大钻石 你都嫁起来一年了 都没给准备点出跑 陆眼飞薄的唇勾了点弧度 买吧 我之前拍卖过一颗粉钻 还没有切割 周运对办婚礼很感兴趣 又是选承办方 又是选场地 还有选婚纱 又要安排嘉宾 所有的主题 大概都是为了满足他的少女心 严玉和陆眼 对此就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因为他们都知道 办一个婚礼有多辛苦 商谈了半天 周运很满意 陆成国看了下时间 好了 已经很晚了 有事情明天再讲 大家都去休息吧 周运笑容灿烂 嘱咐了一句 都没意见的话 婚礼就由我安排了 哦对了 有一点 他眸光落在严玉和陆眼身上 强调着 你们婚礼当天一定要表现好 别让陆家丢了脸面 还有严玉啊 等婚礼快到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熬夜工作了 注意皮肤保养 你看看 你最近和眼圈有点重啊 严玉弯唇笑了笑 严玉答应归答应 但是工作还没有完成 他先卸了妆 洗漱完 随意拿发圈松松散散 将头发束在脑后 几缕轻柔的发丝垂下来 他坐在书桌前 打开笔记本电脑 翻开卷宗与发条 找出笔 戴了眼镜 开始工作 实习律师 一般就是大律师的助手 他还有半年多的实习生涯 才能正式成为职业律师 但实习生涯 对于一个律师的成长 也很重要 这是一个准律师 刚刚进入律师行业圈 必经阶段 需要大律师 带着见识圈内的规则 积累经验 学习打法 培养工作习惯 熟悉业务 也是一个不断开阔 自己暗远的阶段 前让手里有不少案子 但以前他会聚调一大半 他认为过于简单的案子 而现在 他会选择接下 严育一开始还以为 秦让作为一个大律师 也太亲密了 什么案子都接 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秦让应该是为了让他练手 因为他接下的那些零散案子 怕看也不看 没梢一条 就直接扔到他桌子上 诞声吩咐 去见当时 严育很感谢秦让 这些案子难度不一 却很磨练律师 严育从一开始的手足无措 束手束脚 到后面得心应手 都离不开秦让 他还记得 他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老太太遗产案的时候 秦让垂眸看着他 居然笑了起来 笑声微低 漫不经心地 带了些微的歉意 嚣张却又让人安心 他说道 就算你咋了 还有我的 怕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29集 书房里 台灯散发着悠悠的光 拢着眼狱 眼狱手指在键盘上 迅速移动飞舞着 他正在写速撞 叶渐渐深了 眼狱手指停顿了下 休息了一会儿 眼睛有些酸涩 他忍不住困地 打了个哈欠 眼角有眼泪渗出 门外有人敲门 言语还没应声 男人就走了进来 路眼穿着黑色 宽松睡衣 露出锁骨 身材高大 头发蓝散 发烧有些微的失忆 长睫毛微微遮住眼神 他走到书桌前 吹眸盯着眼狱 带声道 工作还没有完成吗 嗯 言语抬眸 看着他 明天下午有个停 他说着 伸出手去拿桌面上 摆放的一厅罐状咖啡 才刚刚打开一拉环 就被路眼接了手去 路眼微微拧着眉头 脖唇隐抿着 他的手按在咖啡上 说道 太凉了 没关系 喝一点没事 他的眉间月发深 他眸光定定 嗓音平淡 等我一下 言语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还有些疑惑 因为手里还有工作 他也没再多问 打了个哈欠后 继续敲打键盘 不过一会儿 路眼的手里又拿回那厅咖啡 放在言语的右手旁边 言语看了过去 指尖才碰到咖啡瓶 就感觉到平身的温度 温暖从平身过渡到言语的指尖 是温热的 不负刚才的冰凉 路眼目不转睛地盯着言语 黑毛里有光 他说 本来想给你煮咖啡的 但太晚 怕吵醒其他人 就用开水温热了一会儿 稍微暖了些 你经济会难受 平时 还是要多注意一点 言语指尖紧了几分 他看着路眼的眼 闪过了些什么 唇半的弧度 轻轻地扬了几分 指尖的温度并不灼热 但一点点顺着血管 温热到他心脏里 他眼睛弯了起来 像是小月牙 台灯的暖光落入眼里 一点点闪耀着 谢谢 他嗓音软软 像是棉花糖 路眼猴杰轻动 看了眼他桌面上的材料 也没多说什么 转身出去关上门 他自己工作起来也很疯狂 自然能理解 言语想工作的想法 所以这种事后 他不会阻止他熬夜 何况言语也是成年人了 自然知道该如何取舍 路眼走了之后 言语强自打起精神 集中精力 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完成了 他收拾好东西 装进包包里 这才动作很轻地回了卧室 他躺了进去 男人的手伸过来 自觉地拦住他的细腰 将他禁锢在他的怀中 言语动了动 轻声道 你还没睡吗 言语还要说什么 却不知道为什么 路眼的双臂越发用力 孤紧几分 嗓音沙哑 隐约艰涩 他说 睡吧 很晚了 言语翻了个身子 正对着他 他整个人都蜷缩在他怀里 他没有抬头去看他 目光对着是他的胸膛 安静了一会儿 他还是问 路眼 他轻声 言语离他胸腔太近 声音都成了低沉的闷哼声 你说 我们真的要办婚礼吗 对于言语和路眼来说 办了婚礼 就是彻底将言语 作为路眼太太 展露在所有人面前 比起两人领证 婚礼才会广为人知 如果那个时候路眼反悔了 或者言语反悔了 想要离婚 阻力只会更大 路眼 在黑暗中睁开眼 吹眸看他 你不想结婚吗 也不是 言语的胸口起伏了下 他深呼吸 他仰起头 从他的角度 能看到路眼冷硬的下颗线条 他伸出手 摸了摸他的喉结 他唇瓣的弧度越来越深 黑暗中 他眼睛仿佛会发光 迎着满满的水润光泽 他红唇轻声地动 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 他叫他 路眼 明明路眼什么都没有听到 他却像听到什么一般 喉结滚动 从喉咙口挤出一个字 嗯 下一秒 如是温热地吻 就贴在他额头上 带着安抚和轻柔 睡吧 暖气散发着热气 空气是温暖的 他的怀抱更是温暖 婚礼的筹备是初冬 忙着婚礼准备的人是周韵 言语和路眼 只要去试婚纱礼服就行了 临近下班的时候 言语敲了敲秦让的办公室 秦让低沉的声音 从办公室里传出来 请进 言语推开门 他手里拿着一封情帖 白色简洁的花纹 繁复蕾丝垂坠 秦让正在查看法条 疏然间 一双浩白的手 把一张情帖 放在他面前 他眼眸正了正 看着那张情帖 封面上写着路眼和言语 秦让抿着脖唇 然后缓缓抬起眼眸 视线笼罩在言语的脸上 言语弯着眼睛 秦律师 之前跟你请过婚假 我从明天开始要休假了 秦让眼眸漆黑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回答 他修长手指和上法条 指尖有些发紧 你们的婚礼 在三天后 嗯 秦让一时间仿佛失语了一般 沉默了好一会儿 言语要和路眼办婚礼了 秦让的胸口 仿佛突然遭击了拳击 有些闷 他们办婚礼 其实也没什么 毕竟办不办婚礼 人家都是夫妻 言语也都是路眼的太太 秦让伸手捏了捏额脚 就是觉得 言语眼里的光有些刺眼 他大概是魔症了吧 要怪就怪秦南风那小子 成天在他面前提起言语 还时常念叨着 想让言语做他妈妈 秦让定定地看了言语一会儿 脑海中一瞬间 闪过许多情绪 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楚 对言语的认知也很清楚 只能说 彼此认识的时机不对 他欣赏她 对她感觉到好奇 对她的人生态度表示认可 有些喜欢 就是源于这些 似有可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有的东西 第一百三十集 但他也知道 现在的他 一切都属于另一个男人 秦让仿佛想通了什么 胸口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 即便失落 但他也只能含笑 眼眸幽黑 带着风度地祝福他 恭喜 我会收时间出席你的婚礼 言语眼里 璀璨绚烂 欢迎 对了 秦律师 你也带上南风吧 告诉他 小星星很想他 秦让的眉心跳了跳 看了看言语离开的背影 痴笑了下 秦南风去了婚礼现场 指不定要哭 他还整天说他长大了 要娶了像颜阿姨一样的老婆呢 办公室的门又合了上去 冬日的天色暗沉的早 已经灰蒙蒙了 路灯悠悠亮起 一排一排 守卫着这座城市 秦让环设了一圈办公室 忽然觉得有些疲惫 来自心灵的疲惫 他垂下眼睫毛 定定地看着桌面上的材料 靠在椅背上 路眼的绅士和继承权 几乎是没办法 从法律上下手的 城管家大概也放弃了 从法律下手 自从上次交付了尾款之后 再也没有来找过了 至于许致刚委托找女儿的事 秦让宁紧了眉头 时间过去这么多年 又是荒郊野岭 他委托了三个私家侦探去查 只找到了三个相关的福利院 和两个附近曾经收养过女孩子的家庭 其他他并不抱多大希望 因为他现在能找到的资料 许致刚查了这么多年 想必早就查到了 所以目前的状态 几乎等于毫无头绪 秦让随意翻了翻福利院资料 眸光慢慢地定在一处 里面有一个福利院 春田福利院 这个福利院是成家曾经资助过的 也是 严谊长大那个福利院 他脑海里闪过个念头 然后又吃笑起来 严谊的年龄比逊下大一岁 这里对不上 他也是忙工作忙疯了 秦让站起身来 抓起一旁的长外套 穿了起来 往外走去 回家照顾儿子去了 严谊和陆衍 约好下班去试礼服 老宅的客厅里 灯火通明 明灯闪烁 六套礼服挂在架子上 一旁还客客气气地 站着工作人员 准备帮严谊换上 陆衍坐在沙发上 从周运的手里 接过小星星 一起看着严谊换裙子 周运道 这次的婚礼我都简单化了 不然六套礼服怎么够换的呢 白天的宴会你换三套 晚上再换两套 最后一套浅蓝色的 留在第二天小星星的周四宴上 小星星是个配合的小迷妹 对着言语的礼服 不停地捧场拍手 眼睛笑眯眯地 露出洁白的牙齿 等试完礼服 几个人吃完晚饭 严谊觉得有些累 就先上楼洗了个澡 小星星被保姆带走 陆颜也跟着上楼了 她的神情看似平静 静看了却有些紧绷 她面无表情 黑眸忧深 她觉得自己仿佛自虐一般 每天看着严谊的笑脸 却有每天在深夜的时候 收到来自程家的短信 她完全可以屏蔽程家的信息 但她却没有这么做 反而每天准时地 看着那个短信里的东西 发来的照片 基本都是诚词和言语 她陪她读书 陪她上自习 陪她去超市 背着她 抱着她 亲着她 陆眼神色冷清 两腮绷紧 她没有直男癌 谁都可以有过去 言语作为她的太太 在和她结婚前 自然可以有前男友 只是 这个前男友是她的同胞哥哥 与她长的一个模样 她被当作了哥哥的替身 甚至 言语还故意隐瞒了这一切 哪个男人能忍受这样的屈辱 而今天成家的信息 还是一如既往的准时 陆眼脸着眼眸 线条淡膜 带着讥讽 看到信息的时候 同眸轻轻地色缩了一下 你怕是不了解 严小姐的心机 当你以为 你将她引入局中的时候 或许 你才是被她困入局中之人 你看她撒谎骗你不认识慈少爷的时候 一脸冷静 她一点都不愧疚 其实 从严小姐离开陆氏集团加入律所开始 你就应该警惕了 她随时都在害怕 你会因为知道了慈少爷的事情而提出离婚 所以她在壮大自己的实力 以便于可以跟你抢小星星 她是学法律的 完全就是一个鲸鱼钻法律漏洞的律师 孩子在三岁以内 本来就有很大的几率会被判给母亲 只要她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能养得起孩子 在婚姻内又没有重大的过错 法官一定会把小星星判给她的 或许 严少爷你会想用陆家的势力 对严小姐施压 但我保证严小姐手里一定还会有底牌 但是陆家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程家做不到 后面的话 陆眼没有再继续看了 她的心脏像被一只手紧紧地攥着 这些话本来都是对的 但她绝对不会回到程家 但严喻也的确很有可能提出离婚 她唯一能用的筹码就是小星星 小星星是制约严喻最好的筹码 或许是该先送小星星去美国了 陆眼关掉手机 推开玻璃落地门 走了出去 风有些凛冽 外面下起了雪 冷意一点点钻入人的衣机里 让人多了几分清醒 严喻洗完澡出来 就发现房间的落地门开着 风不停地灌进 带着冷冽 她裹紧欲袍 看到陆眼高大的背影 莫名透出落寞 她心微微一紧 走了出去 陆眼听到她脚步声 侧过脸 看了她一眼 外面的温度真的挺低的 严喻打了个寒颤 她问 怎么在外面吹冷风 路眼闻眼 眼神如同盯在她身上一般 她轻声道 没有 想起了一年前 我们初见 严喻的睫毛也轻轻颤抖了下 时间过得真快 在医院里 她要给陆眼捐献骨髓 然后不要脸地提出结婚的要求 她生下小星星 她嫁给他 短短的一年 却也是漫长的一年 他们两人经历了太多 严喻往前一步 从背后搂住路眼的腰 她感觉到掌心下的肌肉 又一瞬间地僵硬 她的脸颊贴着她的背 她轻声道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前一段日子还水深火热 现在却忽然间平静下来 让她有些不适应 但严喻有时候觉得自己 还挺喜欢平静 有安全感的日子 这样安逸的日子 或许会暗藏危险 但在危险还未暴露前 她总习惯于自欺欺人 路眼嗓音低沉暗哑 请了点笑意 不对 一年多前 也不是我们的出现 在伦敦才是 她语调很慢 话一落下的时候 严喻的手指颤抖了下 她曾拿这个骗了她 路眼却像是不在意一般 她修长温热的手 覆盖在严喻的手上 握紧她 淡淡道 听说程家的管家 前段时间去找你了 她怎么突然去找你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31集 严喻喻嗓子眼有些发紧 她抿着唇 没有说话 路眼笑 抱歉 连累你了 她肯定是因为你是我的太太 所以才从你这边下手 严喻还是什么都没说 路眼垂下眼睛 高深莫测 她勾勒出浅浅的弧度 放缓了语气 像是期待严喻说出些什么 还是你和程管家 有别的交情 嗯 严喻的手指一点点收紧 嗓子干涩得很 良久 还是心意很 咬牙否定了 那些事情太过复杂了 她不知道忽然间承认 突然该从哪里讲 又该如何解释 反正她都决定将诚词放下 和路眼好好过日子 他们都要办婚礼了 须影下也不在了 至少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美好的让人舍不得打破 路眼胸口重锤沉沉 胸口发闷 难以呼吸 她很明显地感受到 自己的失落与失望 那种失望 让她的心一点点冷硬 她转过身 抱起言语 她低眸 眼底几乎没有一丝光 她没有看她 平静到 小夏本来说 要回来参加婚礼 我怕你不高兴 所以就没让她回来了 言语手指紧绷 夜渐渐深了 言语眼皮沉重 迷迷糊糊间 仿佛听到路眼 在她耳畔轻声说话 但她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路眼道 你习惯了撒谎 习惯了欺骗 除了那个成词 你最在乎的人 是小献献吧 如果她不能陪在你身边 你会怎么样呢 雪花素素 白银覆盖 无人回应 路家的婚礼 不算最隆重的 但也绝对少不了 媒体的曝光 几乎所有媒体 都在津津乐道 路家少爷 要和太太补办婚礼 有关心路眼太太真面目的 有关心两人感情的 还有关心两人孩子的 更有不识趣的提起虚影下的 每个话题都是爆点 路眼人脉广 当天来的人也很多 但是这一场婚礼 却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 最生气的人是周运 婚礼即将开始前 她找不到路眼 那时候言语还在化妆间化妆 等到路眼忽然在婚礼 开始的时候出现了 而原本在化妆间的言语 却忽然不见了 婚礼上少了新娘 至于下落寞的新郎 沉着一张脸 紧攥着手 仿佛要杀人一般 路眼转眼间 就成了本城的笑料 所有来宾都看着 台上的新郎走了下去 接过了逝者递来的手机 接听过去 所有来宾也都清楚地 看到她脸色的巨变 电话里 言语的嗓音撕心裂肺又哽咽 路眼 我会恨你的 你把张欣欣从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失踪了 有人带走了她 你的人都被闪下了 周运从来没想过 会在婚礼现场 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她早先还特地邀请了媒体 让媒体对婚礼进行报道 而现在也恰恰是这些媒体 第一时间将消息放了出去 不出半小时 全城的人都知道 陆家的陆少爷 陆氏集团执行总裁 在办婚礼的时候 被自己的太太放了鸽子 周运是真的对婚礼布置用心了 整个现场将天然和人工 巧妙地结合 漫天的白中 掺杂着纯色的蓝 雪花扑速速落下 满眼的鲜花 都是由法国空运而来 松果松树叶 点缀着白雪 长长的粉色地毯 从古堡延伸至 露天的婚礼现场 那条路的尽头 原本是该有新娘 穿着无肩带雷丝鱼尾裙 手捧着鲜花 搭配着白色手工皮草 一步步走向新郎 但婚礼的现场 尽头空无一人 只有凛冽呼啸而过的寒风 在场的嘉宾们窃窃私语 交谈的声音嘈杂 又惊恶 又幸灾乐祸 还有事不关己 天哪 这都老夫老妻补办婚礼 怎么还闹这么一出呀 这下路家脸丢大发了 路家的媳妇有点不懂事啊 婚礼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随意撬掉 路家少爷也是丢人了 傻愣愣地站在那里等 新娘都跑了 哎 我以前一直听说的是 路家的新娘 那是千方百计的 想嫁进路家 怎么看婚礼的情况 这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样啊 倒像是路家 想要倒贴人家似的 看看路太太脸色多差 这下妖气死 鼻子都快气歪了 我早看到周运不舒服了 现在好了 我可以拿这件事 笑的好几年了 周运至少好几个月 都不敢出来参加聚会了 还真是看了一场大笑话呀 你说 以后呀 你们家孩子要是办婚礼啊 一定要把新郎新娘给看好了 路家丢的脸面 咱家可不能丢了 周运气得 肺都快要炸了 双手紧紧地攥着 指甲都陷入肉中 一阵阵疼痛 他的脸上 却还是要露出勉强的笑容 那些嘲讽计笑的话 他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 胸腔里的怒火 一点点燃烧起来 心脏气得发疼 密密麻麻灼烧的痛 在四肢百海里流窜着 他满心都要收拾言语 晶莹剔透的雪花 越来越密集 也越来越大 地上的积雪也越来越厚 是纯净的白 也是绝望的白 明明今日的天气预暴 只是会说有小雪 现在却忽然转为大雪 路眼穿着黑色的西服 肩膀挺阔 双腿修长 背对着众人 他手里握着手机 一点点 被他修长的手指攥紧 大概在室外久了 他手指冻得泛红 骨节处却是苍白的 手机的机身 都快被他的力道捏碎了一半 他漆黑的同眸里 重重收缩着 心脏紧紧地缩成一团 手机里还在源源不断地 传来言语的声音 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 毫不犹豫地 捅进他的心脏里 路眼 如果这次小星星出了事情 我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这辈子都不会了 我告诉你 我们完了 他的声音不大 却沉重地像石头 狠狠砸在路眼的胸腔里 震得他轰鸣作响 心肺作痛 他猴急上下滚动了下 心脏被人紧紧地捏在手心 他不敢想象 小星星会出什么后果 良久 才掀了掀薄唇 嗓音仿佛发自胸腔深处 尖色得很 他问道 你在哪里啊 雪花纷纷 白色的雪落在他眼睫毛上 一层薄薄的霜 一层薄薄的雾 他漆黑的眼眸冰冷无情 似是深渊 又恰似水潭 不知言语说了句什么 他的脖唇抿成一条毫无弧度的直线 下河冷硬 他面无表情地迈开步伐 渗透着冬日的寒气 脚步匆匆地往场外跑了出去 身后 周运咬紧了牙根 气得眼前发黑 却不敢叫住陆燕 陆成果脸色沉得能滴下水来 脸色很差 他走到舞台上 强迫自己露出笑 放缓了声音 各位 因为出了点事情 两位年轻的新人玩起了年轻的浪漫 而我们只需要尽情地享受 接下来的婚礼就好了 他对着工作人员招了招手 整个婚礼按照流程 继续往下走 嘉宾们即便满心充斥着八卦的好奇之心 在这个时候 也不得不给陆成果一个面子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重新跟众人谈笑风生 雪花继续飘落 现场音乐声悠悠 缭绕人心 新闻媒体的通稿已经发送出去 陆家婚礼出状况 新娘落跑 新郎追 毫无意外的 评论下都是嘲讽和幸灾乐祸的话 真是牛 有甚至您还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一直以为只有电视剧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没想到现实生活中还会遇到 真是火酒剑 为陆眼的妻子打扣 鼓掌 其实降入航门也不一定好吧 之前媒体就一直唱摔着两个人的婚姻 更何况陆眼在外面采集飘飘 包养了不少情人 现在被她的太太抛弃在婚礼上 也没什么吧 再是她的报应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32集 一辆黑色的车子正在飞速朝着郊区跑去 言喻坐在副驾驶座上 身上还穿着漏肩蕾丝婚纱 映衬她皮肤白皙透亮 露出纤细的锁骨 她原本肤色就白 现在更是一刹那间 失去了所有的血色 惨白的似是白纸 她的眼圈通红 鼻尖酸涩 心脏紧紧地悬在嗓子眼 眼眸一顺不顺 盯着手机屏幕 那是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半个小时前 正是这个号码 告诉她小星星不见了 言喻原本没有当真 因为今天这么个重要日子 陆家一定会看好小星星的 但是作为母亲 总会有一点心灵感应 她总觉得哪里不安 心脏时不时就疼得色缩一下 她想看见小星星 所以就让人去找她 然而那些人 要么支支吾吾 要么找不到 要么推脱 她迟迟见不到小星星 心里担忧越发凝重 幸好 后来秦让带着秦南风 上来找她闲谈 言喻就立马拜托秦让 找一下小星星 不过一会儿 秦让就告诉她 小星星的确不在婚礼现场 然后那个号码又打了进来 言喻立马接通了电话 隔着细微的电流 那头传来了清晰分明的啼哭声 奶声奶气 带着惊惧 和令人心疼的柔软 是小星星 言喻心口重重的起伏 她用力的呼吸 失声叫出来 小星星 小星星仿佛听到妈妈的嗓音 哭得越发大声了 她的嗓子都哭得有些干哑 声音细碎 夹杂着她微弱喊叫妈妈的声音 言喻的心脏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 用力的拧紧了 那头终于有声音 是一个说英文的男人 嗓音透着音冷 路眼的妻子 是你吧 你可知道 你和路眼的女儿 正在我的手里 她还真是个小可爱呢 哭得可真让人心疼 男人英文流利 话里偶尔冒出几句简单的中文 显然他会说一些中文词汇 言喻脑海里闪过什么 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法斯宾德 他心脏跳动的速度越发快了 猛得握紧手机 你是法斯宾德 我是或者不是 又有什么关系呢 男人低效 声音冷淡 透着讥讽和阴狠 路眼不接电话 所以我才打给你 不过 给你打电话也是一样的 你给我转告他 让他立马让海关放我出境 还有 拿一千万给我 我要现金 到东渡码头找我 不许报警 不许带其他打手 如果他做不到 敢私下做其他安排的话 就让他试试看 给他女儿收尸 言喻咬紧了下唇 口腔里有隐约的血腥气 他想也不想的往外跑去 肢肩酸乙上涌 他有些慌乱 被用力的掐着自己 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的声音有些抖 你想要一千万事吗 我可以给你 但前提是 你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危 男人笑了一下 当然 法国人很讲诚信 他压低嗓音 如果不是路眼 把我逼得走投无路 我又何必平而走险 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冷笑了一声 也幸好 这次也是路眼自大 才给了我机会 绑走他的女儿 现在他女儿被我用来威胁他 也算是他自作自受了 言喻瞳孔重重的色缩 口腔里的血腥气越发浓重 他绷紧了牙齿 不过一瞬 就捋清了思路 这个男人真的是法斯宾德 也就是说 是法斯宾德绑走了小星星 他心中的恨意像是潮水 缓缓涌上胸口 明明和法斯宾德 没完没了纠缠的人是许影夏 明明为了许影夏 而去收拾为难法斯宾德的人 是路眼 明明是法斯宾德自己不检点 才被路眼抓住了把柄 明明这所有的一切 都和他的小星星没有关系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一切后果 却要让无辜的小星星去承担 还有 法斯宾德为什么说是路眼自大 为什么小星星本来应该在婚礼现场 现在却会被法斯宾德带走 言语又想起婚礼前一天 他还接到许影夏 从美国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他像疯了一般 声音尖锐 极尽恶毒 言语 你以为办婚礼就是爱了吗 我告诉你吧 阿言一直都想和你离婚的 你以为他喜欢你吗 真是笑话 他只是想报复你 想让你在婚礼上出丑 你懂得吗 后面许影夏似乎还念到了许多话 但言语一点都没有听进去 那时候他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他都选择了路眼 都选择办了婚礼 都选择继续过这样的婚姻生活 那就选择相信他 所以他放弃了相信许影夏的话 所以 是不是许影夏那天说的是真话 言语总觉得自己漏掉什么 他还想说什么 法斯宾德却已经毫不留情地挂断电话 听同立志余下冰冷僵硬的嘟嘟声 言语只要想起 小猩猩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就克制不住想杀人的冲动 眼泪不可避免地顺着眼角滚落 他咬紧了下唇 不管不顾 往楼梯下冲去 双手按着手机 不停给路眼拨打电话 一遍又一遍 却无人接听 婚纱很长 他竖然不小心就踩住了裙脚 往前摔倒下去 重重地磕在地上 手肘传来火辣辣的疼痛 那些隐隐的眼泪 仿佛一瞬间失控 全部从眼睛里冒出来 他第一次感觉到这样慌乱 不知所措 幸好还有秦让 幸好还有他帮着他 幸好还有他 将他从地上扶起来 给他一个拥抱 让他有个流泪的借口 载着他直直驶向东渡码头 一直到了秦让的车上 言语才打通了路眼的电话 他心里是充满怨恨的 小星星现在所受的苦 都是因为路眼和续影下 但可悲的是 他却又不得不寄希望于路眼 能去救小星星 只要路眼能早一点到 小星星就能少受一点苦 秦让抽空侧眸瞥了他一眼 安慰他 别担心 小星星会没事的 言语轻轻地点了点头 手脚都是冰冷僵硬的 秦让继续道 如果按照刚刚的通话内容推测 对方只想出镜和钱财 就不会特意惹麻烦 从而伤害孩子 言语被急挺直 后背一点点发凉 他只能相信 法斯宾德会好好照顾小星星 他只能不停地对自己催眠 就算法斯宾德家暴 出鬼又酗酒 但不代表 他一定会对孩子下手 小星星那么可爱 他会不忍心的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33集 路远开走了白色的婚车 他一瞬间加快了速度 踩下油门 汽车如离弦的剑 转瞬消失在视野里 车内 他修长的双手紧紧攥着方向盘 目光冰冷的直视前方 他绷紧了两腮 面无表情 脖唇抿着 眼底一片七寒 心脏像被无数根密密麻麻的针 刺中了一半 又宛如蚂蚁啃视 千疮百孔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 越来越紧 对于今天的婚礼 他有过很多设想 盐狱一直在欺骗他 他拿他当替身 他甚至胸口闷得 像在婚礼上放盐狱的鸽子 然后带着小星星先去美国休假 让盐狱体会一下失去被欺骗的感觉 他知道自己很幼稚 但一旦碰上盐狱 他发现他所有引以为傲的自制力都会崩溃 他控制不住的斤斤计较 控制不住的比较 控制不住的想要报复 这些日子 他受够了看着他与诚词之间 曾经的亲密无间 所以今天 他在婚礼即将开始的时候 关掉手机 让人先送小星星去机场 然后他再消失 但一切的变化 都抵不上他人心的变化 他发现 他舍不得让盐狱一个人出现在婚礼上 一个人孤零零站着 一个人受人嘲讽 于是 他最终还是出现在婚礼现场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盐狱消失了 原本设想好盐狱被抛弃 被嘲笑 体会失去的感觉 全都出现在他的身上 有愤怒 有冷意 也有绝望 那一瞬间 他是真的想把盐狱困在家里 或者揉进他身体里 让他再也跑不了 关于婚礼会遇到的所有情况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最后的情况会是小星星丢了 而这个机会还是他提供的 如果不是他非要今天送他去机场 如果不是他今天不好好珍惜婚礼的机会 小星星怎么会被人劫走 更何况 那个节奏小星星的人 还是法斯宾德 他几乎要窒息 呼吸不能 都是他的错 却连法斯宾德都是他招来的 是他为了给下下报仇 没有留后路而彻底得罪的人 他忘记自己还有软肋 路眼眼底阴翼 眼眸深沉灰暗 黑得浓稠 几乎看不见任何的光 情绪也复杂地令人难以捉摸 一路急迟到东渡马口 他远远就看到 穿着黑色西服的晴让 将穿着婚纱的盐浴 搂进怀中 而盐浴也乖乖地趴在他胸口 没有任何反抗 他在无声地落泪 路眼绷紧了两颊的线条 周身都散发着一股冷气 他熄火下车 快步走了过去 握住盐浴的手臂 将他拽入自己的怀抱之中 盐浴知道是路眼 他心里的火苗早已经燎原 再看到路眼的那一瞬间 到达最高值 他想也不想 咬住牙根 挥足力气 将一巴掌 重重甩在路眼的脸上 响亮的巴掌声格外刺耳 路眼的脸 几乎是历时浮现出红痕 盐浴终于崩溃 眼前模糊 眼泪成线条 琥珀色的铜人是冰冷的 路眼 这下你高兴了吧 法斯宾德在玩我们 他根本就不在东都码头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 盐浴的语调是冰冷的 是你连累了小星星 是你要帮许影下出头 是你帮他在国外找房子 是你承包了他的后半生 就连他给你戴绿帽的前男友 你都要帮他一并解决 许影下舒服了 你就是他的冤大头 他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你也舒服了 英雄救美多好啊 救的还是你一直喜欢的人 言语的语调尖锐了几分 可是 替你承受这一切后果的人 却是小星星 多不公平 路眼绷紧了唇角 脖唇没有一丝弧度 漆黑的眼底沉了又沉 他的手指用尽全力地攥着 秦绕拧着眉头看他 眼角眉梢都是讥讽的意味 东渡码头的空气 都是浓郁的鱼星气 当言语赶到这里的时候 却怎么也没有看到 法斯宾德的身影 更没有小星星了 他不停地给法斯宾德打电话 明明打通了 却一直没有人接听 冷冽的风呼啸而过 灌进言语的身体里 他身上只有薄薄的婚纱 早已经冻得手脚发麻 连血液都冻僵了一半 秦绕脱下自己身上的黑色长外套 给言语披上 一瞬间的温暖袭来 言语下意识咬紧了唇 忍住了眼泪 法斯宾德的电话还是没人接 路眼黑眸清冷地 盯着言语身上秦绕的外套 他轮廓深邃的俊脸 绷得紧紧的 眼底含了浓郁的危险 他攥紧手机 让陆家的人开始行动 他眸光扫过码头 在细节处 眸光微微顿住 他声音冰凉 有人在我们前一步 带走了小星星 和法斯宾德 路眼快步走了过去 码头的信箱上 用喷漆写下几个英文单词 请打开 眼少爷 喷漆很新 像是刚刚喷上不久 路眼打开了信箱 里面安静地躺着一封信 他取了出来 信箱里装着一串号码 当看到号码后的落款时 路眼的同眸重重地收缩了下 红人黑尘无光 是城管家 路眼毫不犹豫地 拨出了那个号码 第一遍没有人接听 第二遍也是 第三遍仍然是这样 但他没有放弃 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着 炎玉的掌心 已经被自己的指甲掐出了血 是城管家提前一步 带走了小星星吗 如果是 那他现在是故意亮着他们 所以才不接电话 路眼不知道打了多少遍之后 电话那头才有了人声 城管家嗓音含笑 眼哨也好 路眼冷笑 开门见山道 城管家 我女儿呢 城管家依旧笑着 在我这儿 小可怜 刚刚哭得可真是凄惨啊 嗓子都哑了呢 不过 现在已经被我哄睡着了 怕顿了顿 不用担心 小星星是我们城家的孩子 我不会伤害他的 那个伤害他的外国人 我已经绑好了 就等着你们来收拾了 他似乎还踢了下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法斯宾德的哀嚎声 像是被人捂住的嘴巴一般 哀嚎声变成了乌叶声 言语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怕胸口起伏 深呼吸几下道 城管家 我知道你做什么事情都有目的 不妨说说你的条件 天小姐是聪明人 城管家嗓音和蔼慈祥 我也就不绕弯子了 想让我把小星星交给你们 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针对眼少爷的 我要你回到城家 第二个嘛 是针对严小姐的 我要你和眼少爷离婚 陆衍明解了唇线 没有回答 但言语却像是一点都不纠结 他说 我答应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34集 这短短的三个字 让路眼一震 一瞬间 他心头活血 统统冷了下去 仿佛有人狠狠地掐住 他最为脆弱的地方 他漆黑的眼眸赤红了几分 带着冷冽的怒意 陆衍垂眸看着严玉 冷峻的脸上有些苍白 他死死盯着严玉的侧脸 严玉却看也没有看路眼 他的目光只盯着手机 城管家笑了起来 唉 严小姐果然狠心 其实不管是眼少爷 还是慈少爷 对你来说 都没有什么区别吧 他继续道 两位少爷都是严小姐 进入上流社会 提升自我地位的台阶罢了 有时候 我都不得不佩服你 能够把两位少爷 玩得团团转 城管家说话向来直接 狠狠击中人心脆弱不堪的地方 严玉的脸色有些苍白 他绷紧了唇线 什么也没说 他想去看路眼的神情 却怎么也不敢转头 就算他没有转头 也感觉到路眼的平静 像是一点都没有对 城管家的话感到震惊一般 他早就应该想到的 路眼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他曾经和城瓷在一起过 他鼻子一酸 那些隐忍的泪水 仿佛就要落下 他攥紧了手指 支架狠狠地陷入肉中 只有不断的疼痛 才能让他清醒 路眼早就知道他在骗他 那他这么长一段时间来 为什么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甚至还主动安排与他的婚礼 他今天为什么要让人送走小星星 思绪纷杂 在炎玉的脑海中 纠结成混乱的一团 炎玉的心脏一点点下沉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 冷得他整个人都要散架开来 其实他应该明白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的他却有些拒绝 这一段时间 他与路远的关系的确是温暖的 他不想回去表面的美好 码头的风凛冽而过 带着令人心寒的温度 程管家却像是突然生出许多感慨 他嗓音温和 带着怀念 他说 天小姐 你可知道 没认识你之前的此少爷 有多优秀吗 他有条不稳的生活 他从小就接受贵族精英式教育 为接受程家做足准备 他谦和有礼 他懂得克制 他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成就 可是你呢 是你毁掉了他 言喻下唇的肉咬得生疼 睫毛落下雪花 一瞬间就只剩下血水 他不觉得是自己毁掉了程次 程次说过 他在程家根本就不开心 他被困在那个铁牢似的古堡里 日复一日地接受各种教育 学习各种东西 他被压迫得几乎喘不过气 就像是一抹忧魂 而程管家对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少爷 你要懂得隐忍 言喻不想听程管家说 关于承词的事情 更不想在路眼的面前说 他动了动唇 程管家 我现在只想见到我女儿 路眼一直沉默着 不发一言 他怕自己一说话 就控制不住情绪 血水打湿了他的黑发 他脸色坚硬冰冷 程管家说的每一个字 都太过刺耳了 像是倒钩 嵌入他柔软的心脏之中 言喻对他的每一分好 每一分温柔 甚至他看他的每一个眼神 都是因为诚词 他因为诚词 毫不犹豫地接近他 嫁给他 路眼的心脏每一次跳动 都是激烈的疼痛 言喻曾经说过喜欢他 其实喜欢的只有诚词 一旦把他和诚词 放在一起选择 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 程管家道 言少爷 你不想回到程家吗 回到了程家 很多事情都会得到完美的结果 包括小星星 包括你的未来 你的生意才能 在陆家太过局限了 他很看好路眼 其实程家选择继承人 可不仅仅只看学员 也考虑了路眼的能力 他年纪轻轻 却有魄力 有能力 聪明机智 手段伶俐 纵横商场 他能将陆氏集团管理得很好 他也一定有能力 能接管整个程家 路眼博纯勾出了嘲讽的弧度 他眉目间显出不耐 他根本就不在乎程家 程管家没有听到路眼的回答 也不着急 他只说 言少爷 我在城南古山别墅区十二栋 说完 他就挂断了电话 秦让也跟着站立许久 他身上也落了不少雪花 微微打湿尖头 路眼收起手机 看也没看他 直接拽走了言语 秦让眉头微拧 白细干净的手指 猛地握住言语的手腕 他喉结微动 似要说什么 路眼冷笑 释放着沉沉微压 秦律师 这是我们的家事 你能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干涉 秦让没有吭声 手指一点点收紧 言语也意识到了不妥当 他看向秦让 胸口起伏了下 秦律师 真不好意思 今天麻烦你了 等事情解决之后 我请你吃饭 秦让黑眸定定 他也明白言语的意思 他抿着唇 过了一会儿 还是松开手指 心里有空落 心里泛起巨大的失落 吞噬了他 漫漫白雪地 身后是白茫茫 雾气四散的海面 他身上的黑色西装 是这一片白中 最显眼的一处 他目着脸 盯着言语上了 路眼的车 仿佛要看出什么来 路眼开车的速度很快 几乎一路无话 两人心中都压抑着情绪 现在小星星还没有找到 他们谁也不想 现在就吵起来 言语侧眸看着窗外 雾气茫然 一片白 他心里比这片白 还要冷冽空旷 他身处在这片白之中 已经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他和路眼的婚姻 早已经走失了 他垂下眼眸 看着自己身上的婚纱 裙摆被雪水浸湿 沾了灰尘 乌黑黑一片了 这场婚礼 还真是笑话 城市家大业大 就算只是临时在这里落脚 却也买下了一栋古堡房子 已经近百年历史 绿荫丛丛 光线暗淡 整栋房子都透着沉闷和压抑 带着古老的气息 走进去之后 客厅墙壁上灌满了油画 光影昏黄 拢着视野 言语一眼就看到小星星 他躺在城管家的怀抱之中 闭着眼睛睡觉 看他们来了 城管家不紧不慢 笑意克制 眼少爷 眼小姐 他让人把小星星抱给眼狱 眼狱的鼻尖一酸 眼圈通红 眼泪顺着冰冷的脸颊滚落 带起了一阵阵刺痛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35集 他满心都是酸涩 一直提着的心 一下子重重落地 一瞬间 他仿佛失去了所有力量 差点就双腿微软 倒了下去 鹿眼伸出手 将母女俩都搂入怀抱之中 他的眼神像是盯在 言语和小星星身上 手指一点点收拢 眸光慢慢地扫过 小星星每一寸皮肤 幸运的是 他除了眼皮红肿 睫毛湿润之外 没有其他伤痕 但明显是被吓到了 在言语抱过他的时候 明明还在睡梦之中 他却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嘴巴一扁就要哭 一张小脸蛋上 写满了难过 言语搂紧了他 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 带着哽咽哄道 乖 是妈妈 你没事了妈妈在呢 程管家让言语和路眼都坐下 说道 我的条件还是刚刚那些 眼少爷 小星星会被带走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只要你承诺回程家 一切都会平静下来 如果你们不答应 相信我 你们俩 绝对没办法 将小星星 带出这栋别墅 言语眼前有些模糊 他垂着眼眸 绷紧了唇线 他还是那句话 很平静 我同意和路眼离婚 路眼拳头攥紧 苦劫犯了苍白 他咬紧牙根 声音是挤出来的 我不同意 言语 你别想离婚 言语抬起眼皮 你不是一直想和我离婚吗 现在满足了你的想法不好吗 你知道吗 就在今天 续影下还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和他说过 你一直都没有放弃过离婚的想法 他的语气平静 路眼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想法 只要你现在否认 我就相信你 路眼黑眸 既不可见地颤了一下 他喉结上下滚动 轮廓紧绷 他脖唇吸动了下 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言语眼底的火光 一点点熄灭 只流下雨水打湿后的灰烬 城管家看着他们俩 微微眯了眯眼 他要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 眼少爷平时对小星星照顾的还是很好的 也保护的很好 难以让人接近 如果不是他今天让人先送小星星去机场 法斯宾德也不会有机会的 言语的同谋重重收缩了下 这一句话里的信息很多 但这一句话就足够了 他觉得后背生冷 愣得他牙齿打颤 陆远想先送小星星去机场 须影下说 他不是认真想和他办婚礼 他想离婚 而陆远又早就知道 他拿他当成此替身的事情 这一系列的信息拼凑在一起 那就是陆远知道了最初的时候 他只是成词的替身 这是他的底线 触怒了他 所以他生气 他想报复他 他打算在婚礼上抛下他 然后带着小星星出国是吗 他想让他在婚礼上 感受到被抛弃的耻辱 再接着承受失去小星星的双重打击 这两种手段 是对他最好的报复方式 也最符合陆远的性格 他步步为营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一直哄骗着他 他知道小星星是他的软肋 他连一个孩子都要利用 难怪他这段时间 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小星星身上 无非就是想让小星星离不开他 甚至他知道 他有想离婚的想法 他的底线就是 就算离了婚 他也绝对不会让他带走小星星 言喻的睫毛颤抖 像是脆弱的蝶翼 眼眶湿润起来 雾气朦胧 他咬紧牙根 不让眼泪落下 他瞪着路眼 抿紧了唇线 心里忽然生出无尽的悲哀 心间颤抖着 如果今天但凡出了一点差错 小星星就会出事 他就会失去小星星 他还会一个人孤零零地 站在婚礼现场 受众人的嘲讽 被周运责怪 他眼前是一片又一片的迷雾 路眼狠起来 一点都不比他心软 路眼拳头死死地攥着 他仿佛想说什么 又仿佛什么都不想说 他吹眸盯着眼欲 看着他眼睛里的泪水 看着他苍白的脸色 心脏疼得骤然收缩 却从心底的深处 生出一种难言的痛快 他的难受 他现在也能感受到了吧 总不能他一个人痛苦 就一起沉沦吧 他绷紧了面部线条 黑眸沉沉 扶冰起伏 那些悬在嗓子眼的东西 也缓缓地沉淀下去 尘埃落定 不管他之前怎么想 怎么犹豫 不管言喻怎么打算 现在的伤害都已经造成了 他微微眯起眼眸 反倒显出了冰冷和气寒 城管家期待着这两个人闹崩 只要眼少爷肯离婚 只要眼少爷怀着恨意 他就有办法让他回到城家 他会为眼少爷 选择一个最优秀的妻子 安排一门最得体的婚姻 立足伦敦商界 他继续揭开蒙着一切的搏杀 那个外国人是恨眼少爷 所以才绑架了小星星 他恨眼少爷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眼少爷喜欢许小姐 偏袒许小姐 为了许小姐而将法斯宾德 逼得是走投无路 可是有意思的是 法斯宾德知道眼少爷 想要送走小星星的消息 却是来自许小姐 路眼的两栽绷得很紧 他黑眸沉的 几乎看不到一丝亮光 拳头死死地攥着 他在得知法斯宾德 带走小星星的时候 就已经猜到了 只是 他还缺最后的确认步骤 因为炎玉欺骗了夏夏 生下了不属于夏夏的小星星 依照夏夏的性格 自然不会喜欢小星星 但他没有想到 夏夏居然会和法斯宾德联手 来伤害小星星 炎玉也一点都不惊讶 他早就清楚地知道 虚影夏绝对可能 做出这样的事情 夏夏不希望他和路眼办婚礼 不希望小星星过得好 只要有可能 他一定会想办法 破坏他们的婚礼 那些来自他的短信 不就是证明了吧 炎玉觉得寒意在身体里流窜 他手脚冰凉 可笑的是 他在婚礼前 却一点都不肯相信 虚影夏说的话 路眼的所作所为 还真是一个个响亮的巴掌 扇在他的脸上 酸涩和难看 他们两个人的嘴脸 都这样难看 这一段婚姻 也早该结束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36集 炎玉低下眼眸 迅速抹去眼泪 定定的看着小星星 甜静的睡眼 与其让小星星 在父母彼此 憎恶的婚姻里长大 不如让她在 浓郁的母岸下长大 炎玉深呼吸 轻声的道 陆燕 离婚吧 我们不要再互相折磨了 陆燕面无表情 不可能 炎玉的眼泪一时没忍住 落了下来 她看着陈管家 像是当作陆燕不在一般 与其平静 陈管家 我同意离婚 前提是我让小星星 平平安地跟着我生活 我知道 你看不上我神的小星星 你的眼少爷 也不需要我神的孩子 陈管家微微挑了挑眉 露眼一双黑眸凌厉 像是刀剑 狠狠地刮过眼语 她冷着一张脸 目光突然变得凶狠阴厉 语调却变得平缓 扣着浓稠的讥讽 炎玉 你想跟陈管家结盟 你以为他能拿我怎么样 如果我不想离婚 谁也不能让我离 就算离婚了 你以为 你能拿到小星星的抚养权吗 大天的闭灯有些刺眼 炎玉眨了眨眼 嗓子干涩 酸楚上涌 没有说话 陆眼收回了 看着炎玉的视线 盯向了程管家 他黑眸里的冷意 让程管家都感觉到 背后一亮 陆眼缓缓地勾起唇角 扣着冷冽 程管家 如果你不怕程家被我灿改成了陆家 继承程家 算得了什么 他手指用力地泛出苍白 咯咯坐下 他黑眸沉寂了一下 星红隐约着闪烁 他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 不会离婚 不会离婚 也会继承程家 但陆氏集团 我也会继续管理 还有 他顿了顿 我要小心心地抚养权 严玉脸色苍白 转过眼眸 视声低声叫起来 陆眼 毫无疑问 程管家一定会选择站在陆眼那边 陆眼侧脸线条淡膜 不带一丝温度 看也不看严玉 严玉失去了唇色 程家 陆家 是陆眼背后的支持 他现在连工作都还没有转正 他拿什么 去争夺抚养权 陆眼站了起来 长身玉立 身材高大 一下就遮挡住大片光线 他垂眸盯着严玉 背着光 严玉看不清他的神情 却能感受到 他身上重重的微压 和冷冽的寒意 他微微俯身 冰凉的手指 捏在严玉的下颌处 缓缓抬起他的脸 手指收紧 嗓音里仿佛有了几分温柔 严玉 你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不离婚 一起困在这个牢笼里 一起受折磨 陆眼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小猩猩身上 动作轻柔 对言语毫无波澜的道 走吧 回去了 大门口 守着一排黑人保镖 城管家挥了挥手 陆眼和严玉在保镖的注视下 走了出去 夜色慢慢地暗淡下来 路灯昏黄 两人上了车 一路沉默 严玉望着窗外 霓虹浮光略映 在她的脸上 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 公寓里 陆眼推开门 就看到周运和陆成果 面色沉沉地坐在沙发上 冷眼等着他们 周运看到严玉就站起来 严玉没有理会她 直接把小猩猩交给林姨 低声嘱咐 林姨 麻烦你照顾下小猩猩 然后帮忙把婴儿房的门关上 周运冷着脸 眼里都是怒火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一个婚礼 为什么被你们俩弄成了这样 你们知不知道 陆家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光了 严玉没有说话 陆眼面无表情 她冷淡道 小猩猩丢了 是我的错 和严玉没有关系 严玉是因为小猩猩丢了 才离开的 周运眼睛越睁越大 小猩猩为什么会丢 陆眼拧着眉头 有着不耐 她克制着 轻声道 就是丢了 妈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和颜玉都很累了 小猩猩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先让我们休息吧 周运怒意上涌 她一肚子怨气都没出发泄 怎么可能就此熄火 她胸口重重地起伏 转眸看向严玉 阿严不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那就你说 严玉 她对陆眼还能压抑脾气 对着严玉的眼神就不善了 严玉握紧了手指 她抬起眼皮 盯着周运 她几乎没用过这样的眼神看周运 周运被她看得愣了愣 下意识小小后退一步 严玉脸上没有几分表情 她觉得周运很陌生 很陌生 她告诉自己要尊重长辈 要懂得礼貌 可胸口汹涌上来的怒意 又是那样明显 陆眼拿小猩猩威胁她 那她又何必忍耐周运 无止境地怒意 严玉掀了掀薄唇 妈 她顿了顿 心间微微酸楚 这大概是她最后一次这么叫周运了吧 陆眼答应和我离婚了 短短一句话 却像是炸弹一般 在这个不大不小的空间里轰鸣开来 周运睁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 她脱口而出 什么 陆成国也表情虽然严肃起来 紧紧锁着眉头 她沉声 胡闹 什么离婚 今天你们裁判婚礼 这是把婚姻当游戏了吗 陆眼乌黑的眼眸浮起嘲讽 她薄唇也几乎没有一丝弧度 陆成国大吼一声 陆眼 你跟我说清楚 离婚是怎么回事 陆眼眉目凉薄 他非薄的蠢动了动 丧失了想法一般 冷漠道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同意离婚了 明天我会把离婚协议拟定好 他看了陆成国一眼 扯了扯唇角 放心 小星星会跟着我 严玉不会带走她 严玉身体僵硬 死死地盯着陆眼 她唇色苍白 直接道 你死心吧陆眼 小星星是我的女儿 陆眼语调很慢 但她也是我的女儿 她看着她 严律师 是想和我法庭上争夺孩子吗 但你的工作还没有转正 你没有房子 你没有钱 你想怎么和我抢孩子 陆眼说话的声音 充满了轻浮的嘲讽 严玉心脏发疼 冷得连骨头都在隐隐作痛 她盯着陆眼的眼 睫毛息动 悬着的心脏缓缓下沉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37集 爸 妈 我跟陆眼过不下去了 对不起 她轻轻地眨了一下眼 将滚烫的眼泪 往眼眶里逼 我对不起你们 但是小猩猩我是要带走的 周运冷笑 哼 所以你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离婚 还嫌陆家的脸面丢得不够大吗 严玉 你别忘记了 当年是你拼死拼活想嫁给陆眼的 现在你说离婚就离婚 你是不是把自己的脸面想得太大了 严玉深呼吸 对不起 她什么理由都给不出来 牵扯的人太多 还牵扯进程家 陆眼还说她要回程家 这些和陆眼相关的事情 她不想从她的嘴里说出来 不管怎么样 还是由陆眼亲自说得好 周运气得脸色发胀泛红 陆成国太阳穴上 倾心隐隐作腾 她冷眼盯着陆眼 命令道 陆眼 你跟我到书房来 陆眼平静无蓝地看了她一眼 陆成国走了几步 又退回来说 阿运 你也一起进来 客厅里只剩下言语一个人 她抿紧了唇色 慢慢地坐在沙发上 她蜷缩着双腿 屈膝坐着 方才隐忍的泪水 一滴滴滑落 刺痛脸颊 她胸口发胀 紧紧地咬着牙齿 不让哽咽声一出 死死地忍着 她埋头在膝盖里 无声地啜气着 肩膀不停地耸动 窗外天色暗沉 天幕似是黑布 月色隐匿 看起来就像是潜伏在黑暗之中的野兽 随时随地 都可以将言语吞噬掉 言语坐了一会儿 书房的门没有打开 她站起来 回到婴儿房 林姨担忧地看了她一眼 言语弯了弯唇 眼睛红红 但还是平静着语气道 林姨 这边交给我就好了 今晚你去房间睡个好觉吧 小心行我来照顾 林姨不放心 太太 你今天状态不大好 我们一起来照顾吧 不用了 言语扯了扯嘴角 弯唇笑 她想表达她没事了 只不过 那通红的眼眶 却怎么也说服不了人 林姨最终叹了口气 没有再坚持 她离开了一儿房 轻手轻脚将房门关上 空气里流淌的是长久的寂静 言语走到床盘 垂眸 盯着小猩猩的睡眼 她伸出手 紧紧抚摸过小猩猩的眉眼 小猩猩躺在粉嫩的毛毯里 皮肤白净 睫毛纤长浓密 眼圈却是红红的 小拳头紧紧攥着 她睡得并不安稳 言语的动作缓慢 最后给小猩猩 捏了捏背脚 她静静地看着 小猩猩小嘴动了动 忽然害怕地 呢喃了一句妈妈 妈妈 这一声妈妈 就像一把锋利的剑 刺穿了她柔软的心脏 鲜血四涌 兴气弥漫 胸口疼得深入骨髓 她咬紧下唇肉 压抑着胸口 翻涌上来的喉尖哽咽 鼻子酸涩 眼周滚烫 她咽了咽嗓子 尽量柔化了嗓音 妈妈在这呢 宝贝 她的手一下又一下 温柔地给小猩猩安抚 她的脸却痒了起来 她不想再掉泪 她也不敢想象 如果离婚了 她没有拿到小猩猩的抚养权 她该怎么办 她也同样不敢想象 如果不离婚 她和路眼的未来又怎么样 越是安静 越是思维活跃 路眼知道了她拿她当提身的事情 那么她之前所做出的所有承诺 也都是假意的欺骗 她送走徐影夏 是不是只是为了麻痹她 忽然有手机震动声传来 严玉看了一眼 是南北 南北今天给她打了无数个电话 但她今天都没有时间接听 严玉看到南北的名字闪烁着 那些委屈和痛楚 仿佛一瞬间都涌了上来 胸腔拥挤 无法承载 她的口腔里都是血腥气 红唇干裂 泛出血丝 喂 严玉还是接起电话 她故作轻快 声音里还有点哽咽 南北嗓音含着愤怒 为什么呀 装作不认识我了呀 是不是还想狡辩刚刚接听电话 没看来电提醒了 严玉抹了下眼角 南北道 我今天一天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你知道吗 差点就要报警了 说你在化妆间 我他妈就去了趟洗手间 回来你就不见了 今天你婚礼啊大姐 你究竟为什么要在婚礼上跑掉 她的怒意越发的盛 我我被你气死了 我找不到你 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你那个婆婆看我的眼神也太可怕了 活生生的要把我给吃了 不过我也能理解她 我要是她 我儿媳妇婚礼上零食料挑子 跑掉了 是我也不能接受啊 我不仅不能接受 我还要把那个让我丢脸的臭女人生成活泼了 南北的火气压抑了整整一天 所以 杨娜小姐 你现在能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要跑掉吗 杨玉走到一旁的窗户旁 静静看着外面的夜色 雪花漫天飘落 她轻声问 贝贝 抱歉 今天现场是不是闹得很难看 你说呢 南北没有好气道 新娘跑了 没有理由 只剩下新郎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台上 台下宾客议论纷纷 讥讽四起 你还可以去网络上看一看 网民们都在嘲讽陆衍 讥笑陆家 还有的人在说你不安分 没分寸 而且 这次在婚礼上逃跑的行为 竟然给徐影夏拉了不少好感 一大半的人都在心疼她 说她被你抢了男朋友 还说陆衍活该 如果是徐影夏 一定不会做出这么丢人的事情 阿玉 你这次真的是毫无分寸 南北和言语关系好 他们之间向来是有什么说什么 南北的话有些残忍 但也都是事实 言语眼里雾气四散 南北似乎隐隐觉得不对 她迟疑了一下 命没到 阿玉 你哭了 言语没有回答 她在压抑情绪 南北叹了口气 声音压低了 所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为我刚刚说的话 道歉 我的语气是太重了 也没有注意分寸 是我的错 阿玉 今天怎么了 言语捶下眼睫 呼吸有些重 婚礼快要开始的时候 小猩猩被法斯宾德绑架了 是训影下告诉法斯宾德 小猩猩的下落 婚礼前 训影下还给我打了个骚扰电话 她告诉我 路远不是真心想和我结婚 南北一想就明白了 法斯宾德 徐影下也太恶心了吧 你和路远都结婚了 她怎么还一婚不散 法斯宾德是不是想报复路远 所以故意带走了小猩猩 路远还真是自作你不可活 她为了给徐影下报仇 下手也太狠了 拉了那么多仇恨 南北顿了顿 声音里又含了疑惑 问题是 小猩猩怎么会被带走 那天她不是在婚礼现场吗 现场那么多保安 法斯宾德一个人怎么带她走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38集 言语机不可见地弯了下唇 讽刺得意味很浓 是啊 可是那天路远想送小猩猩去美国 她也会去美国 然后留我一人在婚礼现场 她眸光专注地盯着外面飘落的雪花 轻声道 贝贝 我和路远要离婚了 声音很轻很轻 轻得几乎听不到 南北那边长久地寂静 言语耐心地等着 南北沉默了很久 最后叹了口气 声音里带着悠长的叹息 离婚了 挺好的 这段婚姻本来就很畸形了 阿玉 你当初为了不纯正的目的 想跟路远结婚的时候 我就在担心了 不纯粹的婚姻很难长久 你们俩也都有错 路远是不是知道了 离合成词 言语的睫毛颤抖 嗯 所以这个婚礼 最近一段时间的美好 都是她的抱负 她想给我重重一击 她的眼眶灼热 贝贝 我想离开了 南北道 好 那我们就离开 路远永远都不会放下 寻一下的 她应该也过不了 你把她当作提身这个坎 再折腾下去 只会让你们俩 越发的两败俱伤 但是 小星星怎么办 陆家愿意放手吗 言语摇摇头 心脏像是被一只突如其来的手 狠狠地拿捏住了 陆言不愿意 陆家也不会愿意 我 还在想办法 要不要我让宋青然帮忙 言语深吸了一口气 笑了笑 宋青然和陆言是合作关系 你别让她为难了 何况清光难断家务事 让第三个人掺和进来 总是不太好的 好 南北的阴姐 从喉咙中滚出 南北沉默了一下 说道 阿玉 有事情就打电话 或者直接来找我 别让我担心 只要我们在一起 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言语笑起来 挂断了电话 她纤细的手指 一点点握紧手机 对面公寓阳台上 还有挂着的衣服 在轻轻飘着 在深重的夜色里 像是寥寥无几的笔画 她从心底深处 生出了浓郁的疲惫 一重接着一重 隔壁的书房里 气氛紧张 陆言面无表情 嗓音干裂清冷 透着浓重的压抑 她把今日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了陆成果与周运 也说了她答应回程家的事情 只是唯一隐瞒了 虚影下告诉法斯宾得 小心性的下落 一是未经证实 二是讲了也没什么意义 就如同她也不会告诉陆家二老 言语曾经和程慈恋爱过 和她结婚 也不过是找了个替身一样 和陆言打算离婚的事情比 陆言答应回程家 显得更为重要 周运的关注点 一下子就转移了 你答应了程管家 不行 我不允许 你走了 陆家怎么办 陆成果的眉头紧紧地锁着 他眼眸微微眯起 他比周运冷静 那陆家你打算怎么处理 陆言纯现崩直 爸 我永远 只会有你一个爸爸 他看着陆成果 给我三年时间 我会继承程家 然后再回到陆家 这三年 陆家您暂时管理 可以吗 陆成果抿着唇 眸光不定地看着陆言 他总觉得 陆言继承程家没那么简单 不过 他胸口轻微起伏了下 他养了陆言这么多年 还是清楚陆言的 他既然输了三年 那就是三年 陆成果相信 三年后的陆言 一定会回到陆家 他点了点头 算是同意了 周运睁大了眼睛 什么三年 程家哪里是那么容易继承的 就算继承了 想离开 你以为容易吗 我不同意 我当年好不容易 把阿严带出程家 抚养他长大 这是我儿子 我不允许 他说着 眼圈泛红 眼泪汹涌了起来 像是下一秒 就会如同掘堤的潮水 陆成果伸手 将他搂入怀中 轻轻拍着他的背 低声道 好了 你要相信阿严 更何况 我现在也年轻 再回到公司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周运就是落泪 抱住陆成果 陆成果一边安抚他 一边看向陆言 说道 这一次 小星星那么正好 被程家给救了 只怕连法斯宾德 带走小星星 都是程家的设计 陆眼身形挺拔 脸色冷漠 透着阴影 陆成果 程家要你离婚 他的眼眸充满了锐力 仿佛看透了一切 是不是阎玉想要离婚 他了解陆眼 今天在婚礼上的陆眼 就很反常了 你今天婚礼前消失了那么久 就要把小星星送走 他的话点到为止 陆眼的想法 他已经摸得差不多了 陆成果眼眸沉了几分 阿眼 你别怪阎玉生气 换作是谁 被你这样对待 都会生气的 陆眼两腮的线条紧绷着 不是 是我想离婚 你想离婚 言语做了什么吗 陆成果黑眸冷冷 陆眼绷紧了手指 胸间爱恨翻涌 掌心里冷汗 灯光隐隐绰绰 落在他脸上 黑眸冷烈 两久 他却勾起了好看的唇角 眉眼是冰川 我本来就不喜欢他 现在也早腻了他 该离婚了 周运台谋问 你是不是还是喜欢夏夏呢 你这孩子 你要是早跟我说 你对夏夏还有感情 你不想办婚礼 我就算让你跟夏夏在一起 也好过让言语在婚礼上逃婚呢 陆成果拧眉 看着周运 拒指他 别乱说了 言语不是逃婚 他是为了救小星星 接下来的这句话 他问的是陆眼 阿爷 你们现在闹成这样 我只问你一句 你是真的想离婚 不顾他救了你的恩情 不顾你们相处的这一年情分 也不顾你们的女儿小星星 陆眼眼眸深邃 叫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嗯 离婚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39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胸口仿佛被撕扯了一个空洞 寒风凛冽惧惯禁 瑟瑟发凉 他安静了一会儿 不知道是想要抓住什么 但声道 我回程家的时候 小星星就拜托你和妈妈照顾了 他的意思是 他不会放弃小星星的抚养权 就陆成果本人的意愿来说 他也不希望 小星星被言语带走 周远忽然想起什么 说道 啊 对了 许家那边说 夏夏回来了 本来还想参加你和颜玉的婚礼来着 夏夏也不想出国了 许夫人同意了 阿言 你要是还想跟她在一起 也没必要送她出国了 要是你不想 那你管她做什么 小时候的恩情 这么多年你也还完了吧 当年夏夏被抱回来 也没受多大的伤害 更何况 她早就忘记那些事情了 几人在书房里谈了许久 陆远却洗了澡 随意甩干了头发 卧室里空空荡荡 她左转 打开了婴儿房的门 颜玉和小星星躺在一起 很安静 陆远低头看着他们俩 把毛巾放在一旁 坐在床盘 眸光是寒凉的 不带温度的 她的手指粗粒 冷淡 磨缩在言语的下颌线条处 心里空荡荡 她手指继续往下滑 落在言语的脖子上 慢慢地收紧 不知哪里突然冒出一个声音 喊着 用力 掐住 如果她不在了 这一切就会平静下来了 她额角清筋抱起 唇线崩得死紧 情绪有些恍然地崩溃 冰川重叠 但她终究没有握紧 猛地就松开手指 胸口剧烈起伏 她平息着呼吸 然后低下头 轻轻地 稳住她的唇 无数的冲动 想让她咬破她的唇 让血腥味充斥两个人的口腔 但她只是缓缓地 甚至有些浅瘴地亲吻 她想留住她 但这种 身体在她身边 心却落在别人身上的女人 她又何必留念 许家 许太太安抚许颖夏 妈妈已经跟陆家说了 不会再让你出国了 你不想出国 就不出国了 咱们许家 虽然不如陆家 但也不至于 要巴结他们 许颖夏鼓着两腮 有些生气 许太太见她脸色不好 你是不是还喜欢阿颜呢 你要是喜欢就上啊 我估摸着 阿颜也快跟那个 严玉离婚了 她今天 可是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把陆眼抛在了婚礼现场 周运 不会原谅她的 许颖夏巴掌大的小脸 闪过一丝笑意 她靠在许太太怀里 仰起头 妈妈 你也觉得他们会离婚吗 我不想再离开阿颜了 会离婚的 阿颜很骄傲 不过 那个小孩子 倒是个麻烦的 陆家 肯定不会放手的 两人 还有得争呢 许太太摸了摸 许颖夏的耳朵 笑着问 夏夏 你还年轻 你想当后妈妈 你能当得了吗 哎呦 我的小夏夏 还是个孩子呢 怎么照顾小宝宝啊 许颖夏脸颊有些红 她搂住许太太脖子 娇衬 妈妈 我要害羞了 妈妈 我爱你 你会爱我一辈子吗 会 许颖夏弯起眼眸 抱住许太太 她咬着下唇 她当然不喜欢 阿颜和严玉的孩子 小星星 严玉真是太坏了 那个孩子 本来应该是 她与阿颜的 她必须让阿颜 放弃抚养权 可是怎么样 才能让阿颜 主动放弃呢 阿颜有责任感 有父爱 许颖夏有些泄气 太难了 除非小星星 不是阿颜的孩子 可是 怎么可能呢 但有时候 编写 原份就是这样巧 临睡前 许颖夏接到 程管家的电话 她还有些紧张 程管家开门见山 许颗小姐 你应该不喜欢 颜小姐吧 正好 我也不喜欢 颜少爷 应该有一个出身 更加高贵的妻子 许颖夏握着手机 她手指紧了几分 我迫切地想让 颜少爷和颜小姐 离婚 甚至希望 颜小姐 能带走她的孩子 她出身低 长于孤儿院 自私又不知廉耻 她生下的孩子 不会是最优选择 也不适合程家 程家更不缺女儿 她的声音带着蛊惑 你只要告诉颜少爷 颜玉曾经说漏嘴 其实小星星 是慈少爷的孩子 许颖夏睁大眼 阿眼不会相信的 她做过亲子鉴定 是啊 她做过亲子鉴定 但如果她找你 拿证据证明 你就让她亲自 去找颜小姐对质 相信颜小姐 会给我们一个 满意的反应的 她为了孩子 一定会认下来的 她为了孩子 一定会认下来的 程管家继续道 DNA鉴定算什么 别忘了 颜少爷和慈少爷 是同卵双胞胎 他们拥有 几乎完全相同的DNA 不管这是两人 谁的孩子 依照普通的DNA鉴定 结果都会显示 两人使亲生父亲的可能性 均为99.9% 只要颜小姐承认了 陆少爷的自尊心 一定会让她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那他们之间 就再也没有值得联系她 毕竟 比起证据 态度才是最伤人心的 徐映夏没有去跟陆远说 她犹豫了半天 觉得阿远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终究不敢说出口 第二天 她约了周远出来 周远看起来状态不大好 徐映夏笑了笑 叫她 伯母 你怎么了 周远叹了口气 没说什么 只是用那双眼睛 看了看徐映夏 如果当初阿远没和言语结婚 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事了 和夏夏在一起多省事啊 不过 夏夏这孩子也不听话 跟那个什么法斯宾德 闹出那么多事情 但毕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 周远也没有多怪罪 摸了摸徐映夏的脑袋 两人坐在咖啡厅里 周远轻轻搅拌着咖啡 徐映夏咬了咬下唇 伯母 那天阿远婚礼之后 状态还好吗 周远脸色不大好 能好到哪里去 正闹离婚呢 闹成这样 两个孩子想离婚 我也就让他们离了 可是颜月还想带走小星星呢 我们陆家的孩子 怎么可能让他带走 陆家的孩子 本集播讲完毕 夏季更加精彩 第一百四十集 徐映夏抿着唇 眉骨微动 显得有些惊讶 周远台没看他 徐映夏有些迟疑 可是 我听城管家说 那是他们城家的孩子 周远眉头拧起 什么意思 阿远信路 城管家做梦的吧 阿远的孩子 绝对不可能是城家的 不是 胸下咬着下唇 城管家说 小星星是城池的孩子 城池 以前是颜月的男朋友 周远睁大眼 他联想到最近种种 怒火涌上心头 严玉曾经和城池 在一起过 他也是女人 但他同时也是个妈妈 他怎么可能忍受 严玉跟自己的两个孩子 都有牵扯 周远摇紧了牙根 严玉怎么这么不知廉耻 周远这个女人 说不注重血缘关系吧 可是最初她知道 小星星不是路眼孩子的时候 对小星星一点都不好 说注重血缘关系吧 小星星不管是路眼的孩子 还是城池的孩子 对她来说都是血亲 可是她没怎么和城池相处过 城池又一直长在城家 长在她厌恶的那个男人身边 她对城池根本就没什么感情 如果小星星是城池的孩子 那她的阿眼 岂不是戴了绿帽 严玉这个女人 还真的让人厌恶 连带着 周远连通小星星 都没了几分喜欢 周远下午冲到了公司 她在万人面前 就是一副优雅贵妇的样子 直到办公室的门盒上 办公室内 只有她与路眼两个人 周远才沉下脸 阿眼 小星星是城池的孩子吗 路眼的表情波澜不惊 没有一丝变化 她对她话里的意思 没有半点惊讶 她放下手中的笔 妈 你特地来公司找我 就是为了这件事 你早知道了这件事 路眼唇色淡淡 是不是我的孩子我知道 小星星是我的孩子 你也不用去问严玉了 她想要小星星的抚养权 一定会说是的 她的语气里 含了几分讥讽的笑意 又带着笃定 让周远都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她有些无力 从小到大 她都对这个儿子 没有办法 严玉想离婚 却连着好几天 都找不到路眼 路眼就是故意 想亮着严玉 严玉到她公司找她 也连续几次 被人拦在外面 这天 路眼从电梯里出来 一抬头就看见严玉 严玉安安静静地站着 皮肤白皙 眼眸黑白分明 似是迎着满满的水光 她穿着有些厚 但不影响美貌 白色厚重的围巾 包裹着她的脖子 只露出纤长 浓密睫毛下的眼眸 路眼第一时间注意到的 居然是她有些冻僵了 她只看了她一眼 就收起视线 眼眸里沾染了浓郁的清寒 薄薄的嘴唇显得格外无情 抬脚就走 特助认出了严玉 有些犹豫 严玉跟在路眼的身后 走出了公司大楼 路眼要上车 严玉猛地拽住她 她的手指冰凉 让路眼猛地有些色索 这是新换的一批保镖 根本就不认识严玉 只是严玉抓住路眼的手 想也不想 砰的一声 就扭着严玉的手腕 舒然间 用力将严玉 反扣在冰冷的车身上 车身上落了不少雪花 在这个时候 一不小心就渗入严玉的嘴里 她有些狼狈 下额撞到了车身 传来隐隐约约的疼痛 路眼手指全缩了下 绷紧了唇线 眉目间附上了厚厚的阴霾 她也没有阻止保镖 就那样居高临下地看着严玉 眼里的讥讽凉薄 一下就能击中 人心里最柔软的地带 严玉深呼吸 睫毛微颤 暗纳下那种屈辱感 她抬起眼皮 路眼 你现在拖着不肯离婚 是什么意思 有意思 你现在不就来求我了吗 路眼飞薄的唇吐出凉薄的话 她看严玉的表情没有几分温度 甚至有着厌烦 她看了保镖一眼 保镖就将严玉塞进车里 路眼也跟着上了车 车内 没有人打开车顶灯 车窗膜暗沉沉的 车门一关 车厢内就暗淡下来 车后座只有他们两个人 前座的隔板早已经升起 路眼长腿交叠 眼眸下落了阴影 言语攥紧拳头 她很冷静 路眼 离婚吧 如果你不肯离 你信不信 我立马找小报 爆料你和程家的事情 路眼面无表情 你去吧 只要你不担心 你再也见不到小猩猩 言语的心脏 像被小虫子咬了一下 路眼 你留下小猩猩有什么用 我说了它不是 就是这一句话 一下就激怒了 看似冷静的路眼 它的瞳孔色缩 脑海中有什么线条猛的崩断 它冷笑着 一下把言语拽了过来 手上力道大的 仿佛要将它的手腕捏碎 言语 你能不能要点脸 你为了争抢孩子的抚养权 什么谎话都说得出口吗 你当我路眼是傻子 你说小猩猩是成词的孩子 就是成词的孩子吗 它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双刃的剑 活生生刮着两个人的血肉 如果它真的是成词的孩子 按照你言语对成词的深情程度 你舍得带着成词的孩子来嫁给我 舍得让他叫我爸爸吗 它咬紧牙关 看着言语的眼神是嘲讽 冷漠 还有厌恶的 言语 你可真让我恶心 它说着 另一只手从公文包里 抓出了一叠纸 猛地朝言语的方向洒落下来 果然不愧是严律师 直接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起诉 还让秦让律师亲手接到案子 厉害了 下一步 是不是严律师就要找媒体揭入了 直接公布成诺两家的秘密 你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少精良 言语的脸色有些苍白 他冷笑 看看你这苍白的脸色 摆出一副我欠你很多的样子 是啊 你毕竟救过我的命 离婚我就答应了 要多少钱我也给你 但小星星 是绝对不可能给你的 他说着 松开了手 又拿出一份文件 离婚写一书 路眼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冷意 只要你签下 你就是自由身 言语撇到条款的抚养权力 他死死盯着他 不可能 眼眶有些泛红 你到底为什么想要得到小星星 这一年来 你跟他相处的日子又有多少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41集 路眼懒得跟他在说什么了 当他下定决心的时候 再无情不过了 他直接让司机停车 不顾着是开网城郊别墅的路上 没有什么人烟 也没有路过的车 冷淡道 下车 郊区的温度更加低 言语下车的时候 绷紧了后背的线条 从后面看上去 有些萧瑟的凄凉 路眼的车毫不留情地 消失在视野里 周围都是荒凉的 枯树成堆 寒风呼啸 秦让来接言语的时候 远远的 就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 蜷缩在路边 他裹着厚厚的围巾 只露出一双漂亮的眼睛 看起来有些可怜 秦让下了车 站在言语的面前 言语的视线里 看到一双白皙修长的手 骨节分明 耳畔里传来男人低沉 带着雌性的声音 这么可怜 走吧 我带你回去 言语抬起眼眸 男人背着光站立 天色渐暗 雪花纷飞 他就在雾气萌萌的天色下 柔和了眉眼 对着他伸出手 对他道 带你回家 言语谋光正正 站起来的时候 因为蹲久了 脚步不稳 亮抢了下 别乱投怀怂抱 我们现在是律师 和当事人的关系 要是关系不正当 我会被人举办到律邪的 幸好秦让伸出手扶住他 请让笑 开玩笑道 两人的身影不远处 一辆黑色的车子 去而复返 停在那里 车厢内 男人高大的身影 落成了剪影 镀上了寒霜 走吧 路言忍住了胸口的怒意 他眼眸沉沉 手指钻紧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特助 犹豫了一下 还是报告道 呃 太太已经找到了 暂时租住的房子 是秦律师帮忙找的 他明天应该就会搬出公寓了 路言盯着炎狱 上了秦让的车子 脸色冰冷 就现在 让人去公寓 把小星星送到我妈那里 老陈那边安排人 不许炎狱再进去了 还有 派人盯着炎狱 别让他有太大的动静 即便法院多次传唤 路言就是不理会 这种民事案子 法官也不能强制路言上庭 路言除了自身的意愿 不想上庭之外 他也很忙 承家那边要他接手 路家这边要办理转接 承家给出继承人的理由是 承家二少爷身体不好 前几年一直瞒着外界 再修养 路家给出的理由是 路言需要调养身体 暂且由陆成国负责路氏集团 由于交接平静 倒也没有闹出多大的风波 炎狱还是第一次 直面路言强大的实力 他现在手握两家全市 想藏起一个小孩子 再容易不过了 炎狱整整一个月 没有见到小星星 这一个月里 他销售了不少 却为了生计 不得不继续在律所工作 每天出差 上庭 却有些精神衰弱 路言去了英国 他不肯离婚 死死拖着这段婚姻 法院受上头的压力 拿他没办法 炎狱只能等着分居两年 自动离婚 可是小星星怎么办 他不是没想过 向媒体爆料威胁 但往往他爆料出去的消息 最终都无疾而终 没有媒体愿意看灯 路言托人给他捎了一句话 别玩那些把戏了 炎炎 炎狱咬着下唇 眼眶泛红 将纸条撕碎 秦让手里的案子 受到了不少阻力 他前段时间被指定了 为黑社会老大辩护的案子 他推脱了好几次 不想接下这样争议太大 赢率太小的案子 但那个老大的下属 却百般威胁 甚至拿秦南风和炎狱 作威胁 秦让冷哼一声 没有接下案子 只是找了保镖 保护秦南风 但他去接秦南风的时候 却发现秦南风不见了 当他找得焦头乱额的时候 黑社会大佬的下属 把南风给送了回来 这样往返几次之后 秦南风显然被吓到了 半夜发起高烧 烧得迷迷糊糊 眼欲被他的哭声吵醒 他睁开眼 垂眸看 秦南风闭着眼睛 睫毛颤抖着 小小的脸蛋发红 眼泪不停地滚落 眼欲伸手摸了摸 被他的温度灼烧了手心 他连忙抱起她 亲了亲她的额头 低声道 别怕 阿姨带你去看医生 他给秦让打了个电话 秦让不得已接下了那个案子 还在律所加班 他今晚担心儿子 就让眼欲先去他的公寓 帮忙照顾一下南风 眼欲抱着秦南风 显得有些吃力 他最近瘦的 骨头都突兀了 站在风中 仿佛轻飘飘就能被风刮走 秦让下了车 眉目拧着 脖唇冷冷 先从眼欲的手中抱过秦南风 他垂眸看着眼欲 眼里的色泽深邃的 仿佛要将眼欲吞噬 你先上车 一路奔驰到了医院 眼欲抱着秦南风坐着 秦让跑上跑下的忙碌 直到后半夜 秦南风的热度才退下来 秦南风很依赖眼欲 紧紧地靠着眼欲 小手一动不动 攥着眼欲的手 眼欲低眸看着他 心里一阵酸涩 他很疲劳 但还是轻轻地哄着秦南风 脑海里响起小星星 一个月没见 他不知道小星星怎么样了 不知道他变得怎么样了 眼欲的心里 充满了隐隐约约的恨意 他抬起头 忍住眼泪 小星星是不是也在想他 以前小星星 也喜欢这样拉着妈妈的手 这样无望地折磨 秦让坐在眼欲的身边 秦南风虽然在睡梦中 却也不让他抱 抱一抱 南风就哭 秦让黑白分明的眼眸盯着眼欲 那双眼有太多情趣了 这一个月来 他看着眼欲撑着过来 也看着眼欲瘦成现在这样 腰细的 仿佛一折就会断 秦让侯杰滚动 嗓音低沉 眼欲 想跟我去英国吗 不是伦敦 是李兹市 其实 我来中国本来就是外派一段时间 也两年多了 差不多要回英国了 你毕业自英国 接受英国的法学教育 其实很适合留在英国工作 而且 你现在还拿到了中国的律师资格证 也可以从事中国法和英国法交叉业务 他顿了顿 言欲抿着唇 侧过脸 看他 他睫毛吸动了下 嘴巴微张 刚想要说什么 秦让就到 我知道你舍不得小行星 但现在陆家不肯让你们见面 陆远又不出面 言欲打断他的话 他弯起唇角 我 我暂时不想离开 你去了英国 或许还能见到陆远 等见到陆远了 或许 他还会惦念着旧情 让你见见小行星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42集 言欲笑意很淡 不会 因为他与陆远之间 早就没有什么旧情了 沉默许久 秦让的声音 有了几分尖色 但我要去英国了 你现在还没转正 你要再选一个新师傅带你了 我本来想带你去英国的绿索 南风这样 我也担心 我父亲也希望我早就回到英国 他和母亲 年纪都大了 言欲垂下睫毛 笑了笑 咽了咽嗓子 胸膛起伏 请让 一路平安 他说着 抱紧了怀中的秦南风 即便秦南风睡着了 他还是慢慢 勤勋着他的眉眼 轻声道 小南风 你也是 两人都没有再说话 言欲慢慢地靠在墙壁上 闭眼睡觉 秦让一瞬不瞬盯着言欲 灯光在他身上 落下了薄薄的阴影 他的轮廓越发显得深邃 眉眼干净 他敞开双手 将睡着的言欲和秦南风 露入自己的怀中 秦让 敏之唇 没忍住 低头 俯身 吻在言欲的唇上 他和言欲 终究差了点什么 而这样相处的画面 却几乎在同一时间 传到路眼的手机上 他才完成了工作 眉目疲倦 冷着脸垂眸看着 脸色越来越沉 仿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漆黑的眼眸由火光跳跃 灼烧着他的心 让他的心肺一阵阵灼痛 他想也不想 将手机砸了出去 四分五裂 传来的消息还有最后一句话 言欲和秦让 最近一段时间都住在一起 大约是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有些疲倦 言欲站起来的时候 有些晕 他觉得眼前迷迷糊糊 有些黑 下一秒 他的世界就彻底黑沉下去 最后一秒 隐隐约约看到秦让惊慌的神情 他快速过来 搂住了他 医生 言欲怎么也没想到 他居然怀孕了 他消化了整整两天 才彻底将这个消息 消化了下去 他坐在沙发里 眸光微正 白皙的双手 抚摸着自己的小腹 平坦 几乎没有任何起伏 更不用说 他最近瘦了那么多 又那样忙碌和疲劳 根本没有注意到身体的异状 他居然怀孕了 言欲根本没有做好 迎接另一个新生命的准备 他自顾不暇 小猩猩还在陆家 工作不稳定 身体状况还差成这样 医生的话还历历在耳 你最近状态很差 要多多注意身体 潜台词大概说 他有流产的先兆 言欲有一瞬间想过 不要这个孩子 现在这个念头却越来越明显 他不想再和陆颜 有更多的交集 就算生下这个孩子 他拿什么去养 但是心里的不舍 却越发浓郁了 言欲只是想去医院 询问一下医生 还没有轮到他 他一抬眸 就看到眉目阴沉 脸色可怕的陆颜 风尘仆仆 大步朝他走过来 陆颜攥紧他手指 眼底腥红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闫月 你好大的胆子 谁准你流产的 神的记忆是很神奇的东西 当你处在风暴中心的时候 你会觉得天都要塌下来 一切带来的都是猙獰的剧痛 但是 当风平浪静之后 伤痛形成伤疤 生活压断脊梁 苟延残喘之后 那段记忆就会模糊 仿佛笼罩了重重浓郁的黑物 模糊的他都记不清了 言欲只记得 他被陆颜带回陆家 陆颜承诺 只要他生下肚子里这个孩子 他就能带着小星星离开 在陆家那段日子很压抑 陆颜不在 听说他在英国 和一个华裔女子相亲相爱了 周运摆着脸色 虚影夏时不时出现 他困在陆家 哪儿都去不了 连跟小星星见面的时间也很固定 每天定时有医生过来 有心理医生来开导他 有营养师调理他的身体 但他还是一天天瘦下来 四肢纤细 唯一突兀的 就是他鼓起来的肚子 看起来有些可怕 陆颜有时候半个月 有时候一个月 会回陆家看他 两人之间没有多少交流 大多数都是沉默 他大概也不会想见到他 见面的时候 也只盯着他的肚子 颜语有时候觉得 陆颜有些病态 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 陆颜眉目森然 咬着牙齿 吩咐人 把东西都收起来 看好太太 不要让他再碰那些东西 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 陆颜没有再继续说 但所有人都明白 所有人都在告诉颜语 太太 您别想弄死这孩子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城里忽然有风言风语传出 陆颜太太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陆少的 网络上不知哪个自媒体 发了一系列照片 是颜语和秦让 撞死亲密的照片 颜语从婚礼逃跑当天 也是和秦让在一起的 这些小道消息 更加证实了那些传言 陆颜没有出现 暴怒的是周韵 言语先是何成词 现在又何秦让 小星星的身份都还没有证实 肚子里的孩子 就传出了难听的留言 陆家在风口浪尖上 他心意狠 又去测了DNA 强迫言语去银产 他不想要言语肚子里的孩子 他受够言语了 这时候的陆颜 也处在成家的漩涡中心 家主去世 成家暗潮汹涌 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陆颜在成管家的支持下 准备接手成家 步步为营 却如履薄冰 他根本没有多少心思 可以放在远在中国的陆家 盐语是恍惚的 直到被按上手术台 他才疯狂地挣扎着要下去 啊 啊 啊 我不要 我不要 可是医生却冰冷着一张脸 拿着手术钳子 折射冷光 盐语揣着医生的手 不要 我不要 但他还是一点点陷入昏迷 只是在梦中 他也清晰地感受 那个生命的流逝 他隐隐于约听到 医生让周运签字 说是他生命垂危 周运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银产 手术室里都是弥漫的鲜血气息 满眼都是鲜血 他没有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他的心脏一点点紧缩 银产了 就代表那个孩子胎死腹中 他眼泪肆意流淌 后来的事情 盐语就不知道了 他精神混沌 浮浮沉沉 他不知道为什么 路眼突然放弃了他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愿意签下离婚协议书 更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小猩猩还给了他 再后来 秦让就出现了 他长身玉丽 眉目干净 黑眸一顺不顺地盯着盐语 然后走到盐语身边 他微微俯身 带着仿佛看不透的情深 摸了摸盐语的头发 他干裂的眉目上 有着浅淡的笑意 现在是颜小姐了 欢迎你去立姿 也欢迎你加入秦律师事务所 身后的秦南风露出小脸 小脸淡红扑扑的 眼神有些害羞 也有些欣喜 颜阿姨 你要跟我们去英国了 我好久没见到你 好想你啊 我也想小猩猩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43集 严玉看到秦南风的时候 眼泪突然就汹涌了 他想起被引产的那个孩子 之前检查的时候 虽然医生偷偷说了是男胎 他是不是也像南风一样可爱 他心脏缠绕着丝线 一点点崩断 又一点点割下了心脏的血脉 一旁的小猩猩摇摇晃晃 趴在言语的胸膛上 黑眸盈 对着秦南风笑了 他说话不清晰 叫他 哥哥 南北发现言语的精神状态很不对 他很经常的安静坐着 脸色苍白 琥珀色的铜人里 没有多少情绪 还很经常恍惚 有时候小猩猩走到他面前 软软叫他妈妈 他才会抬起眼皮 定定地盯着小猩猩 笑意勉强 南北深呼吸 眼睛发红 心脏都要气炸了 他眨了眨眼 转移了视线 不去看言语瘦骨如柴的样子 他手腕纤细地 仿佛轻轻一拧 就会断开 他皮肤本来就白 现在更像是 马上就会消失在 透明的阳光之中 南北的视线 被泪水弄得模糊 这半年多来 言语被关在陆家 他根本就看不到言语 也隔绝了所有 和言语有关的消息 他只知道 陆掩人在英国 却死死地将言语困在陆家 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他手段高薪积深 又有背景 心态还有些病态 当言语被他盯上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 可以反抗的余地 最让南北生气的是 言语被他困在陆家 替他怀着孩子 他却在英国谈起了恋爱 最可恨的就是周韵 同样是女人 为什么能让儿媳妇做银产 这样伤害女性身体的事情 周韵自己当年都混账成那样 生活一安逸 就完全忘记了当年的痛苦 还真是自私 不懂得将心比心 对自己宽容 对儿媳妇却那样苛刻 南北心里还浮现出 浓郁的愧疚感 好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却一点忙都帮不上 他求宋清然帮忙 宋清然也无能为力 男人之间的友谊和女人不一样 男人不喜欢管朋友的感情私事 而女人却一定会在感情上 帮助自己的好朋友 宋清然就不太喜欢 南北总是盯着言语的私事 或许他不够喜欢她吧 所以对南北的拜托 也有点漫不经心 甚至偶尔有些隐隐的不耐 他只会说 言语是成年人了 他有自己的考量 他选择回陆家 你作为朋友 要尊重他的选择 南北被气得不行 却还是要笑着 心里早已经把宋清然 面用表情的脸撕烂了 再狠狠踩在地面上 他哪里不尊重言语了 他只是担心言语的状况 担心言语在陆家过得不好 他宋清然这个没感情的 冷血动物懂个屁 女人的直觉还是明显的 南北总觉得 言语在陆家过得不好 言语也的确在陆家过得不好 当满城风雨的船 他给陆眼戴了绿帽之后 他的右眼皮就没有停止过跳动 他不知道消息从何而来 也不知道是谁放出的 宋清然不帮他 他只能委托私家侦探盯着周运 终于知道了周运的想法 这一次 他只能再求宋清然 把周运想让言语引产的消息 转达给陆眼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陆眼风尘扑扑地赶回来 却还是来不及 他没能阻止那个孩子的消失 没能阻止周运 也没能保护好言语 南北进不去 那个被陆家重重包围住的私人医院 他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他只是过了两天 才见到言语 那时候 陆眼面无表情地 看了看沉睡的言语 留下了离婚协议书 他连小星星都没有抱一下 南北追了出去 想跟陆眼说几句 却在走廊上 看见陆眼阴沉得眉眼 狠狠地推开了徐影夏 徐影夏脚下没有站稳 一下摔倒在地 脸色苍白 他在喊着什么 陆眼的脚步都没有顿住 陆眼算是大方的丈夫了 那封协议书里 他没怎么亏待 言语和小星星 给了言语八位数的存款 婚后两人居住的公寓 也化给了言语 还有两处城郊别墅 他还给小星星 设立了成长基金 每年提供的基金 足够小星星 按照明远的方式 培养长大了 南北嘲讽地想 反正这些钱对陆眼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毕竟他们陆家 害得言语没了孩子 害得言语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花这些钱 说不定陆眼还会觉得 心里安心呢 然后再开开心心地 再婚 再生一个孩子 难怪现在 连小星星也不要了 这一个月内 陆家进行了大换学 之前的佣人 全都被解除了合同 陆家永不录用 富豪圈里的佣人 都是彼此熟知的 被这家主人赶出去之后 他们想再找工作就难了 但陆眼也绝不留情 给了他们丰厚的补偿金 所有的一切 只因他们没有看顾好 而让陆家丢了孙子 周运身边的人 更是被陆眼换了个一干二净 如果不是陆成国拦着 陆眼都想直接让周运去美国度假 短期内不要回来 那些给严谕做银产手术的医生 更是被安排的七零八落 不知道去了哪里 南北想 或许是陆家想封口 不管怎么样 陆家儿媳妇疑似出轨 肚子里孩子疑似不知生负 陆家夫人强迫儿媳妇 不人道的银产 不管哪一点 都是众人津津乐道的谈资 也足够让陆家抬不起头 所以 随着医护人员的离开 关于严谕 关于那个男婴 都被封尘起来 成了无法言说的秘密 南北那天本来想问陆眼 他为什么要答应离婚 是愧疚吗 像是愧疚 又不像是愧疚 他终究没有机会问道 不过也不重要了 炎炎自由了 这问题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这个答案 也只有陆眼自己知道了 南北呼出一口气 看着盯着窗外看的炎玉 眉目间凝着担忧 好半赏走过去 他对炎玉弯了弯唇 轻声道 阿玉 吃饭了 炎玉正了正 好半赏 才回过神来一半 转头看着南北 几乎失去了唇色 他纤细 骨瘦如柴的手 摸着自己的肚子 声音很虚弱 贝贝 怎么办 他不见了 南北的鼻子一酸 弯腰抱住他 他轻轻拍着炎玉的后背 引导他发泄情绪 他视不见了 我也很难过 心里恨恨的 想骂周韵那个老妖婆 也想打死寻影下这个脚屎棍 还恨死了陆眼 虽然他什么都没有做 他什么都没做 就是他最大的错误 炎玉手指很冰凉 南北的话明明很近 却又很遥远 他胸口情绪波澜起伏 脸上的表情激潮又可怖 心脏仿佛被滔铁 啃噬了一般 鲜血淋漓 骨肉分离 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手指指甲掐入掌心里 疼痛一阵接着一阵 他咬紧了下唇 他好恨 如果他足够强大 他是不是就不会陷入 这样凄惨的地步 他喉咙压抑 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堵住一半 好半天 还哽咽着 慢慢地哭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44集 但是他的哭声 也格外让人心疼 脸上肆虐的泪水 他对不起那个孩子 南北搂紧了言语 他嗓音温柔 带着安抚和笑意 没关系阿玉 哭出来 哭了就好了 一切就都平静了 哭完了 我们就让事情过去 明天还很好 你还有可爱的小星星 还有光明的前途 你的律师职业生涯 还在等着你去开拓呢 以前说好了 你要30岁就当上合伙人 然后迎娶我这个娇美人呢 言语的眼泪 如断了线的珠子 不停落下 他靠在南北的胸膛上 手指紧握 骨节泛白 隐隐约约 带着唾气 听得让人心脏紧紧 纠缠了一盘 带着绝望 是啊 他自由了 他应该高兴的 但他总是忘不了 那个流逝的孩子 忘不了对路眼的恨 也忘不了 他似乎早已对路眼 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这一段婚姻 让他经历了太多 也疲惫了太多 等言语的情绪平复下来 南北从一旁抽出湿巾 一点点擦拭他脸上的泪水 南北问 阿玉 那你要跟晴让去英国吗 去晴让的绿索 言语湿润的睫毛 轻轻颤抖了下 他抿着唇 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倒 不会的 南北脸色很平静 没有多少惊讶 不管言语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他都会支持的 更何况 他了解言语 言语这样聪明的女人 也大概早就注意到 晴让对他是特殊的 一个单身男人 对一个单身女人特殊 大多数都出于爱情 而情感 恰恰是言语 最不敢碰触的一个点 他绝不会 在自己不想恋爱的时候 主动接受 其他男人的示好与帮助 给对方希望 却又不给对方结果 南北继续问 那你想怎么办 言语苍白的嘴唇弯弯 把路眼给我的房产都卖了 然后拿着路眼给的钱 去英国 先休养一段时间 安顿好小星星 我再自己找个律所 晴让愿意帮我施情分 我却也不能 一直享受他的照顾 更何况 我有小星星 我得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再者 路眼给的钱 不花白不花 南北鼓了下两腮 花钱当然是要花的 就是有时候想 路眼要是知道了 你花了他的钱 是不是就良心更安了 一点都不愧疚了 言语倒是无所谓 他眸光正正地盯着窗外 唇半的笑容 淡得几乎看不见 消散在晨光里 有什么关系呢 既然都离婚了 他怎么想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他愧疚或者不愧疚 我也不在乎了 南北的心脏一缩 眉骨一跳 忽然觉得 言语大概是真的 彻底放下了 比起恨与不甘 当然当个陌生人一般 毫不在意 才是最伤心的 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最快能走出离婚的阴影 也能最好地享受 剩余的生活 用路眼给的钱 南北捏了捏言语的脸颊 笑咪咪的 阿玉 果然还是你潇洒 果然每个人自己 才是自己最好的心理医生 想说的潇洒 但要走出来 还真的不容易 幸好还有南北 一路陪着言语 两人一起看剧 一起玩游戏 一起看书 一起喝茶 还有陪着小星星闹 南北看着言语 躺下 闭上眼睛 就轻手轻脚抱着小星星 退出房间 关上房门 秦让靠在了走廊的墙上 长腿交叠 背影高大 南北跟着站在他身边 他的手有意识地 捂了下小星星的耳朵 然后轻轻对秦让道 言语意义正复发了 但现在的病情看起来 不算严重 至少比当年 乘词离去的时候好多了 或许是因为有小星星在吧 那就好 请让纯色凉薄 陆家这次的手段 也太下三拉了 居然对一个孕妇下手 陆言还真不是男人 连自己太太都护不住 护不住吗 他也没见得有几分上心 你在英国的这半年 听说了他和那个 华裔女人恋爱的事情了吗 是家族的安排吗 应该是 我在例子 伦敦的事情 没办法得到第一手资料 成家混乱 陈管家应该也是希望 拉到新的帮手 所以才让陆言相亲 相亲 南北眼眸讥讽越发浓郁 陆言之前都还没有 和言语离婚呢 他就敢去相亲了 所以他这次 这么爽快的离婚 是因为要和那个女人联姻了 秦让眉目舒淡 似是寒风凛冽 后雪覆盖 他神情冰冷 或许吧 有时候 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 是远远比不上野心的 南北最恨的 还是陆言母亲周运 她明紧了唇 咬牙切齿 周运这个女人太恶心了 居然还真让言语迎产 秦让唇办的讽刺一点点加深 嬴产算什么 豪门世家里做出的恶心事 比这多得多 难道就没办法可以惩罚他吗 法律上很难 特别是这种 涉及家庭伦理关系的嬴产 是违法行为 但很难追究其法律责任 南北的眉头紧紧地拧着 秦让眸光悠悠 仿佛在思虑什么 小星星手里抱着一个布娃娃 睁着圆溜溜的黑眼睛 看着秦让 秦让低眸 就对上她的视线 笑了笑 从南北的怀中抱起了她 小星星 想不想跟秦叔叔 去英国玩 小星星眨眨巴眼睛 睫毛卷翘 她软软地问 妈妈去吗 去 秦让狭长的眼眸含了笑意 小星星迟疑了一下 这几天 跟着妈妈在医院 她知道妈妈身体不好 但是她小手机丢了 她有点想爸爸 之前爸爸会用小手机 跟她打电话 沉默了好一会儿 小星星黑毛水润 那爸爸呢 她的话音落下 两个大人都安静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45集 南北市有些奇怪 就算之前陆岩 有一段时间在照顾小星星 但最近半年 她人在英国 也就零零散散回国几次 小孩子旺性又大 小星星怎么还惦念着陆岩 秦让则是感叹血缘的力量 她手指蜷缩了下 不坚想到 如果她有一个小公主 绝对不会像陆岩一样 让她受这么多委屈的 南北抿着唇 视线对上小星星 轻声道 小星星 南阿姨想跟你说 不是所有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都会在一起的 但是能保证的 就是他们都很爱你 爸爸妈妈接下来 有自己的生活 但他们呢 都会继续爱你 你和妈妈 要一起去英国生活了 爸爸也会在英国 但你们不住在一起 不过呢 你还有南风哥哥陪着你 南北阿姨照顾你 请让叔叔疼爱你 你的妈妈呀 也爱着你 小星星睫毛颤抖了下 粉嫩的小嘴唇 下意识地扁了下 但她眨发着眼睛 安静了半天 自己慢慢消化着南北阿姨 告诉她的事情 小星星趴在晴让的胸口一会儿 叫南北抱她 她搂着南北的脖子 还是没忍住 贴在南北的耳朵上 隐隐有着哭腔 但是 南阿姨 不想爸爸 爸爸一个人 南北心脏疼了瞬间 像是针扎进去 密密麻麻的痛 她轻轻抚摸着小星星的头发 不知道该怎么跟小孩子 说起大人之间的复杂事情 路眼根本就不会一个人 她身边多的是女人 想要倒贴上去 南北叹了口气 她最终干脆什么都不说 只是抱着小星星 带她去旁边看月亮去了 小星星盯着月亮 小拳头握着 阿姨 我想给爸爸打电话 南北不知道路眼的号码 就算知道 她更怕 那头没人接听 或者女人接听 从而伤害了小星星的心 她低谋 对着小星星道 爸爸现在出国了 中国的电话打不过去哦 而且妈妈现在身体不舒服 小星星乖啊 和南北阿姨一起关心妈妈好不好 别哭了啊 要是妈妈看到小星星哭了 该多伤心呢 好 小星星背过小热手 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睫毛湿润 黑铜似于水冲刷一样干净 乖巧的让人心疼 路眼还在这座城市里 她还没有回到英国 夏天的夜晚 城市也是燥热的 空气浮动着香气 霓虹灯闪烁 灯影飘渺 路上来往的女孩 都露出漂亮纤细的长腿 路眼开着车 停在了会所前 立马有服务员过来 她把钥匙扔给服务员 下意识往一旁的大楼看了眼 忽然 她的眸光微微定住 一个女孩慢吞吞地走着 从她的角度 只看到一个背影 鲜瘦 穿着黑色单裙 露出两条笔直纤细的长腿 黑发垂着 下风浮动 走动间 会露出一截白皙瘦弱的脖颈 是言喻吗 露眼的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跳动的速度有些惊人 鼓动的嗓音 仿佛要穿破耳膜 她以为早已经冷静下来的心脏 紧紧地涩缩着 传来隐约的疼痛 等她看清了之后 一股巨大的失落感笼罩了她 她的心脏从高处狠狠砸落下来 摔了个稀巴烂 不是言喻 只是一个背影长得很像她的女孩 但是露眼还是微微促起了眉头 她不知道为什么 呆呆站立在原地 眸光定定 黑眸幽深地盯着那个背影 直到再也看不见 她垂在身侧的手指 早已拢得青筋凸起 骨节泛白 露眼绷紧了下颌线条 这几天 她睡得一点都不好 只要闭上眼 就是言喻躺在血泊里 脸色透明地仿佛要消失一般 就像阳光下的泡沫 经不起碰触 一转眼 又是言喻和秦让 亲密地拥抱 接吻的画面 她可以轻易在秦让眼里 看到似乎浓得划不开的深情 那样的画面太过刺眼 怒火一点点灼烧她的心 吞噬她的理智 露眼闭上眼 平缓着胸间翻涌的情绪 言喻在陆家这半年 不止一次想伤害肚子里的宝宝 就连最后 她的耳畔又响起 她妈妈说的话 那些话如同绞肉鸡一样 狠狠搅着她的心脏 碎成了粉末 她从来都走不进言喻的世界 言喻也从未把她当过一回事 不如就这样散了 会所的包厢里 露眼才推开包厢的门 灯光闪烁 微微刺目 她习惯性地瞇了下眼 已经有人将彩条 炸在她的眼前 露眼抿着唇 轮廓深邃 线条分明 黑毛冷清 没什么表情 那群人却像是 什么也没有感到一般 笑嘻嘻道 哎呦 陆少 恭喜你重回单身世界了 是啊 单身多爽啊 爱玩哪个妹子 就玩哪个妹子 没有道德束缚 不要太爽哦 哎呀 男人嘛 绿帽带多了就习惯了 是不是啊 嘿嘿 喜当爹喜当爹 做一个勇敢的接盘侠嘛 捆你的吧 接个屁的盘呀 阿妍怎么会让那孩子生下来 生下来不是啪啪啪的 打自己点吗 是个男人就不能忍 露眼脸色慢慢沉了下来 眸光冷冽 有甚的黑眸盯着他们 看起来眉间阴影 透着森染的气息 她薄唇抿成直线 没有说话 终于有人意识到 露眼情绪很差了 偷偷踹了那人一脚 干咳几声 好了好了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小心路上揍你啊 傅征也站起来 走了过来 搂住露眼的肩膀 她唇半擒着浅浅弧度 好了好了 玩去吧你们 把暗影留给我了啊 好久没见到她 大忙人啊 有人惊讶地挑眉 有人心里嘲笑 忙个什么呀 当他们是好糊弄的 陆家不是说 露眼身体不好需要休养吗 这还忙碌 有人嘲讽地笑开 是挺忙碌的 老婆都给自己戴绿帽了 能不忙碌吗 这么大的笑话 热度也就差点没赶上 当年的宴兆门了 幸好那孩子不在了 要是在 姑母也就长得像肩肤 露眼头顶还真是一片 绿油油的青青草原呀 露眼坐了下去 周围一桌人的关系 还比较亲近 大家都自发地不提起言语 不提起那个孩子 也不提起露眼离婚的事 傅征让人收拾了一副麻将过来 他眉眼温和 来来来打麻将 露眼没说什么 微微捶着眸 开始摸牌 静母羊是露眼的下家 他脸色也不大好 英俊的眉目是冷冽的 打了一圈下来 周围几人也看出 静母羊浓浓的火药味 全是针对露眼的 露眼却有些漫不经心的凉薄 即便输了一大堆钱 脸上也没有多余的情绪 最后还是静母羊 没有忍住脾气 他砰的一声站了起来 长手一掀 麻将桌上的麻将 全都掀翻在地 发出刺耳的碰撞声 本集播讲完毕 下棋更加精彩 第146集 麻将在地面上 跳动滚落着 静母羊双手撑在桌面上 手背倾筋起伏 绷紧了唇线 他黑眸里 隐隐有火光跳远 却有寒气渗透 鹿眼仍旧扒风不动地坐着 只懒散地抬了下眼皮 眸光冷裂 傅征吓了一大跳 连忙去按静母羊 却被静母羊一下子就挣脱了 傅征道 阿羊 你干什么 人这么多 如果你对阿羊有什么不满 咱们兄弟 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静母羊没有理会傅征 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鹿眼 整个包厢都因为 静母羊的动作 而安静下来 众人的目光凝聚在 静母羊和鹿眼的身上 不是很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傅征打着圆场 没事没事 你们玩你们的啊 静母羊这小子喝多了 静母羊沉默了半晌 舒然开口 博蠢动了动蚊 鹿眼 你相信了那些小道消息 什么小道消息 鹿眼淡淡地笑 他似乎根本就不在乎 也懒得理会静母羊 说完这句话 就起身 慢条思理地整理了下 自己的袖扣 对傅征诞声道 阿征 你们玩吧 我先回去了 静母羊唇半的冷笑 越发明显了 他只起身 看着鹿眼离去的背影 也迈开长腿 朝鹿眼离去的方向 追了上去 傅征愣了下 心里暗骂了一句 也连忙追上去 谁知道静母羊这傻蛋 会做出什么事情 离开包厢的时候 傅征还不忘把包厢门合上了 走廊拐角处 静母羊站在距离 鹿眼不远处的地方 鹿眼 所以 炎玉真的打胎了 是你那个伟大的妈妈做的 你也允许了 你真的觉得 那个孩子不是你的 你也真的 跟炎玉离婚了 鹿眼听到他的话 挺顿脚步 他转过身 微微垂眸 长长的睫毛 在眼窝下 落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让人猜不出他情绪 但他的唇绊 又挂着淡薄的笑容 仿佛心情很好 鹿眼盯着静母羊看 他眸光冷冽 带了几分打量 仿佛是第一天 认识静母羊一般 阿杨 就算我做了这些事情 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静母羊胸口的怒火 舒然就燃烧起来 他攥紧了拳头 声音从喉肩滚出 你说有什么关系 你这样害死的是一条人命 你还伤害了炎玉的身体 你现在离婚了 是吗 我问你 你没离婚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跟英国的 其他女人恋爱了 鹿眼眼眸漫不经心 他收回了看静母羊的视线 淡淡道 如果你想得到答案 是肯定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就当我恋爱了吧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的衣领就被静母羊狠狠攥住了 静母羊拽过鹿眼 两人目光距离很近 静母羊的眸光 就像寒刀一样凛冽 黄八蛋 鹿眼薄唇透着无情 他扯了扯唇 还要 怎么装出了一副 深情愤闷的样子 你以前玩过的 打过胎的女人 还少吗 那怎么能一样 怎么就不一样了 鹿眼的语气带着轻薄 他看着静母羊 美心重重地跳动了一下 他想了起来 不久前 静母羊还曾经送炎狱去过医院 还总是亲密地接触炎狱 他的心思已经昭然若揭了 鹿眼眸光更加冷淡 哎呀 有些人不是你能想的 这一句话 一下就激怒了静母羊 他眼眸的火光越发旺盛 一点点燃烧着 几乎要喷勃出铜人 他握拳挥了手 重重一拳落在鹿眼的拳骨上 鹿眼明明能躲开 但他却硬生生地挨了这一拳头 静母羊下手一点都不轻 鹿眼的拳骨处 像是骨头都要碎裂一半 鹿眼的舌头顶了顶两腮 抿紧了唇脚 他什么话都没说 静母羊还要动手 后征马上上去 拉住他 冷静冷静 都是兄弟 别打了 傅征掰开了静母羊的手 鹿眼面无表情地 整理下自己的衣领 他拳骨上 已经泛出了瘀痕 他眸光定定 灯光落在眼里 明明灭灭 脖唇微动 声音沙哑 阿阳 炎鱼不是你能动的人 这一拳头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静母羊眼眸里浮冰沉沉 寒光四溢 鹿眼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走廊里 静母羊抬起眼眸 盯着微微灰色的狼灯 灯光阴晕 他的轮廓透出深深的寄冷 傅征眉头紧紧地拧着 阿阳 你该不会真的对炎鱼有什么心思吧 他是不错 长得女神 品性也好 但是啊 他是阿阳的前妻啊 你是阿阳的兄弟啊 你自己想想 兄弟重要还是女人重要 更何况 就算你选择了女人 你觉得炎鱼有可能看上你吗 静母羊没有回答 沉默了许久 久到傅征以为 听不到他声音时 他淡淡开口 似乎是有些笑意 但又透着空旷无边的寂静 想太多了 就是觉得 阿阳真他妈的不是个男人 这样折磨一个女人 从热闹的会所里出来 夜风吹来 明明带着剩下的温热 但鹿眼却觉得有些寒凉 那些寒意 仿佛渗透了骨髓里 带来一阵阵寒战 他坐进车子里 启动车子 踩下油门 从会所的停车场开了出去 会所的地址有些偏 会路过码头 远远的 他就看到码头上 星火余灯 海面上波光淋淋 倒映着星星点点的光泽 半年前 他与炎玉曾经在这对峙 路眼收回了目光 车子绕过拐弯 慢慢地驶向老宅 路灯一点点往后倒退着 灯影错落 穿梭在霓虹闪烁的世界后 就是一片寂静 老宅坐落于城郊山区 路灯越来越零星 驾驶座上的路眼 眸光越来越灰暗 老宅没什么灯光 不复以前灯火通明 毕竟周远不在了 田狱也不在了 路眼推开门 没有打开灯 在漆黑的夜色中 缓缓向楼上走去 或许是听到路眼的脚步声 书房的门打开了 路成国穿着睡袍 带着老花镜 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拍眸看了一眼路眼 回来了 嗯 路眼抿着唇道 什么时候去伦敦 再过两天 路成国道 今天去看言狱了吗 路眼的拳头 紧紧攥了一下 没有 也没去看小星星 嗯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47集 路成国胸膛起伏了下 那天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不在 正在出差 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清楚 你今天没去看 就算了吧 以后也不用去 反正都离婚了 要断 就断得彻底一些吧 路眼猴杰上下滚动 什么也没有说 路成国最近的确很忙 大多数时间都在公司开会 要么就是出差 几乎没有时间是在家里的 他看了路眼一眼 嘱咐道 人是要往前看的 过了这个坎 什么事情就都没了 路眼垂着眼睫毛 唇线绷纸 路成国道 给小星星设立的那个基金 今天我也往基金里筑钱了 找了专门的经理人 帮忙管理了 也已经找了律师 转让给了言语 你负责吧 辛苦了 爸 程家怎么样了 还行 那个管家有点本事 有他在 整个程家的躁动 大部分 还是被压制着 路成国眉头微微拧了一下 程管家 其实远远不只是管家 他是程家家主的左膀右臂 帮着程家家主 管理很多事情 也打理无数业务 人脉广 能力强 的确很不错 你妈这次失职了 那个孩子 路成国再说两句 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路眼也进了卧室 他冷沉的视线 屈寻了一圈 卧室 中央空调的温度 调得有些低 床上铺着宽大的丝绒被 看起来很柔软 一旁的窗户关着 白色繁复的蕾丝花纹纱帘 轻轻地垂了下来 他记得 言语曾经说 喜欢这个纱帘 路眼胸口起伏了下 拿了浴袍 走进浴室 打开水龙头 喷头洒水 他脱了衣服 站在喷头下 温热的水流从头洒落 从额头渗到眼睛处 再一点点往下 顺着冷硬的下颗线条 滚落 路眼绷紧了唇线 闭着眼 猴解滚动 不知在想什么 洗完澡 路眼裹上浴袍 取了一杯红酒 打开落地门 走到阳台上 他站在栏杆旁 从半山腰府看整座城市 灯火灵星 车流滚动 城市的上空 仿佛笼罩了一层博物 有冷风袭来 他仰头 灌下那一杯红酒 酒液顺着喉咙 滚入胃中 冰凉中混着灼烧的烈度 他的手撑在栏杆上 只觉得胸腹间 空荡荡的寂寥 冷风渗透进 他的心脏之中 仿佛刀片 在刮着胸腔 弥漫着血腥气 路眼舒然生出了茫然 深夜寂静的时候 他总觉得自己 像个行尸走肉 那颗坚硬的心脏 却破开了柔软的口子 想人 想得心疼 他不知道下一步 应该怎么走 离婚和手握权力 并没有给他 想象中的释怀 也没有给他 带来几分愉悦 他的心脏 一点点沉了下去 像是落入大海深处 海水倒灌 入耳侵吠 掠夺呼吸 路眼还要在国内 待上两天 但是这两天 他不知道 怎么安排 他本来想去私人医院 他妈妈在那 但他冷静了半天 没有去 他又想到了言语 但很快就被他否决了 他攥紧了手指 一点点用力 掐着掌心的肉 陆成果已经去 陆氏集团了 别墅里只有一些庸人 陆眼下了楼 看到那些庸人陌生的脸 有些恍惚 然后才反应过来 原先的庸人 早已经被他替换掉了 他一个人安静地 吃完了早餐 但在吃早餐的时候 脑海就没有停止转动过 两人相处 这将近两年来 不知不觉 他早已经记住了 言语的喜好 他喜欢喝粥 最喜欢白粥 尤其是秋葵虾人粥 他还喜欢吃油条 他会做各式各样的早餐 只是 他再也吃不到了 一想起来 未来不知道是谁 或许就是秦让 会一直吃到 他亲手做的早餐 他的度火就忍不住灼烧 心脏像是被无形的手 狠狠地攥着 人的习惯很难改变 他暂时还不能适应 言语不在的日子 这半年在成家 他就是像自虐一般 很认真地翻阅 和成词有关的一切 他慢慢知道了成词的成长经历 成词的性格 成词的想法 和成词对言语的爱 他们相识于微识 相爱于年少 所有的少年时光都是彼此 成管家给了路眼全部权利 可以翻看成词的所有东西 成词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每一篇的日记里提到的礼物 路眼几乎都能在成词的卧室找到 成词甚至还保留了 言语小时候玩过的许多东西 成词还给言语拍了好几本相册的照片 照片里的言语 从小小的面色冷淡的小女孩 一直到笑容甜甜的少女 从照片里 很好地看到言语的成长轨迹 也看到他在成词的照顾下 一点点变得爱笑 成词为人低调 但和言语在一起 尽管成家不允许 但他的生活中 仍旧充满了言语的气息 他说他想跟言语结婚生子 只生一个女儿就好 如果生了女儿 名字就取一个字 叫做星 意味着他如明星般闪耀 炫目着他的人生 就像那句话所说的 所有的事情都很低调 唯独爱你这件事不会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48集 浓烈的渡火 带着毁天灭地的痛楚 缠绕着路眼 他不敢去见言语 就不得不回去见言语 他回到陆家 也总是不想对上言语的视线 他怕自己冲动 也怕看到他脸上的冷漠 和照片里的甜蜜 全然不同的冷漠 他忍得全身骨头发疼 回到成家 他闲下来 还是会去看成此眼中的言语 去了解 认识 那个他从未见过的言语 有时候 他心脏疼得难受 他也会想 如果从小就认识言语的 那个人是他的话 又会怎么样 第二天 陆远漫不经心地看着报表 他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他接听起电话 眉间的痕迹褶皱起来 脑海中的神经 像是有尖刀割过 他抿紧了拨唇 握着手机的大手钻紧 什么 他抓起桌面上的车钥匙 别墅外 传来引擎轰鸣的声音 他猛地踩下油门 打开方向盘 如同离弦的剑 离开了半山别墅 他的车子停在 婚后他与言语居住的公寓下 远远的 他就看到言语和秦让 从公寓大楼里走出来 鹿眼握着方向盘的手指用力 指节有些苍白 眼底的神色微微一变 眼眸幽黑深邃 脸庞冷冽 沉得仿佛随时能够滴下水来 言语抱着小星星 小星星乖乖地趴在他肩头上 秦让的手里却搬了许多东西 是言语的行李 言语眼角眉梢 流淌的都是浓郁笑意 他弯着唇 皮肤白皙 在夏儿的晨光下 却仿佛像盛开在春天的桃花 阴晕着练眼的气息 其实脸色是苍白的 身材是鲜瘦的 但他琥珀色的眼眸 荡漾的笑意 却是妩媚多情的 秦让干净的眉目 含着笑意 他侧脸轮廓的线条流畅 映衬着淡蓝色的天空 更是透出了清爽 他大步迈开 虽然搬了许多行李 却是一点都不显得吃力 甚至还能空出一只手 弯腰替言语和小星星打开车门 言语抱着小星星 坐进车后座 不知秦让说了一句什么 小星星忽然趴在窗口上 养着小脸蛋 黑眸亮晶晶的 巴唧一下 给秦让的侧脸落下一个吻 他亲完之后 就笑起来 甜得像是棉花糖一样 路眼的心脏抹地色缩一下 悸痛地让他一瞬间想弯下腰 还没吃早饭的胃 空空荡荡 胃酸再腐蚀着胃壁 又酸又疼 秦让放好行李之后 没有着急下车 没过一会儿 大楼里又走出一个人 那人穿着合身西装 笑意如春风拂面 跟秦让握了握手 秦让弯腰对言语说了几句什么 然后上了车 开车离开这里 路眼猴杰无声滚动 他看到言语离开之后 就打开车门 绷紧了下河线条 走到那个男人面前 路眼的眼神黑得几乎看不到光 有些可怖 他问 刚刚离开的那个女人 将公寓卖给你了是吗 那男人明显有些紧张 他咽了咽口水 不太敢说 怎么了 我是合法手段买到的 我们也签了过户协议 这些程序都是合法的 路眼垂眸 黑眸深深 让人看不出情绪 多少钱卖的 那个男人沉默 紧紧地盯着路眼 没有回答 路眼没有加大声音 只是放缓了语气 多少钱买的 却隐隐约约透出了浓郁的压力 路眼继续道 你花了多少钱 我花三倍的价格买下 他骨节分明的手指 一点点握起 那个男人惊讶地睁大眼睛 他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是说出那个价格 路眼的脸色越发难看 那男人补充道 哎 人家夫妻俩急着出国 所以才匆忙的低价 甩掉了这个公寓 你该不会是嫌弃三倍价格贵吧 你刚刚可是答应我了 你要是不买就算了 这个地段这么好的房子 多的是人要买的 路眼修长而骨节分明的手指 早已经没有了丝毫血色 他怒急返校 仿佛整个胸腔都在震动一般 夫妻俩和出国两个词 直接钻入他听觉神经里 带出来一阵刺痛 疼痛如电流 迅速沿着四肢百害流窜过去 他嗓子滴滴哑哑 他们不是夫妻 声音太低了 低到对面的人都没有听到 拧了下眉头 你说什么 路眼道 我说 你出个协议 我仍旧会花三倍的价格 买下这个公寓 现在就过户 他没带现金 也刷不了卡 他直接让对方去陆氏集团要钱 路眼很快就拿到了公寓钥匙 他一个人上去了公寓 打开房门 杨玉收拾得很干净 整个房子都铺上了白布 所有具有主人风格的装饰都被收起来 房子里散发着冷漠无情的气息 路眼去了厨房 靠在门框上 眸光懒淡地扫射了厨房一圈 所有的厨房器具都已经不见了 阎玉在这个厨房里 给他做过饭 熬过粥 下过面 他也曾经用这个厨房 给阎玉煮了一次生日的长寿面 阎玉所有的温婉 都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挥洒得淋漓尽致 宛如思虑 缠绕着他 路眼出了厨房 眸光落在客厅的沙发旁 原本这里有小星星 专用的小地毯 阎玉在看剧或者工作的时候 小星星就趴着 玩羊娃娃和积木 当他回来的时候 小星星就会抬起眼眸 弯着眼睛 笑眯眯看他 软软地喊他 爸爸 卧室里 所有的床单都已经收起来 枕头也都不在了 但毕竟 这里是阎玉和他生活最久的地方 他深呼吸了下 仿佛还能闻到属于阎玉的气息 衣柜空旷 阎玉收拾得很干净 他没给他留下任何一点 可以怀念的东西 就连旁边的婴儿房 也什么都不剩下了 路眼周身的气息有些凛然 透着寒气 他把这个公寓给了阎玉 想过他不会住进来 但也从未想过 他会直接低价 就像丢一个垃圾一般 直接卖掉这个公寓 不但一丝犹豫 路眼在公寓里 安静地坐了一早上 直到中午时候才下楼 公寓外的垃圾桶 正好在倾倒垃圾 他眼尽地发现 他曾经送给阎玉的一条裙子 也赫然在垃圾堆里 他眉目浮冰沉沉 心肩如刀割一般 口腔里 隐隐有了血腥味道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49集 南北的工作在国内 他不可能抛下工作 陪阎玉一起去英国 阎玉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没有上妆的脸色有些淡 他笑 你好好工作 我休息一段时间 也跟你一起努力赚钱 你就别担心我了 我没事的 我一个人也可以 好好照顾小星星 南北软着嗓音 你这个女绰号 求包养 你把路眼给的房子都借卖了 心疼不惜疼啊 阎玉唇色淡淡 有什么好心疼的 这几个房子地理位置都很好 就算贱门 也是一大笔收入 不要白不要 南北道 是 蹭蹭土豪的大腿 明天我开七座 送你们去机场吧 好啊 阎玉捏了下南北的耳垂 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和宋亲人好好的 当然 如果有任何不开心的话 欢迎你去英国找我 肯定的 等十一假期我就去找你玩 阎玉的行李不多 情让一个大男人更是少 七人坐还是有空余 南北往后视镜看了一眼 跟他们道 我准备启动了 孩子们都戴好安全带了吗 小献献眨眨巴眼睛 歪着脑袋 笑容灿烂 阿姨 我坐好的 她就坐在儿童座椅里 隔壁的秦南风 也坐在儿童座椅里 她也举起手 大声道 坐好了 小献献转过头 看了她一眼 忽然伸出手 握住她的手 她软着嗓音道 南风哥哥 亲手手 秦南风的脸 一下就红了 秦让严尾的笑意 荡漾开来 她眉目清朗 笑意干净 眸光从孩子们身上 掠到严玉的身上 只是一会儿 又缓缓地收回视线 严玉不太舒服 上了车 就闭目养神了 明明是盛夏 但她却穿了长衣长裤 微微抿着唇 睫毛轻轻地吸动着 阳光从她脸上 略略洒过 留下斑驳的光影 衬托她肤色白净 让人心疼 陆颜也在同一天去英国 但是她晚上起飞的飞机 她正在收拾行李 傅征来了电话 傅征道 喂 阿颜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但是我怕你会后悔 严玉今天要出国了 只知道是早上的航班 不知道是去哪里 只不过 有小媒体倒是说 严玉是和之前那个 秦让 就是她的上司 一起赴去机场的 傅征已经说得很委婉了 小报上可是直接说 鹿眼太太不知廉耻 给鹿眼戴了绿帽 还和肩夫一同离开 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写 鹿眼太太和肩夫 各种亲密举动 还有小报猜测 鹿眼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 肯定是因为鹿眼测DNA 知道女儿不是她亲生的 傅征继续道 阿颜 他话没有说完 鹿眼就一下挂断电话 没过一会儿 一辆黑色的跑车 从鹿家老宅的车库驶出来 一路上了高架 直直朝着机场飞奔而去 鹿眼不知道 一路闯过了多少红灯 喇叭摁得震天响 他不停地夹着油门 时不时地看了眼自己的手表 时间在一滴滴流逝着 他由心底而生出浓郁的烦躁 眉头紧紧锁着 神情冷冽 前面有车堵着 他一巴掌按下喇叭 他方向盘一转 想换个车道 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 忽然一亮 有短信进来 是静姆扬的 他语气冷淡生疏 鹰玉起飞的时间是十点三十分 你错过了 鹿眼绷紧了轮廓线条 眸光冷冽 现在是十点二十九分 他太阳穴上 青筋猛地崩断 修长的手指骨节泛白 漆黑的眼眸闪过恨意 以往 他想过无数次 让言语滚离这座城市 但真正到来的时候 他却一点也不痛快 已经是十点三十分了 他狠狠一拳头 砸在方向盘上 降下了车速 身后有警车 紧紧地追咬着鹿眼的车 前面的车停下警察 鹿眼下了高架 淡淡往一旁紧急停车点开去 踩下刹车 他坐在驾驶座里 仰头看着蔚蓝色的天空 干净的颜色 纯粹的颜色 白云飘浮 然后有飞机低空升起 在天空上 划过一道白色的尾烟 飞机越飞越高 慢慢地没入云层之中 鹿眼眯紧了薄唇 唇瓣有着淡淡笑意 他收起视线 盯着后视镜中的自己 脸色狼狈 胡子也没有刮 衣服也乱穿 和外表一样的 还有他内心腐蚀掉的灵魂 手机又震动起来 这一次是来自英国的号码 他盯着那组号码 接听起电话 右手捏着眉心 电话那头 传来一道略显冷静的女声 但细听 也能听出对方声音的甜美 鹿眼 你已经收拾好东西了吗 下午几点的飞机啊 我明天去机场接你 鹿眼没有回答 只说 不用了 嘉然 你不用去机场了 不行的 你一回来 我就要带你去参加宴会 你回去了几天 缺习了太多工作了 知道了 鹿眼挂断了电话 警察已经追上他 他没有理会 只觉得胸腔里 仿佛止于下恨 这个恨是遗憾 也是恨 三年后 其实 距离那些纷繁的记忆 没到三年 准确来说 只有两年八个月零六天 春寒撂巧 冬日的气息尚未走远 春日的温暖 似乎还未到来 伦敦这个城市 一年四季都是阴冷的 没有多少阳光 仿佛随时随地 都渗透着寒气 鹰狱刚到伦敦 就觉得有些阴冷 他裹着厚厚的白色羽绒服 搭配着黑色的铅笔裤 竖在了驼色利落的短靴里 他右手牵着小猩猩 小猩猩也和他一样 穿着同款的白色羽绒服 衬着那张小脸 皮肤白净 黑毛水润 鼻子小巧 他软软的黑发被裹在围巾里 只露出漂亮的黑色眼珠子 浓密的睫毛卷翘 稀动间 仿佛轻柔的羽毛 划过心肩 让人心生酥麻 小猩猩已经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了 他忽然看到什么 眼睛一亮 握着言语的手指 微微紧了几分 仰头看着言语 小手指着前方 妈妈 秦叔叔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50集 言语顺着小猩猩手指的方向 看了过去 男人站在昏黄的灯光下 长身玉丽看着他们 他穿着黑色的长大衣 围着灰色的羊毛围巾 从微微敞开的大衣尖细 可以看到 他里面穿的 还是一套繁复精致的手工西装 灯光轻轻笼罩在 他深邃的骏脸上 明灯清泻 他轮廓分明 线条流畅 一双眼眸干净清澈 仿佛落在夜空里的星光 脖唇弧度稍稍扬起 眼尾荡漾出 深深浅浅的效应 他就那样专注地 看着言语和小猩猩 言语还没有动静 小猩猩已经挣脱了言语的手 迈开了腿 欢快地朝着秦让奔跑过去 他眼眸弯弯 像是两个漂亮的小月牙 笑容灿烂地 足以驱散这所有的寒气 秦让笑了 微微弯腰 伸出手 将他抱个满怀 小猩猩身上温软的香气 一丝一缕钻入他鼻息里 秦让将他抱了起来 两人面对面地看着 小猩猩笑得灿烂 声音乃声乃气 尹叔叔 我好想你 你有没有想我 笑 秦让的声音带着雌性和笑意 小猩猩笑意更深 然后很调皮地伸出手 直接伸进秦让的围巾里 碰触到他的脖子 小猩猩在室外等了一会儿 小手有些冰凉 他就这样直接碰到秦让 秦让没忍住 脖子上因为冷 而起了一小片鸡皮疙瘩 小猩猩开心地笑 露出小小的背齿 秦叔叔 你被我的魔法冷到了 秦让很配合 他嗓音干净 秦叔叔现在被魔法弄得不能动了 求公主大人 给小的解除魔法 好不好 好 小猩猩把小手手收了回来 秦让单手抱着他 另一只温热的大手 毫不犹豫地 将小猩猩两只小手 都裹在掌心里 他低声说道 叔叔叔给你暖一会儿 这是魔法吗 小猩猩眨眨巴眼睛 当然是 小猩猩自然地转换成英文 这是二等魔法 我爱你 你也很爱我 对不对 对 秦让和小猩猩说话间 言语已经走到两人面前 他肃静着一张小脸 皮肤晶莹剔透 鼻尖被动得有些通红 他对秦让道 也就你还有这个心思 每天陪他玩这个游戏 秦让笑意渐身 他这么可爱 我陪他玩多久都没问题 小猩猩软软地抱着秦让 秦让很贴心 还带了女孩子的小斗篷 尽管只有不远的距离 就能到车上 他还是给小猩猩披上了斗篷 压了帽子 走吧 秦让对言语道 南风呢 言语问 他现在大了 他一夜带着他学习猫鼻子 现在差不多 是他练字的时间 没办法出来接你们 我走的时候 他还有小兴子 觉得不开心 言语笑 明天就是他生日了 你还对他这样严苛 不是我 是他爷爷 秦让清俊的脸庞上都是笑意 小猩猩听到两个大人的对话 他软着声音道 我给南风哥哥准备了礼物 什么礼物 秦让低眸看他 小猩猩摇摇头 有些不好意思 笑容有些害羞 现在要保密 好 保密 秦让失效 最近一年 因为秦妈妈想搬到伦敦生活 所以自然的 秦南风也跟着搬到伦敦 而且言语还在 利兹工作 他没在秦让的律所工作 而是找了一家英国本地的律所 从律所一年积升 脚踏实地地做起 因为他知道 律师这个行业 本来就是先吃苦 后享受的职业 刚到利兹第一年工作 言语手忙脚乱 作为英国这场新人 只能给大律师做一些杂事 一点一滴积累工作经验 这一年 也是他最为疲惫的时候 他不愿意让秦让帮忙 也不愿意麻烦秦让 所以一到利兹 就跟秦让分开了 他说他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他带着小星星 搬到了利兹的乡下 买了一栋乡下的房子 找了当地中介介绍的 两个来自中国的阿姨 一个阿姨有多年照顾孩子的经验 是请来照顾小星星的 一个阿姨专门负责家务 言语说想休息的话 不是假的 因为那段时间 他身体状况很差 精神也不大好 而且小星星刚换了一个新环境 还需要时间去适应 也需要人的陪伴 所以整整两个多月 言语都没有去工作 生活很规律且悠闲 他还养了一只金毛犬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给小星星洗漱一下 开始吃早饭 吃完早饭 他就带着小星星 去附近的湖边走走 小金毛哼哧哼哧的 跟在他们身后 小星星倒不怕声 路上看到当地的爷爷奶奶 他就朝着爷爷奶奶 萌萌的笑 算完步之后 就到了两人各自学习的时间 小星星需要学习说话 言语带他看图书 寄单词 等他自己看着动画片的时候 言语就开始阅读英国著名的皇家律师 写的刑事诉讼要点 下午 言语就会偶尔开一个小时的车 带着小星星去市区喝下午茶 偶尔会带着小星星去看电影 或者购物 晚上 母女俩玩闹一会儿 看看剧 坐坐护肤 也就到了睡觉的时间 秦让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大家都是成年人 言语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秦让也不是那种死缠烂打 惹人厌恶的男人 他把距离感把握得很好 一个月会来看言语和小星星一次 平时一周偶尔通一次电话 言语喜欢这样的距离感 不会太近 也不会太远 是一个远方的亲近朋友 请来的两个中国阿姨还挺八卦 有一次偶然和她们聊天 言语才知道 原来她们已经好奇了好久 她的具体背景 单亲妈妈带着女儿 生活无忧又悠闲 有房子有车 有女儿有狗狗 还有金钱 就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但是就想知道 你说她丈夫和家人呢 言语笑了笑 言语泛出浅浅的涟漪 她发挥了自己隐藏的编剧潜能 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背景 什么丈夫每天不回来 叫她不要管她 她每个月会定时打十万块钱 作为抚养费 一个阿姨表示羡慕 有足够的金钱 又不用照顾老公的生活 简直不要太享受 一个阿姨表示隐隐的同情 因为她觉得 有再多的金钱 也弥补不了缺失的陪伴 从她的角度来看 言语过得并不开心 因为她总是给人一种 淡淡的忧郁感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51集 再后来 言语就开始工作了 小星星只能托给家里两个阿姨照顾 职场新人无法接触到核心案子 但一点都不轻松 大部分的杂事跑腿 都需要新人去做 不过还算幸运 她跟的是皇家律师 旁听的都是大案子 自己多问 私下多学 还是能有很大进步的 第二年开始 她正式成为职业律师 这时候最难的是没有案员 因为她没有知名度 也没有客户找 她给自己安排的方法 是脚踏实地 先把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案子接下 认真的辩护 名声就是这样一点点累积 今年 她的工作也进入了平稳期 因为打了几个精彩的案子 不论结果输赢 客户都看到了她的认真和敬业 慢慢地 就会自发地介绍周边认识的人 律师的名声就是口碑相传而来的 秦让帮严宇打开车门 贴心地呵护母女俩坐了进去 她绕过车头 坐进驾驶座 抬某 扫了眼后视镜 在镜里看到严宇 正在帮小星星保安全带 秦让开了车内暖气 她动了动唇 把小星星的羽绒服脱下来吧 小星星可爱地伸出两只胳膊 妈妈帮我脱 热热的 严宇没忍住 在她脸颊上脱下一吻 我们家吃可爱多长大的小宝贝啊 小星星眯着眼睛笑 秦让的心里也柔软成一滩湖水 这是她三年来 最最温柔的美好 车子在雾气中行驶着 车速不快又平稳 周围都是不高 略显古朴的房屋 很安静 只是昏黄高大的路灯处立着 照亮了前方的路途 小星星有些困 上了车 没一会儿就靠着 闭眼睛睡着了 小嘴微微张着 秦让道 车的座位上有个小毯子 你给她盖上 小心照亮了 严宇笑了笑 你吩咐我给她盖被子 好像我是恶毒的后妈一样 行让抿着唇 唇线微氧 她漆黑的瞳孔里 闪过一丝光泽 她想 当然不是因为 她是个恶毒的后妈 而是因为 她想当个慈祥 可亲又可爱的后爸 这样想着 她的眸光深了几分 黑色的光泽 带了浓郁的深意 前几年 她知道严宇受的伤害太重 也许严宇短期内 不想再一次进入一段感情 一段婚姻 所以这几年 她一直很好地保持距离 但也差不多该进一步发展了 她喉结无声滚动了下 眸光悠悠 去郊区的宅子 路途有些遥远 车子行驶到半程 严宇也觉得有些热了 她脸颊浮起了烟红 像春日树枝上 沾满了水汽的桃花 眼睛里仿佛阴晕了 水光掠影 她解开羽绒服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她里面穿着黑色紧身毛衣 勾勒出美好的身体线条 这几年养得好 身材鲜瘦度刚刚好 散发着独属于她的女性魅力 秦让唇绊的弧度越发的深 汽车停在院子里 踩刚刚熄火 别墅的门忽然就打开了 秦南风穿着浅灰色的毛衣 黑色裤子 站在门口 秦南风眉目疏了 从她端正的五官和冷静的气质 也可以看到长大以后的她 会有多些女孩子了 秦让瞥了她一眼 南风 秦南风叫她 爸爸 她眼睛看都没有看秦让 小手蜷缩了下 目光定定地盯着后车座的车门 她看到言语 眼睛一亮 言阿姨 不像刚刚的老程 倒有些害羞 想也不想地就跑向言语 她站在言语面前 认真地仰头看着言语 眼里有笑意 言阿姨 她又叫了一声 言语弯了弯唇 摸了摸她的头发 小南风 小星星睡着了 没有醒来 别墅的帮拥 听着汽车引擎声 也出来了 连忙将言语的行李 和一些零碎的东西搬了进去 秦让子弯腰 从车里抱出小星星 她动作温柔又熟练 小星星感觉到熟悉的味道 睫毛吸动了一下 也没有睁开眼 秦南风看了眼小星星 她笑了下 转头拉着言语的手 想说什么 秦让眉间折痕伸了下 低声道 南风 先别说话 小星星妹妹还在睡觉 你会吵醒她 秦南风瞪了瞪眼 言语哭笑不得 她安抚地握紧秦南风的手 低头朝她眨了眨眼 南风的脾气好 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也配合地眨眨眼 秦让的父母 都是定居在英国的大学教授 常年忙于科研 退休之后 还被伦敦大学返聘了 言语挺喜欢秦让的家庭氛围 父母恩爱 教育开放 有爱 也有尊重 不会逼得太紧 也不会一点都不管 秦父正在动弄鱼缸里的鱼 笑容满面 秦母正在看书 两人听到开门的声响 都笑着抬头 他们都不是第一次见言语了 秦父笑 看到小星星睡着了 体贴地压低声音 小星星之娃娃 累得睡着了 言语点点头 秦母道 等一下再说 阿隽啊 你先把小星星送到二楼去 阿玉就在楼下陪我们二老 秦母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知书达理 有文人特有的贤书气质 等秦让抱着小星星上去了 他看了言语一眼 朝着言语招手 来 最近气色不错 还痛惊吗 上次阿姨给你的方子 有用吗 有用的 言语给秦母带了礼物 都不是贵重的 只表达心意 秦母和秦父高兴地收下了 秦父问道 阿让是不是没带你们去吃晚饭 我都说回到家太晚了 饿坏了吧 是没带去吃晚饭 秦让温润的声音 从二楼楼梯处传了下来 他眉眼含笑 因为言语说 想给我们包饺子吃 言语正了下 然后才反应过来 忍不住弯了弯眼 哪里是他说的 明明就是秦让 想吃他做的饺子 秦让高大的身影 慢慢走到言语旁边 没坐下 就靠在他沙发背上 秦母笑 哎呀 阿姨工作这么辛苦 难得来看我们两个老人 怎么能让他做饭 言语连忙道 没事的阿姨 我来坐吧 包饺子很快的 你们吃了吗 也一起吃一点吧 秦让和言语一同进了厨房 秦南风看到他们两个进去了 也从沙发上 两腿一蹬 走到厨房门口 他也想进去 但秦让垂眸 看了自己儿子一眼 拧了下眉头 想也不想 把厨房门关上 油烟未中 出去看会电视吧 任由秦南风 在外面干瞪眼 他皱了皱眉 爸爸真坏 他也想和言阿姨 一起包饺子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52集 厨房里 暖色的灯光 隐隐地照着两人 言语对秦家的厨房 还算熟悉 他自己找到了饺子皮 秦让站在他身后 补充道 我已经让人 弄好了饺子馅 言语嘴角 擒着笑 所以 你是早就等我来干活了 嗯 请让淡笑不语 言语也没再说什么 他拿出发圈 将柔软的长发松松地挽着 那个发圈不是很紧 要掉落 却又不会掉落 勾得人心痒痒 黑发如墨 美人如玉 美人现在正在包饺子 白皙盈润的手指 轻巧地捏出饺子的形状 不一会儿 旁边的盘子 就已经有了满满的一盘 行让就那样 目不转睛地看着 眼里流淌着 连他都不清楚的情绪 言语包好了饺子 弯腰 想在下面的柜子里找漏勺 毛衣是偏短形的 一弯腰 就露出了一小节白嫩 白得触目惊心 他很快站直了身体 几缕碎发却飘散下来 垂在耳侧 他手上都是饺子线 还要纠结 该怎么把头发撩上去 身后就有一具温热的身体贴了上来 男人修长的手指 轻轻捏起那几缕长发 夹在耳后 动作过程中 难免有机体接触的时候 言语一震 然后耳间不可避免地 敏感红成了一片 像极了诱人的小兔子 秦让轻笑 言语避开他 笑 你别在这捣乱了 言语说完 就往锅里下了水 秦让并不怎么在意他说的话 过了一会儿 他拿出手机 觉得眼前一幕美好的像是画 他借着厨房温润的灯光 把灯光下的美人拍在手机里 美人肌肤清透 身材苗条 却玲珑有致 单单一个背影 一个线条优美的侧影 就让人忍不住想看 这样美人的正脸 秦让手指摸缩了手机几下 两久 他发了条朋友圈 只有言语这张图 什么文字都没有 发完之后 他安静地靠在琉璃台上 悠然等着大家评论点赞 秦让过往的朋友圈里 几乎没有任何生活痕迹 以往大部分 都是转发法律相关的推送 没想到 现在却突然发出了个女人的背影 还是在厨房里 这是公开了秦南风的母亲吗 紧让的圈友们炸了 秦律师公开了 哎呦 恭喜恭喜 哎呦 吃了一嘴的狗粮 千年铁树开花了 一开就是不一样的美人花 为什么 我觉得像是炎月 这是以前律所的同事评论的 秦南风也在玩手机 他一下看到了爸爸的朋友圈 勉了勉唇 没给爸爸点赞 而是不发一言地 到了爸爸的图 发在自己的推特上 父子俩一样 什么文字都没有 没过一会儿 就同班同学评论了 秦南风看到一个同学说 他妈妈真漂亮 他抿起唇角 小小地扬了扬 笑意怎么都遮掩不住 炎月已经下好了饺子 没过一会儿 热腾腾的饺子出炉了 香气四溢 秦让收起手机 接过他手里的盘子 我来拿吧 他说着 看了眼雾气萌萌 他清亮的黑眸 眼里柔软成一滩湖水 这就是他一生想要职守的人 第二天 是秦南风的生日 秦让开车 载着炎月小星星 还有秦南风 一起去伦敦市中心的商场逛街 秦让要去停车 炎月就先和小星星南风 进去了商场 小星星撒娇的 从炎月的包包里 找出了棒棒糖 他分给秦南风一只 可是秦南风已经长大了 他虽然不喜欢 但也收下了棒棒糖 几人坐在沙发上 等着秦让 小星星软软道 妈妈 我可以坐你腿上吗 当然可以啊 他开心地靠在炎月的怀里 他手里举着棒棒糖 笑眯眯道 妈妈 你要分享一口我的爱吗 他把棒棒糖举到炎月的嘴边 炎月捧场地尝了一口 小星星天真的道 我有一份很大很大的爱 当我分给妈妈之后 我就有两份爱了 他转眸 黑色的眼珠子看着秦南风 南风哥哥 你有这么大的爱吗 秦南风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炎月爱娇地摸了摸小星星的头发 一点都没有注意到 对面沙发上 安静静坐着的 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 穿着小西装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幽深的黑眸盯着炎月三人看 明明还这么小 他的身边却没有大人照看着 安静乖巧 看着有些孤单 过了好一会儿 才有一个中年女人 焦急地跑向他 哎呦 谢天谢地 小少爷总算找到你了 小少爷 你怎么突然跑下来 小男孩表情很冷静 黑眸里没有多少生气 脸色透着些微的苍白 他听到中年女人的声音 却没有抬头 视线里 仿佛只有对面的一家三口 中年女人还要说什么 叹了口气 小男孩忽然抬眸看他 面无表情的 成就什么都没有说 却让中年女人的背脊 觉得有些寒凉 他看人的时候一顺不顺 总让人觉得 有阴森森的感觉 见中年女人安静之后 小男孩的视线 重新落在严玉身上 秦让走了进来 眉目清朗 直直地朝着严玉走过去 严玉看到他 就弯起眼睛 走吧 秦让从他的怀中 抱起了小星星 严玉则牵着秦南风 四人都没有看到 对面沙发上的小男孩一眼 往扶梯的方向走去 小星星搂着秦让的脖子 趴在秦让的肩头 脸颊的肉都被挤压 越发颤的白玉脸上 那双眼眸的黑镜 像是流光溢彩的黑玛 他随意地看着大厅 眼珠子和小男孩的眼眸交接了一瞬 小星星头发软软 睫毛吸动了下 嘴唇弧度痒痒 举起小肉手 对小男孩打了个招呼 小男孩很冷淡 没有回应他 但是小星星 却自己把自己逗笑了 眼眸弯得像个小月牙 直到严玉四人的身影 完全看不见的时候 小男孩才从沙发上下去 他脸色冷漠 眼瞳漆黑 抿着唇角 不发一眼 迈开腿 朝着商场的大门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53集 中年女人跟在他身后 声音放轻了 像是怕惹怒 这个病不高的小男孩一般 小少爷 咱们回去吧 等下被陆先生知道 你偷偷跑出来就完蛋了 小男孩步伐不停 也没有理会他 他走出商场 就一辆家常的黑色车子 停在他面前 车上下来两个黑衣人 戴着白色干净的手套 一个恭敬地打开车门 一个弯腰询问小男孩 书木少爷 我帮您上车 这个车的底盘稍微有些高 被叫做书木的小男孩还很小 个子不高 很难自己上车 陆书木点点头 男人动作利落地将他抱上车 一上车 手立即松开了陆书木 陆书木自己坐在椅座上 小小的手 熟练地给自己扣好安全带 司机的声音带着恭敬 书木少爷 刚刚陆先生找你了 让您现在就回去 陆书木抿了面唇 没有回答 司机也并不在意 因为这是常态 如果陆书木回答他了 他才要惊讶 他踩下了油门 车子稳稳地启动 驶向郊区的古堡 古堡处处都透着浓郁古朴的气息 墙面斑驳 是时间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爬山虎绿油油地遮盖了整座古堡 雕花繁复的铁门 在识别进来的车子之后 缓缓地打开 轴轮滚动的声音 有着历史的厚重感 但古堡四处又都是现代化的气息 掩映在绿植之下的 是处处监控探头和红外线扫描仪 除了明目可以看到 走动的穿黑色西装的黑人保镖 还有很多隐匿在黑暗角落里的人 车子通过了扫描 进入古堡里 身后的铁门立马就合上了 砰的一声 带来的是心脏 猛然的色缩沉闷感 这是一个华丽的 这股人性的牢笼 也是很多人拼了命 削尖了都想挤进来的宫殿 陆叔牧面无表情 他的长相 在现处的幼年时期 显得更偏女孩子气 睫毛浓密卷翘 黑眸折射光泽 唇红齿白 但他周身的冷沉 却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 他是个女孩子 车子停在中央的一座古楼前 车门打开 黑衣保镖把陆叔牧抱了下来 陆叔牧目不挟视地 走进古楼里 客厅散发着十八世纪 沉淀下来的优雅与厚重 铜灯繁复 灯火幽明 墙壁上挂满了经典油画 宫廷室的沙发上 坐着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 男人肩宽腿长 两腿交叠 简单地穿着灰色毛衣 在听到推门的声音的时候 抬起了头 陆眼眸光平静 你今天去哪里了 陆叔牧沉默了一会儿 去商场 买什么了 他什么都没买 原本只是照顾他的保姆 想去一下厕所 他突然看到 曾经在相册里 看到的女人 就不自觉地跟了进去 然后没顾及到保姆 就一直跟在 那个女人的身后 陆眼倒是没有多问 修长浓黑的眉头 稍稍蹴了一下 又舒展开来 嘱咐道 下次出门 不要乱跑 不然很危险 陆叔牧安静地站了一会儿 却意外地没有动 他小小的手指蜷缩了下 抿着唇 沉默了半天 忽然问 我妈妈呢 陆眼闻眼 静静地看着他 他眼眸里一片冷清 眉目未动 过了一会儿 眼底浓黑的情绪有些难辨 我说了 家人不是你妈妈 小男孩脸色有些沉 他也不动 漆黑的眸子里有些冷然 寒意淋淋 把我妈妈还给我 陆眼黑眸凛冽了几分 唇角地弧度扯了扯 他喉揭无声地滚动 却没有说什么 外面有声音传来 书牧小少爷 看谁来了 这是城管家的声音 随着他声音一同进来的 还有一个女人 女人笑容轻利 眼窝深邃 睫毛深长 透出了几分浑血的气息 石家然看着陆书牧笑 走了过去 摸了摸陆书牧的头发 陆书牧抿着唇 仍旧是面无表情的模样 但漆黑的眼眸里的寒气 却散了几分 石家然低眸温柔地笑 爸爸又骂你了 陆书牧没有说话 但他余光瞥向陆眼的脸色 却是黑沉沉的 用力抿起嘴角 想也不想伸出了手 抱住了石家然 石家然的笑意更深 弯腰抱起了他 他问 我们先上楼 让爸爸跟城爷爷谈事情 嗯 陆书牧趴在石家人的肩上 他原本不会做出 这样亲密动作的 只是 他在被抱起来的一瞬间 想到今天在商场 看到的那个女孩子 挺不自禁学起了他的动作 陆眼拧眉 冷腻着陆书牧 陆书牧回头看着他 唇形动了动 他亲密的 无声的叫 妈妈 他满意地看到 陆眼的眸色越发严厉 石家然离他太近了 一下就听到了 他眼尾袭了笑意 对陆书牧道 乖 到了二楼 石家然打开门 陆书牧回到卧室 就想自己下来 他没说话 直接从柜子上 抽取出来一本古代诗选 石家然很了解他 他笑 又想到你的名字来源 他接着道 你的名字啊 是你爸爸取的 成爷爷最早只给你取了英文名 等你回到爸爸身边之后 才取了中文名 你叫书牧 留心透书牧 走越逆行云 陆书牧已经翻倒那一页古诗 他垂着眼前眸 眸光一动不动的 小手指从那具古诗中滑了过去 抿着唇 沉默许久 半晌 他和尚书 抬起眼眸 眸光定定 认真的问 爸爸说 你不是我妈妈 石家然的眸光闪了闪 他反应很快 弯了弯唇 可是 我是你的妈妈呀 书牧 因为爸爸不想跟我在在一起了 所以他才这样说 石家然弯了弯唇 又摸了下陆书牧的脑袋 书牧 你刚刚这样说 我真的好难过哦 臭小子 你才回到你爸爸身边半年多 你就不想让我这个妈妈了 陆书牧眨了眨眼 没有 那就好 石家然也学他 眨了眨眼 偷偷告诉你 我在追爸爸哦 很快就能把爸爸追回来 到时候 小书牧就有爸爸妈妈了 陆书牧的黑眸闪过了什么 他看着石家然 你们也会带着我去商场逛街吗 会 也会买棒棒糖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第154集 石家然一愣 然后扑哧一声笑了 叔牧 你现在想吃棒棒糖啊 牙齿会掉哦 陆书牧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抿了抿唇 他的眼前又浮现 今天看到的那个女人 还有他抱着的那个小女孩 陆书牧也不再纠缠石家然了 他搬出乐高 安静静地坐着 开始搭建属于他的世界 石家然站起身来 垂眸看着他 眼里闪过心疼 楼下 程管家笑着坐在陆眼的对面 他老了许多 面相看着也和蔼许多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手指不知道为什么 颤微了一下 他很快就控制住手 慢慢地喝茶 眼少爷 陆眼眉间袭上了一抹绿色 语气淡漠 程管家 你最好还是叫我家主 程管家也不介意 家主 我知道你还在介意 当年我为了让你回到程家 使用的那些手段 我知道我错了 但我不后悔 因为我尽到了 我应该做的责任 陆眼看都没有看他 脸色淡薄 事实也证明 你回到程家 才是最有选择 程家能让你的能力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也只有你 能接受程家了 陆眼有些不耐烦 他看了下时间 如果程管家 只是想说这些的话 程管家道 家主要回陆家了 是 程管家没有问程家该怎么办 只是淡淡的建议到 石家的小姐也跟了你快三年了 又是叔母小少爷的母亲 你该给她一个交代了 陆眼的黑眸沉下 神色沉沉 虽然有些可怖 程管家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如果再敢管我的私事 我会让你后悔的 程管家的胸口淡淡起伏了下 可是 这不是私事了 是程家和石家两个家庭的事 两个集团的事情 他苦口婆心 家主应该知道 一个孩子的成长 是需要爸爸和妈妈的 但凡缺少了任何一方 都是可怜的 你每天固执地告诉叔母少爷 家然小姐不是她的母亲 你可曾想过 她有多少伤啊 这一句话 像是刺一样 扎到路眼的心脏 准确地讲 她也只有母亲的陪伴长大 她的亲生父亲 从小到大没有管过她 她看似不介意 但多少还是会介意的 虽然她现在释怀了 但也不代表 陆叔母就不想过 父母双全的日子 程管家道 叔母小少爷 出生时身体就不好 明眼人都看得见 他比一般的小孩 要安静自闭 医生说 他很需要家庭的温暖 陆眼飞薄的唇勾勒出浅浅的弧度 有些讥讽 手指攥紧了几分 冷笑着 透着力气 程管家 应该不用我提醒你 他现在这个样子 和你藏了他有关 程管家眉目慈想 可是家主也别忘了 是谁千方百计的不要他 抛弃了他 如果舒穆小少爷知道了 该有多难过呀 陆眼压抑着怒气 一瞬间涌上几分 他眸光越发深不可测 他走到程管家面前 一把拽起程管家衣领 全然不顾程管家是个老人 他气场阴冷沉沥 手上轻筋起伏 闭嘴 短短两个字 从牙齿缝中挤出 程管家被他拽的 掐住了脖子 脸色胀红 他还是颤巍巍拿出手机 解锁 翻转屏幕给陆眼看 屏幕上 是推特的页面 一条推文附上一张照片 陆眼看清了那张照片 手上的力道猛得加重 轮廓分明的下颌线条 紧紧崩起 眸色两立 程管家道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有什么 不好呢 严小姐已经找到了 自己的幸福 家主 你也该给书木小少爷 一个完整的家了 陆眼眼眸黑的 几乎看不到一丝光芒 他舒然就松开了 紧紧前置 程管家的手 额角有青筋突起 又隐墨下去 漆黑的眼底 寒光刺目 他那颗冷硬的心 却像是被人狠狠拧出了一般 难以呼吸 眸光深深 他眼前浮现的 只有刚刚看到的那一张照片 照片上 言语温柔娴熟 比起从前 更加柔美 有韵味 但他却在为秦让 洗手做羹汤 他照顾秦让的儿子 他很快就会成为别人的妻子 他的温柔血液与幸福 在照片里倾泻得淋漓尽致 而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 他有多痛苦 有多冷漠 路远的心脏有些疼 但难免地 唇半扯起的弧度 浮现了一点点讥讽 说不定 很快言语就会再和秦让生一个孩子 但他当年 却那样不想要和他的孩子 路远发现 其实过了三年 时间一点都没有抚平 他心里的痕迹 和言语的婚姻 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记 难以抚平 反倒是随着时间 越发地清晰 言语就像一根刺 狠狠扎在他心脏里 找不到在哪里 但就在那里 时不时做痛 提醒着他 他的存在 三年了 这根刺 是不是早就应该拔出来了 他还在痛苦之中 他却早早地脱离苦海 而他能做的 就是不去打扰 路远 随着眼睛 叫人看不清 他的神色 笑意凉薄 他的一整颗心 都是凉的 石家然带着陆书木 从二楼下来 陆言走了过去 牵过陆书木 他很少牵陆书木 陆书木 在被他牵起的时候 小手还下意识缩了下 陆书木吃饭的时候 很安静 但是 他今天跟平常 有点不一样 他会停下来 侧眸看下石家然 有些犹疑 石家然被他看得 稍微挺顿了下 温柔地问 书木 要吃什么 我帮你拿 陆书木抿着唇 指了指方向 等到石家然给他夹了 他才重新低下头 陆言的眉头 稍稍拧了下 这半年多来 陆书木很乖巧 也几乎从来不会 让人给他夹菜 不过 陆言想想也是 他跟在石家然身边 那么长时间 依赖也是正常的 等到吃完饭 陆言就冷淡地 让人送走了石家然 石家然也不在乎 他摸了摸陆书木的头 然后等陆书木上了楼 他站在门口 对陆言道 陆言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 我知道的 但是书木是我的孩子 他看到陆言的脖唇 吸动了下 抢仙道 你是不是又要说 书木不是我孩子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